一招猝死,刚穿越成不能科举的农户,就被求着买了一个极品美女当媳妇。 种田是不可能种田的,陆川刚想摆烂,结果系统提示,生命倒计时21天。 寿命,每十天一两白银,看着系统里的数以万计的设计图,陆川缓缓露起袖子。 赚钱,先来个玻璃,让你们开开眼。 海盗上啊,谈力于枪足矣,建民不能科举。 排弩一出,大将军求他入朝做官。 等等,外敌入侵,是时候让火冲出场了。 区区古代,看他步搅个天翻地覆。 第一章,活活饿死的。 田野间,陆川抱着锄头,看着破烂的农田一脸怅然。 年少的脸蛋上,有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成熟和哀伤。 同样是穿越,别人穿越的,要么是金庸武侠,要么是修仙世界。 我这大真皇朝是什么地方啊? 更重要的是,连个金手指都没有,我系统呢。 玉佩呢?老爷爷呢? 上辈子,陆川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打工人,辛辛苦苦考进了国企。 好不容易混了个小管理。 年薪终于有了三十万,眼看着日子越来越有笨头。 结果在他加班写通告的时候,一个不小心,猝死了。 人生的悲剧,在于你可以享受的时候,什么都没享受到,便一切皆无。 而他穿越的这个身份更惨。 大真皇朝刚刚建国,战争之后,百废戴新,皇帝重启科举制度,想要吸纳有才干的寒门子弟,用科举代替门帝。 原生陆川的父母,以为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拼了命地赚钱供陆川读书,将来光宗耀祖。 可问题是,寒门专指门帝势力较低的市价。 他们几个种田的,叫做贱民,根本算不上寒门。 报考科举那天,父母知道真相后,双双吐血而亡。 丢下孤零零的原生义人,因为不会种田活活饿死。 陆川穿越的时候,差点被这破烂的身体折腾到再死一次。 好不容易做了个检疫陷阱,抓了条鱼,才挺了过来。 花了整整七天,他才把身体养好,然后开始种田。 看着错落有致的土坑,陆川煮着锄头,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时,一个半大小子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陆川哥,村门口有人卖女儿。 你要不要去看看?卖女儿? 这有什么好看的? 别看大真皇朝已经平息战乱,统一中原。 可各地依然有不少小规模的暴乱,百姓的生产更是没有恢复。 甚至有些遭灾荒的地方依然有一子而食这种可悲的事情。 不,哪怕是在和平的古代,也经常有卖女儿的情况。 战争死了太多男人,剩下的就全是女孩。 那些大户人家养的丫鬟数量已经严重超标,多出的女孩根本没人买。 一些父母为了生计,便来农村里碰碰运气。 女儿卖掉能换一袋粮食,家里少了个钉口,也就少了个吃粮的。 她心里知道这是封建陋习,可现在虎口都勉强,也管不了。 陆川两母地都种好了,也没见着有人往回走,就知道他们还守在村口,就擦了擦手,向那边走去。 闲着也是闲着,去看一眼。 村口土坪,陆川走来,一眼就看见那一圈围着看热闹的。 一脸皮像,驼背抖腿的年轻男人,看见陆川,立刻阴阳怪气地说。 哟,这不是陆川吗?你那娇弱的身子养好了? 陆川没理他,若无其事地往前走。 没错,陆川在村里的名声可不太好。 在这年头,这地界,哪个农户家的小子不下地干活? 就算是女娃子,还没五岁就学会了持家。 可陆川却是出了名的,食指不沾阳春水,连甜都不会种。 都是泥腿子出生,救他陆川娇贵。 这样一来,可不就招人嫌弃了? 长楚,也就是刚刚说话的痞子,一想到陆川前些年的好日子,又对着对陆川呸了一下。 他向来看陆川不爽,就好像读了几本书,就好像高人一等似的。 明明大家都是见面。 陆川面不改色地掠过他,和其他人打招呼,乡亲们好。 打工人什么场面没见过? 陆川的脸皮也不是原神陆川能比的。 周围的人见陆川破天荒的不再酸臭,还主动打招呼,眼神就见了鬼一样。 里长来了? 不知道谁招呼了声,几人都转头看过去。 一名两并斑白的中年人带着一群人走到了村子,后方排着队,是一户户农家,带着年龄大小不一的女孩。 看着大的也才十五六,一个个都营养不良,有些甚至浮肿。 这画面,让陆川想到了乡下感激。 但下一秒,他又因为这个联想,即被升起一股良意。 他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些女孩。 他们似乎早就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没有哭闹。 只是一声不吭地跟着走,脸上带着麻木的平静。 陆川甚至注意到,女孩们身上都带着小小的包裹,只要有人赋粮,他们就可以直接跟着回家。 他的目光落到最右面的位置时,一个女孩忽然吸引了陆川的注意。 他和大多数女孩一样,瘦巴巴地没有半点肉,但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却特别有灵气。 以陆川的眼光,能看出来,这个女孩如果稍微痒胖一点点,绝对是顶级美女。 她倒不是起了邪念,只是这样的女孩,不应该早早就被那些大户人家买走了,怎么会流落此处。 第二章,瞎子,你盯着那个瞎子干什么? 陆川刚刚站在了同村的侯小白身边,侯小白也不是个好的,整天游手好闲,不干活。 看陆川一直在看那个小美人,她稀奇地问了一句,瞎子? 陆川一愣,侯小白叹了口气,可不是瞎子吗? 哎,你天天窝家里看书,连她都不认识。 原生陆川,以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也因此,现在陆川穿越过来,很多人不熟悉,不认识,也没有人怀疑。 她叫郑大鸭。 你看她的眼睛是不是很漂亮? 实际上,是瞎的。 她不只是瞎子,还客人呢。 陆川有点好奇,就听着侯小白讲了郑大鸭的事。 原本郑家的情况还算不错,他们所在的马前村临近大海,而郑大鸭的父亲就是个渔民。 但前几年,郑父生了场重病,之后虽然能活动,却没办法经受风浪出海捕鱼了。 家里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如今已经入不敷出,家里嗷嗷待哺的小孩甚至都被饿了好几顿。 郑家迫不得已,就想着把女儿卖给好人家,既能换点口粮,也能给女儿找个托付。 哪怕做个妾做个丫鬟,也比在家受苦强。 郑大鸭天生长得好看,特别是眼睛灵动,便被一户寒门招进了门。 结果还没到对方家里,对方家里就着火,全家暴毙。 这倒还能说是赶了桥,但郑大鸭后来又被卖了两次,回回都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这下子,谁都怀疑她是扫把星,没人敢再收她。 而且,除了克主人家之外,她的眼睛也个毛病。 白天看东西,还算清楚,可到了阴暗的地方,或者到了晚上,就跟瞎子一样,什么都看不见。 大家说,这是鬼蒙眼,认为她身上糟了血。 于是,郑大鸭人见人怕,长得再好看,也没人敢打她的注意。 陆川听完这故事,嘴角就抽出了一下。 这不就是几次巧合,再加上夜盲症吗? 一个小毛病,把人吓成这样。 里长看村民差不多到齐了,便吆喝着,让大家看看这些丫头。 村里和外面大户人家不一样,都是冲着买媳妇来的。 老里子,你来看这个丫头,壮士不? 你儿子娶回家,绝对能下地干活。 那个丫头的爹连忙道,她能干活,一天能清理十亩地的杂草,会松土,会种田。 老里子满意地点了点头,和那个男人讨价还价一番,以八斤米的价格成交。 而后,村口就和菜市场一样,很多人物色女孩讨价还价,然后肉疼地交出大米。 而那些个女孩,全都木讷的被带走得没有不愿,被留下的也没有喜色。 陆川看得直皱眉头,张了张嘴,却忽然反应过来,低头看了眼自己的破衣服,苦笑出声。 将来,如果有将来,我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 陆川暗暗想着,很快,人散差不多了,就剩下陆川他们几个站在后头。 郑大鸭也是和爹爹一起来的。 他看所有人都忽视了他,又看一眼一边面色枯黄的父亲,神色越发苍皇。 他是这群女孩年龄最大的一个,已经辗转了好多村子,实在没有人要他,可他家里也要揭不开锅了。 他脸色苍白,那双灵动的大眼睛中勤着泪,哪怕一脸哀伤绝望,也楚楚动人。 陆川看得一晃神,心脏扑扑跳了起来,但又觉得实在罪恶,又扭开头,心中暗骂自己。 我真不要脸,居然这种时候馋人家美色。 结果,正打压慌乱不安的声音忽然响起来。 我,我可以生娃,也可以干活,买我吧。 陆川听不下去了,脚尖动了动,而村民们看他迫不及待推销自己的样子,一个个却更觉得晦气,纷纷拉开距离。 还有些女人,在骂正打压,恬不知耻。 正打压捂着脸,泪水直流,心中已经绝望了。 这已经绕到了最后一个村子了,他的坏名声早就扩散出去了,根本没人要他。 他留在家里沾一张嘴,家里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差。 而且,他也怕。 他怕再过段时间,他就给被卖到那些烟渣地方去。 他同村的很多丫头,就是卖到了那里,还换了不少银子。 如果不是欠父母养育之恩,他甚至想要死了算了。 里长看大家都差不多了,冲着陆川他们喊道, 你们刚看着干什么,我看你们也到年龄了, 正好一块过来挑一个带回家,早点生娃。 买卖子女,这是穷苦人的无奈之举。 而里长积极促成,是因为县衙每年都会统计人口。 如果人口增加,里长会得到赏赐。 侯小白颇有些不情愿,想要拒绝。 结果被亲爹狠狠地削了一下, 也挑走了一个挑了得宽骨架的姑娘。 陆川见状,有些庆幸原生父母已经不在, 不然时有八九,也是要被逼着挑一个的。 正想着,前面忽然喧闹起来。 啪。 接着,一道清亮的女生带着怒意响起。 流氓? 陆川扭头,却看见郑大鸭满脸通红, 怒气冲冲地瞪着长楚。 长楚一手悬在空中,脸色清清白白。 周围的村民哗然。 长痞子干什么,不会是欺负郑大鸭了吧? 陆川的脸色,疏然冷了下来。 长楚面上清白交加,最后大嚷。 是他自己,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 我没有。 郑大鸭眼中含泪,双拳钻得紧紧的。 郑大鸭的爹,也脸色难看。 指着长楚,气得手指哆嗦。 你滚,你滚。 长楚气得大骂。 谁稀罕,我可不想被客死。 他转头,冲着村民也大吼。 难道你们敢,不怕客死全家? 这一声出来,村民都寂静了。 长楚洋洋得意,弯腰凑近郑大鸭。 嘲讽地说,看来,我们只能轻谋见了。 郑大鸭顿时,脸色苍白,尾顿在地。 完了,他真的完了。 这时,一道坚定的声音忽然响起。 我满。 第三章,生命倒计时。 陆川? 长楚不敢置信地回头。 郑大鸭的泪水也止住了, 正正地望着那个瘦削的男人。 李长也看向陆川,问道,你真的要买? 陆川走过来,看郑大鸭伤心绝望的样子。 轻声道,如果没有人买你,你到时候怎么办? 郑大鸭哽咽道,我已经到年龄了, 如果没人要,只能去青楼换钱, 不然我弟弟妹妹都会饿死。 郑大鸭父亲痛苦地闭上眼睛, 却没有反驳。 陆川听到这话,在看他父亲的模样, 默默叹了口气。 这该死的古代! 我家也没有粮食,不过有大概二十多斤的鱼丹, 行吗? 可以可以,郑大鸭眼露惊喜, 抓紧了父亲的衣袖,忙不迭点头。 马前村旁边有一条白月河, 下游十里外就是大海。 这个时代的渔业其实并不发达, 渔民使用粗布和麻作为原料, 通过捆卷的方法制造渔网。 这种渔网易腐烂,坚韧度差。 而且捕鱼后需要足够多的大汗, 才有力气拖得动。 渔船、渔网、人力全都是支出, 没有几家渔民能扛得住这个成本, 一次没有收成就会血本无归。 所以,马前村的村民主要收入来源还是种田。 偶尔去钓鱼或下水摸鱼, 也就吃点肉腥, 谁也舍不得拿出去换。 他要用鱼竿换人, 让周围众人目瞪口呆。 疯了吧。 连侯小白连忙道, 陆川,这女人克命啊, 认了主人克主人, 找了男人克丈夫。 而且她的眼睛还被青面鬼给蒙了。 郑大鸭听的脸色更加苍白, 有心想解释, 却不知道怎么说。 陆川福娥对着侯小白说, 行了,我有分寸。 郑大鸭这才松口气, 他也才知道, 原来这个瘦削的男人就是那个傻读书的陆川。 听说陆川连地都不会肿。 他觉得未来又暗淡了一些, 但至少比被常储买走更好。 穿杆, 我现在就能千迈身器。 郑大鸭连忙说道, 你可以继续读书, 我能种田养你。 里长看两人谈好的样子, 情不自禁摸了摸下巴。 一会是不是得给陆川收失去? 可万一好事成了, 村里的丁口就能增加了。 接下来, 李长带路把几个人领到了陆川家。 大家也看到了挂在屋檐下的七八条大鱼。 每一条大鱼都是烤干后在风干晾晒的, 说明新鲜的时候远超二十斤。 里长叉异地看着陆川, 大河里的鱼滑不溜秋, 陆川是怎么弄来这么多的? 他有点眼馋, 更是好奇的心痒痒, 但也不好问陆川。 陆川上浇鱼干后, 李长拿出了卖身器, 让郑大鸭签了名字。 一手较量, 一手较人。 从今以后, 郑大鸭就是陆川的人了。 郑大鸭的爸爸拎着一大堆鱼干, 也连忙回去了。 很快, 其他人离开, 就剩下郑大鸭和陆川在房间里面面相去。 坐, 坐吧。 陆川有点尴尬, 不知道该聊什么。 虽然是出于好心, 但他居然在万额的古代买了个女孩, 而且还能让他干任何事情。 这很考验一个男人的定力啊。 陆川揉了揉脑袋, 把卖身器随手丢在一边的桌子上。 他根本不在意这种契约。 屋内采光略差, 郑大鸭几乎看不清屋里的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蹭进来, 听话地坐在一边, 又拘束地将手放在膝盖上, 却不理解陆川为什么不把卖身器藏起来。 但他能找到男人, 就千恩万谢了。 只要陆川不打骂他, 他就愿意给陆川干活一辈子。 陆川盯着他, 看了一会, 正在琢磨说什么好, 郑大鸭先坐不住了, 我去干活。 他蹭地站起来, 但眼前漆黑一片, 他一脚踢到了什么东西, 结果摔在了地上。 陆川一转头, 看见人摔倒了, 赶快走过来。 结果, 郑大鸭听见脚步声, 惶恐地说, 我能看得到。 他慌乱地爬起来, 却又一头撞在了桌脚上。 陆川看着都疼, 郑大鸭却又跪了下来。 陆川, 我真的能干活, 求求你, 别赶我走。 我可以种田, 我可以做饭, 我能养你的。 陆川赶紧把他扶起。 好了, 我这里不新贵, 你的眼睛问题不大, 很快能解决。 你要是想要找点事情干, 就去门口打扫, 一下卫生。 要做饭的话, 灶台在后门, 半露天的, 不会看不清。 我, 我先去打扫。 郑大鸭借着陆川的 搀扶爬起来, 结果肚子里传来了 咕噜噜的声音。 坏了。 陆川一巴掌拍在头上, 没关系, 我们吃麦糊就好。 问题是, 我家一粒粮都没有了。 陆川无奈, 他居然忘了这茶。 郑大鸭心头一粮, 陆川家, 好像比他想象的穷很多啊。 你有没收成的地吗? 前段时间收的小麦, 上脚田付后, 剩下的都被吃光了。 田里没有余粮。 陆川苦笑, 原生那个废物不会种田。 但凡会一点点, 在小麦吃完之前, 种一点别的粮食, 现在也不至于这么窘迫。 死读书要不得。 郑大鸭咬咬牙, 那我们今天就勒住肚子吧, 明天我再想办法。 陆川挑眉, 别急, 没打算让你饿着。 郑大鸭迷惑地看他, 陆川摆摆手, 带着他来到了河边的一处偏僻地方。 他一弯腰将竹条与破衣制的地龙弄了出来, 里面有四五只大鱼。 看到这些鱼, 陆川皱了皱眉。 郑大鸭惊呼一声, 不敢置信地问, 这, 这是怎么做到的? 陆川怂怂间, 一个小陷阱, 一部分做干, 一部分晚上吃, 再拿一条, 找个人家换点米脉。 你这陷阱太神奇了。 郑大鸭心奇道, 陆川其实不太满意, 看来鱼学惊了, 这两天的鱼都没有之前那么大那么多了。 这条河很宽, 鱼怕是不守, 但架不住鱼也有聪明和笨的。 没事, 等这两天熬过来, 地里的东西长出来, 我刺绣拿去城里卖钱, 可以勉强撑一阵。 这些鱼, 省着点吃吧。 郑大鸭心里有了底, 那张明艳俏丽的脸, 也露出生动的笑。 陆川转头, 看得愣住了, 心里更是狂跳。 这也太漂亮, 太好看了。 他上辈子, 哪和这样的小美女走得这么近过。 可这时郑大鸭心里又有了别的担心, 可是过段时间, 又要缴田赋了。 大真黄朝给每户农家分配了农田, 每过一个季度, 都得上缴一定的粮食或金钱作为赋税。 到时候凑不齐, 他又得被卖掉。 不然他和陆川都会挨板子, 然后没收田地。 陆川也才想起这个, 看郑大鸭脸色变化, 只感觉骚得慌。 买个小美女回来, 结果养不起。 不止如此, 还面临着高额田赋税金的压力。 他再一次心中哀叹, 穿越就算了, 怎么连个金手指都不给。 猝死怎么了, 猝死就没有穿越者福利了吗? 正在这时, 恭喜你, 完成一阶段人生成就, 拥有一个破漏但完整的小家。 你的课金人生系统已激活。 一道声音猛地响起, 不给陆川反应的时间, 一个虚拟面板就弹了出来。 宿主, 陆川, 生命倒计时, 21天。 21天。 第四章, 一辈子对你好。 陆川看到面板内容, 差点蹦起来。 他要死了。 陆川目光一扫, 发现下方还有个系统商店。 寿命, 每十天一两白银。 珍妮仿杀鸡, 五两白银。 水利仿杀鸡, 二十两白银。 弹力鱼枪设计图, 八十文。 机械鱼枪设计图, 三百文。 系统商店里, 包含设计生产, 生活和战争武器的各种设计图, 最重要的是寿命。 寿命居然还得花钱买, 这和买点卡有什么区别?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能不重职吗? 他可是猝死的, 万一掉线后, 原地暴毙怎么办? 他不敢赌。 陆川看向系统, 除了生命倒计时外, 各种生产器物, 武器装备与物件设计图等应有尽有。 往好理想, 只要把系统里的东西转化为现实, 那他也有机会在封建的古代成为人上人。 陆川自我安慰着, 又开始看起了系统商店的各种设计图, 配方的列表。 这就好比一个人第一次摸到智能机, 总是忍不住把玩半天。 郑大压以为陆川有心事, 一个人默默地在小院里清理杂物。 陆川看他这么勤快, 也乐得有个人帮忙干活。 脏乱的院子他早就想清理了, 只是这些天忙着生计没空去弄。 回屋没一会, 陆川就看到郑大压走了进来, 坐在凳子上发呆, 神情郁郁寡欢。 怎么了? 陆川察觉到他的心情不好。 郑大压眼睛里泪水打转, 很快就憋了回去。 那些和仙需要杀掉吗? 郑大压转移话题地问道, 涉及食物问题, 他不敢擅作主张。 可陆川还是感觉到他的声调有些发颤。 陆川回忆起, 刚刚看系统商品的时候, 外头有嘈杂的声音。 走出门, 就看到很多村民义愤填膺地站在围墙外。 由于陆川穿越没有继承原生的记忆, 所有事情都要自己调查, 所以陆川喊不出他们的名字。 一名瘦巴巴的大爷急声道, 陆川, 你糊涂啊。 我怎么糊涂了? 陆川不解。 那是轻面鬼, 是骇人精, 县衙里的人都知道鬼蒙眼是中邪的病。 你把他招进村子里, 是要坑害我们全村人啊。 大爷语重心长, 可旁边的一名大妈就忍不住破口大骂了。 陆川, 你个杀千刀的。 你爹妈死了, 你就这样乱来吗? 没见过你的是咋样, 看人家漂亮就娶回来。 你不想活我们还怕死呢? 陆川, 快把他赶出去, 你爸妈都没了。 你总不想录下香火, 就在你这里断了吧。 饶了我们吧, 快把灾心赶走。 陆川看着这群迷信的村民, 都要气笑了。 一个可怜的姑娘, 得了个夜盲症, 居然就要被这样污蔑驱逐。 陆川把锄头丢在一边, 别管那些人。 陆川走向他, 坐到了门槛上, 说道, 虽然你的卖身弃迁在我这里, 但我也没有把你当奴婢丫环的意思。 你看我家徒四壁, 把你弄回来, 倒是委屈你了。 不不不, 我很感激, 我什么都可以做。 郑大鸭听见陆川不嫌弃他, 连忙跑进院子, 想去收拾刚刚带回来的鱼。 陆川也走过去, 两人合力将鱼处理好。 陆川甚至将鱼干, 鱼肠, 鱼肚都弄出来, 仔仔细细地清理一遍。 郑大鸭很是不理解。 你弄这些阿杂物干什么? 陆川翻过原生的书册, 调查过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 山河大地布局都和陆川前世的事件极为接近。 只是在五湖乱华的过程中, 似乎发生了什么足以引起历史动荡的蝴蝶风暴, 导致历史发展走向了另一条路。 很多世家王族与前世都有所不同, 文化发展也有着不小差异。 而这个时代, 香料还不是非常普及, 也没有研发出炉煮的烹饪方式。 人们没办法接受内脏的味道, 尤其是鱼类内脏。 陆川知晓这一点, 说道, 你的鬼蒙眼其实叫夜盲症, 是一种疾病, 需要吃动物内脏才能治好。 啊? 郑大鸭有点嫌弃, 半信半疑, 这东西能吃吗? 我读过书, 你不信我? 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吃。 郑大鸭看他笃定, 迟疑了一下, 呆萌地点了点头, 小心翼翼带着些许期盼, 真的, 能治好? 陆川故意逗他, 治不好也能填饱肚子。 郑大鸭撇撇嘴, 表情倒是比之前更生动了许多。 收拾好鱼肉后, 陆川拿了一部分串门去了。 这年代粮食卖得很贵, 尤其是县城里的粮食都有一家。 他要吃粮食, 最好跟别人一物一物。 陆川回来的时候, 发现郑大鸭居然扛着饥饿, 把房间全部收拾了一遍。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摸黑把屋内清扫干净的。 看到陆川回来, 郑大鸭出来迎接, 可看到布袋里的米纸有一点, 心情沉了下去。 他不解, 为什么要换大米这么金贵的东西, 只能换一大袋麦夫的。 麦夫就是小麦的翘粉, 很便宜。 穷苦人家都吃这种东西。 郑大鸭也知道了陆川家的现状, 麦夫这种能够填饱肚子的, 对他们来说才是最有选择。 但他寻思着陆川以前都是靠父母解决问题, 不知道日子应该计较着过。 陆川年纪虽然比我大几个月, 但恐怕根本不知道怎么当家, 我得把这个家扛起来了。 郑大鸭暗暗想着, 决定把担子扛在肩上。 他也没指责什么, 毕竟他现在还无名无分, 得认清实际上的尊卑关系。 他没自得说陆川的不是, 带着郁闷的心情, 满满的责任感, 还有少许的母爱。 郑大鸭接过这一小袋大米, 倒进了缸里, 又给陆川倒了一碗水。 陆川不当外人地喝了一口, 没想到郑大鸭又开始帮他捏肩。 这叫单身两辈子的他, 浑身不自在。 按摩就不用了, 哥儿买了我, 我就是你的人了, 只要你对我好, 我也一辈子被你好。 郑大鸭慎重地说道, 他的想法很直白, 如果陆川愿意娶他, 陆川让他做什么都愿意。 很多相亲把女孩买回家都是当媳妇的, 但陆川是读书人, 他摸不准陆川到底怎么想, 他内心肯定更渴望成为正妻, 而不是丫鬟或者小妾。 陆川能理解郑大鸭的心情, 也知道这个时代的特殊情况。 他想了想, 解释道, 我买, 你是看你可怜, 而我家也需要一点人气, 不是趁人之危占有你。 郑大鸭目瞪口呆, 脑子一下子转不过来,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陆川看他的样子, 有点无奈, 没事, 你去做饭吧, 我去后屋一趟。 后屋的东西, 可是他谋生立命的根本。 第五章, 私自炼铁是犯法的。 把做饭的事情交给郑大鸭, 陆川跑到了后舍, 这里是他这些天清理出来的工作室, 一张木桌摆在墙角, 附近放着许多工具。 铁锤, 锯子, 齿, 一应俱全。 但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差, 金属冶炼技术更差。 连带着这些铁制工具都很劣质, 豹子, 斧头, 感觉用力点就会搞坏掉。 陆川本来只是单纯用来制作捕育陷阱的, 但现在, 这玩意正好能和系统搭配使用。 他要把系统里的各种设计图转化成产品, 产品用来创造财富, 然后才能课金买命。 只有源源不断的金钱, 才能让他活得更久。 现在, 这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就是他的生命。 他这趟出门, 除了换米, 其实还换了少量的铜钱, 不然也不会跑了一下午。 陆川看向系统面板, 设计图, 熔炉, 二石纹, 材料十块。 可用来冶炼金属, 获得对应的金属锭, 或者通过胶筑模具制造金属器物。 通过熔炉来精炼金属, 是他制造各种精致工具的基础。 陆川把二石纹钱支付出去, 金钱消失, 一份关于熔炉制作, 材料判断的复杂知识涌入脑海。 陆川花了一会, 才彻底消化掉, 便在院里院外忙碌起来。 这个时代, 私自炼铁是犯法的, 但陆川弄的这种熔炉表面, 看着很是粗糙。 稍微多积了一些石头在旁边, 就能伪装成灶台。 只要不被人突然撞见, 就不会发现大问题。 制作好熔炉后, 陆川就开始重新打造铁锤, 然后再一点点精炼锤打其他工具。 而他的目标工具就是弹力鱼枪。 弹力鱼枪设计图八十纹, 土质弹力鱼枪, 质量较差, 容易损坏, 但具备足够强力的穿透效果, 是潜水打鱼的平民级神器。 买下弹力鱼枪后, 陆川口袋里, 真的是一文钱都不剩了。 正大压在烧火的时候, 看到陆川在搬运木材, 主动跑了过来。 哥儿, 那个, 如果家里有钱了, 你能不能置办一点东西? 你要弄什么? 陆川把门关上, 没让正大压看里面的场景。 哥儿, 快要到交田赋的时候了, 你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看你有十亩地, 这一季得交三贯铜钱, 如果交不起, 官府会把田收回去。 三贯钱, 就是三两银子, 三千文铜钱。 他当当发现, 陆川家的地几乎都是荒废的, 这说明陆川是真的没有半点存钱。 这可把他急坏了。 田是农民的立命之本, 现在种东西, 根本赶不上收成, 寂寞缴纳田赋时可怎么办? 陆川知道他的想法, 笑笑说道, 我心里有计较, 知道怎么搞钱。 你先把身体养好了, 再考虑那些。 哥儿, 你听我解释, 我没有说你什么, 我就是, 想要为家里出点力。 我已经卖身过来了, 我就是你的人了。 郑大压有些交集, 他怕陆川太过大男子, 不让他出一份力。 行了, 别提卖身的事情, 我没把你当成吓人, 你丢点时间, 看我一点点给咱们改善生活。 郑大压没法信陆川, 他的脑子, 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月赚到三两银子的办法。 那些田权都是荒芜的, 种地都来不及。 陆川看他欲言又止, 担心焦虑的小模样, 觉得还挺可爱的。 这才刚过来, 怎么就这么上心了? 别想太多, 我明天会下海抓鱼, 争取把钱赚够。 你还会捕鱼? 郑大压有点猛, 一个读书人, 怎么可能会捕鱼? 而且这个家, 根本没有鱼网和钓具。 不过, 想到陆川能弄到河里的大鱼, 他又多了些稀计。 可在看陆川瘦巴巴的身板, 他又开始怀疑起来, 患得患失。 陆川看他脸色变来变去, 不知道想什么, 有些好笑。 这边, 是我私人工作的地方。 你尽量不要过来, 有什么事情喊我就行了。 炼铁和打铁是两回事, 炼铁违法, 陆川不可能给他解释太清楚。 哦, 好, 那我去做晚饭了。 他心冲冲地离开了。 看着正大鸭的背影, 就像是葫芦似的。 陆川后知后觉地发现, 他饿了一整天, 现在把腰带勒得紧紧地, 显然是硬扛着饥饿。 可他却始终没有提出这件事。 这是一个坚强的女孩。 叹了口气, 陆川回到了工作室。 他按照计划, 先把所有工具精炼了一遍, 接着开始制作鱼枪需要的各种精密零件。 马前村外海, 有黄鱼、 金枪鱼、 霸鱼等鱼类资源。 霸鱼属于大型鱼类, 是陆川的主要目标。 只要鱼枪制作成功, 带住一两条大型霸鱼, 他一两天内就不用绸田饱肚子的事情。 后续也能安心研究如何赚钱, 购买寿命和上交田赋。 但制作者, 陆川忽然发现, 除了工具精度不够,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石木结构太笨重, 弹性合金缺乏。 陆川挠了挠头, 叹了口气。 没办法, 先艰苦奋斗吧。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他试了几次, 终于找出一些可以代替的劣质品。 先强撑着, 以后再想办法寻找更好的材料。 他忙得汗流加倍的时候, 正大压在外头喊, 该吃晚饭了。 家里虽然添了个人口, 但也是多了个不要钱的厨娘, 对陆川来说, 还是很不错的。 晚饭是西周, 炖鱼汤, 还有炖鱼内脏。 因为缺少调料, 炖鱼的气味特别新。 陆川尝了一口, 就苦着脸。 原来不是饿坏了, 就能把所有食物当成美味。 没有香料的鱼内脏, 心得让人想吐。 正吃着, 陆川看到, 正大压双手背在身后, 站在桌子旁边眼巴巴地看着他。 他的肚子依然勒着腰带, 纤细的腰脂感觉都要被勒断了一般。 你上桌呀, 站在地上干什么? 陆川不解道, 正大压努力挤出笑容, 忍住禅意, 道, 我只是根儿买来的, 不敢上桌吃饭。 按照规矩, 应该等根儿吃完了, 我再吃剩下的。 第六章, 跨时代的谈心。 陆川恍然, 万恶的古代尊卑制度。 如果他残忍一点, 把汤水里的食物都捞出来吃光, 正大压今天晚上, 怕是只能喝盐水了。 正大压中午, 就饿得肚子叫了, 却没有说一声委屈。 一整个下午忙里忙外任劳任怨, 一个人默默地勒紧腰带, 不愿意给他添麻烦。 哪怕是吃饭了, 他也只敢忍着饥饿站在旁边, 等待伺候陆川。 怕冒犯了我, 被我扫地出门。 我像是那么刁钻歹毒的人。 陆川问道, 没有的是。 正大压回答得很快, 听着就假。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家里的食物太少了, 抢食容易引起不满。 而陆川还是读书人, 听说读书人比平民更在意身份的差距, 并称其为理。 他怕冒冒事实上桌, 引起陆川的不满, 到时候被陆川赶走。 他真的不想再被卖来卖去了。 陆川下午做的事情不多, 但对他特别的尊重和礼貌, 给他干涸的心灵带来丝丝暖意。 就凭这一点, 他就愿意给陆川做牛做马。 等陆川先吃, 他喝汤, 没有什么不好的。 陆川黑着脸, 又拿了一个顽强, 主动捞起青州下的米粒成满, 然后夹起鱼汤里的肉块, 内脏叠得高高的。 而桌上剩下的食物, 全都是清汤寡水。 紧接着, 陆川把他拽了过来, 摁在大碗的食物前面坐着。 郑大鸭瞠目结舌地看着碗里的东西, 惶惶不知所措。 吃! 陆川不容置疑地拍了拍桌子, 既然你把我当主家, 那么所有事情都得听我的。 看陆川一脸不容置疑的样子, 郑大鸭颤颤巍巍地拿起筷子, 一口鱼肉下腹, 他的泪水滚滚而出。 你哭什么? 陆川哽了一下。 郑大鸭擦掉眼泪, 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复下来。 过去的几年, 他一直惊惧着, 害怕被卖到青楼, 害怕遇到不把他当人的主人家。 在这个时代, 卖身为奴的就是主家的物件, 打死了饿死了也没人指责。 但很显然, 陆川不是这种人。 陆川逼他吃饭, 看着粗鲁, 但他知道这是一种温柔。 陆川懒得理他, 默默地喝着腥臭的鱼汤, 思索着有钱了, 必须准备好各种香料。 郑大鸭吃着饭, 突然道, 哥儿, 我想要嫁给你, 可以吗? 陆川差点一口汤喷出来, 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 你要嫁给我, 什么是感情基础? 哥儿是个好男人, 一定也会成为好丈夫。 我到年龄了, 趁年轻, 还能多干活, 多生几个孩子。 陆川沉默, 这个时代的女孩命苦, 只要对方稍微对他好一点, 他就愿意嫁了。 要求也太简单了。 可看着郑大鸭漂亮的脸蛋, 陆川说不心动是假的。 我不介意, 但我怕你后悔, 我们先相处一段日子, 等你冷静下来了, 你再做决定。 郑大鸭眼睛带光, 这一天的接触, 他大概摸清了陆川的性格, 感觉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鱼内脏让人想吐, 但他的心却越来越有归属感。 天黑了, 因为没有蜡烛, 两人准备早点休息。 卧房只有一个, 陆川躺在父母的床上, 郑大鸭睡他的床。 旁边有个美女, 只要他一句话, 就能对他予取予求。 他一个血气方刚的大男人, 能进得下心才怪了。 陆川辗转反侧了好一会, 站起身来。 郑大鸭也没睡, 听到陆川下地, 默默地将青被打开, 心情忐忑地等待着。 有点期待, 也有点害怕。 紧接着, 耳边听到了开门声。 郑大鸭闷闷不乐地, 把被子盖了回去。 听到陆川走远了, 羞愤地挥起拳头打了被子两下。 古代天空很纯彻, 星河璀璨, 月光皎洁, 照耀大地, 让这个惨白的世界能够看清道路。 夜晚很冷, 陆川回到工作室拿出了半成品的鱼枪, 来到院子里借着月光调试。 过了一会, 他仰起头, 看着夜空中的点点繁星, 思考自己的处境。 他要课金买命, 就得不停地赚钱。 捕鱼是赚取第一桶金的最佳途径, 但光靠捕鱼是绝对不够的。 而且, 大真王朝重农一伤, 伤人的地位处于鄙视链最底端。 他要是赚很多钱, 又没有什么好的出身, 肯定守不住财富。 因此, 他要活着, 就不能单纯地谋划财富。 古代, 想要有财, 必须得有靠山, 或者自己当靠山。 看着面板倒计时的寿命, 陆川目光从迷茫到瑞丽。 一步一步走, 走出一个朗朗晴天, 绝对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想到白天在村口的景象, 他又想得更多了。 等他富甲一方, 或者更。 也许他能试着, 让父母不再售卖子女, 让孩童无需颠沛流离, 让女孩不为未来满面愁容。 哥儿, 背后传来声音, 却是郑大鸭摸着黑小心翼翼地往外走。 给你外套, 你别着凉了。 陆川转头, 忽而发觉, 郑大鸭亲历的容貌, 不输脚跃半分。 他的手抓着那件衣服, 手指缓缓骂撒。 哥儿要给我刺名吗? 刺名, 代表的是从属关系, 但我们是对等的。 你觉得郑兴尧如何? 你有星空月景那唇扇的美好, 一有摇石不问出身的坚韧不拔。 陆川说得郑重, 郑大鸭却突然有些自残行贿, 觉得配不上这样尊重和夸赞。 可不知为何, 他心跳越来越快。 他轻咬下唇, 无法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颤动心情。 就这么定了, 郑兴尧小姐, 回屋睡觉吧。 陆川伸了个懒腰, 又想起来郑兴尧看不清, 就转身抓住他手臂, 牵着他回屋。 下半夜, 陆川倒是睡得香甜, 郑兴尧却激动了半宿。 天空刚有些发白, 郑兴尧立刻摸索着起床, 磕磕绊绊地去厨房烧水做饭。 灶火燃起后, 郑兴尧又跑到院子外, 努力睁着酸涩的眼睛, 拿起锄头松土除草。 等陆川醒来的时候, 早饭已经做好, 后院的菜地更是打理得井井有条。 吃完鱼肉粥, 一个年轻漂亮, 但皮肤有些发黄的女子在门口徘徊。 郑兴尧看到他的时候, 兴奋地迎了上去。 姐姐, 陆川回忆了一下, 认出他似乎是侯家媳妇, 侯正氏。 你亲见? 她是我唐姐。 哥儿, 我能请唐姐进来吗? 你们拒拒吧。 陆川当然没阻止。 侯正氏进来后, 陆川看到他怀里还抱着简露老舅的竹篮。 他稍微对陆川做了个礼后, 就低着头不敢看陆川, 还挺保守害羞的。 陆川礼貌地点点头, 怕他们不自在, 就和郑兴尧说了一声, 回到工作室调整他的鱼腔去了。 调整得差不多了, 他试着用了一下, 三米内又准又强, 后面跟着一条绳索。 保证打中大鱼之后, 能把猎物拽回来。 东西都准备好了, 可以准备去下海捕鱼了。 陆川看了看今天的天气, 算了算上次退潮的时间, 大概隔了25个小时。 天气晴朗, 西章,穷书生不吃接来之食。 这个时代与唐朝有点类似, 律法允许平民携带轻装武器。 弓可以,弩不行。 而陆川的鱼腔看起来, 更偏向弓, 所以他也不用背着人, 到时候直接拿出去就行。 陆川走出工作室, 看到郑兴尧在远处菜地忙碌。 厨房桌上摆着几团黄色的东西, 像是泥巴一样。 什么东西啊? 陆川将其捡起来, 准备丢掉, 就看到郑兴尧急匆跑了过来。 哈?麦夫饼? 陆川看着手里粗糙的黄色团团, 有些不可思议, 这东西能吃。 对啊,可好吃了。 郑兴尧又有点害怕, 道,你别乱想, 唐姐就是单纯的探探门。 他很担心陆川不愿意接受别人馈赠的食物。 听说很多穷书生, 嚷嚷着不吃接来之食, 然后被活活饿死。 陆川没想这么多, 好奇地直接咬了一口。 嘴巴里的麦夫饼, 化作一团带着咸味的不可名状物品。 内部有大量粗糙的麦皮, 如同一把把小刀切割着他的口腔。 嗨嗨, 呸, 这玩意儿能吃。 陆川吐出来, 不敢相信。 猪吃的饲料都比这玩意精致。 难啊, 可好吃了, 哥儿你别浪费。 我准备晚上当主粮呢。 郑兴尧的眼睛几乎离不开这几团麦夫饼。 陆川接着拿着走向门口, 这东西太糙了, 鸽嘴还伤胃, 吃了对身体不好。 说着, 就把东西丢了出去。 郑兴尧大吉, 冲出门外, 将沾了泥土的麦夫饼捡到怀里。 对他来说, 有几厘米的西周已经是很奢侈的生活了。 能够吃一口麦夫饼也能让他满足得高兴好几天。 他不懂陆川是真的不喜欢吃, 还是觉得别人送食物丢了他的脸。 但这麦夫饼这么珍贵的食物说扔就扔, 把他心疼得要死, 蹲在地上伤心难过, 泪水直流。 陆川看到他的样子, 猛地反应过来。 这里是为了一口粮就要一子而食的古代贫苦农村。 他的一些思想观念还停留在上辈子的上个时代, 一下子没有完全转变过来。 看着郑兴尧痛心难过, 小心翼翼清理泥土的样子, 陆川不由有些愧疚。 抱歉。 陆川走到旁边, 诚恳地道歉。 郑兴尧用力摇了摇头, 但还是委屈地撅着小嘴, 清理麦夫饼上面的土力。 陆川小心翼翼地蹲在一边。 郑兴尧抹了抹眼泪, 堂姐的男人去年被海盗杀了, 他无依无靠, 一个人照顾相公的父母。 对他家来说, 这个麦夫饼是两天的伙食。 哥儿。 堂姐他们是真心来关照我们的。 对于侯正氏来说, 这几只麦夫饼就是他们家最大的财富了。 这该死的感动。 陆川深吸一口气, 把郑兴尧扶了起来。 这件事事我不对,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改变这一切的。 陆川郑重地说, 郑兴尧不理解, 不过陆川的道歉倒是叫他受宠若惊。 陆川没有发火不说, 还能关照他的感受。 陆川昨天居然还说怕他后悔。 他这么好的人, 真要是能做他郎君, 他做梦都要笑醒了。 郑兴尧想到这, 脸有点泛红, 渔光看到陆川背后的奇怪工具, 又好奇起来。 哥儿, 你这是要去做什么? 捕鱼。 这个好像是工, 你用这个捕鱼。 郑大压有点怀疑人生。 陆川笑而不语, 从他怀里拿走了一只麦麸饼打算当午餐, 却迎上了他紧张兮兮的小眼神。 无奈, 陆川只能当着他的面吃了一口。 不得不说, 喉咙疼了, 但还挺扛饿的。 你怎么吃了呀, 这是晚饭。 大臣皇朝, 一天只有两餐, 中午是不吃东西的。 我要去干活, 不填饱肚子, 不得饿晕过去。 不说了, 你在家乖乖等我。 陆川不容质疑地说了一声, 带着鱼枪出了门。 陆家有一条三米长的小船, 他上辈子跟人组团去海南玩过, 还考过潜水证, 也会划船。 这些技能给了他出海的底气。 今天风平浪静, 白月河入海处河口宽阔, 河水倒不湍急。 陆川划着小船, 一路向东一线海域而去。 不过在他身后, 有一艘一样大小的小船, 追了上来。 船上有一群农妇。 这不是陆川吗? 你也要去赶海。 农妇笑呵呵地喊道。 陆川, 你以前没赶过海, 知道怎么找货吗? 怎么不把郑大鸭带上? 那丫头可机灵了。 陆川不会农活, 总得让郑大鸭留下种菜吧。 陆川看了他们一眼, 认出一个正好奇的看着他的少女。 她是里长的女儿, 村里人叫她采薇。 采薇活泼地问, 川哥, 你背后的是什么? 鱼腔。 陆川回了生, 未来要和村民们交换粮食, 他肯定不能不回应。 鱼叉我知道, 你这个叫鱼腔, 看起来好像一把弓。 充满好奇, 只是带着玩的。 陆川不方便解释, 随口敷衍一句。 小船入了海, 陆川就独自一路向前, 去了海上。 诶? 他不是赶海吗? 谁知道呢? 农夫们纷纷在沙滩下船, 分散开四处挖掘。 他们的目标是八爪鱼, 猫眼罗, 成王, 月亮被之类的东西。 沙滩就那么点大, 赶海的人那么多, 陆川没来, 还少个对手, 大家都乐得很。 陆川一路滑到四五公里的海外, 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这副身体的体力, 比我上辈子常年做办公室的还差。 陆川缓了一会, 下了船锚, 抓着鱼枪一头扎进了海水。 眼睛泡在海水里, 被刺激地生疼。 陆川强忍着四处看了一圈, 各种小鱼从眼前经过, 却没有大型的霸鱼。 他现在憋气时间, 也就一分钟左右, 没一会就回到了海面上大口喘气。 这身体太糟糕了。 陆川缓了一会, 再次扎进水里。 这回找到了不少鲍鱼, 但是他没有工具, 根本挖不了这些玩意。 陆川又重新浮出水面。 就这么反复地一进一出, 不知不觉, 就过了两三个小时。 陆川的水喝光了, 肚子也越来越饿。 猎羊高照的时候, 陆川又一次下潜, 随后便眼前一亮。 第八章, 弓箭还能下水射鱼? 看到了一群霸鱼。 霸鱼是劣食性鱼类, 速度极快, 尖牙利齿。 陆川还得防着一点, 避免被他们撞了个遍体鳞伤。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 瞄准一只半米左右的霸鱼。 啪! 鱼枪弹射, 枪体瞬间扎穿一只, 陆川连忙上扶, 回到船边将绳索拉回来。 足足有八斤, 陆川抱在怀里压住, 又立刻丢到船内的水舱中。 接着, 他立马在扎入水中。 趁现在鱼群还在, 最好用最快的速度多打几只。 下午, 太阳依然火辣, 但六个小时的退潮时间快要过去了。 妇女们叽叽喳喳地讨论, 有人收获了一篮子的海鲜, 有人只捡了几只牡蛎。 采薇垫着脚, 不停地看着远海的方向。 审舍们, 陆川是不是还没有回来? 不知道, 没注意。 大家都忙呢, 谁管陆川什么时候回来? 采薇有点着急了, 可是要涨潮了。 陆川如果再单个一会, 会被困死在海上, 那就死定了。 掌潮还被困在海外, 搞不好被冲到更远的海域, 到时候必死无疑。 几个妇人多呢? 郑大鸭那个扫把心, 可是克夫克主家的, 怕是凶多吉少了。 陆川一个死读术的败家子, 懂什么大海, 肯定是郑大鸭怂恿他去的。 害人惊! 采薇虽然着急, 但没有任何办法。 自然的伪力, 不是人类能够抗衡的。 掌潮还不知道逃跑, 谁都逃不了必死的结局。 哪怕里长知道了, 也不可能安排人来救援, 连找尸体都不可能。 这时, 一个农妇喊道, 好像有船过来了。 天蓝色的地平线, 还与天交接的一线天, 漆黑的小点, 缓缓靠近。 是不是陆川? 管他是不是陆川, 我们该上船了。 趁现在还没彻底涨潮, 众人赶紧上船, 沿着白月河回村。 但一直到村子的码头, 船停下, 采薇姑娘还一直担心地看着下游。 不多时, 一道划着小船的疲惫身影, 采薇姑娘大喜, 陆川勉强抬起胳膊摆摆手, 把船停泊, 而后坐在船头发呆了好一会。 累惨啊, 广大劳动人民, 完全是靠血汗和生命来赚钱啊。 他今天算是切切实实地体验了一次。 采薇和一群农妇走了过来, 叽叽喳喳地问陆川去哪了。 陆川没说话, 缓过境, 就将三只海霸鱼拖了出来。 海霸鱼大, 金两族, 抓到三只已经是满载而归。 现场鸦雀无声, 好大的霸鱼穿杆, 这是你抓的。 采薇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问。 妇女们也惊了。 霸鱼这种凶猛的鱼, 除非是碰巧被冲到岸上, 每个鱼队根本捕不到。 陆川一个人, 居然能活捉霸鱼? 他们身上有破洞, 室内把弓射的。 什么时候, 弓箭还能用来下水射鱼了? 这是所有人从未设想的道路。 这个时代, 鱼业仅限于淡水捕鱼, 鱼网有孤网, 酒欲, 但都不够结实耐用。 从来没有人研发过 拿着弓箭下水的露数。 乖乖, 这三条鱼, 加起来有三十多斤了。 采薇惊叹道, 农夫们看了看自己竹篮里的小东西, 再看看这条大鱼, 只感觉天差地别, 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们靠海吃了几十年, 一个全村人都瞧不起的废物, 第一次出海, 居然比他们加起来的收获还要多。 陆川要是把这些东西换成米粮, 够吃一个月的了。 采薇眼睛亮晶晶的, 凑近了一点。 川哥, 下次出海, 能带上我吗? 带你干什么? 陆川头也不抬, 辛苦地把三十斤的鱼都搬下地。 我就是好奇, 过去看看。 下次一定。 陆川敷衍地回了剧, 将鱼扛在背后, 晃晃悠悠地向家里走去。 采薇气得半死, 双手插腰, 腮帮子鼓了起来。 陆川走走停停, 花了不知道多少时间, 才回到村里。 而郑兴尧在一天的时间里, 把陆川的十亩田都收拾了一遍。 把晚饭烧好后, 他就坐在墙头, 眼巴巴地望着远方。 看到陆川的身影, 郑兴尧兴奋地和兔子似的窜了上来。 可看到陆川后背三条海霸鱼, 郑兴尧猛地遁住了脚步。 这么大的海霸鱼, 是哪里整来的? 他傻在原地, 有点怀疑他是不是睡着了, 做梦了。 傻了? 陆川拽了他一下, 把他带回了家。 这这这, 郑兴尧看着海霸鱼, 说话都结巴了。 陆川看得好笑, 戳了一下他的额头。 先跟我一起, 把这些霸鱼处理了。 不过霸鱼内脏有毒, 不能吃, 得丢了。 大多数鱼类的肝脏都积累了不少毒素, 不能多吃, 霸鱼的鱼肉中本身就蕴含维生素A, 足够郑兴尧的摄取需要了。 陆川边走边说, 现在猪肉是40文一斤, 霸鱼越大越值钱, 这种十多斤重的霸鱼, 鱼肉可以卖到十八九文钱, 回头两条拿去卖, 留一条自己吃。 但小麦已经收成一个月了, 天气也越来越热, 鱼肉送去卖之前, 肯定要先烤干, 防止腐败。 这么算的话, 我们每天能赚三四百文钱。 郑兴尧眼睛放光, 这收益可太可观了。 他一直想着, 要自己种田养陆川, 没想到陆川转头 就给他这么大的惊喜。 哪里有这么简单, 我的身体可吃不消天天出海。 另外, 这么大的霸鱼, 可没有几家人买得起。 陆川无奈地说, 郑兴尧点点头, 如果鱼肉卖不掉, 最后只能烂在手里。 他想起自己的打算, 看着陆川, 欲言又止, 不知道怎么开口号。 第九章, 一定是原生拖累了我, 我也要努力帮忙赚钱养家。 哥儿, 回头帮我买点针线绸布吧。 郑兴尧咬咬牙, 还是请求道。 他想好了, 如果陆川拒绝他, 他就偷偷存钱, 自己去买针线。 如果陆川是死要面子的男人, 他就在背地里干活劳碌。 如果陆川能够体贴他, 他会把心里所有的秘密告诉陆川。 陆川不知道郑兴尧想什么, 看他那么想要, 就说道, 等我下次去县城, 给你买一套。 哥儿, 你太好了。 郑兴尧高兴地原地一跳, 撞在陆川胸口上。 陆川灯石连着后退三步, 感觉像是被汹涌的海浪打了出去。 哥儿, 对不起。 郑兴尧下的连忙来扶人。 陆川白白手, 无奈地瞪他一眼。 这丫头, 怎么这么大脸? 接下来, 两人把鱼肉都处理干净。 陆川发现, 郑兴尧简直比生产队的驴还能干活。 他不仅把他的食亩农地全部清理了一遍, 还砍了两棵大树荡柴。 这一切, 还是建立在他根本没有吃中午饭的情况下。 几个黄泥团一样的麦夫, 还被他珍藏着当晚餐。 特别是两人一起匹柴的时候。 陆川看着身边的几个木头, 再看郑兴尧旁边堆积成小山的木柴, 陷入了长达数分钟的自闭。 绝对不是我太菜了, 是袁绅的身体太弱, 袁绅拖累了我。 陆川自我安慰道, 这个时代, 食物都是用煮的, 还好霸于新鲜, 煮起来不会腥。 吃着晚饭, 陆川对着郑兴尧, 严肃地说道, 我宣布一件事, 以后家里一天吃三餐, 你中午不能空腹。 太浪费钱了。 郑兴尧想都不想就反驳了, 就算是曹元外家里, 也是一天吃两顿啊。 在我家, 就得遵循我的规矩。 陆川不容置疑道, 郑兴尧闭上了嘴, 但他看陆川的眼神, 却充满了感动。 哥儿是怕我饿着呀, 其实我很好养活的。 嫁给一个男人过日子, 和想要嫁给一个男人, 是两个概念。 他发现, 因为这一顿饭, 他真的有点喜欢上陆川了。 晚饭结束, 陆川便去了工作室。 鱼腔需要调试, 外加上他今天累得全身酸软, 明天说什么也不可能下海捕鱼了。 想了想, 陆川决定这几天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先把目标放在白月河, 去白月河里面抓鱼。 天色暗下来, 陆川把一些零部件做好后, 就走出来, 在柴火火光照耀下, 把原生父母遗留的衣服全部撕开用来作网。 郑兴尧觉得陆川不该浪费布料, 但他这几天已经看出来, 陆川虽然好说话, 但实际上决定后从不更改, 便选择了煎末。 这个夜晚, 他安静地坐在篝火旁边, 一直陪着陆川到月上柳烧头。 你看得清吗? 陆川头也不抬地问道, 有黑漆漆的轮廓。 郑兴尧回应道, 他的夜盲症没有半个月的条理, 是不会恢复的。 不觉得无聊? 不无聊, 不知道为什么, 听着哥儿在干活, 就感觉心里头很充实。 郑兴尧诚实地回应着, 陆川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 借着摇曳的火光看向郑兴尧, 感觉心里暖暖的。 这难道是陪伴的感觉? 母胎单身三十多年的陆川, 一时间有点心跳紊乱。 哥儿, 起床吃饭了? 一股淡淡的香气涌入鼻腔, 陆川浑身酸胀痛得爬了起来。 昨天下海, 真的把他累坏了。 而且, 眼睛也被刺激得难受, 他现在看东西都有点糊, 得做个护目镜, 那就需要有玻璃。 陆川琢磨了一下, 烧玻璃的话, 熔炉就能做到熔炼沙子, 但他不知道玻璃的成分占比。 他翻了翻系统商店, 玻璃配方, 价格三百文。 这玩意儿比熔炉还贵。 陆川吓了一跳, 有了玻璃也没用, 古代没有尼龙和塑料, 在这个时空, 他甚至不确定是否有巴西和橡胶术。 陆川在系统商店里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能取代橡胶的东西, 只能郁闷地将界面关掉。 看来下海捕鱼都得忍着眼睛疼了。 吃完早餐, 陆川拿着霸鱼杆, 拜访了附近几个村子的地主, 换来了三百文钱和十斤米。 路上, 他收了一些村民的破烂衣服, 回到家里制作地龙。 郑兴尧在一边看了一会, 就学会了陆川的技术, 再次以比陆川更加高效的技术, 制作出更多的精致的龙。 陆川看看郑兴尧旁边, 似乎都可以拿到市场去卖的标准成品, 再看看他自己的歪瓜裂藻, 又一次陷入了自闭。 郑兴尧察觉到陆川的情绪, 心中暗暗后悔。 早知道就不要表现得这么勤劳了, 把川哥的自尊心给打击到了。 陆川回过神来, 小声嘀咕着,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 但是不确定陆川到底喜不喜欢能干的他。 陆川, 你给我滚出来。 外头突然传来了咆哮声, 陆川吓了一跳, 赶紧把地龙全部藏好。 他走到门口, 就看到痞子常楚插着腰, 嚣张地站在水井旁边, 还手剑地把水桶丢到了井里。 看到门开了, 常楚的眼神肆无忌惮地在郑兴尧身上打量。 看什么看, 信不信我挖了你的眼睛。 郑兴尧怒骂一声, 突然意识到什么? 脸色一红, 躲到了陆川背后。 对不起, 哥儿, 我平时不骂人的。 完蛋了, 暴露出泼辣的一面, 会不会吓坏了陆川, 然后不要我了。 郑兴尧心里慌得要死。 他迎接上陆川的目光, 发现陆川的情绪有些诧异。 紧接着, 居然是一种, 像是看到宝的感觉。 陆川确实是看到宝了。 对他柔柔弱弱, 但对外凶残泼辣, 郑兴尧这种反差, 还真是挺可爱的。 陆川忍不住笑了一下, 才又看向常楚。 皱眉道, 我和你很熟吗? 你来找我做什么? 常楚坐在井水边, 指着外头说道, 你的女人是怎么回事? 昨天种田的时候, 居然把我家的菜给踩了。 第十章, 她是人人喊打的扫把星。 我没有。 郑兴尧愣了一下, 急声否定。 我家和陆川家的田是在一起的, 昨天那块地, 就只看到你过去了。 现在我家的同好全被踩烂了, 不是你是谁? 哥儿, 你信我? 我真的没有。 郑兴尧急了, 这要是脏水落实了, 她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放心, 我不信。 陆川安抚地拍了拍她的手臂, 对着常楚说, 带我去田里看看。 去什么去? 那些菜全部踩烂了, 我都弄起来丢掉了。 一片空菜地, 有什么好看的? 难道我还得回到昨天, 把人当场逮住? 常楚指着陆川的胸口道, 我真没有。 郑兴尧焦急地看着陆川, 先看看再说。 陆川拿起锄头, 漫不经心地说, 不管谁对谁错, 有纠纷都得叫里长来判。 你再在我的院子里叽叽歪歪, 我完全可以把你当成上门的匪贼, 当场砍死你。 在这个朝代, 入室盗窃, 主人家是有权力动手的。 常楚看他拿着锄头往这边走, 想起前几天的事, 吓了一跳, 急急忙忙逃到了门外。 我这就去找里长, 你们休想赖账。 常楚跑了。 哥儿, 我真的是清白的。 郑兴尧已经缓过进来, 嘴唇颤抖, 但我是人人喊打的扫把心, 村民肯定不会信我。 郑兴尧知道, 村民们巴不得赶他走。 我真的没做过, 我准备杀了常楚, 然后自杀明智。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累了你的。 陆川听得目瞪口呆。 村民们对郑兴尧确实不友好, 众说分云下, 很可能会给郑兴尧套上罪名。 破坏他人财物, 以道罪论。 根据大征皇朝律法, 朱窃道, 不得才吃五十, 一尺帐六十, 一匹加一等, 五匹图一年, 五匹加一等, 十五匹加一流。 意思是, 盗窃没有得到财富, 鞭挞五十下。 如果是相当于一尺部的财富, 那就是帐行六十下, 盗窃相当于一匹部的价值, 就最加一等。 郑兴尧被做食罪名的话, 会挨五十下, 在卫生条件落后的古代, 死亡的可能不是没有。 但他的杀性也太大了吧。 和陆川和郑兴尧来到了长楚的菜地。 大概有两亩的菜地空荡荡的, 泥土还有翻开的痕迹, 地上还有不少破烂菜叶。 长楚道, 大家给我说个公道, 地上的菜全部被采烂不能用了, 我都把铜毫清理干净了。 昨天二狗亲眼看到, 郑兴尧在这里忙了一天, 绝对是他采烂了我的菜。 说着, 长楚吐了口口水, 涂在眼睛上, 嚎啕大哭起来。 我可怜啊, 我就这么点菜地, 他还要糟蹋, 这么多菜毁了, 我下一季连田赋都交不起, 我该怎么办啊。 这个扫把心不荡人, 乡亲们帮忙评评理, 他要是去采你们家的菜地, 大家都要倒霉啊。 村民本来还在幸灾乐祸地看热闹, 听到最后一句话, 全都白了脸色。 郑大压那个灾性, 我就说他不是好人。 我也看到他在这边, 长楚没说谎, 他一定是报复长楚, 言语轻薄他的事。 郑兴尧身上有鬼蒙眼的谣言, 大家更相信他不是个好人, 才会被鬼怪附身, 破坏菜地也不意外。 里长犹豫了半晌, 看着向郑兴尧, 来人, 把郑大压扭送衙门。 几个壮汉凶恶地走向郑兴尧, 准备拿人。 郑兴尧完全不意外村民的反应, 他脸色苍白地后退, 捏紧拳头, 憎恨地看着长楚。 等一下, 陆川黑着脸走到人群中, 首先, 他不叫大压, 他有了这儿八经的名字, 叫郑兴尧。 其次, 你们有脑子吗? 长楚说什么, 你们都信。 他自己家的菜地都坏了, 这总不是假的。 一名农妇喊道, 郑兴尧目光凶狠地看过去, 吓得这农妇后退了两步。 好了, 看在大家都是同乡的份上, 我也不追究到底, 死了吧。 长楚挥了挥手, 死了就是索要赔偿。 哦? 你想要多少钱? 陆川眯起了眼睛, 长楚眼睛一转, 到, 三百文。 陆川反应过来, 是他刚刚换了三百文钱, 被长楚这无赖铁盯上了。 三百文, 你真的敢想啊, 两母帝同好卖掉, 顶天了就是三十文。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种菜, 菜叶很难卖掉, 一文钱能买一大捆。 但农村的痞子恶霸, 没多少脑子, 但贪婪是毋庸置疑的。 长楚黑黑一笑, 接着说, 不止, 还要让郑大鸭, 陪我睡一晚上。 陆川输得一下冷了脸, 他怎么就没把锄头带出来? 长楚, 你再说一遍。 陆川向前一步, 逼近长楚。 长楚不甘示弱, 顶着胸膛, 想要撞陆川。 郑兴尧慌乱地拽住陆川, 哥儿, 别为我生气, 不值得, 私斗要挨板子的。 长楚听了这话, 更加有恃无恐报, 要不然, 我们就衙门见。 到了衙门, 五十鞭子下去, 弄死这个不识趣的娘们, 还能杀一杀陆川的气焰。 陆川的手按在郑兴尧的手上, 轻轻地移开, 平静地问。 我问你, 这两亩地的菜, 你都丢哪里去了? 都采烂了, 卖都卖不掉, 当然是丢河里去了。 菜地不空出来, 难道要坐着等死吗? 长楚骂骂咧咧道, 死无对证, 他怕什么? 附近不知真相的村民纷纷点头, 都觉得这话很有道理。 陆川却笑了, 一字一句地说, 长楚你可得搞清楚了, 根据大征皇朝律法, 污蔑罪根据青书远禁论法。 关系越疏远, 惩罚越重, 你和郑兴瑶不止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而且还在村口有过口舌之争, 如果查清之后, 必然最佳一等。 鞭榻五十, 将会升为杖刑五十。 长楚被陆川的话吓了一跳, 眼神闪烁。 陆川更可以判断, 他心里有鬼。 但除非避无可避, 陆川不想去官府。 古代判决, 得看官府老爷到底是什么水平。 如果遇到包拯, 宋慈那种, 他完全不怕。 但是要遇到那种非常违心, 听风就试雨的, 郑兴瑶就死定了。 就在这时, 郑兴瑶拉住陆川一脚, 伤心道, 哥儿, 我一条贱命, 你别为我出头了。 让我去受罚吧, 或许运气好, 我死不掉呢。 第十一章, 当小妾我也愿意。 要是被陆川买之前, 也就算了。 现在在郑兴瑶心里, 他就是陆川的人, 宁愿死, 也绝不愿意和长楚睡, 更别说赔钱。 陆川气着了, 这是拿命赌运气的时候吗? 他深吸了一口气, 别胡说八道。 你听着, 你在我眼里, 比万两黄金都要珍贵。 郑兴瑶不由郑住, 内心翻江倒海。 我何德何能? 郑兴瑶泪水滚落, 恳求道, 哥儿, 不要管我了。 你的钱都是你顶着下海的危险赚来的, 下次再下海, 不一定还能打到那么大的海霸鱼了。 烦死了, 别吵了, 那就去官府。 长楚怒吼一声, 他就不信, 县老爷能盼他污蔑。 陆川眉毛一挑, 看向菜地。 泥土是翻开的, 都还有些潮湿, 看起来不是上半夜挖掉的。 陈鹰片刻, 陆川瞄向村里人, 问道, 请问诸位乡亲, 有谁看到长楚, 把菜丢到河里? 没有人回应。 看来没人看到。 陆川重新看向长楚, 道, 两母菜凭空消失, 我很好奇, 这些同好, 是不是被你藏在家里? 长楚眼神中惊慌一闪, 玄机瑟丽那人的吼道, 我家就算有菜, 也是以前摘的。 你不认罚, 那就去官府, 里长大人, 麻烦你们把正大鸭扭送过去, 我叫郑星瑶。 郑星瑶高声回应, 声音落下, 他突然松开陆川, 扭身向着远处逃跑。 里长脸色大变, 快抓住他。 哈哈, 他畏罪前逃了, 我们就算半路上打死他, 官府也不会追究我们。 长楚猖狂大笑着, 今天, 他非要把陆川的女人给弄死。 陆川脸色也变了, 他知道郑星瑶绝不是畏罪前逃, 但村民不信啊, 要是被村民追上, 就完了。 一群人连忙追在郑星瑶背后, 但大家发现, 郑星瑶并不是跑路, 而是冲向长楚家。 长楚也发现了不对劲。 该死, 这个娘们怎么跑得这么快? 全村近百人, 居然没有一个人追得上郑星瑶。 陆川心中惊叹, 郑星瑶不止砍柴力气大, 还剑步如飞地, 跑得比男人快。 这妥妥的全能价啊。 郑星瑶一头撞进了长楚家, 宅院里, 一个小女孩被吓了一跳。 看着满地的铜薄, 全村人都停下了脚步。 大家都是种田的, 应该看得出来, 这些铜薄菜到底有没有被采烂? 这些铜薄菜是不是新鲜采摘的? 郑星瑶喘着气, 抓起一颗铜薄, 指着根部, 泥巴还是新鲜的。 现场一片寂静。 混蛋, 谁叫你闯我家的? 长楚恼羞成怒, 一把抓起锄头, 就要去砸郑星瑶。 郑星瑶跑得快, 一溜烟地就逃出了院子。 我已经出来了, 你有本事再砍我, 保证致你杀人罪。 郑星瑶喘着气, 依然爆发出震撼乡里的大嗓门。 有本事你进来。 长楚红着眼, 咬牙切齿道。 郑星瑶往内跳了一步, 又连忙逃了出来, 躲在陆川背后。 陆川哭笑不得, 你怎么这么鲁莽? 我相信哥儿的, 既然哥儿猜到, 长楚把菜藏在家里, 只要闯进来, 就能让真相大白了。 关键时候, 郑星瑶还是有不少极致的。 陆川原本计划蛇战群渔民, 让大家去寻找那些铜薅菜的踪迹。 不得不说, 郑星瑶带全村人逃跑的行为, 给他省了口舌的力气。 现在里长很生气, 站在门口喝问道, 长楚, 你给我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事情又没闹到衙门脸。 你们还想致我诬陷罪不成? 长楚站在门口, 冷笑一声。 陆川冷着脸往前走了一步, 一脚把他踹进院里。 这一脚特别狠, 长楚在地上连滚了好几圈, 脸都扎进泥土里, 疼得捂着肚子惨叫着, 里长, 他打人。 里长却适时背过身, 目光环视一圈村民, 大家没事就散了吧。 村民们也被长楚气得够呛, 一哄而散, 全当没看到。 你们偏袒陆川, 你们给我等着。 长楚哀嚎着, 目光中透出狠力。 陆川站在门外, 居高临下地瞥他一眼, 转身对着还没走完的村民道谢。 这些人很容易被三言两语带歪, 笨是笨的点, 但关键时刻还是能够有点作用的。 道谢后, 陆川带着郑兴尧往家里走去。 一路上, 郑兴尧双眸带着璀璨的明光, 笑盈盈地看着陆川的侧脸。 陆川扭头对上他的眼睛, 你看什么? 看好看的。 郑兴尧一点不害羞地回应。 今天陆川的每一句话, 都被他挤在心中。 他心想, 不管现在还是未来, 都不会再有人比陆川更加看重他了。 你也发现我其实长得很帅了吗? 陆川自恋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帅, 就是英俊潇洒。 没错, 特别特别帅。 郑兴尧点点头, 深吸一口气, 认真道, 哥儿, 每多认识你一天, 我就更想要嫁给你一些。 你能不能娶我, 当小妾我也愿意。 陆川差点被口水呛到, 这姑娘太直白了, 她有点把持不住。 她逃回了家, 拿起了地笼, 连忙去河道各处布置陷阱。 陷阱里的饵料, 正是昨天挖出来的海霸鱼内脏。 弄完地笼后, 陆川看时间还早, 又顺着河流去了海滩, 这里有一些正在赶海的农妇。 今天全身酸痛, 就不去抓霸鱼了。 我也试着挖挖土, 弄一点隔离。 忙碌的时候, 陆川忽然看到, 有很多渔船从远海回来。 他看了看天色, 距离涨潮起码还有三个小时。 奇怪了。 陆川收起小铲子, 乘船追上其中一艘船, 问道, 大爷, 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我们好像看到海盗了。 大爷说道, 陆川瞳孔一缩, 他想起来, 郑兴瑶堂解侯正式的丈夫, 就是被海盗杀死的。 第十二章, 这女人怎么这么倔强? 大爷, 您确定是海盗吗? 陆川着急地问, 反正是不认识的船, 一直在外面乱逛, 大家都很害怕, 就都回来了。 大爷说完, 赶紧划船走了。 陆川看着大海方向, 果然又看到不少大船回来。 东一县海域附近的村子不少, 但马前村捕鱼的人不多。 一时间, 陆川居然不知道去哪里找靠谱的问问情况。 这么多人赶着回来, 估计出现海盗的概率还是有点高的。 陆川想起之前凑到他身边的彩威, 心想, 等一下也提醒下他们吧。 太阳太毒, 陆川扛不住。 他摸了摸脖子后面, 发现经过两天的暴晒, 后颈都破了皮。 看来, 得想办法做一点防晒油。 陆川在系统商店翻找了一下, 找到了目标。 图法炸油机设计图, 一百文, 由木质、 纱布与钢铁组件的农具炸油机, 在原世界最早诞生于宋元时期, 设备经过优化后, 依然需要占用大量空间。 由于设备粗糙, 清洗困难, 必出现黄曲霉素超标的情况, 请谨慎使用。 这一次的设计图, 还给了温馨小贴士。 陆川吐槽一声, 决定把这碗衣买下来。 不然, 他早晚被晒出皮肤矮。 今天, 陆川也早早地回家, 带上了郑兴瑶去砍木头。 几个小时后, 家里多了好几根原木。 坐回屋檐下乘凉一会, 陆川发现, 郑兴瑶的脖子也被晒红了。 你以前很少晒太阳吗? 陆川问道, 我爸妈都种地呢, 怕我嫁不出去, 就让我做家务活。 郑兴瑶有点不好意思, 他其实很会种田, 但长大了, 家里就不给发挥机会。 陆川却有点惭愧, 他这里的破落环境倒是让郑兴瑶受苦了。 支持而后涌。 陆川没好意思继续休息, 拍拍屁股起身。 我去收地龙, 你乖乖看家。 郑兴送陆川到门口, 眼巴巴看着陆川消失在视野中。 左右看看没事做, 他拿起锄头, 重新走向农田。 陆川在白月河附近寻找地龙, 差点被气个半死。 他一共下了九个地龙, 居然被偷走了两个, 也不知道是哪个杀千刀干的。 为了防止其他地龙被偷, 陆川小心翼翼行动, 尽量避免被盯上。 但没想, 这一趟居然收获了十七条鱼, 另有五只大闸蟹, 一只七斤重的大甲鱼。 抱筒了, 地龙毕竟不是尼龙的, 不能长期进水。 陆川咧开嘴, 把地龙拿出来, 找了个隐蔽的草丛安置, 等他风干了再用。 划着船回到村码头, 陆川便看到采薇姑娘 和一大群农夫在岸边。 采薇看到陆川主动赶了过来, 笑眯眯的眼睛盯着陆川的水舱。 川哥, 你的舱里咚咚咚地响, 抓了不少鱼吧? 陆川打开盖子。 哇! 采薇指着水舱惊呼道, 川哥好厉害, 抓爆舱了。 龙副们一个个探头探脑地看着, 也跟着指手画脚。 发财了呀, 这些鱼卖掉, 一两个月都不用担心饿肚子了。 人群中张神喊道, 还有大螃蟹和甲鱼, 听说隔壁的富户开大价钱收购, 能卖上百文钱呢? 时代限制, 鱼业不发达, 能抓到这么多鱼, 算得上大丰收。 都是淡水鱼嘞, 川哥今天没下海, 怎么跑去抓淡水鱼了? 采薇姑娘问道, 听到这, 鲁川清了清嗓子。 我本来想要下海的, 但是很多渔船从外头归来, 听说可能有海盗跑到附近。 我建议你们这段时间尽量小心点, 最好不要去海滩了。 陆川一片好心, 这群农妇也看到大批渔船归来的情况, 心中半信半疑。 陆川, 你看到海盗了? 张婶问道, 陆川无语, 我看到海盗, 还能回来吗? 张婶在内的农妇们都有些纠结。 采薇看向张婶他们, 说道, 宁可幸其有。 接下来几天, 大家先避一避吧。 张婶苦笑道, 采薇, 不去港海, 我们吃什么呀? 是啊, 你看我今天, 只抓几个隔离, 煮汤都不一定有咸味。 今天大家的收获都很差, 每个农妇的篮子里, 都没有多少货。 这种靠天吃饭的方式, 风险承受力太差了, 大家都很怕海盗, 但是生活太艰苦了, 他们又不能放弃港海, 这个食物来源。 别以为很多人家里, 都能分到十亩地, 就能不愁吃穿。 下一季交天赋的时候, 如果钱没有存够, 全家人都要完蛋。 我们换个海滩吧, 或许不会这么倒霉呢。 张婶提议道, 众人纷纷心动, 希望海盗不会来吧。 陆川看他们做出了决定, 心中叹了口气, 把鱼带回了家, 交给郑兴瑶去处理。 他带着五只大闸蟹 和那只大甲鱼, 找到了隔壁乡的富户。 路程有点远, 他还花了一文钱乘坐驴车。 大闸蟹不应计, 有点瘦, 只卖十五文钱一只, 甲鱼个头不小, 值二两银子。 二两银子对陆川来说, 是一笔巨款, 但顶天了, 他也就只能给陆川 带来二十天寿命。 当下最重要的不是买命, 而是想办法钱生钱。 陆川拿了其中一两银子, 换了三件烂锈的铁锄头, 又用五百文钱换了二十五斤花生, 一百二十文买了一套刺绣工具和五尺布。 来回车费两文钱, 口袋里多了四百五十三文。 回到家里, 郑兴瑶已经把鱼肉烤上了。 陆川吃主菜吃怕了, 出门前, 强烈要求吃烤鱼改善, 一下火食。 他闻到烤鱼的香气, 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你要的真限不料。 又不知道该怎么表现, 于是挨着陆川不愿意走开, 眼睛也亮晶晶的。 哥儿, 你还没回答我白天的问题呢? 你要让我以后当丫鬟, 还是当妾, 还是当妻? 郑兴瑶睁着灵动的大眼睛问道。 把丫鬟放在前面, 妻放在后面, 可见他心里其实十分忐忑。 陆川对他期待又不安的眼神, 有点头疼。 这女人怎么这么倔强, 稍微含蓄一点的, 都不会再问第二次啊。 不知道她也会不好意思吗? 一个月后, 你还没有改变主意, 我就娶你为妻。 真大, 郑兴瑶兴奋地大喊, 吃鱼肝, 治你的夜盲症, 整天把眼睛瞪那么大, 不知道地以为你在卖萌, 其实你根本看不清我的脸。 陆川郁闷地吐槽道, 郑兴瑶黑黑一笑, 坐回了位置, 他可不觉得自己会改变心意。 另一边, 陆川这些日子大发横财的消息, 在村子里流传。 先是用二十斤鱼肝买下了郑兴瑶, 而后下海捕捉三只海霸鱼, 今天更是爆满了整个水仓。 村民们都眼馋得不行, 觉得下水收获的时机到了。 第十三章, 我来保护我嫂子。 郑兴瑶洗完餐具后, 听到外头村民在议论着什么, 想要过去聊两句, 却见村民嫌弃地跑远了。 不理就不理, 郑兴瑶也不沮丧, 如果不是天快黑了, 他看不清东西, 现在就要去刺绣了。 而陆川早就回了工作室, 把三把烂锄头绒了, 准备制作炸油机用。 这种大型设备, 制作难度高, 接下来几天, 陆川都在搞炸油机。 郑兴瑶不懂陆川在做什么, 也没有乱问, 但看陆川好几天不出门, 他也有些担心起来。 哥儿, 虽然你前几天赚了不少钱, 但我们还没凑够田赋呢。 郑兴瑶担忧道, 十亩地的田赋, 一个季度要三贯铜钱, 相当于陆川一个月的寿命。 这几天我可不敢下海, 遇到海盗就完蛋了。 白月河我也不去, 鬼知道海盗会不会沿着河流跑上来劫掠。 好端端的, 哪里来的海盗? 郑兴瑶瞪大了眼, 陆川眉头一挑, 我前些天去海滩, 看到很多渔民从大海撤离。 那糟了呀。 郑兴瑶心里是无条件信任陆川的, 听到这话, 顿时有些着急。 确实糟了, 很多人靠着海滩吃饭过活, 海盗一闹, 不知道多少人受苦受难。 陆川叹了口气, 我是说, 我堂姐侯正事, 她最近天天去赶海。 如果有海盗遇到了她, 她就完了。 郑兴瑶的语气有些着急了。 她刚来这里, 侯正事就把珍贵的麦夫饼送来, 可见他们堂姐妹的关系之好。 你别紧张, 我去她家提醒她, 不要乱跑。 陆川放下铁锤, 想起上回的麦夫饼, 又从墙边摘下几条鱼竿。 刚准备出门, 鬼使神钗的, 她又回头把鱼枪装在了背上。 不一会, 陆川跑到了侯正事的家里, 看到了她的婆婆, 才知道她已经去了沙滩, 就放下鱼竿, 立马赶往码头。 听说村里人换了个海滩, 陆川还专门绕了点路。 新的沙滩上没什么异常, 反倒是人比较少。 她找了一圈, 看见了侯正事。 侯正事孤零零一个人, 头上包着布, 满头大汗地从土里掘开一条口子, 用手一掏, 抓出一只大称王丢进篮子里。 似乎感觉有人, 她回头瞥了眼, 看到了陆川。 她看起来比前几日还憔悴些, 那张娇俏的脸上也被晒黑了不少, 还带着疲惫。 陆川, 你怎么来了? 陆川站在不远处, 没有离得太近, 大一姐, 最近海上不太安生, 可能有海盗, 我来喊你回去。 侯正事沉默半赏, 才拒绝, 我现在回家, 就没得吃了。 我刚刚给你家拿去了几条鱼竿。 陆川想起刚才郑兴尧焦急的样子, 又补充道, 之后几天再送点过去。 不行, 你们家田赋都没凑齐, 我怎么能吃你们家的? 侯正事连忙摇头, 也就避几天。 陆川无奈, 如果不是郑兴尧的原因, 他还真不想跑这一趟。 如果海盗一直不走, 难道我就一直避着吗? 海滩上那么多人, 出现海盗的时候, 我们分散了逃跑, 也没那么倒霉被抓走。 侯正事的想法很现实, 如果海盗一直不出现, 总不能一直熬着吧。 那种情况下, 不知道多少人得饿死。 就在这时, 张神走了过来, 听到两人的交谈, 心中叹气。 陆川啊, 你可别乱劝了, 我们也是要生活的。 张神与众心长道, 可海盗? 陆川话没说完, 就被张神打断了。 我们也担心海盗, 但是我们有办法吗? 我们也要生活啊。 他的想法和侯正事一样, 如果因为担心海盗就不敢海, 那么他们就得在家里等着饿死吗? 饿死, 和可能被海盗杀死, 怎么选? 陆川无法反驳, 他突然理解, 那个老大爷, 为什么含糊气词了? 生存压力太大, 这些农夫哪怕看到了海盗, 可能也会选择来沙滩找货。 这时候, 彩薇姑娘也跑来了。 川哥, 你又在说海盗的事情? 陆川点头, 别担心, 官府都有通缉海盗的。 如果真的有海盗的踪迹, 官府早就出动了。 哪里会让我们这么多人, 在这里担惊受怕?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但陆川总感觉, 哪里不对劲。 陆川为什么要逃跑? 如果有海盗, 官府海军为什么没出动? 我知道你关心大家伙。 张沈, 你也别骂穿根了。 彩薇给大家调解道, 远处有一个小伙子跑来, 正是之前在村口的四大败家子之一, 侯小白。 这货在沙滩上游手好闲, 手里没有半点海货。 你怎么也在这里? 彩薇嫌弃地看着她。 我来保护我嫂子, 那么多渔船回来, 肯定有海盗。 侯小白挺着脖子道, 侯正是脸色一红, 低下了脑袋。 不过日头烈, 谁都被晒红了, 也看不出来。 张沈看着侯小白, 恼怒道, 会不会说话? 乌鸦嘴, 呸呸呸。 结果声音落下, 不远处就有人喊着什么。 众人看向海面, 发现有小船快速靠近。 紧接着, 三个身穿黑衣的矮个子, 拔出了大砍刀, 向着海岸冲了过来。 神游海盗, 侯小白惊叫道, 乌鸦嘴。 张沈也吓得大骂。 快跑! 采薇反应过来, 拽着两人转身就逃。 结果海盗举着砍刀, 率先往他们这个方向冲了过来。 陆川转身的那一瞬间, 看见有个不认识的老头, 来不及从泥潭里拔出脚, 直接被海盗一刀劈死。 鲜血喷洒间, 陆川的心脏跟着高速跳动, 似乎要从喉咙里冲出来, 一股恶心之意, 让他差点吐出午饭。 侯小白惊呼, 陆川哥, 你带我小嫂嫂逃跑, 我来垫后, 垫你的大头鬼。 陆川掐着这蠢货的后颈, 带着侯正式一路逃跑。 但陆川和侯小白都很少来沙滩, 不适应在这里奔跑。 侯正式劳累了半天, 也跑不快, 他们三人一下就被海盗追了上来。 眼看逃不成, 陆川恶向胆边生, 回头就拔出鱼枪, 瞄准海盗的头部。 三名海盗警惕地停下脚步, 嘴巴里唧唧咕咕的, 说着莫名有点熟悉, 又听不懂的话。 是倭寇! 侯小白听出来了, 陆川心神异景, 难怪这么矮, 原来是倭寇! TMD, 这个时空居然会有倭寇! 三个倭寇唧唧咕一阵后, 重新举起砍刀杀了过来。 找死! 面对着明晃晃的大砍刀, 陆川一咬牙, 扣下鱼枪。 鱼枪崩的一声弹射了出去, 扎穿了一个海盗的脖子。 但此时, 另外两人, 也怪叫着冲了上来。 第十四章, 你以后叫踩人头好了, 第一次杀人是什么感觉? 陆川没法形容, 他感觉自己失聪了, 而且眼中看见的世界, 也变得幽碎空洞, 不可捉摸。 最后, 只剩两把明亮的砍刀, 陆川狠拽一下鱼枪后方的绳索。 鱼枪的倒钩撕裂海盗的脖子, 却没能彻底拔出鲜血再次喷涌。 陆川也被骤然绷紧的力量给扯住, 彻底失去重心, 摔在了沙滩上。 周围的人全都吓傻了。 这一回的功夫, 海盗就砍死了一个路人, 但这么短暂的时间里, 又被一个小伙子给用弓箭杀了一个。 这回周围的人脑子里都乱糟糟的。 没人知道陆川一个带弓的, 为什么只有一根剑? 这个剑比正常的剑大了好几圈也就算了。 为什么后面还连着一根绳子? 眨眼间, 率先爬起来的那个海盗就要杀到陆川面前。 陆川一个翻身, 扯着紧绷的绳索将那个海盗绊倒。 海盗一头扎在了沙滩上。 陆川来不及思考, 一把抢过猴正式的篮子, 狠狠地挂在鱼枪的弹簧弓上面。 用力一拽, 一拉, 一放。 竹篮弹射出去, 数不清的贝类海鲜如同天女散花一般急射而出。 其中的牡蜜壳更是比石头还要坚硬锐利, 当场把那个海盗砸得头破血流。 陆川狼狈地冲了上去, 捡起这个海盗的砍刀, 一刀捅进去。 另一个海盗也从沙滩里爬出来, 再次杀向陆川。 陆川用力将手里的绳索往上一拽。 绳索紧绷, 海盗才发现绳索在他胯下。 哦。 海盗捂着要害惨叫, 跨绕绳索一圈, 痛苦地翻倒在了地上。 陆川冲上去, 又是一刀, 砍断他的喉咙。 就此, 三个海盗全部暴毙。 陆川喘着大气, 看着一地的鲜血, 茫然地坐在了沙滩上。 浪潮涌动, 血水染红了大片海滩。 耳朵还是失聪, 整个世界也颠倒错乱。 过了好一会, 陆川才听到侯小白的叫声, 有些茫然地抬头看向他。 陆川哥太厉害了, 杀死三个海盗, 立了大功。 侯小白一脸崇拜道。 陆川苦笑了一下, 第一次杀人, 没想到是这种感觉。 人不逼一下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 侯小白手舞足倒道, 还好他们是倭寇, 个子太矮了, 不然你刚刚那一下提绳子, 根本卡不住那家伙蛋蛋。 陆川没好气地瞪他一眼, 滚。 这时, 采薇走近, 捡起砍刀, 把三个海盗的头颅都割了下来。 陆川看他一点也不怕见血的模样, 暗暗震撼。 这妹子这么凶残。 采薇注意到陆川的目光, 有点不好意思, 帮我爹爹处理过几次强盗尸体, 习惯了。 陆川看着他一米五不到的身高, 嘴角抽了抽, 佩服。 采薇高兴地笑道, 小本事了, 我就是摆弄一下尸体, 川哥力杀三的海盗才是大英雄。 他说着, 居然有些羡慕郑星瑶了。 全村人, 谁不知道陆川是个穷书生, 双手不沾阳春水。 前段时间, 陆川抓了海霸鱼, 又抱满了渔船的水舱, 已经足够震撼全村人了。 现在居然还能杀海盗。 原来陆川没那么不堪, 而是一个值得所有姑娘家上门提亲的好郎君。 全村人都看走眼了。 陆川还在杀人的后遗症中, 很快又陷入了精神障碍的失聪。 别人要跟他说话, 得说个好几遍, 他才能听见。 张神主动跟在陆川身边, 后怕不已。 因为他的侥幸心理, 让村民来赶海, 差点害死了侯郑氏。 如果不是陆川, 伤亡数量怕是更高。 如果同村姐妹被杀, 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他和陆川说了几句话, 看陆川不理, 信信地就走远了。 陆川回到村子里, 看到侯小白的父母, 两人扑通跪在面前。 耳朵嗡的一声, 就通透了。 陆川, 多谢你救了我家小子。 侯小白, 快过来, 给救命恩人跪下。 侯小白爸爸大声道。 侯小白吐了吐舌头, 但也乖乖跪在陆川面前。 别, 别, 我当时也只是自救。 陆川测开身体, 没什么力气多说话, 挥了挥手, 就准备离开。 采薇举着三颗血淋淋的脑袋冲了上来, 旁边跟着里长。 陆川, 这三个脑袋你带回去, 找个时间去县衙领赏。 采薇道, 一股血腥未知冲鼻子, 陆川眼神忧怨。 你别叫采薇, 叫采人头好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调侃, 一点也不好听。 采薇不悦道, 先放祠堂吧。 里长安抚了女儿, 笑眯眯地看着陆川。 小子, 你可是杀匪的英雄, 回头我要把你的试剂上报给抚押, 你准备一下, 会影响我生活吗? 里长噎了一下, 不会, 还有赏钱可以领呢。 陆川大喜, 有钱就好说了。 采薇目瞪口呆, 这什么人啊, 听到有钱就高兴成这样, 快把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还回来。 我刚打听到, 原来官府就在海上剿匪, 这三个海倒是战败逃难的。 里长解释道, 陆川算是明白, 为什么这海盗这么狠了。 意思是, 接下来再下海, 就不会遇到海盗了。 差不多。 里长高兴得很, 村里出了个英雄, 他接下来连任里长, 还是大有机会的。 陆川家。 郑星瑶听到路人说, 海盗出现在沙滩上杀人, 人都吓傻了。 他看陆川一直没回来, 担惊受怕得直流泪。 早知道就不让陆川去找唐姐了, 陆川死了, 我以后该怎么办? 谁都能死, 陆川不能死啊, 不然我以后嫁给谁去? 他在房间里徘徊, 最终心中杀鸡一闪, 拿起了锄头。 从今天开始, 本姑娘要杀光天下。 咚, 大门被推开, 累死我了。 杀光天下的鱼? 开玩笑, 谁没事找海盗麻烦? 郑星瑶擦干眼泪, 一把将锄头丢在了地上, 冲到了陆川跟前。 你, 你没事吧? 郑星瑶上下检查着, 生怕陆川身上少了点什么。 陆川看他眼睛里的水痕, 心头微暖。 郑要说什么, 采薇就挤进了院子。 郑大压, 不对, 郑星瑶, 你可得护住陆川了。 过了今天的事情, 怕是十里八村的姑娘们 都巴不得嫁给陆川呢。 采薇羡慕地说道, 郑星瑶一愣, 往外看了眼, 才发现门口居然跟着不少村民 吓了一跳。 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陆川回来? 采薇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她很疑惑, 但她更担心陆川的情况, 问道, 哥儿, 你是不是受伤了? 你身上的血好多, 全是海盗的, 我没受伤。 你杀海盗了? 郑星瑶感觉不可思议, 但仔细想想, 又没问题。 如果不是陆川杀了海盗, 陆川还能站着回来吗? 看到陆川成为杀海盗的英雄, 郑星瑶没有任何喜悦, 反而后怕的不顾众人的目光, 紧紧地抱住了陆川。 以后不要去救人了, 我们就在家里, 好好的, 可以吗? 陆川歪着头, 感受着怀里的柔软。 所以, 郑星瑶对他堂姐的爱消失了吗? 第十五章, 是你陆川命述太硬。 大家看郑星瑶担惊受怕的模样, 都有点惊讶。 陆川和郑星瑶才认识几天, 他为什么一副那么在意陆川的模样? 他们心里觉得, 灾心应该遗憾陆川没死才对。 陆川拍了拍郑星瑶的背, 让他放开他。 他回头看向村民, 昂首挺胸低头。 如果没事的话, 大家请回家吧。 我小家小户穷, 也没有茶叶, 请大家喝茶。 里长点头, 他们这么多人护送陆川回来, 主要是表达感谢, 现在送到门了, 也该走了。 大家回去吧。 里长道, 一名农夫小生嘟囔着道, 陆川命数可真硬, 居然把灾心压了下去呢。 确实, 陆川被海盗追着砍, 肯定是灾心客的。 还好陆川厉害, 换成别人家的男儿, 现在已经凉透了。 声音很小, 但陆川听到了。 里长心里也觉得郑星瑶客夫, 拉着女儿, 默然不言。 嘿, 我这暴脾气。 陆川撸起袖子, 这一茶早该过了, 怎么还在当面嚼舌根? 当他龙呢? 大家看陆川生气, 都有点害怕, 毕竟是杀了三个海盗的强人。 谁在污蔑星瑶客夫? 是不是污蔑, 大家都知道。 一名村民回应, 耿着脖子倔强道, 郑星瑶被鬼猛眼, 不是假的吧? 陆川暴躁, 什么鬼猛眼? 那是夜盲症, 只要经常吃动物肝脏和鸡蛋, 就能够调理恢复。 这还是富贵兵? 有人诧异道, 陆川接不上话了, 毕竟哪怕是能吃的动物肝脏, 也算是奢侈品。 富人家才能轻松治疗夜盲症, 穷人家根本没有这个能耐。 总之, 大家以后别造谣了, 不然我会去县衙告他污蔑罪。 陆川最后, 还是决定靠威胁。 村民看陆川撸起袖子要打人的模样, 又想到前几天, 他前几天三两句, 就戳破了痞子长处的诡计, 全都兴兴地闭上了嘴。 郑星瑶找了得好靠山啊。 陆川是住在这里吗? 一道男生传来, 陆川望过去, 就见一个男子穿过人群走来。 到了陆川面前, 立马就跪下了。 陆川, 多谢你救了我弟和唐嫂。 又来一个。 陆川被这一跪吓了一跳, 仔细一看, 发现这人和侯小白长得很像, 但是皮肤又黑。 他隐约想起来, 这好像是侯小白是双胞胎兄弟侯小黑。 行了行了, 刚刚你父母已经替你弟弟谢过一回了。 侯小黑却认真地说, 我还得替唐嫂谢你。 陆川想起来, 好像是去年他和唐姐夫出海, 遭遇了海盗, 他的命是唐姐夫救的。 当初发了誓, 要照顾嫂嫂一辈子, 倒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但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 侯家兄弟俩, 对小嫂嫂也太伤心了吧。 村民们很迂腐, 但也有质朴和直接的一面, 因为一点恩惠, 二话不说就下跪感谢, 陆川也挺佩服他们的。 赶紧起来吧, 我这里不幸贵。 陆川把侯小黑扶起来, 我是认真的, 大哥, 你让我做牛做马, 还是出门打架, 我绝无二话。 侯小黑站在一边, 酣直地说道, 打什么架, 看来这也是个熊孩子。 陆川心头富匪, 里长这时开口道, 陆川, 明天早上, 你带几个人去县衙领赏。 海盗算是重罪通缉犯, 人头特别值钱, 但陆川一个人去县城不太安全, 最好是带个能打能杀的。 陆川扶侯小黑的时候, 感觉到他的肌肉很有力量感, 也看到他腰间别着砍刀。 陆川干脆看向侯小黑, 那你明天跟我去一趟, 如何? 好嘞。 侯小黑大喜, 我经常往县城里跑, 道上认识不少人, 对那边很熟悉, 交给我准没错。 陆川动作微不可查的一顿, 若有所思地看了侯小黑一眼。 这个侯小黑, 看起来好像真有点本身, 而且他说话还挺流畅, 又有条理, 和他那憨厚的外表偏差地别。 等陆川赶走村民, 天已经黑了。 陆川靠在床头, 只感觉竹客比杀人还辛苦。 郑兴尧摸着黑坐在陆川旁边, 小心翼翼地帮他揉着大腿。 技术不怎么样, 但手筋是真的很足, 让陆川的每一块肌肉都痛病快乐着。 我明天去县城领赏钱, 会买些粗盐, 买点酱油, 黑醋, 和一些粮食, 铁锯。 陆川说道, 郑兴尧疑惑, 陆川跟他说这些干什么? 他现在的身份, 陆川没必要和他商量嘛。 你要戴上我吗? 郑兴尧问道, 我只是跟你说一声, 毕竟你也是这个家的一员。 今天回来的时候, 看着郑兴尧那泪痕未干, 冲向自己的画面。 想到郑兴尧后怕, 而让自己别再冒险地担忧, 陆川对这个世界, 终于有了归属感。 这个家的一员, 郑兴尧咀嚼咀嚼着这几个字, 感觉整颗心都要融化了。 他品得出来, 陆川是真的开始接纳他了。 哥儿, 谢谢你。 郑兴尧真心地说道, 陆川笑着摇了摇头, 他也感谢郑兴尧给自己带来了家的温暖。 县城有什么好吃的, 我给你带点。 陆川问道, 我没什么想要的, 能够进入哥儿的家, 我已经是天底下最好运的女人了。 郑兴尧眨巴着大眼睛说道, 还别说, 灵光水冻的, 让人忍不住爱恋一番。 陆川艰难地收回目光, 并警告自己, 他并没有勾引他, 只是单纯看不清。 哥儿, 你的方法好像有点用, 我感觉今天晚上, 比以前看得清楚了一点点。 郑兴尧不确定地道, 说明有戏, 希望半个月内, 能看到你康复。 陆川松了口气, 那他好了, 等我眼睛恢复, 我就能在晚上刺绣赚钱了。 郑兴尧欣喜若狂, 但想到的, 却依然是为这个家做点什么。 陆川觉得有点残忍, 你就没有想过, 自己真正想要的吗? 郑兴尧沉默片刻, 旋即展颜一笑, 哥儿, 你对我真好。 陆川? 这蠢丫头, 物质上没有需求, 精神上也是, 随便一句话就能满足。 能不能为自己考虑一下? 叹了口气, 陆川只能替他想一想。 这样吧, 等我回来后, 带你去你家一趟, 正好给你父母报个平安, 让他们也知道。 你的眼睛在康复中, 可以吗? 郑兴尧期盼地问道, 他也想让父母知道, 自己过得到底有多开心, 但主动提议回家, 总有种陆川欺负他的感觉。 他不想被误会, 这才没说。 没想到, 陆川会主动照顾他的想法, 帮他提起。 就这么定了。 陆川看他心动, 拍板道, 谢谢哥儿。 郑兴尧跳了起来, 突然想到什么, 又猛地凑近陆川。 近在咫尺的漂亮脸蛋, 让陆川的心跳 不争气地急速加快。 郑兴尧认真道, 哥儿, 那是我娘家呢? 这里是我家哦。 听到这几乎等同于告白的话, 陆川感觉心跳 更加难以控制了。 两人看着对方, 目光中的情绪在发酵, 气氛逐渐升温。 郑兴尧早就做好了准备, 微微颤抖着身子, 闭上了眼睛。 第十六章, 你一个人杀了三个。 陆川情不自禁起身, 结果腰酸背痛地感觉袭来, 让他一下子栽倒回去, 瞬间清醒。 郑兴尧低头看向陆川, 连忙把陆川扶起来。 那特别的氛围, 却再也酝酿不起来。 两人一夜烦闷。 新的一天, 侯小黑带着采薇赶来, 采薇手里的麻袋 装着血迹干涸的脑袋。 从马前村到东夷县的距离不近, 不行也得走二十多里路。 白月河倒是可以直接通向东夷县, 但村里的小船不适合赶路, 他们也没有停船的地方, 担心小船会被偷走。 不过侯小黑已经联系好了, 有隔壁村的大草船过来载人。 三人同行, 陆川背着鱼枪, 侯小白和采薇身上也都挂着砍刀。 别看采薇是个小丫头, 武力直不比侯小黑叉。 水道复杂, 谁也不能保证会平安抵达, 运气不好, 就可能遇到拦路的强人。 在这个战乱刚息的年代, 重兵器和甲轴不能私有, 但刀与弓箭完全都没问题。 东一线不小, 有万户。 他们从码头上岸, 穿过农田, 就看到了远方的城墙。 到了城门口, 守城兵检查, 看见布袋里裹着三个海盗的人头, 鱼有熔烟的大声嚷出来, 周围的目光纷纷化作敬佩。 不多时, 陆川踏入县衙的大门。 海盗这玩意, 会给沿海城市带来很大的经济影响, 官府更是对此深恶痛绝。 如果出现大批的倭寇海盗作乱, 甚至都有可能惊动当今皇上。 县令同样是不怕鲜血的主, 背着双手, 看了三颗脑袋两久, 才满意地点头。 瞧着尖嘴猴塞的咪咪眼, 眼睛就跟泡发的猪皮上面切了一刀一样, 一看就是倭寇的脑袋。 正好我也听说, 有三个倭寇往这一带逃窜, 人数也对上了。 陆川, 这县令有点可爱的样子。 县令坐回台上, 漫条斯里地喝了口热茶, 才开口。 你一个人, 就杀了他们三个。 陆川点头承认, 心里还是有点点小忐忑。 你知道海盗的人头值多少钱吗? 县令问道, 陆川诚实地摇头, 他倒是向里长打听了, 可连里长也不知道。 我听说你读过书, 可有了解过大真律法。 这回陆川点头了, 谦虚地说只是粗略读过。 他来到这个世界, 心知思想行为必然格格不入。 为了避免某天不小心进了大牢, 把原生读过的律法都复习了一遍。 县令成因一会, 突然开口, 小子, 有没有兴趣来我的县衙当个捕快? 陆川差点一个裂浅, 合着卖了半天关子, 是在问这个呀。 过来之前, 陆川还有点担心, 县衙是否会恪扣悬赏。 但现在看, 他的担心恐怕是多余的。 快答应啊! 采薇激动地道, 进入县衙当捕快, 就相当于有了铁饭碗, 不仅填富全勉, 还有官家做靠山。 这可是别人做梦都求不来的大纪元。 但陆川却微微垂眸, 看向只有他能看见的系统面板。 半透明的光屏上, 是数不清的设计图。 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当了捕快, 他就没有时间研究设计图, 也没有时间去赚钱。 捕快的工资, 可供不了他每天一百文的命。 对不起, 县令大人, 陆川治不在此。 陆川拱手道。 县令眼神里闪过一丝失望, 他听说过陆川最近的一些事迹, 他的衙门很需要这样的人才。 你怎么想的呀? 采薇痛心疾首地看着陆川, 像是他自己丢了钗石似的。 陆川摸摸鼻子, 不打。 一个人投十两银子, 共三十两, 去库房领赏吧。 县令看他态度坚定, 冷哼一声, 直接将令牌丢了下去, 臭着脸走了。 一钱一后, 完全是两个态度。 侯小黑却连问都没问陆川拒绝的原因, 双眼放光地说道, 三十两, 就是三万文钱, 一文钱可以买三个馒头, 陆川你发了呀。 陆川也高兴了一下, 但算了笔账, 又粘了。 古代物价和现代物价, 很难严格地衡量, 用不同的物品计算, 价值会有很大的误差。 如果用馒头来算, 陆川这三十两, 相当于前世近百万的软媒币, 但其实, 只能交十个计的填富。 填富高得离谱, 农民全年勒着肚子省吃俭用, 也就是堪堪够活命。 难怪古代稍微提升一点赋税, 就有数不清的农民饿死。 陆川拿到悬赏金, 心想, 第一阶段的目标, 还是要成为商人。 先要有钱, 才能活命。 陆川想了想, 对几人说, 咱们不着急回去, 在东一县逛一圈怎么样? 我还没好好逛过县城呢? 他准备调研一下这个城市, 看看不同行业的发展情况, 再决定从哪方面入手。 怕几人不乐意, 他先不由分说地, 找了个十四请他们吃饭。 一盆炖肉, 直接就花了陆川武士文钱, 属实把侯小黑他们心疼得够呛。 每一口都细嚼慢咽, 生怕糟蹋了这武士文。 陆川吃完炖肉, 把餐饮业三个字, 从心里的小本本上画掉。 这个时代只有炖和考, 餐饮业很难多样性发展。 烹饪方式落后, 十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原材料问题。 蔬菜不值钱, 荤菜没有官方给的渠道, 根本没办法大批进货。 到底是生产水平太低了? 这种小地方, 没有稳定的肉类输入渠道。 或许可以尝试养猪, 虽然系统里没有母猪的产后护理, 但也不是不能着手的。 在前世的唐朝, 就有一个靠养猪致富的小伙子, 外号猪金屋。 陆川四处问了问, 发现养殖上早就有烟割技术了。 但农户并没有把肉质和烟割联系在一起, 只以为烟割会让畜生变得温顺。 育种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的猪种不好, 肉难吃, 产量还不大。 养猪可以当作一个备选计划, 但畜生生长周期太长, 短期内用不上。 陆川心中暗想, 而后, 他又调查了一下纺织业。 古代最合适发展的工业, 是纺织和陶瓷。 结果他发现, 如今棉花并未被广泛种植和使用, 而纺织居然是全是官营的。 郑兴尧想要靠刺绣赚钱, 实在是没有前途。 陶瓷倒是有官窑和民窑, 没有遭到限制, 但都是老字号。 陶瓷生意也饱和了, 陆川心里滑掉了陶瓷。 除非推陈出新, 不然很难, 等等, 他猛地想起一事。 第十七章 说好的普通古代农村。 上次, 他在系统上看见过玻璃制造工艺, 我可以用玻璃替代陶瓷啊。 而且, 玻璃生产周期短, 能快速变现, 我的小命也能及时掉住。 陆川一巴掌拍在脑门上, 就这么定了, 先从烧玻璃入手。 陆川一回神, 才发现天都黑了。 否了侯小黑他们睡大街的提议, 几人去客栈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陆川给每人包了50文的大红包, 然后买了几张的好布料, 外加各种针线, 农具, 红糖等等。 布料很贵, 陆川没有乱买。 电视剧里动不动就包一匹布的行为, 简直酷批, 一匹布三十多米, 除了大户人家搞收集匹, 正常人谁买那么多? 用得完吗? 采购完毕, 陆川几人便一起回了村。 结果他前脚刚走, 就有一队穿着假皱的官兵, 走进客栈。 见过大人, 掌柜匆匆忙忙跑出来迎接。 昨天是不是有三个年轻人, 在你这里住店? 为首的兵爷问道。 没错, 他们已经结伴回家了。 掌柜连忙道, 兵爷点头, 记住他们三个, 等他们下次再来的时候, 通知他们去城外军营找我。 掌柜连连点头, 不管是当兵的, 还是做捕快的, 都是他们这些平头百姓惹不起的。 陆川买的农具合不有点多, 所以租了一条更大的渔船载货。 村民们看陆川满载而归, 一个个都好奇地围过来看。 陆川好生好气地把人都请走, 赶紧回了家。 郑兴瑶本来在做活, 看他进门, 立刻迎上来。 结果陆川一进家, 就拿出布包, 将一大袋红糖快拿了出来。 你买这么多糖干什么? 郑兴瑶惊呼, 糖可是奢侈品, 买个七八斤, 这是要当饭吃吗? 就算一夜暴富, 也不能这么糟蹋钱啊。 红糖能不屑, 这不得多买一点。 陆川笑眯眯地说道, 郑兴瑶突然意识到什么, 先是耳根红了, 然后红韵扩散, 脖子和脸蛋也抹上了红霞。 他生如闻啊, 那也不能当饭吃啊。 你回娘家, 不也得带一些礼品, 回头菜点不带去, 另外再拿一个锄头和扒两糖。 陆川跑了一天, 热得要死。 反正没有外人, 他便忍不住解开腰带, 敞开外袍。 郑兴瑶被这番话感动得迷迷糊糊的, 结果一转头, 就看到陆川开始脱衣服。 他脸红地捏着脚步来到床边, 犹豫了一下, 主动躺在了床上, 轻声道, 哥儿, 我害怕。 什么? 声音从屋外传来。 郑兴瑶睁开眼睛, 看到陆川坐在门外地上, 抖着衣服山凉。 郑兴瑶气得一脚踢在地上, 咚的一声响, 地皮被踹开了一条裂缝。 陆川在门口垂着头, 满脑子糖的用途。 除了给郑兴瑶补血外, 他还打算拿出一部分制作胶粘剂, 不然很多木制设备无法完美粘合。 如果有需要, 糖还能用来制作黑火药。 不过当下, 还是先把炸油机给弄出来。 陆川行动力强, 想到这, 立刻站起身就往工作室去。 郑兴瑶看着他从自己身边疯一样地掠过, 懊恼地跺了跺脚。 当晚, 陆川的炸油机第一次投入使用, 成功炸出一桶花生油, 还得到了大量花生泥。 高兴地睡着了都在做美梦。 而郑兴瑶也不知道是休的, 还是想到回娘家太兴奋, 今夜却失眠了。 第二天, 两人坐着旅车赶到郑家村, 郑家村的人却傻了眼。 大压跟着他那个男人回来了, 车上还好多东西, 他居然没客死陆川。 你懂个屁, 是陆川命硬。 把大压身上恶鬼压下去不说, 还给他取名改了命数。 换个人早死了。 几个村妇拎着菜篮子在村口聊天, 听到车哭声就好奇地跑来看热闹。 看到旅车上的郑兴瑶一个个见了鬼似的, 转身就跑。 仿佛好像有什么大恐怖袭来。 郑兴瑶刚想和乡亲打招呼, 看到这画面心情烦闷地抱住了膝盖。 郑家村的和马前村差不多都流传着一些谣言。 陆川拍了拍郑兴瑶背部, 道, 不要理会那些愚昧的家伙。 才不是。 郑兴瑶激动地看向陆川, 其实能找到压住我命格的男人, 是上天眷顾我啊。 陆川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这明明是普普通通的古代农村, 能不能别说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 不过还好, 郑兴瑶的心情没受到影响, 破解愚昧迷信的事情可以慢慢来。 他们两个人拎着东西, 走到一处靠河的小屋旁, 看一名小男孩把尿洒在泥巴里, 伴着泥巴搓小动物。 陆川灯石后退一步, 那个小男孩看到郑兴瑶, 却洗上眉梢, 张开双手就冲向了他。 姐姐, 我好想你。 郑兴瑶脸都绿了, 转身就跑。 男孩健壮, 定在原地嚎啕大哭起来。 姐姐你不要我了, 哇。 郑兴瑶黑着脸停下脚步, 看到小男孩还要抱他, 暴力的一巴掌把他摁在了地上。 别用你的手碰我。 男孩连忙把手放在裤子上蹭了蹭。 郑兴瑶健壮, 头都大了。 阿淼, 我说过, 你要是再敢玩尿, 我就把你的屎打。 嗨嗨。 郑兴瑶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家男人还在旁边, 脸一红, 连忙闪到了一边, 慌乱无措地看着地面, 脚尖不停地点着小草。 我我我, 我平时不暴力的, 不爱打人的。 没事, 挺好的, 我很喜欢。 他也揍一顿。 真的? 郑兴瑶眼神稀迹地问道。 陆川回他一个笑脸, 他心里有了底气, 摩拳擦掌地看向小男孩。 姐夫救命啊! 阿淼发出惨叫。 陆川乐乐, 第一次来郑兴瑶家, 没想到还挺闹腾的。 哭嚎声中, 一名农妇走了出来。 死丫头, 怎么一回来就打你弟弟? 第十八章, 谁想杀我, 我就杀谁? 他长大我就打不过他了。 郑兴瑶厚着脸皮道。 既然陆川喜欢他暴力的样子, 他就不藏着掖着了。 说着, 郑兴瑶指向陆川, 这是我主。 陆川倾咳一声, 直接打断了他, 审审好。 村子小, 八卦少, 陆川杀了海盗的消息, 也就传到了郑家村。 郑氏看见这样传说式的人物过来, 腿一弯, 就要给陆川跪下, 见过英雄。 使不得, 陆川赶紧把郑氏拦住。 如果郑兴瑶一个月后, 还想嫁给他, 郑氏就是他的岳母, 让岳母跪他, 他害怕折授。 审审, 之前带星瑶回家的太仓促, 没让郑叔多带点东西回来,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特意过来看望两位。 陆川知道他们的观念根深蒂固, 所以没有特意去纠正, 但还是忍不住, 把那个买字引去了。 这多不好意思, 郑氏不敢拿这些东西, 光是那些好不了, 在他看, 来就不是农民该用的。 那一把大铁锄头, 甚至都能当传家宝了。 您要是不收, 我以后都不好意思带星瑶过来了。 陆川语气坚定, 强行把东西塞过来。 郑星瑶凑过来, 笑嘻嘻地说, 娘, 收下吧, 哥特意带过来的。 郑氏瞪了他一眼, 又局促地说, 英雄大恩大德, 我们郑家一辈子当牛做马, 不敢忘。 英雄快进屋吧, 我准备一些吃食招待英雄。 陆川点点头, 搬着东西进屋, 阿苗想要帮忙, 被郑星瑶拎着脖子提到了井水边, 逼着他好好洗了个澡。 众人进屋后, 郑氏在厨房忙碌, 偷偷抹眼泪。 郑星瑶走来, 轻轻抱住母亲, 压抑地问, 妈, 你哭啥呢? 郑氏回头, 握住女儿双手, 与众心肠道, 打压, 你找了个好主子, 以后要好好伺候他, 不能有二心, 知道吗? 郑星瑶甜蜜幸福地笑道, 妈, 你别担心, 我一个月后就会嫁给他。 郑氏愣了一下, 玄机一巴掌打在了郑星瑶头上。 你做什么白日梦呢? 陆川是读书人, 智勇双全, 以后肯定会飞黄腾达的。 你个你腿子还想当郑妻? 你怎么不翻了天呢? 郑星瑶撅着嘴, 捂了捂脑袋。 那我和他说说, 当小妾也不是不行, 反正我跟定他了。 郑氏松了口气, 还好女儿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他看陆川的气度, 总觉得他是要成大人物的, 有的是人要巴结和联姻陆川。 郑星瑶只是一个农妇, 没有人保护, 真成了郑妻, 搞不好还要受罪。 那些园外乡身背后的黑暗八卦, 他可是听了不少。 郑星瑶表面上乖巧回应着, 心中却有着另一番光景。 如果我当了郑妻, 以后谁敢来抢我的位置, 我就杀谁。 这时, 外头传来陆川的声音, 母女慌乱地拉开距离, 假装无事发生。 我刚炸的花生油, 还没有用过。 今天我给大家下厨, 让大家尝尝炒菜。 陆川走进厨房, 笑道, 心瑶帮我打下手, 婶婶你去外面坐着吧。 郑氏怎么敢? 连忙说, 英雄, 这厨房是我们下等人的地方。 陆川直接走到了灶台前, 表明了态度, 郑氏也不敢再劝, 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厨房。 这个花生油和猪油有什么区别? 郑星瑶看着陆川捣鼓, 好奇地问道, 为了捣腾出这些黄水, 陆川可是好几天没出门。 各有千秋, 花生油更健康, 猪油更好吃。 陆川回应着, 看着灶台热了, 舀了一勺油进去, 将切好的鱼块放进去炸。 他准备做红烧鲍鱼。 鱼在锅里炸着, 陆川又开始淘米煮米, 拿木桶准备蒸饭。 郑星瑶第一次看陆川下厨, 眼中一彩连连。 哥儿, 我妈说, 你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 让我不要高攀你, 没准未来会有一些大户人家, 为了抢正妻和你的家产杀我。 陆川眼皮一跳, 别瞎想。 他把洗好的蔬菜拿到案板上, 让郑星瑶干活。 郑星瑶麻利地切开各种蔬菜, 却继续说道, 我在想, 你要是娶我当正妻, 我以后就杀光那些意图不轨的人。 如果你不把我当正妻, 我就乖乖地伺候你, 什么都不去多想。 陆川差点跪下了, 他刚刚在厨房外, 其实听到了谈话。 但没想到, 郑星瑶转身就给他掏心窝的坦白。 这是说, 郑星瑶没有心机呢? 还是说他对自己足够忠诚。 陆川叹了口气, 头疼地说, 你一天天都在想什么? 我们不是说好了一个月吗? 他虽然是母太单身, 但也不是看到女人就走不动到的。 厨房里传出了肉味, 飘香十里, 让无数村民聚焦正家的小院。 红烧鱼, 红烧鲍鱼, 东坡肉, 爆炒食书。 另外还有鸡汤, 鱼汤, 木桶饭。 一桌美食, 让郑星瑶都看得口水直流。 家里什么味道? 这么香? 两道人影走了进来。 郑星瑶看见两人撇撇嘴, 不太高兴地说, 哥儿, 我兄长郑大鱼, 我嫂子郑无事来了。 郑无事看到郑星瑶, 脸色也顿时一沉。 你都已经被卖掉了, 还会来干什么? 郑无事很不待见郑星瑶。 一个超龄未嫁的女孩, 在家就是多吃一份口粮。 她早就看郑大鸭不顺眼了。 我就不能来看我妈妈。 你把嘴巴放干净一点。 郑星瑶不爽地对了回去, 你不会被赶回家了吧? 郑无事讥讽道。 她看向桌上的好鱼好肉, 忽然炖住了, 想起刚刚闻到的香味,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 这时候, 郑氏进屋, 郑无事淒厉地哭好起来。 娘, 你们是怎么想的? 大鸭回来了? 你们还准备好饭好菜招待她? 这顿饭过去, 我们得饿半个月啊。 第十九章, 大户人家才有资格吃的。 郑氏脸都下白了, 别胡说, 这些东西都是陆川带回来的。 开什么玩笑, 谁不知道陆川连种田都不会, 大鸭卖给陆川, 能不一起饿死, 都算老天爷联系了。 还给我们带吃的。 郑无事哭着道, 满脸写着不信。 郑无事, 你在侮辱川哥, 我劈了你。 郑星瑶眼睛都气红了, 也不叫嫂子, 直接气势汹汹地威胁道。 陆川可是世界上唯一尊敬她, 爱护她的男人。 如果不是陆川, 她今天恐怕正在青楼里上吊自尽。 谁也不许侮辱陆川。 来就来, 谁怕谁。 郑无事撸起袖子, 举着手里的锄头, 凶恶地喊道。 她决定和郑星瑶拼了。 眼看着两人要打起来, 郑氏连忙拦在中间, 焦急大喊道, 郑大鱼, 你干看着干什么? 你妹妹和你老婆要打起来了。 郑大鱼面不改色, 淡淡道, 娘, 我们家有多困难,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太宠妹妹了。 当年家里穷, 郑无事愣是被恶流产。 在她看来, 郑星瑶如果早点嫁出去, 她的孩子现在都会玩泥巴了。 正如同媳妇不待见妹妹, 她也把这些苦难都怪罪在郑星瑶身上。 娘, 你别给我护着她, 让我好好教训她。 当年我的孩子没了, 就是她刻的, 这件事没完。 郑无事咆哮着, 扫把心, 灾心, 刻别人也就算了, 连没出生的侄都刻。 我就不该嫁到你们家, 我的肚子都被你刻得没了反应, 你怀我孩子。 她说到这件事, 又朝着郑星瑶扑过来。 郑星瑶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安, 却愣愣地没有反抗。 阿苗本来被吓得缩在一边, 见姐姐真要挨打, 顿时扯着嗓子大喊起来, 姐夫。 姐夫教命啊! 郑无事被吓得一顿, 外面也忽然喧闹起来。 郑星瑶回过神, 发现半场的门外围着不少村民。 郑家的菜香味, 本来就吸引了很多村民的注意力。 随着郑无事的骂声, 更多人站在门口, 小心翼翼往里面望, 都是在看郑星瑶。 他们的户户就都很怕他。 如今, 虽然大家嘴上说 陆川能压住郑星瑶的命数, 但心里还是害怕。 鸡汤来了。 这时, 陆川端着鸡汤从厨房出来, 不紧不慢地走到来大堂。 郑无事看见陆川, 双手环抱, 一脸不屑地冷冷地哼了一声。 陆川反而笑了, 眯着眼睛问道, 你们不关注消息吗? 我最近可是杀了三个海盗, 你们这样骂我的女人。 难道就不怕, 我宰了你们? 是郑星瑶的亲戚又如何? 该威胁的人, 他都不会留情。 什么杀海盗? 夫妇俩皱了皱眉, 最近忙着种田, 他们都没关注外头的八卦。 郑氏喊道, 附近十里八村的人基本都知道了。 你们两口子怎么回事,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知道。 郑无事看母亲神太不似作假, 心里有点慌了。 陆川真的杀过海盗? 怎么可能, 他只是一个穷酸殊胜? 郑无事不安得后退一步, 说不定是个武装员呢。 郑星瑶也学着陆川冷哼一声, 走到一边拿出精致的布匹, 崭新的锄头。 这些东西是穷书生能随便送的。 抓着这些珍贵的礼品, 郑星瑶心想着, 这可是陆川家给他娘家的聘礼。 这让他大出风头不说, 心里更是吃了糖色的甜蜜。 刚刚的烦躁一扫而空, 郑无事却有点慌了, 眼前的情况, 好像是真的。 这个穷书生居然这么厉害。 他回头看向外头的乡里邻居, 发现没有人揭穿谎言, 这反而证明这是真相。 这一回, 郑星瑶父亲也赶回来了, 知道前因后果后, 骂骂咧咧道, 你脑子呢? 这么大的事情不打听一下。 因为海盗的事情, 很多渔船都逃回来了。 陆川杀死海盗, 现在大家都能重新下海, 不知道多少人对陆川感恩戴德。 郑夫妻的大骂, 就你们在这里, 没脑子的怠慢陆川。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么蠢的儿子和媳妇? 郑星瑶想说, 因为蠢才能登对。 但想到他渴死了侄子, 他也没好意思多说什么。 郑时拉了拉媳妇, 给英雄认错一声, 有大压的情分在, 英雄有大量, 不会追究你的。 郑无事夫妇摇了摇牙, 对着陆川跪了下去。 起来吧。 陆川摇了摇头, 他没必要跟这些人纠结这些。 郑家的悲剧, 其实是这个时代所有百姓的缩影, 他们也是被穷怕了。 郑无事不安地站起身, 陆川关上门, 挡住邻居们的视线, 招呼一家人上桌, 行了行了, 都吃饭吧。 大家一句话一个, 指令地上桌, 看着琳琅满目, 从未见过的菜色, 都有些茫然。 再看到木桶蒸出来的雪白香, 喷的米饭, 大家更是露出羡慕的光。 这是大户人家, 才有资格吃的啊, 他们真的也能吃。 陆川率先坐下, 郑兴摇帮家人盛饭, 轮到哥哥和嫂子的时候, 他犹豫了十几秒, 咬着牙也给两人胜好。 这是什么菜? 没有汤水? 能熟吗? 阿淼年龄小, 坐在桌上, 很快就恢复了活泼, 好奇地问道。 当然了, 你尝尝, 陆川拿筷子, 给阿淼加了一块肉。 这小孩子也瘦, 而且成天在太阳底下跑, 晒得脸都黑了, 看着倒是挺皮实的, 估计也能干活。 想起刚才他豪以嗓子的机灵镜, 陆川心里打起了主意。 第二十章, 陆川被抄家了。 旁边, 郑兴摇也没吃过这种炒菜, 他夹起一块鲍鱼咬了一口, 榨干的鱼肉, 吸收了饱满的汤汁, 入口就是满嘴的鱼香。 好吃! 郑兴摇满足地闭上了双眼。 郑兴摇又快速夹起一块东坡肉。 肥瘦势中的肉块, 却没有丝毫猪肉的腥臭味, 肥肉的软糯和瘦肉的调理, 还有酱油的清香在口中迸发。 为什么食物能做得这么好吃? 他有些惭愧地看向陆川, 眼神里是浓浓的幸福和感动。 你为了我, 居然吃了这么多天, 难以下咽的食物, 都不告诉我。 哥儿, 你对我这么好, 我嫁给你, 都不够报答你的。 郑兴摇对陆川敞开心扉后, 每句话都是真心实意, 陆川嘴角却抽了抽。 那是因为, 之前那些天他还没有买酱油, 家里也没有生产食用油, 没有油和调料, 做个屁的美食。 郑兴摇和陆川敞开了吃, 其他郑家人却都不敢下筷子, 他们生性节俭, 哪里吃过这么多肉, 都是弄了点汤汁拌饭填饱肚子。 哪怕是最活泼的阿苗, 也只是加了两块肉, 就不敢再动了。 六个菜, 七个人吃, 一顿饭结束, 桌上的菜, 却几乎没有减少太多。 陆川知道这是穷贯了, 也没多劝什么。 吃完饭, 郑兴摇和陆川坐在门边。 陪郑兴摇回娘家一趟, 陆川又深刻感受了一番 古代百姓的疾苦。 他盯着院子里生锈的锄头, 决定再调整一下计划。 穿越到这个世界, 如果只是为了狗活, 也太憋屈了。 尤其是看到农村百姓 如此艰难的生活, 他也于心不忍。 陆川之前就想过, 他的工具和钱都不够, 炸油机的成本太高, 还无法批量生产。 目前最好从简单 但赚钱快的产业入手, 也就是炼制玻璃。 现在市面上只有琉璃, 但琉璃制造相当复杂, 活烤水炼, 几十道工序, 制作就要半个月。 而且由于生产力落后, 成品率极低。 如果玻璃能横空出世, 绝对能统治市场。 陆川看向系统面板, 买下了玻璃的制作方法。 配方, 石英砂、 纯碱、 石灰石、 长石等, 工序、 温度。 石英砂就是烂大街的砂子, 纯碱是碳酸钠, 石灰石则是碳酸钙, 长石也是一种硅酸盐。 这个配方包含不止一种玻璃的材料配比, 也包含了不同工序的进化处理。 内容之详细, 成功让陆川重拾高中丢掉的化学知识。 海边资源够多, 石灰石可以用贝壳代替, 二氧化龟也能去海滩河滩挖沙子。 但是纯碱, 这东西可不好搞。 他要是去海边晒碱, 恐怕会被怀疑在制造丝盐, 得想办法去买。 星瑶你知道哪里呢? 哎, 你怎么苦着一张脸? 陆川一愣, 忘记了他想说什么, 这是怎么了? 啊? 我没事。 郑星瑶慌张地揉了揉自己的脸, 掩饰道。 陆川挑眉, 凑近了一点。 你答应过什么, 都告诉我。 郑星瑶语色, 犹豫了一会, 才支支吾吾地说, 我嫂子, 她流产的事。 陆川回忆起那个郑无事, 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 还面黄肌瘦的。 想到这, 她心里忍不住又叹一口气, 她那是营养不良, 加上年龄小, 别瞎想, 和你没关系。 结果郑星瑶却眼睛一亮, 就是我嫂子, 还能生事吗? 应该能。 框荡。 一个木盆从他们身后咕噜过来, 他们转身, 看见郑无事和郑大鱼不敢置信的表情。 郑无事小心翼翼的, 英雄, 你说的是, 是真的吗? 陆川点点头, 他往前一步, 当场就要给陆川跪下, 陆川赶紧闪开, 别跪, 我确实能帮忙, 但有一个要求, 以后谁也不许再造谣, 说星瑶的事。 啪, 陆川吓了一跳, 郑无事居然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 连声道, 是我的错, 我的不是, 请大压, 星瑶恕罪。 别, 大嫂别这样。 郑星瑶身体一僵, 抓住了陆川。 陆川倾咳一声, 行了, 星瑶不和你们计较, 方法很简单, 禁欲一年, 然后好好调理身体。 郑无事和郑大鱼连连点头, 可又迟疑了, 调理身体, 要很多钱吧。 陆川怂怂肩, 我有办法。 郑无事一惊, 郑星瑶更是错愕地抬头。 你有什么办法? 不对, 你就算有钱, 也不能都给我嫂子调理身体啊。 他拼命摇头, 哥儿, 你已经给了我家很多了。 陆川笑了, 当然也不是给你嫂子钱, 我有个法子, 如果不出意外, 能带领附近几个村子一起致富。 你嫂子的问题, 自然能迎刃而解。 这话一出, 郑无事两人顿时露出惊喜, 又不敢置信的神情。 郑星瑶也瞪大了眼睛,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陆川没忍住, 轻轻捏了捏郑星瑶的脸。 不过, 你得先帮我在郑家村打听下, 有没有地方能弄简。 简, 我的一个小姐妹知道哪里弄。 我被全村人嫌弃的时候, 只有她从来没骂过我, 还总是给我带好吃的。 对了, 她叫陈雪薇, 比我长得还要漂亮呢。 陆川不游多看了郑星瑶几眼, 有点不太相信, 村里还能有比她美的姑娘。 我要的量很大, 非常大, 几百上千十, 你确定她能拿得出来?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去问问。 看看阿淼, 今天要不要跟我们回家? 刚刚吃饭的时候, 陆川就想着, 看郑家人愿不愿意让她把阿淼带走。 年纪小, 容易培养忠心, 人还机灵, 很适合给她打工。 事实上, 拐带阿淼不要太简单, 她满脑子想着有吃的, 就同意去了。 而郑氏还想着, 让阿淼也给陆川签一张卖身器。 陆川拒绝了, 郑星瑶那张卖身器都被她拿去烧火了。 维系人与人的关系, 本身就不该靠一张不平等的契约。 不多时, 郑星瑶回来, 表示陈雪薇已经帮忙去打探消息。 陆川也不打算在这里留夜, 趁时间还早, 带着郑星瑶和郑淼租船回家。 刚从码头上岸, 陆川就看向侯小白跑向自己。 陆川, 大事不好了, 你被抄家了。 侯小白焦急的声音传来。 第21章, 常楚的妹妹。 抄家? 陆川差点被吓个半死。 她家里其他地方都是合法的, 唯独那个熔炉有大问题。 民间私自炼铁, 可是杀头的。 陆川第一反应, 就是带着郑星瑶跑路。 好端端, 怎么就被抄家了呢? 郑星瑶也呆住了。 会不会说话? 侯小黑一手只戳在侯小白头上, 看向陆川道, 别听她瞎说, 你家是遭贼了。 吓死了。 陆川松口气, 但随即, 心又提起来。 虽说银钱她都随身携带, 但她家里值钱的玩意也不少。 除了粮食和肉干外, 加上那个见不得光的熔炉。 虽说熔炉看起来像是普通灶台, 不容易被辨认出真实作用。 但她心里虚啊。 陆川几人急匆匆赶回了家。 陆川家外头, 有不少村民在看热闹。 李长看到陆川, 静止迎了上来。 陆川, 你家被常储和一个毛贼偷了。 采薇及时发现, 可没能抓到他们。 你快看看, 家里有没有丢失什么。 多谢村长。 陆川皱着眉, 推开院子大门。 一进来, 他就发现围墙有攀爬翻越的痕迹, 内屋的铁锁被人给砸了。 房间里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 郑兴尧进屋翻床铺, 看到枕头底下几文钱没了, 就坐在床边嫩嫩失神。 陆川仔细检查了一圈, 发现除了肉干被偷了鸡块, 其他东西居然都没少。 姐姐, 别哭。 阿淼蹲在郑兴尧面前, 小声安慰着。 谁说我哭了? 郑兴尧一巴掌打在阿淼屁股上吗? 没好气地说道。 阿淼挠了挠屁股, 呆萌地看向陆川。 姐夫, 在想什么? 陆川问郑兴尧。 我在想, 还好我们不在家, 郑兴尧有点后怕。 阿淼不解, 我们如果在家, 强盗就不敢来了吧。 陆川认可郑兴尧的话, 应该说, 还好他是今天白天来的。 阿淼不理解姐姐, 姐夫在说什么? 陆川看着屋内环境, 若有所思。 常储不拿糖, 不拿锄头, 就拿了几块肉干, 却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这石城石是冲着他的杀贼赏金来的。 这可是为了一口粮食, 就敢杀人的事件。 三十两白银的巨款, 足以让一些穷疯了的家伙铤而走险。 陆川只庆幸这不是在他睡觉的时候, 被常储摸上门来。 陆川走出房间, 找到了李长。 怎样? 丢了多少东西? 李长问道。 多谢采薇姑娘发现急时, 家里就丢了几文钱。 陆川对旁边的采薇拱了拱手。 采薇小脸淡气鼓鼓地, 双手插腰。 谢什么? 让他跑了, 气死了。 因为腿太短跑, 不过常储, 没能把常储抓回来, 让他很不开心。 李长冷声道, 偷东西可是大罪。 只要做出了这种行为, 就算一文钱没捞着, 都得鞭吃五十下。 他不跑才怪了。 说到这, 他看向路边的村民们, 高声道。 常储越来越过分了, 谁要是能常储扭送到官府, 我个人拿出一百文钱悬赏。 采薇健壮, 高喊道, 乡亲们帮忙把消息散一散, 让全村人都知道。 村民们纷纷答应, 越越欲试。 可以遇见, 常储再回来, 恐怕就不太好过了。 陆川健壮, 也向里长道谢。 里长摆摆手, 脸色还是不太好看。 陆川损失的东西不多, 但他和郑兴尧都在担心同样的事。 财博动人心啊。 他回头看了眼自家的小院围墙。 这次是常储是挑他不在家的时候过来, 但如果是别的强盗, 挑他睡觉的时候过来, 他要怎么放? 又或者, 常储意识到银两在他身上, 到时候带人来铭抢, 又怎么整? 陆川心情不安地想了想, 拿出一两银子, 道, 诸位, 我家围墙太低了,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趁现在时间还早, 谁愿意帮我加高围墙? 我按工结算, 一个时辰不少于十文钱。 算我一份。 侯小黑赶紧开口, 说完, 就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村民们一看有钱拿, 不管男的女的都表示要加入进来。 陆川道, 先说好, 谁要是偷懒, 我是要扣钱的, 谁要是做得多, 我就把扣掉的钱加在他的头上。 陆川毕竟打过弓, 知道怎么掀起内卷的风潮。 果然, 村民们忙碌起来, 谁也不愿意落后。 陆川看着大家忙里忙外, 摸着下巴思考了一下。 等有钱了, 就弄个大点的院子, 还得雇一些家丁, 不然以后被小偷摸进门, 可太危险了。 陆川收拾了一下东西, 发现一群半大小子, 义愤填膺地来到陆川这里。 川哥, 常处偷你家的东西, 要不要把他妹妹抓来抵罪? 说话的是同村的余大。 妹妹? 嗯, 他妹妹, 十岁, 很是勤快。 余大用力点头, 陆川想起来, 之前常处污蔑郑兴破坏菜地, 而后郑兴尧闯进他家里, 有个安静的小女孩, 在墙角整理铜薅。 那个女孩穿得很单薄, 脸上几乎没肉, 胳膊更是皮薄骨头。 不过当时, 雇着常处污蔑兴尧的事情, 陆川也没多少调查那个女孩。 余大道, 常处家徒四壁, 又不爱干活, 全靠他妹妹养活。 把他妹妹赔给川哥, 川哥就不会亏了, 全靠妹妹养活。 陆川目瞪口呆, 这才知道, 常处那家伙, 居然后吃懒做到这种程度。 他是怎么忍心, 让瘦得只剩骨头的妹妹来养活他。 侯小黑这时候道, 常处偷了你家东西, 就用他妹妹来抵债, 官府也会同意的。 谁叫他摊上了这么个哥哥呢? 里长点点头, 看向陆川, 常处家已经游进灯窟了。 这个季节数, 田府肯定是交不起的, 十亩地会全部收回。 把他赔给你, 不会给你增加负担。 众人的话, 大概意思是, 那个女孩, 今年会失去所有收入。 可他但活却很勤快, 陆川完全可以不花任何代价, 把他弄回家当丫鬟。 血赚不亏。 陆川叹了口气, 道, 你那个女孩的努力, 不去管常处, 完全能一个人养活自己。 里长摇了摇头道, 十岁的丫头, 不成家, 也分不到田。 在他看来, 没有田, 就没有基础的食物保障。 陆川无力地挥了挥手, 别了吧, 我感觉没有田, 他还能活得自己再一点。 于大不解地看着陆川, 你真不要, 不要。 陆川黑着脸, 这把他当什么人了? 于大咋杂巴着嘴, 可惜了, 这么好的姑娘, 可以给家里干好多活。 采薇这时候, 挤到陆川面前, 拍了拍陆川肩膀。 看着这小丫头, 拍自己肩膀, 还点起脚尖, 陆川哭笑不得。 采薇转头, 喊道, 好了, 没事了, 于大你也别瞎操心。 其他人要帮忙建围墙的, 就去帮忙, 没事的话赶紧散了, 别下出主意。 郑星瑶坐在门边看着陆川, 村里人不待见他, 他也懒得凑上去。 阿淼问道, 姐姐, 他为什么不收下那个姐姐? 他好可怜。 郑星瑶却懂了陆川的顾忌, 摇了摇头道。 第二十二章, 这是琉璃。 血浓雨水, 谁敢放心呢? 这个世界可怜人太多了, 谁也没办法拯救所有人。 森林某处, 长楚看着远方的村子, 几闻钱, 换来一场通缉。 血亏! 这点东西, 拿到县城里, 吃两三天的干馒头, 就用光了。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可是三十两。 长楚眼神凶狠道, 旁边的兽猴, 眼神里也闪过一丝贪婪。 得想办法弄到手啊。 他们这辈子都没能赚到这么多钱。 三十两, 够挥霍好几年了。 长楚深吸一口气, 带着满心的杀鸡, 转身离去。 陆川能杀三个海盗, 他很忌惮, 他得另想办法。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想起, 自己还有一个十岁的妹妹, 很可能会因为他的行为被连累。 来, 大家分好钱, 回家吃点好吃的。 所有人离开后, 陆川看着木头组成的两米多高的围墙, 心里终于有了安全感。 不过这终究不是水泥墙, 还不够安全。 他把下午让人削尖的木锥子, 顺着墙体倒插在地上。 弄好陷阱后, 陆川才稍微放下心。 一个下午, 花了四百二十文钱。 郑兴尧心疼地道, 四百文化夜晚安然睡觉, 不亏。 陆川让阿淼帮他摇水, 冲洗了一下手上的尘土, 毫不在意地道。 好吧, 反正都已经做完了。 郑兴尧也不在反驳, 转而说道, 做晚饭了, 食材我都切好了, 但我不知道怎么炒菜, 哥儿教教我吗? 走, 去厨房。 阿淼放下水瓢, 屁颠屁颠地追了上来。 对了, 哥儿, 家里就一个卧房, 晚上要怎么睡啊? 你带你弟弟睡啊。 陆川想都不想就说道, 一个六岁的小崽子, 能有什么大问题? 那不行, 我已经是大姑娘了, 要不你还是跟我睡, 让她去另一边睡。 郑兴尧大胆地提议道, 我没关系的, 我睡地上也行。 阿淼大声道, 她可不想成为两个人的累赘, 郑兴尧想要打死她。 陆川有点小心动, 但还是摇头否定了, 郑兴尧懊恼地跺跺跺脚,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晚饭后, 陆川开始研究烧玻璃的工艺, 一直忙碌到半夜, 陆川用冷水冲了个澡, 然后回到了被窝。 还没等她开始睡觉, 一个玲珑有致的身躯 就钻到了她的被窝里, 害她半边身体脱离了被子。 星瑶? 噓, 她睡着了。 郑星瑶小声说了句, 就把头枕在陆川的胳膊上, 整个人合巴掌鱼一样缠了上来。 这太大胆了。 陆川吓得不敢动弹, 活了两辈子, 第一次被大姑娘拥抱, 还是在同一个被窝里。 忐忑了好一会后, 陆川又感觉自己有点丢脸。 身为穿越者, 居然被女人给吓到了。 等她冷静了一点, 才发现郑星瑶的脸也烫得厉害。 两人未经人世的都没有敢突破什么, 一直到五出汗了, 才稍微分开, 各顾各睡去。 接下来几天, 陆川没有出门, 都在研究烧玻璃的工艺。 而阿苗也在陆川的指挥下, 学会一些打下手的工作。 多了个助手, 让陆川的工作轻松了很多。 为了烧玻璃, 陆川又在屋后隔了一块区域, 摆设了许多玻璃熔炉。 但因为缺少纯碱, 一直没有开工。 郑星瑶不懂为什么陆川这些天没有出去抓鱼, 反倒是在摆弄一些泥造台。 但他却交付了全部的信任, 毫不抱怨地带着阿苗, 把陆川的十亩地全都播种了一遍。 某天, 郑星瑶正在农田忙碌, 远处一名女子赶着两辆驴车过来。 大鸭, 星瑶, 年轻漂亮的女孩高兴地招了招手。 雪薇, 陈雪薇是十里八村少有的, 拥有名字的女孩。 据说, 她原本也是来自经商家族, 因为某些原因家族落寞, 她也跑到了乡下来生活。 陆川看到她的时候, 确实被她可人的精致童年惊艳了一下。 原来郑星瑶没有夸大其词。 你就是姐夫陆川吧, 长得一表人才呢。 陈雪薇笑着打招呼, 是个热情开朗的女孩。 陆川点点头, 看向后面的驴车, 看见了布袋边露出灰白的茧。 多谢你帮我收集了, 这玩意余量多吗? 贵吗? 说起生意的事情, 陈雪薇脸上的笑容微微收敛, 多了几许不符合她美丽的严肃。 一些盐矿地附近特别多, 没人要, 但是找人挖掘和运送都要钱。 我很好奇, 你弄这么多剪做什么? 陆川拿出小铁铲拨弄了一下。 滑溜溜的, 杂质很多, 但问题不大, 用冷却热饱和溶液法就能结晶提纯。 好奇的话, 就跟我来吧。 陆川带着两人来到了后院。 炼玻璃的材料, 沙子, 贝壳和其他一些石头沙土, 早就处理了。 如今万事俱备, 就等这些纯碱。 陆川拿了两个大锅, 开始烧水, 提纯纯碱。 半个时辰过去, 陆川又将不同材料粉末, 根据不同比例投入玻璃熔炉中。 陆川根据炉火颜色, 判断温度, 最后将溶液倒进模具中, 轻松做成了一个玻璃瓮。 这忙活了半天下来, 陆川被烤得浑身是汗。 但看到玻璃冷却后, 逐渐凝固成半透明的晶体, 他还是咧开了嘴。 成了。 陆川拿出这个玻璃瓮来看, 却发现内部还有不少金属残留, 不如后世的玻璃那么纯净。 运气好, 玻璃会因为点缀而比较好看, 运气差, 有可能就丑不拉几的。 他正有些不满意, 旁边的陈雪薇却已经惊呆了。 这是琉璃? 烧制琉璃, 可是要半个多月才能出成品的, 而且成功率还极低。 陆川这才多长时间, 居然就当着他们的面, 把东西给烧出来了。 第二十三章, 我们联姻吧。 和琉璃不完全一样, 它叫玻璃, 浴火会裂, 会融化, 比琉璃脆一点。 陆川递给陈雪薇, 陈雪薇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结果, 仔仔细细地观察一番, 踩点点头。 确实没琉璃那么好看, 但凭这个通透的光泽, 也能卖不小的价钱了。 他深吸一口气, 恋恋不舍地把玻璃瓮放下。 此刻, 他已经被陆川震撼了, 以他的眼界, 完全能看出玻璃对市场带来的变革。 这是, 你自己研究出来的? 差不多。 这可是能让你家族传承无数年的记忆,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陈雪薇目光严肃道, 陆川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把配方告诉别人? 陈雪薇趁热打铁道, 我家里也在做一些小生意。 你以后做出来的玻璃对吧, 都交给我去做。 陆川好奇地看着他, 我会不断扩大生产, 你确定吃得下? 我家以前经营过丝绸和官窑, 虽然现在没法和官家合作, 但以前的鹿子都还在的。 陈雪薇眼睛放着光, 又道, 你知道这种玻璃, 代表着什么吗? 就算是当琉璃卖, 它都能随便赚大钱。 陆川摇了摇头, 奢侈品虽然赚钱, 但赚的是小钱。 玻璃就当陶瓷卖。 陆川不容置疑地道, 那好, 陶瓷也有许多类型, 价值各不相同。 我们商量一下, 不同类型的玻璃器的价格。 陈雪薇雷厉风行, 不等多闲聊, 就准备商议生意内容了。 先说好, 市场上销售情况不一样, 价格也不一样, 外加上玻璃器的透明程度不同, 我给出的价格也会不同。 如果你能做出没有杂质, 色泽浑然一体的, 乃至完全透明的玻璃器, 我绝对能给你卖出天价。 这当然没问题, 眼下没钱没人, 很多事情做不到, 但将来肯定能做出极纯的玻璃。 陆川成竹在胸。 陈雪薇看着陆川自信的笑容, 心中都被感染着。 她知道, 接下来高端瓷器市场, 将会被这个男人彻底垄断。 她心潮澎湃, 迫不及待地问, 大概需要多久? 不确定, 看人力, 看工艺。 陆川撇了撇嘴。 古代生产条件太落后了, 各种原材料开采也是大问题。 她现在所有工具, 全都靠手搓。 虽说, 系统有流水线机床设计图在手, 但鬼知道要多久才能实现。 一个土制炸油机, 都让她搞了好几天。 看着陈雪薇, 陆川突然想起了郑星瑶提供的一些 关于陈家情况的信息, 似乎没必要做一买一卖。 太麻烦了。 而且占有她太多的精力。 不管哪个时代, 吃毒食的人都会成为众矢之地。 陆川看陈雪薇有点来头, 准备把她也拖下水, 当她第一阶段发展的助力, 让她的家族帮忙吸引达官贵人的火力。 陆川道, 我觉得, 我们没必要做上下家的生意。 你也不想我突然掐断货源, 让陈家再次落败吧? 什么意思? 陈雪薇不解道, 不知道陆川为什么突然转口。 我的玻璃生意, 根本没人能模仿和偷学。 你看我炼制玻璃的速度, 只要我们的玻璃厂够大, 绝对有机会吃下整个大珍黄巢的市场, 甚至取代大多数陶瓷生意。 好大的野心。 陈雪薇看向旁边的玻璃瓮, 回想陆川炼制玻璃的速度, 认可地点了点头。 炼制玻璃的速度确实快得离谱, 烧陶瓷的速度都比不上其十之一二。 这种速度让他相信陆川的野心绝对有实现的可能。 难怪陆川不把玻璃当琉璃卖。 所以, 你要他有了个大胆的猜想, 郊区也激动地微微发颤着。 我想你, 还有你们整个陈架, 跟我做一家生意, 不分上下家, 以后专门负责给我卖玻璃。 陆川直白道, 说到这, 他要耸耸肩, 你们也可以拒绝, 那么我们就是上下家的简单贸易关系。 陆川给了两种合作模式, 让他选择, 作为合伙人加入他, 或者单纯地当个经销商。 合伙的话, 他也是化石人之一。 经销的话, 如果别人开出更高的价码, 他完全有可能被随时踢走。 陈雪薇情不禁抚摸了一下玻璃瓮, 目光坚定道, 我选择加入你。 陆川微微诧异, 我觉得你还是回家, 和你父母商量一下。 不, 陈雪薇摇头, 我是我们陈家的独女, 将来会继承陈家所有一切, 我有做主的能力。 那事情就好办了。 陆川拍了拍手, 笑道, 我听说你们有官府的人脉, 还能联系得上吗? 放心, 我家虽然落魄了, 但只要有极品的玻璃器, 我们完全有能力用此为限力, 重新和官爷打通关系。 你只要把最高品质的玻璃留下来。 陆川看他一脸自信的样子, 点点头表示没问题。 那么说说合伙的事情吧。 生产如何分配, 利润分成如何分配, 谁负责什么方面的内容, 谁占有多少话语权。 陆川这一连串的问题出来, 陈雪薇眼中一彩连连, 又一次显出惊讶。 她一个书生, 怎么连经商都头头是道的。 陆川看他不说话, 又道, 你也看到了, 马前村和郑家村都挺穷的, 我打算带那些农户来干活, 人力应该没问题。 陈雪薇盘算了一下, 觉得有道理, 那你负责全部生产, 我负责全部的销售, 我也可以帮你找账房先生。 其实这种产业, 合作最麻烦, 利润分账也有很多问题, 或许, 他看着陆川, 很好爽干脆地道。 不如我们联姻吧, 我当平房就行, 我们是一家人, 就不用担心一些事分不清楚, 到时候, 矛盾越来越大。 陆川被震了一下, 下意识看向郑星瑶。 你看我做什么? 你是主子, 你做决定啊。 郑星瑶道, 姐姐, 他要跟你抢男人。 阿淼小嘴充气, 鼓得圆滚滚的。 要是别人, 郑星瑶可能还不愿意, 但是说这话的人是陈雪薇。 嘿, 我以前就想着给雪薇当陪嫁丫鬟, 可惜陈家不收我。 陈雪薇也回了个甜美的笑容, 期待地看着陆川。 她在陆川身上, 看到了陈家崛起的希望。 陆川看着陈雪薇的容貌, 心思浮动了刹那。 她上辈子, 哪里有这种待遇。 母胎单身的她, 还没开始追女生, 就被发好人卡。 现在是老婆一个两个送上门来。 不得不说, 没有宋明时期的思想束缚, 古代女性还是很大胆火辣的。 但陆川还是摇了摇头, 这种利益婚姻我不会接受的。 在古代三妻四妾固然是好, 但她现在已经有点喜欢上郑星瑶了, 心里装不下别人。 奇怪, 你们书生不是看到漂亮的女孩头怀送抱, 立马就能遂于情厨吗? 没想到你在感情上面这么腼腆。 陈雪薇无法理解。 她和郑星瑶聊天的时候, 郑星瑶甚至还说她是顽臂之身。 陆川嘴角抽了抽, 不联姻的话, 我们的合作其实还是没什么保障。 陈雪薇直皱眉头, 因为商人地位太低, 她可不信一纸契约的约束力。 商业上的不分家, 哪里比得上真正的一家人? 第24章, 给我留个床铺。 陆川不达, 这种事情只能日久见人心。 她拿出纸笔, 继续之前说的, 我负责生产, 你负责销售, 我会亲自查账。 我的前期的利润会用来扩大生产, 分红方面, 我欺你三。 配方和公益在陆川手里, 陆川完全不怕陈家背叛。 陈雪薇文言笑了, 如果不是只有你会生产玻璃, 你连一成利都拿不到。 行, 这个契约我签了, 但你要小心点, 千万别被人偷学了配方。 看似是开玩笑的话语, 其实是在提醒陆川。 商人掌控销售渠道, 如果生产方可以随便选择, 那么商人就能肆意压价。 你不讨价还价? 陆川诧异, 我会给你看到我的能力, 再好的契约, 也比不上婚约。 陈雪薇直白道, 婚约也不见得有约束力。 陆川倒是看到了这个女人身上的野心, 她可不认为, 陈雪薇只是为了合作上更有安全感, 才提出联姻。 她不过问父母, 就能做出这种决定。 可见, 她在陈家真的能做主。 连少女采薇都能残暴地 割下海盗人头。 陆川可不敢小瞧这时代任何一个女性。 陆川不再想这些, 又去做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玻璃器, 让陈雪薇打包到驴车上。 而后才坐下, 和她商量合作细节的问题。 聊到傍晚, 陈雪薇忽然道, 为了合作, 我以后会经常往你这里跑, 记得给我留个床铺。 你要住我家。 陆川皱眉, 你总不能让我黑夜赶路吧。 陈雪薇不敢置信地看着陆川, 有必要这样拒人于千里外吗? 陆川想到黑夜赶路的危险, 只能郁闷答应。 去厨房做饭的时候, 陆川忍不住摸了摸郑星瑶的头。 还是我家星瑶单纯。 郑星瑶先是一愣, 而后反应过来, 陆川再说陈雪薇目的不纯。 哥儿, 其实雪薇看着功力, 其实很善良。 但当所有人都欺负我, 骂骂我的时候, 却只有她愿意带我玩。 郑星瑶切着菜, 小声说, 她这么急, 可能也因为和陈家的落寞有关。 是因为跟他们合作的亡缘外背叛了他们, 陈家才失去了官家的生意。 我是觉得, 如果哥儿也娶了她, 两家就能没有顾忌地合作了, 也不用防着谁背叛谁。 陆川不治可否, 只说道, 我们没有感情。 郑星瑶还年轻, 觉得婚姻就是天。 在足够的利益面前, 鬼知道婚姻关系是否牢靠。 况且人也是会变的, 他都无法保证十年后的自己, 是否会被资本腐蚀。 郑星瑶不懂这些, 看陆川默不作声, 就歪了歪脑袋。 道, 既然哥儿决意如此, 那我就帮你盯着雪薇, 等她真的爱上你了, 我再接纳她过门。 不管发生了什么, 郑星瑶都站在陆川这边。 陆川福娥,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 知不知道什么叫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 郑星瑶正住了, 她没听过这话, 但理解了她的含义。 她眼神动容地看着陆川, 忽然扑进她怀里。 葫芦顶山寨, 一群强人吆喝着, 怀里搂着娇嫩的女孩。 大堂里乌烟瘴气。 大关头, 相信我吗? 长楚和寿侯跪在门口哀求。 滚, 一个破村子。 三十两巨款, 你骗谁呢? 大关头怒吼道, 当她傻呢? 马前村是什么破地方? 那里的人, 能吃饱一顿饭都算厉害。 还说, 有大生意, 把她当枪使呢? 长楚和寿侯夹着尾巴 灰溜溜地离开山寨。 下山的路上, 长楚气地对着山头 连续吐了几口痰。 山寨不帮忙? 怎么办? 长楚咒没到? 实在不行, 我们就趁黑夜摸上门去。 拼一把。 寿侯眼神中闪过一丝狠色。 路川家要烧窑子, 震惊了全村人。 不管是什么行业, 都是要有投入的成本, 村民们不是没人想过要做生意。 实在是贫困的家庭 根本没有承担风险的资格。 但路川有三十两赏钱, 算是有了对抗风险的底气。 他在村子里, 挑选了一些老实忠厚的人家, 来到他家的后院帮忙。 逃杀, 破碎贝壳, 还有提纯纯碱。 这里大多数工作都是体力活, 路川更想要大老爷们来干。 但他这里打工的, 都是一些农妇和小孩。 因为村里的男人, 都觉得路川还是个孩子, 给他打工太丢脸。 路川也不理解, 到底是吃饱饭重要, 还是在小辈面前丢脸重要。 好在他的产量暂时还不需要太高, 目前也不急着大规模招人。 而陈雪薇自那天之后, 就频频过来拜访, 每次一来, 晚上必定住下。 路川家里多了个漂亮的陈雪薇这事, 也让村民们议论纷纷。 但路川有能力杀海盗, 英雄能有美人青睐, 倒是在意料之中, 村民们倒是没有说什么坏话。 反而都在羡慕路川, 有资格养得起两个老婆。 陈雪薇听到这些议论声, 更是完全不去辩驳。 但路川那句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的话, 依然让他听到了。 他无法理解, 这年头的书生, 居然会有这种爱情观念。 谁不想要三妻四妾, 子孙满堂啊。 陈雪薇意识到, 路川可能真的会不接受他。 但如果不联姻, 他实在没有安全感, 生怕随时被路川踢掉。 这才是陈雪薇最苦恼的事。 可这是他家族复仇 和崛起的唯一希望, 他必须争取。 现在路川没空管他的复杂想法, 他头疼的是, 家里条件太艰苦了。 家里就两张床, 还在同一个卧室。 不管是郑兴尧 还是陈雪薇, 都不乐意和阿淼睡觉, 哪怕他只有六岁。 而路川也不喜欢带他, 毕竟阿淼玩尿活泥巴, 是路川心里的梦魇。 可是, 看到阿淼懂事的自己打地铺, 路川也心软了下来, 还是跟他挤在一个床上。 另外, 洗澡, 上厕所也是一个麻烦事。 郑兴尧是无所谓条件是否刻苦的, 一个人拿着水桶, 偷偷在厨房里擦身体就解决了, 可把娇生惯养的陈雪薇郁闷坏了。 但是要论娇气, 路川这个穿越者, 比陈雪薇更胜。 第二十五章, 杀进去, 倒不是洗澡的问题, 而是上厕所的问题。 路川是把采来的树叶烫了一遍, 晒干拿来使用, 干净又卫生, 还能防止细菌感染。 可即便这样, 陈年老尿筒也把路川熏得够呛。 要改造的东西太多了, 路川巴不得把一个人拆成一百个使用, 好让生活每天都能变好。 这天夜里, 常楚、兽猴带着一个男孩踏在围墙上, 看着黑漆漆的小宅。 常楚背后还背着一把菜刀, 这是准备一把砍死路川。 反正都被路川逼得要当逃犯了, 不如做得再决绝一些。 真没想到, 这狗家伙还弄了这么高的围墙, 还好老子爬墙厉害。 兽猴骂骂咧咧道, 这么高跳下去, 会不会摔断腿? 常楚有些担心, 小心点往下爬, 别惊起太大动静。 那家伙终究是杀过海盗的, 估计打起来很厉害。 南海小声说道, 他是兽猴的弟弟, 山寨不愿帮忙, 兽猴就打算全家出动。 只可惜常楚的妹妹被打了一顿都不来。 房间里还有说话的声音, 三人忌惮陆川的战斗力不敢贸然行动, 他们不会再办事吧? 那不是更好, 等他结束了, 保证睡得和死猪头一样。 兽猴眼神里闪过一丝狠色, 可两个时辰过去, 大家脸色不对劲了。 还在说话, 他们有什么好聊的? 常楚气个半死, 他都被蚊子咬了一身的包。 兽猴和他弟弟也在疯狂地挠痒。 终于, 聊天声停了, 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他精致美丽的童颜上, 美得让常楚痴迷。 这是郑兴瑶, 你确定不是仙女下凡? 兽猴惊叹地看向常楚, 是郑家村的陈雪薇, 不愧是大户人家, 太嫩了。 常楚把手伸到裤子里, 原来是千金小姐, 今天倒是便宜我们了。 兽猴眼神放着荧光, 只要陆川一死, 他能享受陆川拥有的一切, 陆川的前, 陆川的女人。 他的脑海里, 已经构建出无数美好的画面。 这趟邪传, 哥, 我先上了。 兽猴弟弟很兴奋, 一溜烟地窜下去, 旋即闷哼一声。 下面有陷阱, 到处都是。 兽猴弟弟低声警告, 这是绝对的狠人, 被扎得全身都是锥子, 也没有发出惨叫声。 常楚脸色下白了, 撤退吗? 晚了, 踩着他的身体过去。 兽猴眼神一狠, 直接跳在弟弟的肚皮上。 噗哧, 他的亲弟弟, 当场暴毙。 常楚见状也不再犹豫, 踩着兽猴弟弟尸体, 来到了院子里。 这两个没有人性的家伙, 根本不在意家人的死活。 陈雪薇本来想要脱衣服洗澡的, 却隐约听到一点细微的声音, 还以为是陆川。 陆川表面上说不愿意娶我, 被弟弟却悄悄偷看。 陈雪薇得意一笑, 正准备解开腰带, 两个黑影就突然冲了过来, 当场将她挟持。 陈姑娘, 请你安静一点。 常楚小声道。 陈雪薇一惊, 恐惧地瞪大眼睛, 全身汗毛都立起来了, 身体轻微地颤抖。 不是陆川, 还好她没脱衣服。 不对,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现在应该考虑怎么示警和自救。 她迅速冷静下来, 连忙点头, 表示自己很听话。 常楚松开手, 陈雪薇小声道, 别伤害我。 说着还主动递东西。 常楚一头问号, 这么配合? 春, 她这叫聪明。 兽猴也很满意陈雪薇的态度, 决定杀了陆川后, 就对陈雪薇温柔一点。 处理好陈雪薇好, 两人看向陆川的黄泥房子。 我们已经搞到一个了, 足够了。 等会进入房间, 别去分辨谁和谁, 用最快的速度, 把人都给我剁了。 兽猴眼神冰寒。 如果杀错人, 惊醒了陆川, 那他不敢保证会不会被反杀。 独自击杀三个海盗的战绩, 还是很吓人的。 两人小心翼翼地向门口走去, 正准备破门的时候, 陈雪薇的尖叫声传来了, 陆川, 有强盗。 该死, 杀进去。 两人顾不得回头去杀陈雪薇, 立马破门而入。 陆川和郑兴瑶本来就没睡着, 听到声音, 立马警觉。 陆川二话不说, 带着睡得和猪头一样的阿苗, 滚在了地上。 郑兴瑶同样激紧地, 从床头蹦起来, 隐藏在了墙角。 寿猴的火折子, 闪着亮光。 突然, 一条被子就丢了过来, 挡住了他的视线。 陆川一直没有对 长处放松警惕, 甚至每天都把斧头摆在床头。 面对突然造访的强盗, 他二话不说, 拿起斧头, 准备战斗。 现在最麻烦的问题来了。 屋内太黑, 唯一的火折子 被陆川的被子扑灭了。 黑漆漆的环境里, 所有人都看不清周围的情况, 根本不知道对手在哪里。 原来黑夜杀人不是刀光剑影, 而是大家一起抓下。 陆川竖起耳朵, 努力判断长处的方向。 长处和寿侯 对陆川家的环境不熟, 更不敢乱动, 怕遭到陆川的报复。 长处压低声音, 急促地开口, 现在怎么办? 一阵破空声响起。 长处猛地弯腰, 碰。 后方传来巨响, 却是什么众舞砸在了墙上。 长处吓得不敢再说话。 局面再次僵持, 长处和寿侯都很紧张。 外头的陈雪薇不确定是什么情况。 要是让他去找来支援, 他们两个人就堵死定了。 安静之中, 突然传来了惊呼。 阿淼惊叫着, 却是被兽猴抓在了手里。 兽猴争鸣大笑, 陆川, 你弟弟在我手里, 赶紧放下武器, 束手就擒。 陆川心里咯噔一声, 拿出火折子, 点燃了油灯。 第26章, 迈到青楼。 微光照耀下, 他看到一个兽猴似的人抓住了阿淼, 捂着阿淼的嘴, 阿淼居然还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刚才火折子被扑灭前, 借着那一闪似的光芒, 兽猴看到陆川和阿淼滚到了地上。 他趁机摸了过去, 拽走了阿淼。 陆川猜出来, 这个兽猴就是上次跟着长楚到他家偷东西的人。 兽猴身前的不远处, 就是那个该死的长楚。 他不是设置了陷阱, 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 陆川抓着斧头, 勉强镇定下来, 对兽猴说道, 有事冲着我来, 他还只是个孩子。 我只是求财, 你先把斧头放下。 兽猴却大喊, 他内心极为恐惧, 满脑海都是陆川的英雄战绩。 他身体甚至颤得厉害。 我这段时间带村民剑谣, 花了不少钱, 现在只剩下十几两。 陆川没放开斧头, 而是提前的问题转移注意力。 不可能, 造一个窑场, 要花多少银子? 你别忽悠我不懂, 现在把钱袋打开, 不管多少钱都给我拿出来。 兽猴咆哮道, 陆川深吸一口气, 你们等一下, 我这就拿钱。 他的白银从来都是随身携带的, 古代乡村的房子从未给过他安全感。 陆川伸手, 摸向衣服, 等一下, 你先把斧头丢过来。 长楚喊道, 他们有两个人, 不可能全被转移了注意力。 兽猴挟持了孩子, 紧张得没了分寸, 但长楚却注意到, 斧头还在陆川手里。 而且, 陆川的斧头和正常人家的不一样。 他的斧头就像是白银一般闪耀, 一看就知道是顶级的金铁打造。 这一斧头砍下来, 谁吃得消? 陆川眼去眼中的冷光, 看了看手里的武器, 心中纠结。 人之对峙是最麻烦的。 如果他把斧头交出去, 长楚和兽猴撕毁契约, 反手把他杀掉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要丢掉。 郑兴尧突然喊道, 丢掉斧头, 交了钱, 我们三个人全都会死。 不过, 只要你们交了钱, 我就放了你们弟弟。 兽猴连忙道, 我不信。 郑兴尧眼神发狠, 哥儿, 不要妥协, 跟他们拼了吧。 陆川不可思议, 郑兴尧怎么这么狠的? 喂, 我们真的会杀人的。 兽猴掐紧了阿淼的脖子, 疼得阿淼惨叫。 阿淼终于回过神, 害怕地哭了起来。 郑兴尧这时候去又道, 我给你们鞋吃, 你把我弟弟放了, 他不是陆川弟弟, 陆川不可能心疼他的。 少他妈废话, 快拿钱。 兽猴紧张咆哮, 鬼才和郑兴尧玩交换人质的把戏。 他现在紧张得要死, 只想要拿钱, 根本不想做那些麻烦事。 陆川心头一紧, 猜到了郑兴尧的计划。 如果交换, 以郑兴尧的暴力, 面对面还真有机会反杀这两人。 奈何这两个强盗根本没上当。 原因居然不是他们太聪明, 而是他们太紧张, 不耐烦。 好的, 我这就拿钱。 陆川动作特别慢, 斧头也放在了地上。 他翻开衣服, 打开布袋, 白花花的碎银子出现在众人眼前。 兽猴和长楚咽了口口水。 他们好吃懒做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银子? 很好, 把钱拿。 咚, 一声巨响。 木头从背后敲在了兽猴的后脑上, 同时另一个身影窜了进来, 一口咬在长楚的胳膊上。 长楚惨叫的瞬间, 陆川猛地抱起, 冲了上去, 一斧头砍向兽猴。 兽猴下意识往旁边一扭, 随后啊的一声惨叫, 却是被斧头砍伤了肩膀, 鲜血喷涌。 而郑兴瑶几乎是和陆川同时动手。 他冲向长楚, 一脚把长楚踹飞了数米远, 连他手里的菜刀都飞了出去。 兽猴被砍断了一边的肩膀, 凶性大发, 一挥菜刀砍向阿淼, 准备拉阿淼垫背。 陆川一斧头迎了上去, 菜刀恰好砍到了伏饼。 两人的虎口都感觉到距离, 武器挣脱, 斧头和菜刀都掉在了地上。 陆川毫不犹豫地扑杀上去, 坐在了兽猴身上, 一拳头砸在他的脸上。 轰,轰,轰。 连续七八拳下去, 疼得陆川的手背都破了皮, 兽猴满脸是血, 生死不知地倒在那里。 长楚也被郑兴瑶一脚踹地失去战斗力, 现在正在哀嚎着。 这算是二人齐心合力, 将两个强盗给制服了。 至于刚刚那雪中送炭, 时机恰好的一木棍, 陆川看向门口, 看到了陈雪薇和一个瘦巴巴的小丫头。 长楚的亲妹妹, 蔡蔡。 长楚顺着陆川的目光, 也认出了蔡蔡, 顿时怨毒地叫了起来, 居然是你这个贱人, 我可是你亲哥, 你居然帮外人对付我。 蔡蔡害怕地躲在了陈雪薇背后。 原来, 刚刚陈雪薇主动被绑的过程中, 因为很配合, 所以只是被塞住了嘴, 绑住了手。 她用膝盖顶在脸上, 陆川和长楚他们对峙的时候, 蔡蔡也踩着兽猴弟弟的尸体, 爬到了院子里, 给陈雪薇松了绑。 陆川和郑兴尧看似被威胁, 其实都看到长楚背后两个小型挪动的人影, 于是故意配合吸引注意力, 给陈雪薇和蔡蔡创造机会。 四打二, 长楚和兽猴, 想靠什么营? 蔡蔡, 你死定了, 我会把你迈到青楼去。 长楚怒吼着, 蔡蔡害怕地全身颤抖。 别叫了。 陆川重新捡起斧头, 砍碎了兽猴的脖子。 长楚恐惧地瞪大眼睛, 你, 你杀人? 根据大真皇朝律例, 百姓可杀入式强盗。 我前段时间, 已经杀过三个海盗, 再杀两个强盗, 不过分吧。 长楚对上陆川冰冷的目光, 意识到他是认真的, 顿时害怕了, 因为陆川是真的杀过人的。 你别乱来, 我跟你说, 我们可是加入葫芦顶山寨的, 我们背后有人。 陆川吃笑一声, 你们要是真的加入山寨了, 为什么不带多一点人来抢劫? 长楚被说的, 脸色不断变化。 看向妹妹, 长楚眼睛一亮, 道, 我把蔡菜卖给你, 我给她千脉生气。 第27章, 你是故意杀她的? 之前陆川是不信任蔡菜的, 但蔡菜主动来帮陈雪薇松绑, 可见内心还是善良的。 而能把这样的妹妹折磨到, 连血脉之情都不认, 现在甚至还想要将辛苦养活她的妹妹送给陆川, 长楚的渣已经人神共愤了。 长楚越来越觉得她好笑。 我要你妹妹做什么? 你死了, 她就自由了, 不是吗? 说着, 一斧头砍了下去。 不, 长楚最后一个字没说完, 喉咙被陆川砍断, 第二次杀人了。 第一次杀人的时候, 陆川浑浑噩噩了大半天, 如今第二次, 却有一种轻车熟路的感觉。 陆川怀疑自己有问题, 居然这么快就适应了血腥。 而杀完人后, 陆川却发现, 除了阿淼一脸惊恐, 脸色惨白。 郑兴瑶, 陈雪薇和蔡蔡, 居然都没有任何表情。 死人, 他们看得太多了。 前些年, 大真皇朝魏里, 路边全是尸骨, 他们是从小看着死人长大的。 阿淼别看, 陈雪薇倒是反应过来, 捂住阿淼的眼睛。 没事, 让他适应适应, 都已经躲到一边了, 还能被人劫持了, 甚至差点在人怀里睡着。 郑兴瑶很不满, 他刚刚看见阿淼在瘦猴怀里, 不停地犯困点脑袋, 陈雪薇诧异地看着郑兴瑶, 对哦, 我的眼睛。 郑兴瑶摸着眼眶, 有些不可思议。 他在仔细观察屋内的环境, 发现屋内的环境还是很昏暗, 但每个人的大体轮廓都还算清楚, 比不上陆川他们看得明白, 但比起之前白天烧暗的环境都看不清的情况, 明显复原了大半。 估计在吃几天恶心的鱼竿, 他就再也不怕黑暗了。 我恢复了。 哥, 真有用哎。 郑兴瑶大喜, 往陆川身上一跳, 一双大长腿把陆川夹住。 陆川被他整个撞了出去, 一屁股坐在地上, 疼得直抽气, 干什么呢? 看他们两个没伤着我, 你帮我挂点踩是不是? 阿淼见状, 眉心眉肺地笑了起来。 陆川点了几个火把, 火光明亮。 他看到了围墙下面的尸体, 终于知道了怎么回事。 踩着伙伴的尸体跳进围墙, 寿猴和长楚果然已经灭绝了人性。 这种凶人哪怕扭送官府, 陆川也不放心。 还好杀了。 蔡蔡那边, 陆川也问了情况。 原来长楚还想叫蔡蔡一起杀上门, 蔡蔡不乐意, 就被打了一顿。 等长楚走了, 他就偷偷跟上长楚, 寻找机会。 之前长楚抢劫, 里长要把蔡蔡交给陆川处置, 却被陆川放过了。 蔡蔡记得陆川的人情, 又不愿意再被长楚连累, 于是大意灭亲。 不多久, 里长带着一大群村民赶来, 得知了情况后, 村民们炸开了锅。 长楚疯了吧, 陆川能杀掉三个海盗, 他居然也敢上门抢劫。 大晚上摸上门, 你再厉害, 也被人一刀砍了。 就是, 如果不是雪威丫头机警, 陆川已经没了。 该死了长楚, 我早就说他不是好人。 里长对着陆川安抚一通, 又仔细嘱咐过, 才匆匆忙忙离去通知官府。 侯小黑走来, 看到长楚的尸体, 狠狠地踢了尸体一脚。 大哥, 这些尸体不能挪动, 等明天釜牙的人来了, 让他们勘查脸尸。 我知道, 里长大人刚刚说过了, 陆川点头, 毕竟人命关天, 大家还是同村的。 不过陆川自觉长楚身上 没有捆绑的痕迹, 也不用担心被查出来。 现在就是后半夜怎么睡的问题。 围墙下面那具尸体还在, 但在院子里影响不大。 长楚和寿猴的尸体, 却都在卧室里, 浓郁的血腥味弥漫, 外加上长楚死后, 还大小便失禁。 那味道, 绝了。 看热闹的村民, 逐渐散了。 陆川在一边发愁, 侯小黑却蹲在尸体前观察了一会, 皱了皱眉, 问道, 陆大哥, 是不是长楚放弃挣扎后, 还被你杀了? 陆川一惊, 促然扭过头。 按理来说, 杀掉入室的强盗, 是不违反大真皇朝律里的。 可如果长楚投降了, 这种杀俘虏的事情, 在军队中都有不小争议, 更别说是在平民的家里了。 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判全看官府心情, 就算判处杀人,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一瞬间, 陆川心里转过好几百个念头, 最后还是坦然对上侯小黑询问的目光, 没错, 否定没有意义。 侯小黑能看出来, 别人自然也能。 而侯小黑这个人, 外憨内惊。 既然问出来了, 那就是有掩饰的办法。 果然, 侯小黑思索了一下, 大哥, 你家有几把斧头? 两把。 陆川隐约明白过来, 他经常和郑兴尧尽速砍柴, 自然是人手一把斧头。 你把另一把拿出来。 郑兴尧率先站起来, 摸着黑就往外走。 他能看清不少, 但还没法做到一清二楚。 陆川摁住他, 主动出去, 把斧头拿了回来。 侯小黑拿过干净的斧头, 放在长楚的喉咙碎口旁边, 抹了好几下。 你和嫂子改下口供, 说是一个人杀一个, 这样在官府那边解释得通。 如果是郑兴尧和陆川, 一人杀了一个, 不是虐杀俘虏。 这是两回事。 陆川等人都懂了他的意思。 他们说这话, 旁边忽然传来呼噜声。 陆川转头, 发现阿淼这眉心眉肺的小东西, 现在又爬回床上睡大觉了。 他暗了暗眉心, 有点羡慕这小子的无忧无虑。 别说睡觉了。 陆川现在还睁着眼, 脑子里都是尸体的模样。 他隔着夜色看向围墙下面, 那里也有具死不明目的尸体。 这个见鬼的时代, 长楚和兽猴踩着同伴的尸体进来抢劫。 古代, 比想象中的更加残酷。 身边传来稀稀索索的动静, 陆川回过神, 看见是蔡蔡小心翼翼地走过来。 郑兴尧也注意到他, 问道, 你打算怎么处理长楚妹妹? 第28章, 当伴, 不是当伴侣啊。 陆川看过去, 小丫头眼神迷茫, 人生不知道何去何从。 郑兴尧道, 蔡蔡妹妹还不错的, 要不, 我们把收了吧。 她干活一定很努力, 是个勤快的丫头, 我还挺喜欢她的。 陆川一巴掌拍在郑兴尧额头上, 疼得郑兴尧捂着脑袋, 委屈巴巴地看着陆川。 陆川叹了口气, 不到十岁, 就能养活一个十八岁的有手有脚的哥哥, 确实勤快。 你也喜欢, 留给你弟弟当伴吧。 陆川可没兴趣, 这不是年龄问题, 也不是因为他瘦的皮包骨头, 看不出颜色。 而是他这个人矫情, 只想要有感情基础的女孩当老婆。 郑兴尧和他有了些感情基础, 他才接受郑兴尧, 但一个十岁的丫头。 能有个屁的基础? 哥, 这样多不好意思啊。 郑兴尧扭捏着道, 陆川斜眼看着他。 这是心动的意思吧? 郑兴尧不好意思地傻笑了一下, 走到了蔡蔡面前, 还没开口, 就听蔡蔡迫不及待道, 我愿意, 我今天就能跟那个弟弟玩婚。 他很喜欢陆川家的氛围, 如果让他嫁过来, 他感觉做梦都会笑醒过来。 陆川愣了一下, 他是说当伴, 不是当伴侣啊。 不过看蔡蔡西季的目光, 他一肚子的话终究是没说出来。 老天爷, 让我穿越古代, 是要让我拯救这些悲苦的农民百姓吗? 他打开系统面板, 不知不觉, 寿命余额仅有十二天了。 如果让我穿越, 是让我拯救这个时代。 那给我套个寿命限额是几个意思啊? 鞭策我发展势力, 还是考验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陆川心中哀叹几句, 才走到蔡蔡面前, 道, 我给你和阿苗写个订婚契约, 十年后, 你们能成婚, 我们家双喜临门。 如果你们不能在一起, 我也不会抢求你们。 蔡蔡没有安全感到, 那我还是签个卖身器吧。 我有资格签婚约吗? 陆川笑了, 蹲在一边摸摸他的头, 别这样说, 这不是给你的束缚, 也不是给阿苗的。 我个人觉得, 其实婚约都不用写。 蔡蔡咬唇, 盯着陆川看了半点, 点点头, 又摇摇头, 还是签下了婚约。 把蔡蔡安抚好后, 陆川忽然想到一事, 问侯小黑。 小黑, 你知道葫芦顶山寨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侯小黑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 我杀长厨的时候, 他说他加入葫芦顶山寨了。 陆川说道, 这不可能。 侯小黑下意识否定。 虽然他没有把山寨的人喊来, 但他能说出这个山寨, 肯定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我不敢确定山寨的人是否会为他出头, 但在这个世道下, 未雨绸缪绝对不是坏事。 陆川神情慎重地道。 不应该啊。 侯小黑有些想不明白。 他和双胞胎弟弟侯小白不一样。 侯小白成天游手好闲, 而侯小黑不只能干农活, 也经常帮别人跑生意, 走水路。 他认识的人多, 路子也广。 葫芦顶离这里太远了, 水路根本走不通, 只能不行, 没有大半天根本走不到山上。 长楚那个烂货, 根本不可能和深山野林里的强盗认识。 那么这个兽不拉几的家伙呢? 侯小黑检查了一下兽侯, 判断道, 这家伙的脚, 死皮很厚, 不是经常下水的人, 看起来像是经常上山的。 这说明, 这家伙是山寨的人。 应该是, 但地位绝对不会太高, 不然不会就他们三个人来了。 而且, 葫芦顶距离这里太远了。 在古代, 尤其是这种万事, 强盗土匪, 流窜汉匪, 海盗, 数量都绝不不少。 郑兴瑶家这样兢兢业业种田的农户, 每年只能努力种田, 把肚子填饱。 好不容易存下的钱粮, 还都得拿去缴税。 但凡出现点灾祸, 多生个孩子, 或者田赋发生变化, 就会活不下去。 要么卖身为奴, 要么落草为寇。 光是东夷县这一带, 有名的山寨就有好几个。 葫芦顶山寨算是一个, 不过不属于马前村这一带的。 马前村附近的山寨, 叫做红石屯山寨。 大家各自有着自己的地盘, 在山沟沟里种田, 偶尔下山劫掠。 朝廷也不是不想派兵围酒, 但一进入茫茫大山, 一个不小心就会迷失方向, 更别说追杀强盗土匪了。 陆川听到这, 疑惑到, 他不去结交红石屯的强盗, 跑去找更远的葫芦顶。 其实这些山寨, 就像是一个个围城小村一样, 不同的山寨是有不同风格的。 侯小黑斟酌了一下, 解释情况。 严格来说, 红石屯的强盗不算好人, 但也不至于太坏。 他们很少劫掠的时候, 即使劫掠也都不会把人给抢光。 外加上这边距离大海比较近, 这些人更多时候失去捕鱼。 他们落草为寇, 主要不是为了抢劫, 而是为了躲避官府的田赋。 而葫芦顶山寨不一样, 那山寨里全都是人渣, 坑蒙拐骗无恶不作, 在东一县这一带臭名昭著。 如果不是他们的山寨驻地更加隐蔽, 早就被官府给清剿了。 而且听说, 葫芦顶山寨内似乎有一个销金窟, 有青楼, 赌场, 酒馆。 他们还和牙伤有联系, 养了不少男奴女母, 一些凶人很喜欢去他们那边享受。 总之, 大家都知道, 宁惹红石屯的强盗, 也不要和葫芦岛有太多接触。 侯小黑表情严肃地警告道, 陆川若有所思, 问道, 红石屯和葫芦顶, 那边的强盗更厉害。 第二十九章, 还没嫁过来就帮忙省钱。 在打架上面, 红石屯确实更强, 附近的山寨都不怎么招惹他们。 陆川新祥果然如此。 红石屯就是为了避税, 有武力却能克制, 能形成这种秩序, 肯定和一团散沙的亡命图不一样。 但是, 山寨的实力对比, 与百姓的态度完全无关。 无恶不作的葫芦顶山寨, 更叫百姓恐惧。 大哥, 这件事, 你千万不要宣扬出去, 且不说不清楚这些山寨的态度, 就说, 你这么多银两, 要是让红石屯的强盗看到了, 他们也会来落井下石的。 强盗终究是强盗, 不能因为他们有底线, 就忽视他们的本质。 我明白。 陆川慎重点头, 这件事, 我想想处理办法。 系统激活后, 他心中其实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思绪浮现, 野心更是见风就长。 新王朝刚立, 根基不稳, 就算他要当个皇帝玩玩, 凭借系统里超前数千年的知识, 以及他的脑子颠覆王朝也不是没有可能。 也想过做个轻松的商人, 可商人没有靠山, 又保不住财富。 后来, 看到了这个悲剧的时代, 陆川更想试着去改变贫苦百姓的窘境, 想要让现在的百姓再也不用缴纳苛重的甜妇, 让百姓不用为了一口粮食, 卖卖女。 但现在想想, 都有些好高骛远了。 当务之急, 是赚钱, 活下去。 杀人不可避免, 他必须早做准备。 郑兴尧和陈雪薇一直在旁边, 听到侯小黑和陆川的对话。 郑兴尧终于忍不住开口, 为什么不找县衙帮忙? 他有胆破, 但眼界终究受到家庭的影响。 陆川摇头, 解释道, 县衙也想要绞杀那些强盗, 如果他们能做到, 早就去干了, 不可能让那些强盗嚣张到现在。 郑兴尧有些郁闷, 也对, 我爹爹也是在县衙管的严的时候, 才敢带我出去找个好人家。 陆川揉了揉太阳穴, 看来除了建造窑场, 我还得想办法让找些武力看护宅院。 养私兵是违法的。 陈雪薇提醒道, 知道知道, 陆川头疼的就是这个。 侯小黑也皱起眉, 这件事他帮不上忙。 想了想, 陆川眼神一宁, 道, 那就扩建窑场, 把窑场做大, 让村民也留宿在这里。 你要让村民给你当挡箭牌。 陈雪薇诧异, 怎么说话的? 侯小黑不满地呵斥一声, 这是抱团取暖, 大哥可是马前村的希望, 只要玻璃窑场建成, 将来村民都不用挨饿, 面对强盗的威胁, 当然要共同协作, 渡过难关。 陈雪薇撇了撇嘴,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不过他发现, 这个侯小黑嘴皮子还挺利索的, 估计经常在道上混。 现在, 那两个瘦巴巴的强盗的身份还不清楚, 村民也都不认识他们。 回头我看看, 能不能让官府的人不要公事出来, 说不定葫芦顶的强盗, 也不知道是我们杀的。 陆川道, 这招可以, 众人齐齐点头, 缓兵之计, 可用。 为了以防万一, 我去找我的一些兄弟, 去葫芦顶打探消息。 侯小黑道, 你还有这么厉害的朋友? 陈雪薇好奇, 去年我出海杀过海盗, 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侯小黑得意道, 杀过海盗的, 可不只是陆川, 让你的朋友千万要小心一点。 陆川拍了拍侯小黑, 同意了他的帮助。 侯小黑能混得风生水起, 能力自然不用多说。 如果他不是农籍, 怕是能在别的地方大放异彩。 侯小黑离开之后, 陆川心里重新思考着未来。 如果他有一个府邸, 家丁无数, 所谓的葫芦顶强盗, 他还真不用怕。 眼下第一步, 绝对是扩建宅院, 他家现在有他, 星瑶, 雪薇, 阿淼, 和蔡蔡五个人。 五个人住一个屋, 肯定不方便, 他得多规划几个卧室。 还有扩建玻璃厂, 而他的寿命还剩十二天, 也得充值白银。 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一步步来吧。 郑星瑶看陆川口中念念有词, 说到了玻璃厂, 便凑过来问道, 我们的玻璃窑厂, 一共要招多少人? 我可以帮忙的。 蔡蔡说道, 陆川抬头, 看他脸上没点肉色, 胳膊细的和牙签似的, 哪敢让他去做苦力活。 别东西没搬动, 先把骨头折了。 你先养几天身体吧, 正好星瑶去玻璃厂帮忙, 你负责烧火做饭就行。 陆川说道, 好。 蔡蔡很高兴, 能帮上忙就行。 郑星瑶还眼巴巴地看着他呢, 陆川赶紧掐指继续算。 纯检运输可以交给陈雪薇安排, 大概需要四个人。 运输贝壳, 沙土, 常食, 清洗, 碾碎, 晾干。 陆川借着这油灯的光, 边写边说, 先定十个人, 负责处理材料, 再找两个会手艺的帮忙浇筑模型。 基础工钱, 每人每天十文钱, 手艺十负二十文, 后续再根据工作量增加工钱。 会不会太高了? 陈雪薇问道, 码头工人, 哪怕是搬运能力最强的那种, 一天下来也很难赚到十文钱。 那就八文钱, 另外计算用餐补贴和加班补贴。 他修改了价格, 又添上补贴两字。 陈雪薇皱眉, 哪里有你这么大方做生意的? 郑星瑶笑道, 你还没嫁过来呢, 就开始关心家里的钱了。 第三十章, 庞大的生意市场, 你笑话我。 陈雪薇羞愤地挠郑星瑶。 郑星瑶发出风铃般的笑声, 养死了, 讨厌。 工钱高点也没关系了, 哥儿不是完全为了自己赚钱, 他是想要, 想要造福箱里, 别挠了, 眼泪都笑出来了。 还别说, 女孩子打闹的笑声, 真的能治愈心灵。 看着两人, 露川杀人后的阴影, 也消散了不少, 心里多了一些轻松。 第二天一大早, 里长就带着县衙的捕头来到了现场。 先是对了一下口供, 接着捕头查探现场, 武作检查尸体。 得出的结论, 正是露川想要的。 他找里长言辞恳切地说了一番自己的顾虑。 里长对他这个杀海盗的英雄很有好感, 听完, 主动跟着县衙的捕快一起去了县衙, 找县老爷说明情况。 这件事顺利上报了, 县衙没有公式强盗身份。 露川心中的大石头落下了一半, 但该有的准备不能少。 玻璃厂开工, 虽然已经有上百件存货, 但陈雪薇想根据品质进行分类定价, 这些就远远不够了。 露川回到屋后的小窑场, 众人各司其职都在忙碌。 他也换了身衣服干活, 将不同材料丢进熔炉里, 不一会就被高温薰的满头大汗。 郑兴尧看露川忙得那么辛苦, 贴心地走了过来拿毛巾给露川擦汗。 你天天这样考着, 也太辛苦了。 郑兴尧心疼道, 要知道, 原来的露川可是读书人。 结果这几天下来, 头发都焦了。 玻璃配方比较珍贵, 比我的熔炉还要重要, 最后一步得我亲自操持。 露川摇了摇头, 玻璃生意是资本原始积累最重要的第一步。 等将来转行, 把配方广而告知也没关系, 但现在不行。 陈雪薇走来也忍不住说道, 我知道你不喜欢买人使唤, 但是这种事情, 早晚得找牵了器的人来处理, 不然等药厂够大了。 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露川最头疼的就是这个。 他不想要让同胞沦为奴隶, 但是陈雪薇说的也没错。 这个年代, 法律不完善, 想要避免配方泄露, 只有牵了卖身器的才能信任。 陈雪薇看出他顾虑, 又劝说道, 你可以把卖身器当作是雇佣, 只是约束能力很强, 反正你又不会对他们打骂虐待。 对啊。 露川一拍脑门, 他太注重刑事和名义上的东西, 如果他对这些人问心无愧, 那不就不用担心理负担了吗? 如果几年后他准备转行了, 那么再免费解除卖身器就好了, 搞不好还能收获那些百姓的忠心。 那你帮我联系一下吧。 露川道, 好, 我去卖玻璃的时候去牙心问问, 看看有没有学过将功和烧摇的手艺人。 陈雪薇展颜一笑, 露川能想通就再好不过了。 这个世界的阶层, 从高到低, 是皇帝, 皇族, 世家, 官府官员, 小门阀, 寒门, 农民, 工匠, 猎户, 商人。 商人地位最低, 动不动就会被套上动摇国本的罪名被抄家。 其他农民, 工匠和猎户, 相对好一点点, 但也是半斤八两。 尤其是工匠, 因为总是要靠别人吃饭, 被当成另类的商人, 有时候比奴才还让人看不起。 日子过不下去, 随时可能卖身为奴的。 毕竟有手一活, 能卖出更好的价钱。 那你帮我看看, 要找身家清白。 而且性格忠厚老实的。 陆川道, 交给我吧。 陈雪薇拍了拍胸口, 突然想到什么, 陈雪薇紧没弄眼道。 你那个炸油机, 也可以多做一些, 我的商行是什么生意都做。 陆川沉饮片客, 炸油方面, 他确实有想法。 这个机器太难制作了, 最重要的是, 一些零部件精度要求高, 还必须用铁。 而且, 炸油机做好后, 必须用花生, 菜籽当原料。 这些粮食可以当主粮, 都很贵的。 在前世, 有人说, 花生是明朝时从南美传进来的, 但也有人调查, 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 就有了花生。 但在大臣皇朝, 花生已经有不少人在种植和食用。 花生可以想办法, 铁的话, 直接去找铁浆铺购买不行吗? 陈雪薇不解道, 那些生铁纯度不高, 脆, 还容易生锈, 使用寿命太短了。 陆川头疼, 其实还是没钱没资源的问题。 不然, 他自己打磨精进设备, 制造出机床和断铁的机械熔炉后, 什么精密设备做不出来。 只可惜, 在这个时代, 铁器买太多, 是会被官府查的。 应付着能用就行。 陈雪薇道, 那是油, 又不是汤汤水水, 没那么容易生锈吧。 陆川看到的是, 花生油的防晒和食用价值。 而陈雪薇看出背后庞大的油灯生意市场。 正说着话, 阿淼跑过来喊道, 姐夫, 该吃饭了。 他跑得太兴奋, 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刚浇灌的模具。 滚烫模具灼烧着皮肤, 痛得他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第31章 等刀架在脖子上。 阿淼忙忙撞撞把自己烫伤, 着实吓坏了不少人。 陆川一把将阿淼抄起来, 冲向了水井边, 摇起凉水就往阿淼的伤处泼。 正心摇, 陈雪薇听到惨叫声全都跑了出来。 看到弟弟胳膊掉了一层皮, 正心摇眼睛顷刻就红了。 快, 把凉开水拿来。 陆川喊道。 井水虽然经过了大地土层的层层过滤, 但还是有不少微生物。 陆川一直强调, 让大家都烧水喝, 因此, 家里一直常被着凉开水。 我, 我去。 正心摇急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转身就去屋里拿水, 还差点摔上一跤。 陆川手下不停, 不断地用井水降温, 避免阿淼皮肤的损伤继续扩大。 好一会, 看温度降下来, 才拿起凉开水, 尽可能地把伤口冲洗干净, 避免细菌感染。 正心摇登登登跑过来, 慌张地说, 家里没有烫伤药, 我去问了好几家, 都没有。 陈雪薇也慌了, 那得去县城的药铺买, 现在来不及啊。 陆川点头, 看向正心摇, 你去把花生油拿来, 皮肤降温后, 就可以涂抹花生油来锁水。 这里要注意, 伤口没有降温, 可不能用花生油, 不然就成了烤肉了。 花生油? 陈雪薇表情古怪, 第一反应, 就是陆川那美味无比的炒菜。 不过陆川博学, 使用花生油肯定有他的道理。 没一会, 陆川处理好伤口, 又用干净的布条, 帮阿淼包扎好。 包扎的时候, 陆川心里暗自庆幸, 还好他之前煮过一些布条晒干存着, 不然都没得用。 而阿淼刚刚已经哭过一回了, 这回还是感觉很痛, 看着包扎好的胳膊, 眼神可怜巴巴的。 郑心尧安慰了一会阿淼后, 就担心地看着陆川。 哥儿, 烧玻璃的事情太危险了, 你以后交给别人去做吧。 烧红的玻璃温度太高, 一个不小心就能把人烫伤。 看着弟弟的伤口, 他很担心哪天陆川操作失误, 也受伤了。 钱可以少赚点, 配方泄露了也没关系。 他就怕陆川也被烫掉一层肉。 陆川摇了摇头, 先别管我的问题, 谁去把侯小黑喊来? 他现在更担心阿淼。 郑心尧觉得阿淼只是伤了胳膊, 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但这年头没有抗生素, 阿淼年龄小, 常年营养不良, 体格差。 一旦发炎发烧, 可能就会死掉。 侯小黑去葫芦顶那边了。 郑心尧小声提醒, 那就去把侯小白喊来, 那家伙成天游手好闲, 得给他找点事干。 既然侯小黑成了他的半个小弟, 陆川也想要把侯小白招呼来使用。 让他赶紧去县城的药铺购买些能治烫伤的药粉回来。 虽然晚了点, 但总比没有好。 这件事让陆川尝了记性, 以后在玻璃厂内部严禁奔跑。 有些有安全隐患的地方, 也得增加保护措施。 在大真, 劳工意外死掉是不用赔钱的。 但陆川又不是万恶的资本家, 不可能不把工人的命不当回事。 考虑保护措施之后, 陆川也觉得, 是时候把改造房子的事情提上日程。 他翻了一下系统商店, 一百文。 烧玻璃后的废料, 可以用来做一些砖头和水泥来盖房子。 但扩建不只需要各种砖土材料, 还需要大量原木。 于是他又向村里发布了购买木材的任务。 一根普通原木一文钱, 直径超过一尺半, 五文钱。 顿时, 整个村子都因为陆川而忙碌起来。 不管是帮他烧玻璃, 还是盖房子, 都是大把的生意。 绝对比去港海挖贝类来得收入高。 哪怕和陆川有小矛盾的张审, 都主动把家里的小船拿出来, 去海边帮忙晕贝壳。 陆川看着忙碌的热火朝天的村子, 感觉到那古代老旧的气息下, 多了一些勃勃生机, 心情也跟着高涨起来。 下午, 侯小黑回来了。 陆川带着他走到角落, 葫芦顶那边有什么情报? 侯小黑脸色不太好看, 我打听到消息, 确实有人看到, 长楚在葫芦顶一带活动了几天, 不出意外, 他确实是认识葫芦顶的人。 陆川的心情沉了下去, 意思是, 哪怕隐瞒那两个不知身份的人的死讯, 我们也会被盯上。 陆川问道, 有很大的可能, 因为长楚的消息是瞒不住的。 侯小黑道, 陆川头疼地揉着脑袋, 难道就不能让他安心发育, 然后顺顺利利地成为大富豪吗? 但仔细想想, 陆川也明白这不大可能。 在他还没有什么势力的时候, 财富会被贪婪的村民残暴地强到盯上。 等他财富够多, 有一定基础实力的时候, 又会有一些世家对他的产业感兴趣。 这些潜在的危机都必须提前考虑, 不能傻乎乎地等刀架在脖子上, 才后悔没做准备。 我知道了, 接下来我会加快进度, 主动应对危机。 陆川道。 侯小黑对陆川的智慧极为相信, 一听他这么说, 便觉得他已经想到未雨绸缪的办法, 神情都松缓下来。 陆川一眼看出侯小黑的想法, 更头疼了。 这种相信, 还真让人莫名地压力倍增, 痛病快乐着。 他思索了一下, 把五两银子递给了侯小黑。 你继续让朋友盯着葫芦顶的动向。 另外, 我要你去帮我订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要这么多钱? 侯小黑一惊? 我给你一些图纸, 你去城里找铁匠帮我打造零件。 陆川说道, 纯铁的。 侯小黑的表情立刻变得为难了。 第32章, 收买人心。 那可得和官府报备才行。 买一点铁器, 问题不大, 但买得太多了, 官府就会盯上陆川。 放心, 我这是用来制作炸油机的。 你报备的时候, 写明用处, 到时候让县衙来查就好了。 陆川道, 为了应对未来的危机, 他打算从多个角度一起赚钱。 烧玻璃不能怠慢, 炸油也是一个大生意。 交给我了。 侯小黑点头, 理由正当, 到时候官差亲自来检查一遍, 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早去早回, 注意安全。 放心, 等我的好消息。 侯小黑笑着拍了拍腰边的砍刀, 自信满满。 午饭后, 村民再次忙碌起来。 大部分村民都去砍树了, 也有一部分去帮陆川运输各种材料。 陆川的钱, 如同流水般花花的消耗。 但看到那么多人帮忙, 陆川也没有太小气。 他坐船去把那些地龙找了回来。 他上午放了一次地龙, 已经抓了不少鱼。 傍晚的时候, 又收了一波。 陆川让农夫们杀好鱼后, 将鱼切块丢在油锅里。 鱼肉定型, 放生姜去腥。 炸了一会后, 就到开水进锅, 放上盐巴, 酱油, 米酒, 少量红糖提鲜, 另外再抓一把大把紫苏。 吹烟鸟鸟生气。 所有忙碌的村民都停下了动作, 看向陆川家的方向。 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他们, 感觉肚子在疯狂地嚎叫。 这是什么香味? 有点点像是鱼? 不可能吧, 鱼肉不是很腥吗? 怎么可能会这么香? 我只是说, 有点像。 大家都不敢确定这是鱼肉。 油炸后的鱼肉, 蛋白混入油水中, 让汤水散发出的浓郁的鲜香, 令人欲罢不能。 曾经只是单纯把鱼肉丢进水里干煮的村民们, 顶天了就吃过清蒸海鱼。 哪里见识过陆川这种特殊烹饪方式? 蔡蔡趴在窗边眼巴巴地看着, 她很馋, 但又不敢进来。 陆川笑着把她拽了进来, 给她嘴巴里塞了一块肉。 蔡蔡羞红着脸, 鼓着腮帮子就躲了起来。 陆川破天荒地蒸了两大桶的米饭。 当开锅的时候, 所有工人都涌了上来, 恨不得把眼珠子都一起丢在汤里。 众人排队拿走食物后, 就跟饿了半个月似的, 疯狂地吃着。 三个大铁锅的鱼, 一下就被吃了大半。 郑兴瑶看得很心疼, 鱼肉不卖钱还好, 但那些大米花了陆川整整七百文钱。 炸鱼的花生油, 烹饪用的调料, 全都是成本。 这又不是什么大喜的日子, 为什么要这么大方? 太浪费了。 郑兴瑶道, 就算你给给大家免费喝粥, 大家都会很高兴。 陆川看他抿着唇, 不大高兴的样子, 摸了摸鼻子。 这种规模的饭菜, 我也请不起几次, 下次只能炖鱼肉粥了。 郑兴瑶还是肉疼, 白米很贵的。 陆川笑了, 摸摸他的头发。 相信我, 未来的他们, 和我们一样, 都顿顿有饭吃。 郑兴瑶张了张嘴,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话。 按照陆川的意思, 是真的要带领全村人致富啊。 他感觉陆川很高尚, 而他小家子气的样子, 反而有点可笑。 但他很快回过神来, 意识到一件事, 做善事没问题, 但也要看清楚, 自己几斤几两啊。 但陆川才多少存款, 就请别人吃白米饭。 有野心很好, 他也相信, 陆川未来能够做到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但至少眼下, 陆川没必要如此铺张。 哥儿, 我很认可你的行为, 但你有多少钱, 就要干多少事。 下次我一定会监督你的。 啊? 别人说你是败家子的传言, 果然没错。 我要是不管着你, 你的家产早晚被你败光。 郑兴尧认真道, 你还挺顾驾的, 但我的想法不止如此, 你一会看着。 陆川神秘一笑, 他看大家吃得差不多了, 站在一边, 高声说道, 今天是开工日, 是我正式开始扩建玻璃窑场, 也是我准备改建房屋的日子, 所以今天请大家吃饭, 讨个彩头。 村民们刚吃完, 全在回味那前半辈子 都没有尝过的鲜美鱼肉。 现在被陆川的话吸引了注意力, 看他就好像是看天上的神仙。 大家纷纷上来, 向陆川表示感谢。 破费了, 整顿饭让陆川你花了不少钱吧? 太好吃了, 这个鱼肉到底是怎么做的? 陆川, 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 他们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更重要的是, 他们知道这么多米饭代表着什么含义。 陆川应付他们, 一直忙到天黑。 看着小院终于安静下来, 郑兴尧站在陆川背后, 皱眉苦思。 陆川到底还有什么深夜? 他想了又想, 发现脑海里印象最深的都是村民满足, 意犹未尽, 感恩与感谢的笑容。 活到这么大,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一起开心地笑着。 这顿饭, 让村民们欠了哥一个人情。 不对, 不是人情, 这叫什么呢? 郑兴尧努力搜刮肚子, 想要找到形容词, 但他的词汇量太少了。 郑兴尧拉住陆川, 磕磕绊绊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哥儿, 我应该怎么形容? 我能感觉到, 这件事结束, 大家会更加幸福你, 也更愿意帮你工作, 心里认可你。 以后要是发生什么事, 你的号召能力, 恐怕不比里长差太多。 陆川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没错, 这叫收买人心。 人心, 对, 人心。 郑兴尧欣喜地跳着, 他想说的, 就是这个。 蹦了几下, 胸口太疼, 郑兴尧停了下来, 还不止这个。 这么好吃的鱼肉, 让那么多人把消息传出去, 用不了多久。 十里八寸的人, 都知道食用油做出来的东西很香。 陆川惊讶, 没想到郑兴尧能想到这一层。 没错, 这叫广告。 广而告之。 哥儿, 你太厉害了, 不愧是读过书的。 郑兴尧兴得要死, 他不止参悟了陆川的想法, 还学会了两个新的词汇。 他高兴过后, 忽然又平静下来, 盯着陆川, 欲言又止。 哥儿, 我能学习写字吗? 如果不能读书, 我怕以后没法和你交流, 我怕你会嫌我笨。 郑兴尧期盼地问道, 当然可以。 陆川笑了, 不过我这些东西, 可不是圣贤书里面会教的。 你以后跟着我学就行了。 他也在为郑兴尧的悟性感到惊叹。 没有明确的提示, 郑兴尧就参悟了这两点内涵, 就凭这一点, 他就比绝大多数人更有智慧。 他以前在考虑, 以后家产多了, 郑兴尧能否参与进来, 一起管理。 现在看来, 郑兴尧绝对是有这个潜力的。 两人一起奋斗, 总比一个主外一个主内, 更有参与感和热情。 侯小白赶着天黑回来了。 陆川给阿淼更换绷带, 用心脏的小剪刀, 剪掉一些坏死的皮肤, 然后用淡眼水, 给他冲洗伤口。 完事了, 才将药粉撒在了阿淼的伤口处。 阿淼疼得呲牙咧嘴的。 但再怎么疼, 他也咬着牙, 没像上午一样哭出来。 陆川发现, 阿淼时不时偷看蔡蔡, 好像是因为蔡蔡在旁边, 才忍住了眼泪。 人小鬼大。 陆川好笑地摇了摇头, 把伤口包扎好后, 道, 蔡蔡, 你家床多, 让阿淼去你家睡觉吧。 在这里, 我怕睡姿不好压着她。 蔡蔡一口答应下来, 嗯嗯, 好, 阿淼弟弟, 天很黑了, 你跟我回家吧。 阿淼小脸一红, 期待地看了眼郑兴瑶。 赶紧去! 郑兴瑶根本没有想什么奇怪的事情, 满脑子都是陆川的一些教导。 他在分析该如何学以致用, 又要怎么才能结合实际情况, 做到收买人心, 又不会打肿脸充胖子。 阿淼高高兴兴地被蔡蔡牵走了。 陆川又看向侯小白。 这小子, 蛋活还挺有效率, 这药粉质量不错, 而且价格还算实惠。 看来侯小白也不是一无是处。 他想了想, 轻轻嗓子, 问道, 小白, 你对未来有什么安排? 侯小白微微一愣, 抬头, 对上陆川郑重的神情。 他迟疑了一下, 又看了看屋内的郑兴瑶和陈雪薇。 我去玻璃场转一圈, 看看炉火熄灭了没。 陈雪薇起身走人。 雪薇, 等等我! 郑兴瑶追了上去, 他也看出来, 侯小白有点不愿意让他在场。 屋内安静下来, 侯小白看着陆川, 眼神复杂。 曾几何时, 陆川和他一样被称为败家子, 人人嫌弃。 如今, 陆川却已经成了全村的大英雄, 还带领全村人一起赚钱。 说好的, 大家一起当废物, 但陆川却突然走在了前面, 这叫他无所适从。 但他的同胞亲哥哥都投靠陆川了, 这叫他也动了心思。 想要跟着陆川混, 然后让人人敬仰。 我以前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种田养家, 然后, 然后娶。 侯小白脸色发红, 有点紧张, 但还是推心致富地说出心里话。 想娶谁? 采薇? 陆川疑惑。 马前村最漂亮的, 应该就是里长闺女了。 不是, 侯小白很不好意思, 是我那个寡妇小嫂嫂。 原来是侯正氏啊。 难怪侯小白会天天跟在侯正氏后面, 还不务正业。 原来是少年狼暗恋女孩, 费寝忘食呢。 恕我直言, 侯正氏想要二嫁, 肯定是嫁给侯小黑的, 你还是死心吧。 陆川摇头。 侯小白郁闷地坐在地上, 我也知道, 我比不上我哥, 我胆小, 没他有出息。 他早年陪大堂哥出海, 我就怕大海, 我也没参与过那些战斗。 明明是双胞胎, 两人的性格却天差地别。 陆川道, 除了大海, 人生还有很多选择。 你要让侯正式看中你, 起码要有个正儿八经的工作。 正好, 我烧玻璃的配方需要保密, 需要收一个信得过的徒弟。 侯小白闻言, 不可思议地看着陆川。 他知道这种配方的重要性, 那可是数不清的财富。 陆川居然愿意教他。 失神刹那后, 侯小白二话不说就跪下了, 请川哥收我当徒弟, 我以后就是你的儿子, 你就是我爹, 给你端茶送水, 给你养老送终。 陆川差点就一脚踹出去, 什么叫养老送终, 会不会说话? 给我起来吧。 陆川美好气道, 是, 爹, 叫哥就行了, 我就比你大几个月。 侯小白憨笑着挠头, 想了想, 还是忍不住问道, 大哥, 你为什么要交给我这个? 难道不怕我泄露配方吗? 陆川看着他, 微微笑起来, 因为我信你。 侯小白愣愣地瞪大眼睛, 接着, 脸就涨得通红, 激动兴奋的。 但其实, 陆川只是看侯小白真淡起活来, 办事还算利索。 他本来是打算买奴隶, 但侯小白终究是同村人, 也要给他一点机会。 他也不怕配方被侯小白泄露。 且不说侯小白暂时没有这个人脉和机会。 就算将来他存够钱了, 他自己开一家玻璃厂, 陆川也是乐意见到的。 一整个大真皇朝的玻璃生意, 看着很令人心动, 但对陆川来说, 也不过是个过度罢了。 带动别人致富, 完全没问题。 但如果, 是其他资本雄厚的商人入场, 情况又零说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陆川率先说道, 这个生意, 我做不了几年就会转行, 到时候还需要你来当老板。 你可别被谁忽悠, 几百, 几千两白银就卖掉了配方。 你自己当老板, 以后万贯家产绝对不是玩笑。 侯小白听完, 却震住了。 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 不敢置信地说, 您打算以后把生意交给我。 第34章, 暴雨梨花针。 五年后就把生意给你。 况且, 我以前就说话, 要带着你们你们一起富起来。 陆川笑着道, 五年后, 他肯定转行做别的了。 谢谢大哥, 我一定不会犯蠢, 我也绝对不会把配方卖给别人, 不然我就一头撞死。 侯小白激动地直接给陆川磕头。 侯小白不傻, 配方卖出去换银钱, 只会坐吃山空。 有着玻璃厂源源不断地赚钱, 这才是长久之道。 而最让他感动的, 还是陆川的信任和支持。 陆川愿意把这么大的生意交给他, 对他来说就何在生父母没有区别。 你知道就好。 陆川笑道。 侯小白憨笑着, 激动地不停地点头。 好了, 回家吧。 明天早点来, 我教你做剥裂。 陆川道。 好嘞, 大哥。 哎呦。 侯小白把腿就跑, 因为太激动, 一头就砸在了门上, 惨叫一声。 你没事吧? 陆川看得下意识往后仰, 都替他觉得疼。 没事没事。 侯小白捂着鼻子, 又兴奋地冲出了小院。 天黑了, 他没长记性, 没看到大门也关着。 动。 又是一声巨响袭来。 陆川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我家可怜的大门呀。 不一会儿, 郑星瑶和陈雪薇都回屋了。 聊完了? 陈雪薇问道。 陆川点头, 直接钻回了被窝里。 屋里两张床, 他一个人一张, 郑星瑶和陈雪薇一张。 对了, 星瑶你明天起床, 叫我起来, 我们去药村跑步。 陆川刚躺下, 又撑起身体说道。 跑步? 嗯, 锻炼身体, 可以长命百岁。 这绝对不是侯小白那句养老送中给刺激的。 而是陆川意识到, 未来要遇到的敌人, 可不只是土匪强盗, 有可能还会是来自世家或者皇族的私兵。 他不能光指望将来找人保护他, 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总得也有自保之力。 比如说, 跑得快。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瞧瞧刘备多能跑路, 最后不就混成了一国之君吗? 郑星瑶不知道他想了这么多, 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接着就和雪薇一起出去洗澡了。 陆川躺在床上, 听见水井边传来了笑声和流水声, 有点睡不着。 关于强盗的威胁, 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看向系统面板, 翻越着海量的设计图。 既然长楚和葫芦顶的强盗有关系, 我就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认为他们一定不会上门。 光是修建强院还不够, 我那么高的围墙和地磁, 不也是让长楚找到踩着尸体进来的办法吗? 我得准备一些防身的武器。 这个时代, 合法的防身武器主要是弓、 剑、刀、筍、短矛。 但陆川感觉, 这些玩意都不好用。 其实陆川想要弄一把手枪。 黑火药火冲, 一千文古老配置的黑火药武器, 每次填装后可喷射出高威力铁弹, 武器强度与寿命, 根据火药与金属工艺的精度存在浮动, 射程5米至25米。 陆川看着这个, 十分眼馋。 但现在金属冶炼技艺还没有得到优化。 短时间内想要搞火冲, 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且, 更让陆川遗憾的是, 系统面板里没有更高工艺的手枪。 比如说AK-47, 沙漠之鹰之类的。 不过这些, 玩想想就是了。 就现在的生产条件, 哪怕有设计图, 它也造不出来。 定个小目标, 在一年后拥有打造火冲的能力。 它恋恋不舍地将目光从枪械上挪开, 又筛选了一下武器设计图。 近战拼杀不是很好的选择, 面临围攻会很倒霉。 射速最快的是弓弩。 弓弩很多, 秦国强弩射成600, 闯弩射成上千米。 但不管是哪种弓弩, 都存在弹簧材料和弓弩重量的限制。 陆川估计了一下大小重量, 遗憾地放弃。 哎, 我以为弓弩是小小的一把, 结果还是受到时代限制, 没有复合型材料, 无法避免重量问题。 等等, 这是什么? 忽然, 陆川看到了暗器设计图。 暗器包括小型武器, 投掷武器, 还包括一些机关暗器。 有锈件, 抓钩, 暗器喷射的盒子。 陆川盯上了其中一款, 对材料要求相对较低的。 机皇匣子, 五百纹, 金属, 木质与露金打造的小型机关暗器, 可以在瞬间喷射出暴雨离花针, 将敌人射成筛子。 机皇匣子拥有三个暗器喷射按钮, 可以喷射三次暴雨离花针, 内带保险装置和防务触发结构, 避免了误伤自己的可能。 射程, 十米。 陆川眼睛一亮, 这东西不错啊。 体型小, 可以随身携带三波发射机会, 增加容错率, 还有保险, 防止阿淼这种小笨蛋在被误伤。 陆川大手一挥, 口袋里的一两白银, 少了半截。 脑海里, 则出现了一个复杂精密的小盒子设计图。 陆川观察着设计图, 努力研究上面的每个细节,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连郑星瑶和陈雪薇什么时候进屋都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 陆川被郑星瑶喊起来, 哥儿, 你说要跑步的? 陆川不情不愿地从床上爬起来洗漱, 恨死了昨天那个大言不惭的自己。 一转头, 却发现郑星瑶也收拾妥当了。 你也要去。 陆川有些诧异。 嗯, 我要跟哥儿一起变强。 郑星瑶果断点头。 行, 走吧。 有人陪着, 陆川忽然觉得还挺好。 陈雪薇睁开眼, 茫然地看着两人, 大清早地去跑步, 闲得慌吗? 而且, 居然都不叫我。 他郁闷地翻了个身, 把头埋到被子下面, 继续睡觉。 而陆川和郑星瑶走到了院子外, 打开了门, 结果奇奇一愣。 第三十五章, 让人不敢置信地操作。 一个小小的身影, 坐在陆川门口的小石头上, 抱着单薄的衣服, 昏昏欲睡。 菜菜! 陆川诧异, 天都还没有完全亮起来, 这小丫头怎么蹲在他家门口了? 郑星瑶想得更多, 你怎么这么早来? 天哪, 你的身体都冻猛了, 是不是我弟弟欺负你了? 他碰到菜菜的身体, 惊得立刻提高了声音。 不不, 没有。 菜菜慌忙解释, 就是, 天快亮了, 我想要来帮你们烧饭做菜。 他说着, 还努力用块冻僵的脸, 挤出一个微笑。 菜菜很没有安全感, 父母早亡, 还没长大, 就要照顾有手有脚的清哥, 而且还被清哥随意打骂。 他没体验过亲情, 但陆川家的氛围, 陆川和郑星瑶的互敬互爱, 让他看在眼里, 向往在心里。 菜菜很想融入这里, 但哪怕陆川他们都放心, 阿淼都去他家休息了, 他心里还是没有安全感。 他想要做得更多, 想要早早地来帮忙。 打扫卫生也好, 烧火做饭也好。 他想要让陆川看到他的努力, 希望这个接纳他的新家, 将来不会把他赶走。 陈雪薇听到动静, 也穿好衣服走了出来。 早晨清冷, 寒风从脖子里灌进来, 凉得他直打哆嗦。 可看到瘦得没有多少肉的小丫头, 穿得这么单薄, 冻得全身发寒地站在门口, 他立刻心疼了。 菜菜, 你赶紧进来, 先跟姐姐回被窝, 别被动坏了。 陈雪薇赶紧把他拽进了屋子。 等一下, 我先扫个地, 我去厨房帮你们做饭。 坐你的头, 赶紧回床上暖暖。 看着关上的大门, 陆川和郑星瑶面面相去。 雪薇妹妹还挺有爱心的, 对吧? 郑星瑶甘笑了一下。 之前郑星瑶被骂是灾心的时候, 也只有陈雪薇会照顾她, 可见陈雪薇内心善良。 陆川叹了口气, 我不是说陈雪薇的问题, 只是菜菜那丫头, 让我有点心疼。 那怎么办? 以后她怕事都会大清早怪蹲门。 而且按照她的性格, 想要帮我们, 又怕吵到我们, 肯定又会和现在一样, 在门口受冻。 她觉得自己过得很苦, 但一对比菜菜, 又发现她那些苦难都算不了什么。 等房子盖好了, 给她留一件。 陆川想了想, 拍板决定。 陆川知道, 菜菜在心理上有些问题。 这种情况, 语言很难劝地动, 只能给她一点表现的机会, 让她拥有更多参与感。 然后在潜移默化中, 获得安全感和自信。 跑完不回来, 陆川发现, 菜菜果然又回到了厨房忙碌。 陈雪薇本来贪睡, 但因为担心菜菜, 也被逼得来到厨房帮忙。 可因为来自大户人家, 哪怕落魄了, 也是一个千金小姐。 她什么都不会, 只能不停地向菜菜提问。 一个急急的少女, 像一个十岁的丫头, 学习如何做家务。 还挺有趣的。 陆川看了一会, 就独自一人去工作室, 制作机皇匣子了。 昨天她已经把设计图 里里外外研究了一遍, 就现在, 就差将成品做出来。 机皇匣子只有八掌大小, 里面的部件都极为细小, 还有着极高的精度要求。 市面上的铁, 根本无法满足陆川的要求。 而且, 这年头的针都特别脆, 也不够艰细。 想要达到能伤人的程度, 需要一次次精炼铁针, 才能在硬度和韧性上全面达标。 反倒是陆金这东西, 他早有储备, 省下了跑线城一趟的功夫。 过了一会, 早餐做好, 几人齐齐吃饭。 还没吃完, 新院学徒侯小白已经在门外等待。 陆川把他叫进来, 按照昨天承诺的, 带着他去做玻璃。 教他如何判断各种材料的纯度, 给他简单讲解化学反应, 以及炉火中不同材料的配比。 看到石头都能化作水, 侯小白惊为天人。 这根本不是做陶的工艺。 侯小白惊呼道, 所有村民都以为陆川是以类似做陶瓷的方式来制造玻璃。 但他现在才知道, 这种想法错得离谱。 如果真的有人根据陆川的原材料消耗情况, 推测玻璃的成分配比, 然后再根据陶瓷工艺, 先把器物做出来, 再拿去烘烤。 那绝对是做不出玻璃的。 烧陶瓷的炉子, 温度远远比不上烧玻璃。 面对侯小白的惊呼, 陆川笑而不语。 正是因为知道是这么回事, 他才放心地将所有材料交给别人去采购, 而不怕猜出来。 他亲自带侯小白完成一个流程。 当温度降低后, 带着不少杂志但却是半透明的碗, 从容器中脱落出来。 侯小白捧着这个自己参与制作的第一个成品, 简直爱不释手。 但陆川却在心里叹了口气, 靠容器得到的玻璃, 还是不够对称。 得利用铁器制作的旋转台来吹玻璃, 才能得到足够光滑, 对称, 圆润的玻璃器。 他又耐心交了一会侯小白, 看侯小白都记住之后, 便走到一边, 打开了系统商店, 买下了新的设备。 初代吹制玻璃器, 500文, 手动摇杆旋转的吹制玻璃器, 三人操控, 可以得到固定模组的圆形玻璃器, 包括330毫升玻璃杯, 500毫升玻璃杯, 玻璃碗, 玻璃盆, 玻璃瓮, 玻璃灯罩, 玻璃水晶球等等。 系统的设计图, 一如既往的物超所值, 一个玻璃器内部, 居然就包含十几种不同玻璃器的设计模组图。 有了这些自带的模组设计图, 陆川就省下了动脑子去改造设备的精力。 陆川先是高兴了一下, 但接着就冷静下来。 构铁兽线, 根本无法储备足够多的吹制玻璃器, 产量很难提升上来。 唉, 各种困难都需要慢慢克服。 陆川无奈地笑笑, 先上手做了几个机器后, 便试着吹制玻璃。 原本出产的, 用模具定型的玻璃都很粗糙, 主要是用来给陈雪薇定级和判断售价标准的。 靠吹制出来的玻璃都达到了和陶瓷一般的对称圆润以及光泽度, 这才是真正要出售的商品。 果然, 这种真正的玻璃器皿一完成, 陈雪薇双眼都放光了。 她举起一个玻璃酒杯, 对着阳光转了转, 着迷于那晶莹剔透的质感。 太完美了。 陈雪薇男男, 哪怕达官贵人, 世家贵族都会为她疯狂。 夸张了, 陆川面无表情地夺回来, 放在一边。 接着, 她又把定级好的样品丢回了炉子里。 陈雪薇看到后一脸诧异, 这东西还能丢回炉子的。 当然, 不过最好是敲碎, 把里面的杂志挖出来, 毕竟它会融化。 陈雪薇这回是真的呆住了。 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好一会, 然后忽然窜起来, 紧紧地抓住陆川的手臂。 我的天, 我的天! 她激动得语无伦次。 第36章 可怕的武器。 陆川疼得撕了一声, 试图把她的手薅下来。 你发什么疯? 我真的要疯了, 陈雪薇目光灼灼地盯着她。 你知道能敲碎回收, 代表什么吗? 可持续发展。 陆川挑眉。 啥? 陈雪薇愣了一下, 连忙解释道, 是回收, 这玻璃肯定会卖得很贵。 我们还能发展出回收玻璃的铺子, 把坏掉的玻璃器买回来, 回收重铸。 陶瓷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坏掉的陶瓷就是废物。 陈雪薇激动万分, 如果回收产业能够打造出来, 他们还能进一步压缩成本, 赚取更多的财富。 玻璃回收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这是陶瓷远远无法比较的。 而陈雪薇, 敏锐地看到了玻璃取代陶瓷的广袤前景。 这姑娘很有经商头脑啊。 陆川也回过神了。 上辈子, 那些玻璃啤酒瓶确实有人回收, 还有人成为垃圾大王, 实现致富梦的。 真正要发展一个产业的时候, 陆川才发现, 不止生产资料上有很多很麻烦的细节, 在销售上也有很多需要改进和变化的空间。 还是多亏了有一个全心全意和她合作的陈雪薇, 省去了不少麻烦。 回收站的主意不错。 陆川竖起大拇指。 回收站? 这个名字不错。 陈雪薇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什么意思, 点头道。 陆川取名还挺有讲究的, 不愧是读书人。 可以说, 在陆川这里, 她学会了很多精辟且有用的商业名词。 现在的回收站算一个, 之前还听说过产业, 产业规模之类的更是让她大开眼界。 我们现在就见回收站吗? 旁边郑兴尧也听懂了, 期待地问道。 她看到了赚外快的商机。 如果陆川不打算搞这个生意的话, 她就安排她哥哥嫂子去做。 这件事先别急, 起码等我们的玻璃卖到大江南北, 家家户户都使用了玻璃。 你才能够在回收站回收足够多的玻璃废品。 陆川道。 陆川的生意都是她的一言堂, 她做出决定便没有人反驳她。 吃完午饭, 侯小黑再次赶回来。 而这时, 陆川家里已经有了几个玻璃壶。 有的装粮开水, 有些用来密封食物。 侯小黑拿起透明的玻璃杯喝了口水, 惊奇之色异于言表。 没想到我侯小黑有生之年, 还能用一次这么美的杯子。 陆川回了个白眼, 不珍贵。 以后我的玻璃厂, 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玻璃生产出来。 真好啊。 侯小黑恋恋不舍地将杯子放下。 甭管未来如何, 他现在就是觉得这东西珍贵。 今天这么早回来, 是有新的消息了。 陆川问道, 看侯小黑的样子似乎不算着急, 他也放松下来。 果然, 侯小黑笑了。 差不多, 我又打听了一下, 知道那个家伙外号寿侯, 和长楚曾经有去葫芦顶拉人。 他说到这顿了一下, 故意买了个关子, 看向陆川。 结果陆川表情十分悠闲, 半点不紧张。 好吧, 好吧, 侯小黑信心然, 觉得果然陆川已经料到了, 继续说道, 不过葫芦顶山寨的大关头, 不信马前村能有人有三十两银子, 懒得长途跋涉过来抢劫。 听到这话, 陆川却真的有些佩服了。 这打探消息, 都打探到葫芦顶山寨内部了, 侯小黑还真是个人物。 所以, 强盗不会来找我们了。 陆川确认道, 不知道, 强盗的心思, 谁能猜得透, 或许他们前一天还和你当朋友, 第二天就拿刀砍你。 虽然这样说, 侯小黑却没有之前紧张了。 毕竟这个概率, 已经比他们以为的小许多。 陆川却情不自禁揉着太阳穴, 想起了一个很关键的要素。 就算强盗现在不来, 等他的玻璃场越做越大, 被那些强盗, 发现他们村子有钱了, 肯定还是会被盯上。 山寨的强盗, 没得到海盗赏金的消息, 但玻璃场生意火爆的情况, 肯定隐藏不住。 想到这, 陆川道, 总之, 你继续让人盯着, 如果要钱的话, 跟我提。 陆川也不算是土豪, 但该花的钱, 还是得花。 这算是图个心安了。 侯小黑先是点头, 又摇摇头, 这哪能要你的钱, 那些强盗人人都憎恨。 我的朋友巴不得主动盯着他们, 亲自看着他们吃扁呢。 这话让陆川哭笑不得, 他现在可没能力让强盗吃扁。 但陆川想了想, 还是转身从房间里 拿出一只巴掌大的小盒子, 递到了侯小黑手里。 这是什么? 侯小黑接过来摆弄了一下, 没看出所以然来, 好奇地问道。 我花了一早上做出来的, 这是第一件样品, 名叫饥黄匣子。 那这个有什么用? 侯小黑试着摇了摇, 也听不见什么响动。 陆川笑了, 别着急, 我示范给你看。 他带着侯小黑来到后院, 将饥黄匣子的保险打开, 对准墙壁。 扣下开关后, 一阵爆裂弹射声传来, 无数飞针机事出, 在噼里啪啦的声响中, 到木墙上观察。 所有细针全插入木头中, 用手都拔不下来。 好强的威劣! 侯小黑惊呼, 这玩意儿要是瞄准人, 绝对能瞬间杀死一个人。 不对, 侯小黑回忆了一下刚刚看到的匣子, 呼得悚然。 第37章, 不是凡物。 这喷口有一定的分散效果, 如果位置调整得好, 可以一口气杀死好几个人。 重点是隐蔽。 谁知道, 这么个小盒子, 能喷射出这么凶狠的针。 如果他被人围攻, 拿出这个饥黄匣子, 根本不会有人警惕。 这, 这简直不是凡物。 他喃喃道, 陆川慢悠悠走近, 将弹簧匣子递给他。 这是我做的出版,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调节, 目前就只能射一波针, 等我再完善一下, 可能喷射三波针, 也能减少卡壳的概率。 而且, 官府没有这东西的记录, 完全可以随便携带。 侯小黑想到另外一点, 欣喜不已。 他出门在外, 都是随身携带佩刀的, 可面对围攻, 他姑母难知也会有危险。 侯小黑越想, 越惊叹于陆川的发明创造力, 更是让他确定, 他要当陆川小弟的决定, 是无比的正确。 而陆川则在一边, 拿起粗糙版的老虎钱, 把墙上的针拔了出来。 这东西打造不容易, 能回收就回收。 侯小黑又试了一下, 大概知道了精度如何, 心中对饥黄匣子越来越喜欢。 多谢大哥。 侯小黑激动到, 这有什么好谢的, 你帮我办事, 我谢谢你还差不多。 小黑, 这点钱你拿着。 陆川又递给他一大串铜钱。 侯小黑脸色一变, 往后退了好几步, 我不能拿你的钱, 你救了我嫂子和弟弟, 我只是给你半点事, 要是这都要拿钱, 我会被人戳几两骨的。 陆川张了张嘴,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这时代, 有些人也淳朴地过头了吧。 你天天帮我到处跑, 又不要钱, 你家里吃什么? 陆川美好气到, 侯小黑一脸纠结, 只是刨个腿, 打听一个消息, 这样不劳而获的钱, 我哪敢要。 而且, 大哥使唤小弟, 是天经地义的。 侯小黑倔强地道, 陆川被侯小黑弄得哭笑不得。 想了想, 他又走进屋子, 把鱼枪拿了出来, 塞到了侯小黑怀里。 大海里资源无数, 咱们这片海域更是能找到大型的海霸鱼。 你要是不愿拿我的钱, 我就把鱼枪送给你, 行了吧? 鱼枪给了我, 你怎么办? 我要用玻璃厂, 哪里有些功夫下海? 侯小黑心动了, 靠自己双手捕猎, 总比拿钱让他更有尊严。 这鱼枪, 算是我向您借的。 只是这个海霸鱼要怎么找, 怎么打? 侯小黑好奇道, 你挑一个天气好, 海水清的时候下去, 潜到海水里, 四处观看, 找到海霸鱼就靠近, 瞄准后, 将鱼枪射出去。 陆川这个鱼枪, 看似像是弓, 但瞄准和弹射的操作, 使用者使用时还得花费巨大的力气, 将弹簧体拽变形的情况。 侯小黑听他说完, 立刻就大概知道了怎么回事。 抓海霸鱼还得看运气, 但有了这个东西, 就算看不到大的海霸鱼, 抓点别的大鱼也没问题。 但我有个问题, 海水里睁开眼睛, 真的没问题吗? 侯小黑担心道, 他经常在海里游泳, 每次都会被海水弄得眼睛剧痛, 总担心会瞎掉。 问题不大, 刚开始下海的时候, 眼睛可能会有点刺痛, 习惯了就好。 陆川说完, 情不禁摸了摸玻璃杯。 可惜, 这个时代找不到塑料, 尼龙的替代品, 不然他就把潜水镜给造出来。 他之前也有想过, 用动物的组织, 比如皮和精。 但这些东西, 却经不住海水浸泡。 除非等他发育几年, 制作出一些化学提取的设备, 用化学反应来炼制硅胶。 可等他有那个实力的时候, 也不需要下海抓鱼来换钱了。 这鱼枪你先试试, 反正院子里的墙很快要拆除, 随便折腾。 陆川说道, 多谢大哥, 那我就不客气了。 侯小黑兴奋地抓起鱼枪, 他心里其实很感动, 他想要跟陆川混, 但也想要自力更生。 陆川把鱼枪给他, 照顾了他的尊严, 也解决了他的吃饭难题。 能跟随这样体贴的大哥, 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他心中发誓, 一定要好好给陆川办事, 绝对不能辜负了陆川的一片真心。 对了, 这个饥荒匣子什么时候能改进好? 你白天还要忙着练玻璃, 有时间吗? 侯小黑问道, 不急, 练玻璃的事情, 我已经交给小白了。 陆川随口回应着, 什么? 侯小黑原地蹦起来, 看侯小黑兢兢业业地给他干活, 陆川自然也不会代表他的亲兄弟。 我已经把配方交给他了, 我给他允诺, 五年后就把玻璃生意交给他去做。 你要是对玻璃生意也有兴趣, 我也可以收你当学徒。 陆川道, 哦, 侯小黑结巴了。 侯小黑知道玻璃生意代表什么, 这可是一条致富的康庄大道啊。 陆川居然把这么重要的生意交给侯小白, 这恩情比天还高。 侯小黑二话不说跪了下去, 多谢大哥照顾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 你有没有兴趣? 陆川随手将他扶起来。 侯小黑想了想, 摇了摇头, 他想要把机会留给侯小白, 不想去抢侯小白的机会。 而且, 侯小白帮忙做生意, 涉及钱的问题, 很容易出现矛盾, 也很难成为心腹, 只有给陆川安钱马后, 才能稳住侯家的地位。 我给大哥鞠躬尽瘁, 做牛做马。 侯小黑目光前程道, 他愿意用他一辈子操劳, 换取侯小白后半生, 能够稳定地坐稳玻璃, 场管是位置的机会。 陆川不知道, 侯小黑心里那么多复杂的心思。 对他来说, 五年后就要换其他的产业赚大钱。 玻璃厂这种生意, 早晚要做到大江南北, 一个人根本吃不下来。 给侯小白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看着侯小黑认真的脸, 陆川想起上次侯小白说的话, 有点忍不住, 问道, 你是不是喜欢侯正事? 第38章, 想要学武。 侯小黑没想到, 陆川突吾问了这么一句, 微微一愣, 心里感觉有点怪不好意思的。 他摸了摸晒黑看不清红色的脸, 敢打道, 他可是我堂哥的遗双, 我怎么好意思对他打坏主意? 泽泽, 你这张脸, 血明了喜欢? 陆川觉得很有趣, 这兄弟二人审美还挺一致的。 侯小黑大炯, 眼神四处乱飘, 已经没了刚刚坚韧汉子的模样。 陆川看得好笑, 相比之下, 侯小白可比他厚脸皮多了。 我还要去改进饥荒匣子, 再多做点暴雨梨花针。 你自己在后院熟悉鱼枪? 对了, 县城的铁浆铺那边帮我催一催。 好嘞。 侯小黑看着陆川离去后, 心情激动, 手上摸着鱼枪, 心绪却已经飘飞了出去。 我一定要打非常多的海霸鱼。 卖掉的钱, 交完田赋后, 就全部都献给陆川大哥。 现在陆川在他心里, 简直是再造恩人, 他恨不能立刻拿出什么来回报, 完全没想着自己。 工作室中, 陆川忙活了一下午。 午饭后, 让侯小黑试验过饥荒匣子的威力, 陆川对这玩意更加充满信心。 他打算等制造好后, 让几人人手一指。 毕竟这暗器除了费针, 没什么其他的大毛病。 而且, 真正需要大家战斗的危险也很难发生。 这东西消耗的资源还比不上一台炸油机。 忙了一下午, 陆川投眼昏花, 决定中场休息, 来到玻璃厂看看。 他早上做了两台吹玻璃器设备, 就去搞饥荒匣子了。 这两台设备, 分别可以制造出两种不同型号的玻璃碗。 这一天的时间, 侯小白把那些有杂质的玻璃敲碎, 把杂质剔除, 这让剩下的玻璃器都有着不错的透明度。 而空地上, 目前已经叠了三百多只玻璃碗, 效率还挺高的。 陆川夸赞道, 侯小白被烤得满脸通红, 看到陆川来了,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陆川是真的觉得侯小白干得不错。 他上午就教了一遍, 侯小白就能独立完成这些操作, 而且兢兢业业没有离开岗位, 工作效率比他高了无数倍。 侯小白证明了, 有些事和文化水平没有关系, 只要用心, 都是能做成的。 陆川拿起一个碗, 发现形状也相当完美, 侯小白更不好意思了, 其实刚开始还用不习惯, 很多碗都歪七八扭的, 后来熟练了, 才让这些碗好看起来。 说明你认真, 今天开门红, 给你包一个红包。 陆川笑了, 拿出红包纸, 里面包了八文钱, 算是讨个彩头。 谢谢大哥。 侯小白高兴地收下, 陆川满意地拍了拍侯小白肩膀。 从侯小白这里离开, 陆川又把陈雪薇和郑星瑶召集起来。 他原本不想说强盗的事情, 怕引起惊慌, 但现在感觉好像避免不了强盗的威胁, 干脆和大家聊一聊。 但果然不出他所料, 说完情况后, 大家都愁眉苦脸的。 哪怕陆川会给他们准备饥簧匣子, 他们也觉得不安全。 陈雪薇准备回家, 多要两个家丁来做护卫。 郑星瑶的想法却更和陆川相似, 就像陆川决定跑步锻炼, 他也觉得自身的武力才是最靠得住的。 他果断道, 光靠饥簧匣子没用, 我想学武。 你疯了吧? 你一个女孩子学武。 陈雪薇惊呼, 并且不停地用眼神瞄陆川, 暗示郑星瑶收回那不该有的想法。 这年头, 没有理学的束缚思想, 但男女差异还是有的。 谁都不愿意娶暴力的女孩, 尤其是能上战场拿刀砍人的女孩。 却不曾想, 陆川脸上居然浮现了喜色。 可以啊, 你天生力气大, 还跑得快, 一看就是练武的好种子。 陆川觉得, 在这个时代, 女孩还是练武好一点, 有自保之力。 我练武之后, 就保护哥儿。 郑星瑶听见他同意, 高兴极了, 认真道。 陆川倒是不在意被保护, 他摸着下巴皱眉苦思, 问题是, 你去找谁练武? 郑星瑶看向陈雪薇。 陈雪薇额头青筋狂跳, 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 郑星瑶那么漂亮的女孩要练武, 陆川这个书生居然还不反对。 他就不怕以后成家了, 被郑星瑶欺负吗? 不过这两个侍主都没有意见, 他一个外人瞎操什么心。 他是打算嫁给陆川的, 只是陆川不同意罢了。 如果就算好事成了, 郑星瑶以后还能打他不成。 我去请个教头来。 陆川, 你别后悔了。 陈雪薇最后警告道, 为什么要后悔? 对了, 回头我也想要跟着练一点把势, 总不能什么都不会。 陆川补充道, 他得适应这个时代, 就当作是找私教健身了。 郑星瑶在一边心满意足地晃着脑袋, 目光看着天空, 心思已经飘飞了出去。 好像看到了他拳打强盗, 脚踢倭寇的女将军模样了。 还有一件事, 你们说, 强盗的是, 要不要告诉村民? 陆川征求意见道, 为什么不说? 我怕引起恐慌。 那你想太多了, 咱们刚从战争走过来, 鸣风彪悍地, 玻璃厂关乎到家家户户赚大钱的利益。 如果强盗赶来, 那就是和全村人过不去。 陈雪薇自信满满地分析道, 陆川从善如流, 立马去找里长说明情况。 不过, 现在玻璃厂还小, 招的人还少。 他得告诉大家, 他的玻璃厂还会继续扩建。 只有扩建的玻璃厂, 能够吸纳全村的劳动力, 这才可以号召全村一起保护共同的致富录。 而接下来, 陈雪薇就带着第一波三百个玻璃碗, 拿去县城售卖了。 陆川将售卖的事情全部交给了他, 便没有再关注。 因此, 也不知道, 玻璃碗的问世, 直接惊动了整个东夷县的市场。 第39章, 真正的大头。 由于工艺问题, 目前主要售卖二等碗和三等碗。 二等碗售价是五文钱一个, 三等碗是一文钱一个。 东一县穷人极多, 但有钱人同样不少, 三百个碗很快就销售一空, 迅速给陆川带来了七百文钱的收入。 到这时候, 玻璃厂的商品已经能够稳定输出。 但是限于产量, 每天收入最多四五百文。 而除去工人薪酬, 运输材料等支出, 平均每日在二百五十文左右。 如果得过且过, 这个净利润, 也勉强可以给陆川调出小命。 但真正的大头, 是纯透明的一等玻璃碗。 一等玻璃碗, 一个一两银子也能卖得出去, 不过几天下来, 也就出了三个。 但工人们越来越熟练, 各个环节的处理水平在提高, 玻璃碗的质量也在提升中。 陆川赚到了钱, 毫不迟疑地扩大生产, 让就业能够汇集到全村。 里长趁热打铁, 说明了强盗的威胁, 组建了一支巡逻队。 本来陆川还想付巡逻队的钱, 但村民正因为能跟着陆川赚钱, 而喜不胜收, 觉得这是保护大家的财路, 说什么也不要陆川付。 这段时间, 陆川除了盲玻璃场的事, 就是在改造机皇匣子。 他对喷口弹道进行了处理, 让他有一定的扩散角度。 处理后, 在一定距离内, 这玩意就和现弹枪一样凶悍。 他给郑兴尧, 陈雪薇, 蔡蔡和侯家兄弟, 全都配备了机皇匣子。 只有阿淼年纪太小, 陆川不放心, 所以没有给他分配。 几人熟练掌握了机皇匣子的用法没多久, 陈雪薇请来的教头也到了。 教头是从军中出来的老兵, 因为退伍后找不到工作, 回家务农了。 他练的是纯粹的杀人计, 光靠拳头, 能一次砸碎十几层的砖瓦。 郑兴尧几乎全天后跟着教头练武, 进食量也增加了极多。 这不是问题, 反正陆川有钱, 供应得起。 问题是, 陆川自己也尝试跟着练过, 没几个时辰就累瘫了。 陆川看郑兴尧练了一天还生龙活虎的样子, 再看他自己瘦弱的身板, 突然有点担心, 婚后生活了。 不过郑兴尧练武天赋高是好事, 起码他不用担心强盗上门, 郑兴尧被人挟持的情况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郑兴尧的夜忙正痊愈。 这可把郑兴尧高兴坏了, 一个人就跑到村子里, 逢人就说自己康复了。 看着他兴奋的样子, 陆川也为他高兴。 一切都步入了正轨, 就是新房子要盖好, 还需要时间。 您的寿命余额不足, 请及时充值。 这天睡午觉的时候, 脑海响起的声音把陆川吓了个半死。 寿命余额? 陆川连忙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陆川。 生命倒计时, 五天。 系统商店。 寿命, 一两白银每十天。 其他设计图, 请点击展开。 已有设计图, 熔炉, 鱼枪, 土制炸油机, 玻璃熔炉, 玻璃配方, 机皇匣子, 初代吹制玻璃器设备设计图, 挥派二层小院设计图。 陆川看着面板, 沉默了片刻。 不知不觉, 21天的寿命余额, 只剩下五天。 加上他刚穿越过来艰难摸索的七天, 他来到这个古代, 已经23天了。 他打开钱袋算了算。 最近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虽说玻璃厂每天都有镜像, 但扩建玻璃厂, 同样是支出的大头。 而盖房子, 增强房屋的防御能力, 防止再次被人半夜摸上门。 这笔投资, 他也不想终止暂停。 请教头教武, 给教头包揽三餐, 也是一笔钱。 三十两巨款, 居然只剩下八两, 而且我接下来还得用钱。 陆川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 没想到他都成为玻璃厂老板了, 还这么结局。 先充一两, 然后存一两保住狗命, 过一天算一天吧。 念头落下, 手里一两白银凭空消失。 充值完成, 你获得十天寿命, 你的寿命余额为十五天。 系统友情提示, 请及时关注寿命动态, 一旦逾期, 你将彻底死亡。 陆川脸色一阵变化, 试探着问, 系统, 在吗? 系统依然没回应。 虽然系统不智能, 但不充值就会死应该是真的。 陆川估摸着, 他能重生穿越, 完全就是系统的功劳。 系统要他的小命, 绝对不是威严耸听。 就当作是充电卡吧。 陆川叹了口气, 心疼地抚摸着自己的小钱包。 霸鱼王, 霸鱼王。 外头忽然传来了小孩的声音, 陆川抬头, 疑惑地看向窗外, 就见郑兴瑶猛地冲进屋子。 哥儿。 啊。 郑兴瑶的声音一顿, 表情有几分古怪地停在了原地。 毕竟是年轻人的身体, 身强体壮, 阳气旺盛。 刚刚睡醒的时候, 总有些正常的现象。 正好被闯进屋的郑兴瑶看到了。 陆川咳嗽一声, 把被子拽在身上盖住。 什么事? 郑兴瑶脸淡微红, 他发现夜盲症治好了也不错, 可以看到陆川的囧态。 他都没说什么呢, 陆川还害羞上了。 侯小黑打了一只霸鱼王, 往我们家赶, 说是要把霸鱼王送给你。 霸鱼王? 有多大? 三尺有鱼? 那就是一米多长。 陆川惊讶, 他上次打的霸鱼最大的才五十几厘米。 这侯小黑打什么玩意? 你先出去, 我马上来。 郑兴瑶眨了眨眼, 我等你啊, 一起去看。 我不方便。 能有什么不方便呢? 郑兴瑶一把将陆川拽了下来, 陆川一个没站稳, 撞在了郑兴瑶身上。 两个人不由一愣, 都被对方的盗了。 陆川脑子顿时一片空白。 第四十章, 耍流氓。 郑兴瑶迷茫了片刻, 猛地意识到是什么东西, 脸上挂上了微妙的笑容。 他对相关事还是了解的, 毕竟这些年, 每次准备要卖身的时候, 他母亲都会传授一些小知识, 他什么都懂。 哥儿, 你是不是在梦里想我? 陆川脸黑, 这是刚起床好不好? 不过, 郑兴瑶的国际超模身材, 还真不是开玩笑啊。 快出门, 看看情况。 陆川想要挣脱当下的尴尬处境。 不, 让我再搂一下, 你放开。 陆川尴尬得双耳通红, 作为两辈子的出歌, 他那里, 经得住这个考验。 而且郑兴瑶力气太大, 他完全挣脱不掉。 他, 居然被耍流氓了? 谁教你的? 陆川挣脱不开, 没好气到。 雪薇跟我说的, 他说, 你和其他书生不一样, 得让我主动一点。 郑兴瑶从来不藏秘密, 直接把闺蜜给卖了。 当然, 雪薇可以卖, 母亲不能卖。 陆川一脸黑线, 别学这些乱七八糟的。 可是哥儿, 一个月好漫长啊, 现在才过了十六天。 郑兴瑶委屈地说道, 他恨嫁急了, 这么好的男人, 放在身边天天看着去又嫁不得, 这叫他浑身难受。 陆川低头, 对上他性谋里的期盼, 其实内心也是心动的。 两人莫名沉默了下来, 气氛忽然变得暧昧。 生米煮成熟饭吧, 这样我能早点成婚。 郑兴瑶看陆川不反抗了, 忽然生出一个念头。 他松开了一只手, 按住陆川的肩膀, 就要主动吻上去。 咚的一声响。 姐, 好大的海霸, 啊? 阿淼冲进了屋子, 就看到姐姐把姐夫压在墙上, 小嘴都要碰上了。 我没看见, 阿淼惊叫一声, 捂着眼睛转身就跑。 他确实很机灵, 但已经晚了。 阿淼, 我杀了你。 郑兴瑶羞愤地咆哮着, 他好不容易抓住机会, 想要吞了陆川, 结果被臭弟弟给打扰了。 郑兴瑶吼完, 却也不好意思继续, 只能把陆川放来, 出去收拾阿淼了。 陆川站在原地松了口气, 却又有点失落, 而后, 忽然觉得不对。 这种事不应该是他主动的吗? 陆川摇了摇头, 走出门外, 就看见侯小黑满头大汗, 一个人扛着一条超大的海霸鱼, 来到了院子里。 也不知道是哪个骚包, 还弄了个红色的彩带, 绑在鱼的脖子上。 陆川嘴角抽了抽, 这换成黑色的领带, 这条鱼都能客串黄色海绵动画的片头了。 侯小黑看到陆川, 激动地大吼, 大哥, 我今日打到海霸鱼王一只, 将其敬献于你, 请大哥笑纳。 陆川对他们侯家恩重如山, 哪怕把海霸鱼王送给陆川, 他依然还是觉得不够偿还恩情。 周围的村民听见侯小黑的话, 都一脸震惊异。 侯小黑疯了吧, 真的要把海霸鱼王送给陆川? 他脑子有问题, 这鱼王送到东一线, 估计比海盗的人头还值钱, 十两银子, 说送就送。 百年难遇的鱼王啊, 侯小黑送谁不好? 送陆川, 他陆川又不缺钱。 大家都无法理解, 这条鱼太值钱了, 比人命都值钱。 陆川看着它, 一脸动容, 心绪纷飞。 这一条海霸鱼可以让侯小黑一整年不用为田夫发愁, 这甚至超越了他的全部身家, 却被他用来报恩。 这条鱼背后是侯小黑的赤诚之心。 这份情谊如何报答? 我, 陆川不愿收下这么贵重的东西。 但他知道侯小黑是什么性格, 拒绝了, 侯小黑反而会不高兴, 一时间尽不知道如何开口。 侯小黑却似乎猜到了陆川的想法, 高声道, 大哥, 是您救了我嫂嫂和弟弟, 是您教我打鱼的本事, 还把鱼枪借我使用。 没有你, 我就打不到这条鱼, 其实我就是在海上为您打鱼的, 这条鱼, 该是您的。 陆川哑口无言。 这年头, 怎么还有送上门的打工人, 赚了大钱还一分钱不要? 陆川的内心还没被资本玷污, 做不出这种事来。 这鱼留着吃, 就太浪费了, 回头我托人托到县城里卖掉, 咱们七三分如何? 你七我三。 陆川提议道, 侯小黑也觉得海拔鱼吃了就浪费了, 想了想到, 由大哥决定, 但是分账, 我只要一成。 旁边里长笑了, 我见过很多讨价还价, 不碍事争取多赚一点钱, 少付一点钱, 你们两个居然把钱往外推, 你们都不要, 给我得了。 侯小黑呵呵笑了一声, 挠挠头, 下字点你也带一条, 平分吧, 以后打的鱼都是你自己的, 不用再送来给我。 陆川健壮, 最后做出决定。 这不行, 侯小黑急了, 以后我打的鱼都给大哥留一半。 旁边郑兴尧美好气道, 我们家自己不会赚吃的吗? 侯小黑有点慌, 他只是单纯想报恩, 陆家嫂子, 我没这个意思, 你别误会。 这一声嫂子, 说得郑兴尧浑身舒畅, 立刻不再反驳了。 陆川见郑兴尧失去战斗力, 只好自己说道, 我们可受不了天天吃同一种鱼, 以后我想吃向你买, 你给我便宜点就好了。 小子, 知道进退啊。 说完, 大手拍在了侯小黑身上。 侯小黑差点感动哭了, 他把这么多好东西送给陆川, 陆川居然不要, 还要花钱买。 遇到这种不占他便宜, 还处处为他着想的大哥, 他有什么理由不尽心效忠呢? 第41章, 找陆川问话。 原本他只是因为想要报恩, 才对陆川尽心尽力。 现在更是多出了静佩与诚服的情绪。 侯小黑走得很欢快, 这条巨型海霸鱼被他丢在了陆川家门口。 天气太热, 新鲜的根本来不及卖掉, 还会变质。 陆川用冰冷的井水泡着, 喊人去隔壁村富湖问问情况, 看看那个土大户收不收这条鱼。 土大户不要的话, 他就只能晒干保值了。 赚钱, 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做保鲜处理的时候, 陆川又看向郑兴尧, 一会做个红烧肉给侯小黑家送去。 做街坊邻居的, 需要礼尚往来, 关系才能长长久久。 好嘞, 哥儿你做人真是滴水不漏。 郑兴尧夸了一声, 赶紧去厨房干活。 他在陆川的教导下, 已经会做很多陆川前世的菜品了。 正好侯正式是他唐姐, 他也很高兴送好吃的上门。 忙活完后, 陆川休息了一会, 又拿起一些木牌和木炭, 在上面写写画画。 哥儿, 你在写什么? 郑兴尧炖上肉, 好奇地凑过来看。 安全守则。 陆川放下木炭, 对着上面的字欣赏起来。 他没有继承原生的记忆, 刚过来的时候, 连许多繁体字都看不懂。 现在居然也能写出一首好书法了。 安全守则, 干什么的? 陈雪薇正好从门外走进来, 听见这话, 好奇道。 就是警示那些工人, 不要因为操作失误导致出现生命安全。 可问题是, 他们不认字啊。 陈雪薇道。 陆川愣了一下, 顿时自闭。 对啊, 古代人又没有九年义务教育。 陆川想了想, 喊道, 阿淼, 你过来, 把这些字学会, 然后天天在玻璃厂里面念。 读书这件事, 就是小孩该干的。 我也一起学字啊。 郑兴尧道。 之前陆川说叫他认字, 还没开始呢。 好。 陆川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嘖嘖。 陈雪薇弹了弹舌头, 心中羡慕, 陆川对郑兴尧是真的好。 要知道, 诗经有说, 折服成城, 折服清城。 一绝折服, 为消为吃。 这个清城不是容貌倾国清城, 而是指女人有了才华, 就会带来灾祸, 颠覆伦常。 封建礼学确实是没发展起来, 但男尊女卑的儒家文化早就盛行。 就目前来说, 除了大家闺秀的女孩会稍微学一点琴棋书画, 其他绝大多数家庭都不会让女孩学太多东西。 武力, 不会让女孩接触。 文化, 不会让女孩深入。 也就是陈雪薇的家族后继无人, 不然他也没资格掌控一小部分商业渠道。 可陆川却纵容郑兴尧学习所有的禁忌, 这让他在惊叹不解之余, 心中都是羡慕和感慨。 陆川可不知道他的想法, 现代人的三观还能被古代人给限制了不成。 接下来, 陆川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工作。 郑兴尧最忙, 要下地干活, 要学武, 要学读书写字。 陈雪薇经常要去县城, 售卖玻璃碗并帮陆川运输检。 烧饭做菜等家务工作都交给蔡蔡。 而阿淼就在玻璃厂宣读安全守则, 并观看学习如何制作玻璃。 有必要的时候, 陆川也会带阿淼来他的工作间。 虽然阿淼有时候没心没肺一点, 但在保守秘密上还做得不错, 有很多事情他都需要阿淼打下手。 这几天, 玻璃厂扩建了不少, 玻璃熔炉从原本的一个扩建到五个。 陆川有了钱又不得不用掉, 将玻璃熔炉的材料改造成 煤炭砖为主要成分的砖石材料, 减少熔炉修补次数。 而陆川的后院也多了三台土质炸油机。 但哪怕陆川做过宴请全村的大餐, 让食用油美味的消息传了出去, 要买食用油的人依然比不上买玻璃的人。 百姓习惯了动物油, 对食用油存在怀疑。 陆川把这点记下, 决定再想想办法。 另一边, 侯小黑的捕鱼工作也不太顺畅。 除了第一天抓到了海霸鱼, 之后他在下海抓鱼, 能抓到十斤的海霸鱼都算运气好了。 如果不是陆川给侯小黑做了工具, 让他有能力敲鲍鱼, 恐怕有两天会空手而归。 由此可见, 靠天吃饭的捕鱼工作很不稳定。 这天见面, 看侯小黑眼球通红, 陆川忍不住, 把他喊到了跟前。 潜水抓鱼的事情, 不要急, 没必要天天都下海。 你看你的眼睛红成什么样了。 你让你的眼睛休息两天。 陆川美好气道, 我总得赚钱呐。 侯小黑苦笑道, 海霸鱼王卖了十二两白银, 他分走了六两, 够他缴两个计的天赋。 但海霸鱼鱼王很难再遇到, 他要为将来考虑。 你来给我干活吧。 那不行, 你给全村人开的工钱太高了, 我不想占你的便宜。 侯小黑认真道, 认大哥是一码事, 不占大哥便宜是另一码事。 他看到陆川给那么多村民发工资, 经济压力很大, 所以不想麻烦陆川。 陆川刚要骂他固执, 就听到外头传来敲门声。 川哥, 在吗? 采薇的声音传来, 他从门边探过小脑袋, 喊道, 县衙官差来了, 要就长处他们被杀的事情, 找你问话。 陆川感觉不对劲, 都过去了十多天了, 现在来找我问话。 第四十二章,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 我问了, 是前段时间县衙忙着处理海盗的事情, 今天才腾出手。 采薇解释了一句, 背着手轻快地走进了陆川家, 一脸好奇的东张西望。 原来是这个原因, 有什么地方要我注意的吗? 陆川问道, 我就是来通知你一下。 哦, 好, 谢谢。 采薇迷惑地眨了眨眼, 然后呢? 陆川怎么不说话了, 不请他留下来喝杯茶? 我和小黑还有事情, 下次再聊。 陆川下逐课令, 采薇顿时被气个半死, 他特地抢了老爹的事情, 跑过来通知陆川, 结果陆川都不招待他。 怎么会有这么笨的男人? 难怪要买媳妇。 采薇努力压下情绪, 挤出微笑, 那我先回家了。 陆川根本没注意到采薇的小心思, 等他走了, 立刻又重新看向侯小黑, 不容置疑地说, 明天跟我去县衙走走, 以后我会给你找一些事情干, 也会给你钱。 看陆川生气, 侯小黑只能缩着脑袋, 这样大哥, 你的日子就很难了。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 不敢。 侯小黑连忙说道, 把感动和惭愧藏在心里。 他寻思着, 要多观察陆川家里的情况, 坚决不能让陆川勒着腰带过日子。 第二天一早, 陈雪薇的渔船已经在小码头等待。 陆川他们先用驢车把大量玻璃碗运输到码头, 然后在村里工人的帮助下将玻璃碗送上船。 船很大, 吃水线上升了不少, 但安全性不受影响。 这一次出门, 陈雪薇的叫头在船上, 还有一些带配刀的家丁。 陆川就没带上阿祝和张图夫这些人, 身边只有侯小黑跟着。 两人跟着陈雪薇一起上船, 陈雪薇又清点了一遍明细。 走过来对陆川说, 东一县的有钱人终究是少了, 县城能消化的玻璃碗越来越少, 我已经开始准备, 通过曹运把玻璃碗运到沿岸的各个城市售卖。 大型货船的租金很贵吧? 陆川皱了皱眉, 毕竟他这个玻璃碗太重了, 我们陈家只有一艘货船。 以后产量更大了, 就要考虑租的问题。 陈雪薇无奈地笑笑, 而且, 各个关卡都需要花钱打通, 玻璃碗的售价也会提高。 话而言之, 接下来, 我们不可能再产一天, 卖一天, 我们可能要囤一段时间的货, 一次性拿去卖掉, 回拢资金也需要时间。 陆川有些头疼, 他现在的流动资金太少, 风险承受能力太低了。 如果曹运上出了点问题, 或者资金回拢太慢, 都会影响他扩大产业规模的进程。 万一一个不小心没钱续命, 那就真的完蛋了。 大概要多久? 看运气, 不出意外, 你先囤一巡的货, 我在半个月内把资金回拢。 资金回拢的当天, 我们第二艘船也能出发了。 一巡, 就是十天。 也就是说, 第一波资金要二十五天左右, 才能到账。 在之后, 才会稳定的半个月收一次款。 但是没有办法, 东一县这边只会议会越来越低, 过不了多久, 他们都得靠曹运赚钱。 看陆川眉头紧皱, 陈雪薇说道, 如果你担心没钱了, 可以减少工人的工钱。 说实话, 你开的价太高了, 意思是, 要剥削劳工了。 剥削劳动力, 确实是最快赚钱的方式, 对前期稳定创业也有好处, 但陆川不愿意当无良的资本家。 没必要降低, 接下来, 我们玻璃厂不日结工钱了, 一个月结算一次。 这样一来, 流动资金就有一个月的缓冲了。 这确实是好办法。 陈雪薇一听完, 就反应过来, 眼睛发亮地看着陆川。 你太有经商头脑了。 陆川没有解释, 事实上, 这是上辈子那些公司通用的工资结算方式罢了。 因为玻璃是易碎品, 船没有开得太快。 临近中午, 大家才把货品全部运下船。 码头已经有很多人等待, 看到苦工把玻璃碗运下来, 就全部都挤过来购买。 生意这么好? 陆川诧异, 不是说不好卖了吗? 都是些囤货等高价的。 陈雪薇摇了摇头, 原来是黄牛。 陆川没想到, 大征皇朝这么古老的年代, 居然已经诞生了黄牛这个职业了。 黄牛? 陈雪薇跟着念了一遍, 有些不解, 便当这又是陆川自造的词。 他又说道, 除了不能用来烤火煮菜, 玻璃比桃更好用, 也更美观。 现在我们的产量还不高, 市面上有这种囤货的很正常, 等我们的货能够遍布大江南北了, 就不用担心了。 陈雪薇道, 陆川点头, 现代很多手段都是老祖宗完剩下的。 倒买倒卖, 哄抬市场物价, 这些操作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世家的人在搞。 如果不是罢处百家, 未来能够百家齐放, 指不定国内能更早地出现文艺复兴。 想到这, 陆川目光深邃, 上辈子的古代有太多悲剧。 在这里, 或许能发生改变。 只希望别冒出来一个刘秀, 给他来一发天降陨石。 话说, 这个寿命倒计时, 总不能是有天降陨石等着我吧。 如果我不续命, 就会被世界意志搞死。 陆川脑洞大开了一下, 而后失效。 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想试试, 还是先去县衙吧。 他带着侯小黑, 两人一起去了县衙。 事情的经过, 大概就是这样。 在县城面前, 陆川把当初和侯小黑商量的经过, 复述了一下。 真的是入室抢劫。 据我所知, 常楚在这之前, 曾经诬陷你和郑打压。 县城质疑道, 郑星瑶。 陆川强调, 改名的话, 一会交钱, 修改户籍。 县城不耐烦道, 常楚曾诬陷你和郑星瑶, 我们有理由怀疑, 是你和郑星瑶把常楚骗上门, 利用大真律法坑杀他们。 你有这个动机。 县城冷眼看着陆川。 第43章, 平平无奇的小农民。 所以, 这件事, 为什么不是县令来审? 陆川心里吐槽着, 嘴上解释道, 全村都知道, 在我获得击杀海盗的赏金后, 就去郑家村走亲戚。 回来的时候, 我家就被常楚和寿侯翻了个底朝天。 不然我也不会加高为强, 还装上帝次。 也就是说, 他其实有过一次尝试盗窃。 你们没通缉他吗? 县城重新翻了一下卷宗, 不好意思地咳嗽了一下。 前段时间忙着海盗的事情, 他们没空通缉常楚, 所以他刚刚还在怀疑陆川的动机。 动机上没有问题, 相关卷宗内也没有疑惑。 你在这里签个字, 画个手印。 县城写好供词递了上来。 陆川前后检查了三遍, 防止因为缺失标点符号被坑。 确定无误了, 才画呀。 就一个词, 谨慎。 辛苦县城大人帮忙处理了。 陆川说着, 又往县城怀里塞了铜钱。 县城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挥了挥手, 让陆川离开。 陆川不确定, 刚刚一进来的时候, 县城的为难是不是故意的。 但这种时候, 肯定要机智一点, 给点好处, 省得在县城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 要知道, 小鬼难缠。 侯小飞见状偷偷对陆川竖起大拇指, 他刚刚还想掏钱的, 没想到陆川也想到了。 两人从衙门离开, 没走一会, 就有一队人马冲来过来, 将两人围住。 这些人穿着便服, 身上别着妖刀, 不明来历。 为首的是一名壮硕高大的男子, 他浑身散发着一种煞气, 面庞也似乎非常凶悍。 侯小黑第一时间将陆川保护在身后, 目光警惕地看着这群陌生人。 大哥小心, 这些人有煞气, 一定杀过人。 侯小黑小声警告道, 陆川神色平静, 但心中却有些不安。 这群人不是山寨的强盗吧? 这可是东夷县县城, 强盗敢这么嚣张? 陆英雄, 久仰久仰。 为首那个粗狂男人, 却带着一口斯文秀气的语调, 突然拱手说道。 凶悍的脸庞上出现笑容, 诡异的反差, 让陆川浑身别扭。 幸好, 这男子似乎也不太习惯, 马上又恢复了死人脸的样子。 我已经找你很久了, 陆川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找我? 有何贵干? 男人不答, 反而好奇地打量着陆川。 你是怎么做到一个人, 杀死三个凶悍的海盗的? 男子问道。 要知道, 那些海盗, 都是在海上拼杀数个月, 乃至数年的好手。 根据他们的调查, 陆川原本只是一个平民罢了。 他听说, 当时沙滩上, 只有陆川一个人, 独自面对三个海盗, 根本没有外人帮忙。 而陆川身上的武器, 也不过只有一把弓, 一根剑而已。 一个平平无奇的家伙, 怎么能够冷静面对三个海盗, 还能轻松将海盗们全部诛杀, 甚至都没受伤。 当时, 事情发生得很快, 在电光火时间结束了, 力气不重要, 重要的是时机。 陆川解释道, 时机? 有趣的说法。 男子笑着点头, 能够在惶恐中保持理智, 杀死海盗, 足以看出你的些许不凡。 这男子的神色, 有些高高在上的样子, 与其同事。 陆川不知道他是习惯了, 还是心态上蔑视他, 但听起来就很让人不爽。 这位英雄, 我还有要事需要处理, 大家都很忙, 没事就别闲聊了。 男子没有理会, 而是继续询问陆川的情况。 我们调查过你的情况, 对你这十几年的生涯, 都有了解。 主要是他背后的人, 对陆川很有兴趣。 陆川读了十几年的书, 而他背后那一位, 最喜欢招揽文武双全的民间英雄。 如果陆川只是会杀海盗, 男子背后的主子, 是绝对不会理会陆川的。 但陆川心中更烦了, 他很不爽这个男人的态度, 莫名其妙调查他的过去, 然后找上门来, 又说着隐晦难懂的废话。 他谁啊? 调查户口都不带那么仔细的。 我就是平平无奇的小农民, 杀海盗不过是意外之举, 其他的事情什么都不懂, 而且我当时都吓傻了。 陆川猜到男人另有目的, 但懒得配合, 直接敷衍一通, 还挺能藏桌。 男子却误会了, 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道, 我们家主子在城外兵营驻扎, 你遇到的海盗, 就是我们的包围圈里逃出来的。 城外兵营, 东周曲波, 侯小黑诧异地惊叫一声, 曲波, 那不是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吗? 陆川顿时被吸引了注意力, 好奇地看向侯小黑, 为什么曲波的人跑去围剿海盗了? 而且, 据陆川所知, 曲波不只是掌管宫廷的音乐, 还经营歌姬和青楼, 但侯小黑却被问得一脸茫然, 他哪里知道曲波是个什么东西, 还以为那是一个军队的番号名吗? 陆川心中分析了一下, 看向男子问道, 曲波要管理割机, 也是有自己的府兵的, 也就是说, 围剿海盗的, 其实是府兵, 官方青楼, 驻扎军队, 这可是常规操作, 但拿府兵去围剿海盗, 这是有皇帝的命令进行征调, 还是私自动兵? 陆川有些警惕起来, 先生知道的东西还真不少, 男子亚裔, 称呼都不由自主地变了, 还藏什么? 他们调查清楚之后, 自然知道陆川有什么才华, 怎么可能会闹乌龙? 一个村里的农家读书人, 不仅对官署了若执掌, 还有这种分析判断能力, 若少将军听到这番对话, 绝对会大喜过望的, 男子的语气不再生了, 反而恭敬了许多, 先生, 等于我们东周曲部的少将军有请, 陆川文言却全身炸毛, 刚刚他就分析出来, 好好的一个曲部能够调动辅兵围剿海盗, 背后就有大问题, 现在那个什么少将军, 却要请他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农民, 第44章, 不解风情的臭直男, 这不会是玩什么幕僚的把戏吧? 陆川想要有靠山, 但也不想找一个疑似野心勃勃的家伙, 他可不想卷入一个开国皇朝内的权力漩涡, 就在陆川思考怎样拒绝不得罪人的时候, 旁边侯小黑开口了, 我们现在就能去见少将军了, 侯小黑觉得很新奇, 杀海盗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居然能引起少将军的接见, 在他看来, 这是陆川一飞冲天的好机会, 男子眉里侯小黑, 看陆川一脸的不情愿, 便拱了拱手, 请先生考虑考虑我家少将军, 再不计, 上门小酌一杯, 少将军定不会让先生失望, 说到这, 男子道, 少将军还在海外追杀海盗鱼孽, 两日后就会归来, 届时你们来东周取部营地找我, 报我含左使的名号, 我会亲自来赢你们, 我还有事要忙, 再会, 说完便带着一众手下离去, 含左使慢走, 侯小黑激动道, 陆川挟他一眼, 直接拽着他离开, 两日后, 少将军归来, 我们去投靠少将军, 以后什么都不用愁了, 侯小黑还在激动道, 当年少将军亲海的时候, 我跟过他的船队, 那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 所以, 你为什么不去参军, 他没征兵啊, 而且, 我还得养家, 战死的抚恤金, 都不够一年的天赋的, 陆川无语, 意思是, 如果不是要养家, 侯小黑都跑去建功立业了, 不过抚恤金, 还不够一年的天赋, 这也太惨了吧, 两天后, 我不去军营, 到时候, 你别来催我, 陆川警告他道, 为什么, 侯小黑不减, 你满脑子建功立业, 难道就不能想点别的, 陆川一肚子草无处可土, 这些人目光短浅, 只想到建功立业的风光, 可事实上, 在这个封建的古代, 从出身就定好了, 哪怕前世的唐朝, 人人都说成咬精, 出身贫贱, 可人家有着满满儒家风味的别名, 成之节, 他的家族能追溯到北齐, 曾祖父曾是衍州司马, 祖父是晋州司马, 老爹是几州大中正, 御池公, 人人传他是打铁匠出身, 实际上, 人家也是武将世家, 曾祖父北位冠军将军, 祖父几州刺史, 老爹还是随朝大将军, 前世的古代, 只有朱元璋是真正的平民, 其他皇帝, 大将军就没有一个来历简单的, 普通百姓, 命见如泥, 别做投靠什么少将军, 就能建功立业的梦了, 侯小黑看不到那么远, 无法理解陆川的拒绝,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建功立业, 成为将军, 可以真正的光宗耀祖啊, 闭嘴巴, 我自己有安排, 陆川打断了他的废话, 等两人来到码头的时候, 陈雪薇还在卖玻璃碗, 一直等到快天黑, 才闲下来盘障, 陆川没多问, 他心里对收益有底, 如今玻璃厂的规模, 如果不扩建, 每日净收益大概是一贯铜钱, 而短期内, 他的大部分收益都会用来增加规模, 陈雪薇野心勃勃, 正是对事业热情的时候, 送陆川上船后, 他便道, 我还得去帮你购买砖石, 黏土和检, 你先回家吧, 注意安全, 陆川嘱咐了一句, 陈雪薇展颜一笑, 你在关心我吗? 他对陆川, 一直都是有想法的, 结果陆川翻了个白眼, 果断开口, 废话, 我关心我的每一个合作伙伴, 不解风情, 陈雪薇气个半死, 在这个时代, 骂人不解风情, 等同于骂人臭之难, 陆川装傻充愣, 笑哈哈道, 对了, 食用油什么时候, 拉到县城来卖, 比起单独卖油, 我觉得, 你要是有空, 你可以开个餐馆, 陈雪薇想了想, 建议道, 但陆川要做的生意太多了, 忙不过来, 哪里有心思去经营餐馆, 弄食材就是一个大问题, 先把眼前的生意稳定下来, 东一县的经济规模还差了点, 餐馆赚不了大钱, 陆川摇了摇头, 县城里已经有不少大酒楼了, 他没必要去掺和一脚, 食用油只适合卖给地主阶层, 陈雪薇也觉得有道理, 就不再劝, 目送他随船离开, 马前村, 陆川的砖炉终于做好了, 玻璃废料丢在里面, 经过烘烤后, 得到方方正正的砖块, 盖心房方面, 陆川依靠超能力, 已经让村民们把地基挖好, 并压实地面, 他用废料烧制了一些 类陶瓷的玻璃管道, 铺设在地下, 用来引流导粪, 通入他新建的化粪池里, 有砖块当基础, 做出二层灰派民宿不是问题, 地上还有磁玻璃管道, 以后家里也不用担心 蹲汉侧的问题了, 按照陆川的计划, 他还准备再定制一个玻璃马桶, 正好系统商店里有 马桶抽水泵的设计图, 古代农村的生活太痛苦了, 如果再不制造出马桶来, 陆川感觉自己寿命没到尽头, 人就会率先崩溃掉, 想到郑兴瑶不止一次提议 用麻绳搓屁股, 他就觉得头疼, 看着在新建的房子, 陆川摸了摸下巴, 话说回来, 等我盖好房子, 得到了足够的经验技术, 我以后是不是可以成为房地产商, 专门帮那些地主承包建设房产, 陆川感觉他简直是一个小天才, 解决了居住问题, 还想到了新的商业模式, 开发了新的赚钱思路, 那盖房子的事情, 得雇几个信得过的工人, 等我房子建好了, 就邀请地主来参观, 因为发明了玻璃碗, 又卖过海霸鱼鱼王, 陆川也认识了十里八寸的不少土大户, 或许, 我能成为古代地产巨头? 陆川畅想着未来, 卖玻璃, 哪里有当地产商赚钱? 不过现在不急, 他盖房子的钱还是一点点抠出来的, 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把房子建好, 想到他上辈子, 刚刚凑齐首付还没入住的房子, 陆川就心痛, 而这辈子, 他不仅找到了准老婆, 还有了自己的独立民宿, 既然都能烧玻璃砖了, 或许我还能建一个泳池, 泳池漏水是个大问题, 但用玻璃打造的就不用担心了, 陆川看了看远处小山和溪流, 再次畅想, 还能饮一条小溪到家里后院, 泳池甚至都不用换水, 还能养一两条鲤鱼, 现在就去找李长, 把建筑队的核心人员敲定下来, 陆川一拍手掌, 决定行动, 里长听说陆川要打造盖房子的团队, 还有些不解, 这年头, 谁家盖房子不是去县城找老木工搭建框架, 然后再随便找一群村民, 一两文钱加上管吃饭的雇佣, 哪里听说过建筑团队? 第45章, 叛军来了, 里长无法理解陆川的超前思维, 但大家都知道, 陆川是村子里唯一的读书人, 陆川的玻璃厂和炸油机, 已经证明了他有赚钱的能力, 那么这个建筑队伍, 或许也是一个大机缘, 因此, 不理解是一方面, 报名的人依然很多, 陆川心满意足, 精心挑选了一些勤快, 而且年轻力壮的, 建筑团队敲定下来后, 陆川盖房子的效率, 陡然提升了不少, 如何夯实地面防止土地开裂, 如何挖地基, 如何搬运大型石块来制造地基, 全都是技术, 为此, 陆川又买了出袋水泥的设计图, 让房子能够更加稳固, 每几天的功夫, 陆川的地基, 粪坑, 排粪管道, 化粪池, 全都建好了, 甚至村民也帮忙把溪流水渠引了到陆川家, 溪流会率先进入陆川的泳池, 从泳池离开后, 前往厨房后院, 可以用来洗衣服, 再之后, 就是通往玻璃厂, 可以用来洗磨, 冷却降温等, 工厂需要大量的水, 这条溪流, 一举多得, 房子的事情稳步进行着, 陆川又继续研究起另外一件事, 被他搁置了一段时间的食用油销路问题, 他亲自去隔壁富户家里, 烧了一桌的菜, 迅速得到了十斤食用油的订单, 还用更便宜的价格买了一百斤的花生, 陆川坐旅车回家的路上, 村子里却忽然来了一大批人马, 这些人头带亏, 身披甲, 全副武装, 阵列森严, 目光刚毅, 深染煞气, 他们骑着战马, 缓缓前进, 逼腻的目光, 扫射着这个贫困的农村, 打仗了, 孩童们看到他们, 一个个吓得转身就跑, 打仗, 难道是前朝余孽的叛军, 他们怎么流窜到, 我们马前村来了, 听到有叛军, 村民们一个个吓得半死, 李长听到消息, 大手一挥, 乡亲们, 陆川给我们全村带来了希望, 叛军来到这里, 很可能要抢走我们的玻璃生意, 这是我们翻身的机会, 他们要夺走我们的未来, 你们能允许吗? 这段时间, 大家都从陆川这里, 赚到了大量的铜钱, 小日子也越来越轻松, 这时候, 叛军出现, 等同于杀人父母, 不愿生活变差的村民们, 一个个拿起农具, 杀气腾腾地冲向村口, 同样的, 也有一些的村民感到害怕, 拿着家里的银钱, 从不同位置的小路逃离村庄, 陆川从村外回来, 就看到张沈在往外逃跑, 陆川, 你怎么回来了, 赶紧逃啊, 张沈扯开嗓子好着, 逃什么? 陆川皱眉, 山寨的强盗来了? 不是强盗, 是前朝余孽, 他们身穿铠甲, 一个个凶得要死, 他们是盯着你的玻璃厂, 生意来了, 张沈惊慌地道, 陆川被吓了一跳, 强盗还没来, 怎么把前朝余孽给引来了, 这朝得也太危险了吧, 不管是军队, 还是山寨的强盗, 都不是他能招惹的, 跑? 陆川还真想赶着驴车离开村庄, 但一想到, 郑星瑶还在村子里, 他迟疑了, 他和郑星瑶已经相处二十天了, 这个时间, 哪怕是和动物, 都有了一些感情, 更何况, 郑星瑶性格三观, 都是他很喜欢的女孩, 郑星瑶也一直嚷嚷着, 要嫁给他, 他哪能弃郑星瑶去? 想到这, 他里都不理张神, 驱赶着驴车, 向村子跑去, 驴车跑得很快, 陆川在颠簸中赶向村子, 耳边能听到不少人逃跑, 和哭嚎的动静, 陆川的心情一沉再沉, 难道这些人, 真是因为玻璃来的? 到了村口位置, 他一眼就看见, 一群中年人, 拿着锄头, 对着骑兵虎视眈眈, 双方对峙着, 谁都没有先动手, 陆川松了口气, 看向村民方向, 郑星瑶, 王匣子严阵以待, 阿淼和蔡蔡都不在, 毕竟他们都是孩子, 应该藏在什么地方? 陆川乘着驴车回来, 动静不小, 这群身披铠甲的, 立刻一同看向陆川, 虎视眈眈的目光, 很是吓人, 但不知道他们, 在想些什么, 依然没有动手, 是因为, 需要获取配方吗? 陆川心中嘀咕着, 来到村民旁边, 郑星瑶担心地迎了上来, 怎么办, 这些叛军, 是不是冲着玻璃厂来的? 先看看情况, 陆川拍了拍郑星瑶手背, 安抚道, 但他心里清楚, 马前村根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也只有玻璃厂的生意, 能吸引叛军的注意力, 看着这些人的盔甲, 陆川心中苦涩, 这群叛军在想啥呢? 就算他们抢到了玻璃厂的生意, 他们还有能耐, 在大江南北卖玻璃不成? 这时候, 李长走了出来, 颤颤巍巍地说, 诸位大人, 我们马前村名不见经传, 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 如果你们要粮食的话, 我们竭尽全力凑出米粮给你们, 前方一名军士皱眉看着李长, 心中怒火层层拔高, 大胆, 你们, 退下, 正要发怒, 背后一男子走了出来, 这名男子貌如攀安, 气质不凡, 周身弥漫着军武之气, 却还隐约带着点上位者的尊贵, 叛军? 你们是这么称呼我们的? 男子微笑地问道, 李长只感觉这是一只笑面虎, 不敢, 不敢大人, 李长连连否定, 那谁跟我聊聊, 是谁把我当叛军的? 男子目光辟逆全场, 笑容陡然消失, 旁边的军士怒吼, 我等乃是东周取步兵将, 何人造谣我们? 第四十六章, 少将军思辨, 李长脸色一白, 合着这不是叛军, 是朝廷的正规军啊, 可这都过去多久了, 谁知道是哪个魂囚仙喊了一声叛军, 人人叫喊, 三人成虎, 导致全村人都这样误会了, 如果这位少将军要迁怒的, 马前村绝对会死不少人, 侮辱朝廷将军, 也是可以杀头的, 李长满头大汉, 不敢接话, 周围的村民也被吓得瑟瑟发抖, 相比于叛军, 正规军更叫他们恐惧, 因为背后代表的是大真皇朝的所有军队, 原来是正规军, 陆川倒是松了口气, 但也清楚, 必须先想办法解释清楚, 不然全村人都会被迁怒, 他也无法幸免, 陆川无奈, 走到了前面, 拱手作一, 这位将军, 在下陆川, 不知将军可否听我一眼, 邵将军眼神一动, 上下打量他一番, 说, 我们马前村贫穷艰难, 少见朝廷军队, 主委批亏代假的上门, 也没有发来任何通告, 当然会引起误会, 陆川无奈, 你在怪罪, 我们没有通知你们, 邵将军眯起了眼睛, 郑星瑶看到邵将军的表情, 被吓了一跳, 他听说, 一些军队征战的时候, 为了让士兵能够发泄, 会有屠城和劫掠之举, 陆川敢怒对将军, 如果把将军激怒, 被杀了怎么办, 他连忙走到陆川身边, 跟陆川肩并肩站着, 如果将军要杀人, 他还能拖一下, 就算拼了命, 也要陆川争取逃跑的事件, 至于其他村民, 此时已经被吓破胆, 不敢动弹了, 陆川诧异地看了眼郑星瑶, 旋即重新看向将军, 我只是说, 我们不知道您的身份, 所以产生了误会, 诗经有约, 言者无罪, 闻者足见, 我们小村小户, 只是言语冒犯, 不应有罪, 如今知道了真相, 我们自然会汲取教训, 好好更改, 少给我断章取义, 混淆是听, 男子怒喝一声, 道, 此篇全文,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 闻者足见,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这是指见言之事, 而非你等冒犯我取不威言, 但, 还是个有文化的兵, 不过倒也没错, 能当上将军, 基本上有世家背景, 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懂, 将军, 您大人有大量, 不知者不罪, 陆川拱手道, 这个罪, 不是有没有罪的意思, 是怪罪的意思, 这句话, 既是陆川想要大事化小的心机, 又是一点无可奈何的道德绑架, 毕竟将军是关他市民, 封建制度之下, 儒家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他不可能真的强行辩驳, 将军听到后, 饿了, 我若是怪罪你们, 就是小人杜亮了, 陆川表面诚惶诚恐, 并无此意, 将军笑容愈发明显, 陆川兄弟不愧是读书人, 这么快就找到了辩驳之法, 将此罪引致君子与小人之争, 若我与你辩论下去, 岂不是成了小人了? 陆川亚裔挑眉, 没错, 不知者无罪这个辩论命题是无解的, 但换成君子之争, 就有了机会, 他也做好了扯一扯的准备, 没想到这个年轻将军, 已经知道了毕书的结局, 将军误会了, 小子不敢, 陆川看出这将军似乎没有恶意, 但还是摸不准这个邵将军的意图, 邵将军轻叹一口气, 环视战战兢兢的众人, 大真百废戴心, 在内有前朝余孽没能倾脚, 在外, 北方有突厥, 西方有吐蕃, 另外又有高沟梨, 窝国等国家, 总想着来中原掺和一脚, 我东周取博, 居然吓得百姓误以为是叛军来劫, 我等心中惭愧, 陆川眉毛一挑, 不言语, 这位邵将军顿了一下, 又说道, 误会我们是叛军, 却依然敢拿起农具反抗, 可见你们骨子里都有血性, 我心胜味, 陆川听明白了, 先醉紧, 再夸赞村民, 拉近大家的距离, 这位邵将军的话术了得呀, 陆川侧头, 不出意外地看见里长一脸动容, 眼泪都差点流出来, 连周围的百姓脸上都出现了动摇和愧疚, 但他的心情反而愈发沉重, 一位邵将军不会莫名其妙地跟他们小农民说国家大事, 他来这里必有所图, 邵将军看陆川沉默尽力, 油言不尽的样子, 心头却有些恼怒了, 他目光咄咄逼人地看着陆川, 陆川, 韩左使跟我说过, 你自幼读书, 又想考取功名利路, 但现于出身无门无路, 我给你机会来我这里建功利宴, 你怎么不来找我? 陆川好险没翻个白眼给邵将军, 先不说从军的危险性, 就这邵将军私自调兵的事情, 估计就不简单, 他目前是一个小农民, 还没有底气卷入世家皇朝的权力游戏, 邵将军说笑了, 我哪一介平民, 只是看过几本闲书, 算不上读书人, 而且沙海道之士, 中间多有侥幸, 更是算不上猛事, 我有自知之明, 不敢来取步兵营献丑, 你在藏桌? 我问你, 你在怕什么? 邵将军在马上, 将身体压了下来, 陆川只感觉一座大山压在自己背上, 心脏几乎停滞, 胸腔更是难以起伏, 甚至有些无法呼吸, 这个邵将军不一般, 居然会给人这么大的压迫力, 两人僵持片刻后, 陆川感觉膝盖都发软了, 全凭一点毅力, 苦苦坚持, 况且, 这邵将军一声令下, 旁边这些军士, 分分钟就能砍死他, 难道, 真的得加入东周曲部了吗? 第47章, 还说, 你不会读书? 陆川意识到, 现在拒绝, 很可能会被当场砍死, 成为邵将军的幕僚, 虽然有很大的危险, 但不一定会死, 而且, 就算邵将军放过他, 他将来早晚也会因为成为巨父, 然后被各方势力盯上, 不管哪个选择, 风险也就是早晚的事,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就在陆川准备松口的时候, 邵将军传来了爽朗的笑声, 那种压迫感骤然消失, 陆川肩膀一松, 但依然心有余悸, 好胆气, 少有人能在我面前支持这么久, 邵将军大笑着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其他军事件状, 纷纷都下了马, 我听闻, 陆川兄弟研发鱼枪, 以一敌三, 又研发出玻璃, 在东夷县大麦, 难道你是墨家传人? 邵将军好奇地看着陆川, 并非墨家, 陆川想了想, 我管着这个叫明科, 明科是哪家学说? 邵将军有些疑惑, 他也保读诗书, 从未听说过, 明科, 平民百姓的学术之意, 此学术, 只为让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 与治国, 休家, 其天下无关, 陆川连忙解释道, 他在疯狂暗示邵将军, 他擅长的是吃饭的活计, 不懂怎么当幕僚, 不会玩权力的游戏, 更不懂上阵杀敌, 邵将军点头, 看不出听懂了没有, 若无其事地笑道, 陆川兄弟, 我对玻璃好奇得很, 能否上门一关? 说着, 他已经向村子走去, 根本不给拒绝的机会, 陆川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可谁叫对方手里有兵, 只好跟着往前走, 但他不知道, 其实邵将军此时已经放弃招揽他了, 邵将军要找的是文武双全的人, 陆川胆气还行, 但身板太瘦了, 根本不像是能上战场的, 所以他现在的心态, 就是来都来了, 顺便聊几句, 参观一下, 而村民们看没有威胁后, 一个个都散开逃跑, 他们可不敢在这群士兵面前活动, 要是施了李树被杀, 那就真的是白死了, 也就里长在内, 一些想要巴结邵将军的, 壮着胆子跟着, 众人向陆川家走去, 郑兴尧还是担心陆川, 便和他挨得很近, 邵将军看见郑兴尧手里的盒子, 忽然想到什么, 问陆川道, 他们在防备我们的时候, 拿着这些小盒子, 我想, 这些是武器吧, 陆川试图敷衍, 就是装一些真的小玩意, 陆川兄弟,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红, 我李元居能在十九岁成为义军之帅, 你以为我靠的是父辈的关系不成, 邵将军李元居有些不悦了, 郑兴尧意识到陆川不想和李元居牵扯太多, 可秀才遇到兵, 可就别想独善其身了, 郑兴尧道, 你别迁怒我家主人, 这是鸡黄匣子, 可以将秀花针射出去, 秀花针, 那东西能伤人, 李元居不信, 是防身, 不是伤人, 郑兴尧深受陆川影响, 知道注意措辞, 李元居听出了这一点微妙的区别, 挑眉, 目光变得有深意起来, 他拱了拱手, 道, 这位姑娘, 叫郑兴尧对吧? 正是, 郑兴尧傲娇地抬起下巴, 这是陆川哥给我取的名字, 愿有星空月景那纯善的美好, 一有姚时不问出身的坚韧不拔, 李元居看向陆川, 你继续藏啊, 还说你不会读书, 陆川冷汗沉沉, 他也明白, 郑兴尧是怕他彻底惹恼了李元居, 他做得对, 隐藏是隐藏不了了, 这邵将军贼得很, 根本没办法忽悠, 那该暴露就暴露吧, 想到这, 陆川就彻底放弃挣扎了, 兴尧, 你给邵将军测试一下机皇匣子的威力, 陆川道, 我看看, 郑兴尧左右扫了眼, 锁定不远处的一丛野花, 他打开保险, 扣下机关, 伴随着某种弹力设备松开的声音, 一片荧光一闪而过, 刹那瞬间, 整个花丛炸开, 所有花草全部被撕成稀烂, 旁边的军士, 连忙伸手去花丛中探索, 将军, 找不到一枚针, 全都插入地下了, 说着, 几人破开泥土, 才找出了银针, 入地三寸, 若是打在人身上, 应当能瞬间将人射死, 少将军瞳孔畏缩, 这个叫饥黄匣子的东西, 根本不在官府的武器库资料里, 在民间属于不禁止的, 可他的威力, 怕是赶上一些短距离的弩了, 重点是, 他看出来, 这些真会扩散, 如果在战场上, 这东西散开, 一瞬间会有一片人被击伤倒地, 能否借我试用一下? 李元居深吸一口气, 问道, 郑兴瑶看了一眼陆川, 陆川点头, 他便大方帝递给了李元居, 去买一头羊来, 李元居吩咐道, 没一会, 一名军士牵着一头羊过来, 李元居站在时步之外, 瞄准了这头羊, 扣动扳机, 刹那荧光一闪, 羊发出惨叫, 全身瞬间染红, 而后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军士检查了一下, 汇报道, 邵将军, 羊的大片骨头都碎了, 周围几个村民, 倒吸一口冷气, 这小小的盒子, 居然有这种破坏力, 旁边的士兵也是感觉全身发麻, 羊扛不住, 人也肯定扛不住, 刚刚要是爆发战斗, 他们一定会有不少人, 被饥黄匣子给射死, 李元居的心中也有些后怕, 刚刚被村民围着, 他只觉得可笑, 现在却已经明白, 那看似唐臂当车的对峙下, 竟藏着如此凶险的杀技, 而能研发出这么危险的武器的陆川, 是什么鬼才, 好一会嘛, 李元居紧皱的眉头才缓缓松开, 他看向陆川, 语气却不由自主地, 变得郑重谨慎起来, 此物, 让我想到了一样东西, 第48章, 全是液态, 陆川好奇地看向他, 瓦岗寨万箭齐发的排弩, 可惜那东西在瓦岗寨破城的时候, 被守城士兵给烧了, 瓦岗寨, 万箭齐发的排弩, 陆川眉头一挑, 你确定这不是隋唐英雄传, 陆川了解过这个世界的历史, 前期很像, 但在五湖乱华之后, 却没有了南北朝, 而是一个名作大宣的王朝, 终结了乱象, 大宣的寿命, 经历了五个皇帝, 才被现在的大臣给推翻, 这里的排弩又是什么情况? 陆川很想问问, 但和邵将军打听朝廷的情况, 被误会成戏作怎么办? 虽然心里有万般好奇, 但陆川决定还是忍着, 回头让侯小黑去民间打听, 而李元居摸着饥荒匣子,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接下来一路, 气氛都比较沉闷, 一直到进入陆川宅院, 李元居才把饥荒匣子还给郑兴尿, 他看了看附近的陈设, 正前方是农村的破泥房子, 正门进去就是卧室, 两张床, 后面连着半路天的厨房和一寺柴房的房间, 左边有一大片空间, 不过工人都不在, 只有一片修筑好的地基, 后方有另一个区域, 应该是玻璃厂, 陆川兄弟, 你这是要盖房子, 准备婚房吗? 李元居问道, 陆川想说, 这就是单纯地觉得房间太少, 不方便, 外加上受不了破泥房子的落后环境, 可看到郑兴尧期待和幸福的眼神后, 陆川把话憋了回去, 误会就误会了吧, 少将军明察秋毫, 陆川拍了个马屁, 李元居走到了地基旁边, 问道, 这地基范围很大, 你能保证房屋不塌不成, 这里的结构又有什么讲究? 陆川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他把手画的设计图拿了出来, 递给李元居, 这里是地下室, 这里单纯夯实, 用来稳固地基, 这里是粪池, 这里是排分管道, 因为我在相对更高的地势, 制作向下倾斜的管道, 只要流水冲刷够猛, 就能保证粪便进入化粪池, 紧接着, 陆川根据房屋的各个细节, 说明建造思路, 少将军对什么都好奇, 全程听完, 丝毫没有不耐烦, 有些词汇很新颖, 但他能很快领会, 但也有词汇始终想不明白, 你说的玻璃马桶, 可以自动清洁, 这是什么意思? 少将军跟我来, 陆川心想, 这位可还真会抓重点, 还好他提前做了个样板, 陆川带少将军来到旁边焊册, 旁边有个大水桶, 主管将水截入马桶中, 他丢进去几片树叶, 摁下抽水开关, 哗啦一声响, 树叶全被冲走了, 少将军眼前一亮, 若是有了这东西, 茅册将再也没有臭味, 他这下理解, 在地基下面打造粪坑的原因了, 转完一圈之后, 少将军更是无比惊叹, 永迟如潭, 夏天降温, 冬日必寒, 还有抽水马桶这种奇思妙想, 陆川兄弟的创造力真是惊人, 但我有个问题, 砖瓦孔系太大, 无法防水, 难道你要用玻璃来制造粪池和泳池不成? 他看了设计图, 那个泳池可是长三丈, 宽一丈, 若是不密封, 绝对会漏水的, 但哪怕是用漆或者鱼胶浇水, 恐怕也经不住长久浸泡, 粪池我用了水泥, 泳池的话, 确实是浇灌玻璃, 陆川问道, 水泥是什么? 你说浇灌又是何意? 陆川有那么多熔炉, 烧个水泥简直不要太难, 之所以没卖, 是因为没什么人消费得起, 别以为有水泥, 砖块就能致富, 这时代能形成体系的产业, 也就是布匹类和陶瓷类, 茶叶, 文房四宝排在后面, 普通百姓要盖房子, 把糯米活着黄泥就将就用了, 谁乐意买昂贵的水泥和砖块? 李源居已经走到这里, 肯定会看玻璃制造的工艺过程, 有些秘密, 根本瞒不住, 但李源居还没意识到水泥的作用, 正好, 他短期也没打算推广, 于是, 陆川故意不在意地说道, 水泥可以看成一种用泥巴烧制的胶, 果然, 听到水泥是泥巴胶, 李源居就没兴趣了, 他继续看着陆川, 等待下文, 至于浇灌这件事, 事实上, 玻璃和陶瓷不一样, 陶瓷烤高温定型, 而玻璃烧厚了, 其实是液态的, 陆川解释道, 液态的, 怎么可能? 李源居惊呼, 饶氏李源居见过不少世面, 也不相信类似陶瓷的玻璃, 居然能烧成洪水, 烧成液态的, 难道不是只有黄金白银吗? 一瞬间, 他想了很多, 请带我去玻璃厂看看, 这一次, 邵将军的语气, 明显恭敬了不少, 陆川心道果然如此, 这家伙, 绝对是从玻璃熔炉的温度问题, 延伸到了炼铁上面, 毕竟铁的熔点, 比黄金白银高了500度, 炼制玻璃的温度, 已经很接近炼铁的温度了, 别人开局遇到的都是冤大头, 他怎么遇到这么精明的家伙? 一刻钟后, 发红的玻璃水, 在干锅中摇晃, 侯小白当着无数人的面, 将玻璃吹了出来, 果然是洪水, 你投进去的, 明明都是些沙土, 贝壳粉和碱, 与金属毫无关联, 居然能让他和金属一般可以交注定型, 邵将军激动地提高声音, 肩膀都在颤动, 可见这玻璃洪水给他的震撼之大, 第49章, 你要说钱, 我就不困了, 不一样, 金属冷却速度快, 但高温玻璃降温速度却很慢, 这个特性, 让玻璃有更多的时间变形, 这种吹玻璃的设备, 就可以用来制造玻璃器, 这里涉及到化学反应和比热溶的问题, 陆川懒得给邵将军解释, 李元居也不强求, 赞叹地说道, 别人烧陶瓷, 先转转盘把陶瓷定型, 然后送入炉中火口, 而你却与之相反, 先将其融化, 而后再旋转定型, 这种与众不同的烧制方式, 根本无人能破解你的配方和工艺, 将军谬赞了, 陆川心道, 只要你不抢我生意就好, 李元居还在盯着熔炉, 目不转睛地问道, 我看这个熔炉, 与我们军中的吹风火炉完全不同, 他的温度更高, 不出意外, 他也能够炼铁, 甚至能炼出品质更高的金铁, 对吧? 不不不, 我可不敢炼铁, 陆川连忙否认, 李元居笑了, 陆川什么想法, 他能看不明白吗? 他丢了个令牌给陆川, 这是内务辅助铁局的令牌, 以后你可以大胆地炼, 不用担心有人找上门来, 多谢少将军, 陆川恭敬道, 心情却更加复杂, 拿了这个令牌, 他确实少了炼铁被杀头的威胁, 却也和李元居挂上了关系, 但现在拒绝, 死得更惨, 希望李元居晚点倒台吧, 李元居不知道他想了这么多, 直接说道, 拿到令牌, 你可以老实交代了吧, 陆川叹了口气, 承认, 确实能断铁, 那些银针就是用熔炉做出来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 小先生奇思妙想, 鬼斧神工, 怕是鲁班都比不上, 不敢当, 陆川惭愧回应, 他那里敢碰鲁班的词, 他的设计图都是系统给的, 不是靠他自己研发创造的, 陆川太谨慎了, 一下子没注意到, 李元居对他的称呼, 不再是陆川兄弟, 而是小先生, 这时候, 李元居却突然给陆川做一拱手, 陆川吓了一跳, 这家伙要干什么, 旁边看热闹的众人, 也被吓得后退了几步, 小先生, 元居有个不情之请, 请问先生, 能否将熔炉公益交于我军中, 玻璃的生意, 李元居没兴趣, 或者说, 他对赚钱没有兴趣, 他心中就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强化他的武装力量, 陆川连忙道, 没问题, 我这就给你, 算是偿还你令牌, 他现在就只有一个想法, 拿走, 赶紧拿走, 求你立马离开马前村, 熔炉公益, 对陆川来说不重要, 系统商店卖的也很便宜, 但是玻璃配方, 那可是涉及到了几千上万两白银的交易, 涉及到陆川积累资本的问题, 只要李元居不拿玻璃配方, 陆川随便他怎么折腾, 但没想到, 陆川刚说完, 旁边侯小白就急了, 你把容炉弄走了, 别人盗走我们玻璃厂生意, 我们村子, 岂不是又得过以前那种穷日子, 夺人钱财, 有如杀人父母, 闭嘴吧你, 陆川连忙把侯小白的嘴捂住, 这家伙怎么看不懂局势呢, 刀子在对方手里啊, 侯小白从小被逛坏了, 完全没有侯小黑的沉稳, 居然连李元居都敢对, 陆川干笑着看向李元居, 邵将军, 这小孩不懂事, 您别和他一般见识, 熔炉和玻璃没有直接关系, 不碍事, 李元居大度地笑了笑, 陆川却不敢放松, 李元居身为上位者, 可以严肃, 也可以温和, 但他一声令下, 就能涂光马前村, 如果因为他一时客气礼貌就冒犯, 到时候惨的只有他和马前村, 将军, 你看这个, 这时, 一名士兵忽然拿着陆川家的斧头走了出来, 陆川一将, 按道一声糟糕, 李元居将斧头拿起来, 用手抚摸了一下, 抚刃处的锐利感, 让李元居仿佛摸到了神兵利器, 他露出金融, 喊道, 拿我的宝刀来, 士兵迅速拿了一把两米长的大砍刀, 比杀猪刀还厚, 看重量怕是有四五十斤, 但李元居一只手, 就轻松将其拎了起来, 他让士兵举起斧头与大砍刀碰撞, 坑的一声脆响, 斧头嵌在了大砍刀上面, 用尽全力地拔出去, 才看到斧头只出现了小小的祸口, 而大砍刀留下了半个巴掌伸的裂痕, 周围的士兵全都到吸冷气, 这可是铸铁局百炼成刀的宝刀, 难道是斧头的原因? 斧头更厚? 不, 哪怕是一般的大铁块, 被宝刀一刀斩下去, 也会破裂, 士兵们纷纷交谈着, 有点怀疑人生的模样, 陆川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炼铁工艺的问题, 古代的铁都很脆, 哪怕百炼也只是清理掉部分杂质, 在他的斧头面前, 这所谓的宝刀也是土鸡瓦狗, 李元居目光灼灼地看向陆川, 小先生, 您怕事不只是拥有着更高温度的熔炉, 你还有类似炼制玻璃一般, 不可外传的炼铁技术吧? 这, 陆川头皮发麻, 大哥, 求你了, 陆川懊恼, 他的工作室伪装成柴房藏得很好, 但这斧头却没有及时隐藏起来, 成了破绽。 这下好了, 又的老师交代了, 秘密不敢当, 就是加了点料。 他勉强说道, 其实铁和钢是两种东西, 钢是掺杂了碳元素的铁, 铁很软, 钢很硬。 所谓的百炼成钢, 就是一次次烤火锤打, 把里面的杂质打碎, 也让附着在表面的碳元素充分渗透到铁里面。 市面上的铁很脆, 就是因为杂质太多。 但他现在炼铁的方式, 不是靠这种原始锤打的手段, 而是直接将其化作铁水, 加料后直接锻造成钢。 杂质直接漂浮在表面, 省去了锤打的过程。 这种方式打造出来的钢材, 能不比百炼成钢的宝刀更强。 李元居看陆川说话半遮半眼, 猛地意识到了问题。 他一味地索要, 别人不可能真的愿意给他好东西。 若先生不吝赐教, 我愿给先生足够的黄白之物作为回报。 陆川心头一个机灵, 好家伙, 原来邵将军还知道支付报酬的。 既然要提前, 他立马就不困了。 第五十章, 只要九十九两, 陆川隐晦地看了眼睁星遥。 他瞬间领悟了陆川的想法, 开口问道, 邵将军, 请问您打算出多少钱买下炼铁技术? 熔炉技术换住铁局的令牌, 这是扯平了。 但炼铁的秘方需要另外算。 李元居看向手下心腹, 后者神情尴尬, 府上已经没有多少余钱了。 别以为皇亲国妻就能随手给出几万两。 一至千金, 这个金是指一枚铜钱, 千金也就是一贯钱, 一两银子。 皇帝看你立功了, 大喊一声赏万金。 是十两银子, 不是一万两黄金。 李元居看起来威风, 其实也没有多少钱。 小先生可否出个价? 李元居倒是不尴尬, 大大方方地让陆川开架。 看到皮球被踢回来, 陆川心头再次骂开了。 这不是看他的分寸吗? 价格给高了, 会被记恨, 被认为不识好歹, 价格给低了, 以后被李元居当成冤大头。 你是少将军, 不是老奸商啊? 陆川心头赋斐着, 陈银片刻后, 说道, 我原本打算, 开价一千两。 李元居不由一愣, 旁边的将士们神情更是生出怒意。 一千两, 狮子大开口呢? 结果陆川画风一转, 但看到将军的家国天下的情怀, 我觉得我应该为大征皇朝的百姓 做出一点贡献。 将军给我九十九两白银, 一丝一丝就行了。 李元居表情古怪, 有一种很别扭的感觉。 九十九两其实也是一笔巨款了, 但想到陆川从之前的一千两 降到不到一百两。 他又觉得, 在强求法师他仗势欺人。 李元居不知道, 自行降价, 本身就是陆川的话术。 九十九两又是一个经典营销定价的把戏。 减掉一两明明差距不大, 却会给人赚到的感觉。 九十九两, 还行, 小先生给我几天的时间, 我得调及取部的人去青州取钱。 李元居道, 正好, 需要炼铁的炉子, 我得重新打造。 毕竟他的工艺和玻璃熔炉不同。 陆川拱手说道, 为了李元居心甘情愿地付钱, 陆川道, 这几日, 邵将军可以派人跟在我身边, 学习如何选择材料, 如何搭建熔炉。 李元居喜上眉梢, 就不错了, 现在陆川居然愿意带他的人, 学习如何制作铁路。 要知道, 向老师傅学习手艺, 一般都是父子师徒传承。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陆川不提拜师, 却愿意传授, 在古代人眼里, 是让李元居占了天大的便宜。 陆家的赠品课程, 立刻让李元居感觉, 这笔生意物超所值。 那元居就叨老先生几日了。 李元居看向部下, 说道, 阿福去村子附近挑个位置, 安营扎寨。 莫。 接下来也没什么大事了, 李元居带着部下扎营。 看他们安安生生离去, 马前村也没发生刀兵之争, 陆川终于松了口气。 莫过多久, 侯小黑急匆匆赶了回来。 抱歉, 大哥, 我在葫芦顶附近探查消息, 没能及时回来。 侯小黑眼睛发红, 大哥差点被欺负, 他居然不在场。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坏事, 侯小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问题不大, 陆川摇了摇头, 虽然搭上李元居的关系, 将来可能会被连累, 但现在能赚到白银, 得到合法炼铁的令牌, 玻璃配方也没丢失, 总的来说, 还是赚的。 但这种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感觉, 让陆川很是不爽。 等我发育几年, 当我准备先捉的时候, 哪怕是李元居, 也得给在我面前, 给我趴着。 陆川暗发誓, 李元居, 原来是东周曲部的少将军。 侯小黑却陡然松了口气, 陆川一愣, 才想起来, 侯小黑和他的哥哥, 曾经被李元居拉撞钉去围剿海盗。 不过侯小黑活下来了, 他的堂哥死了。 侯小黑脸上露出笑容, 定然是前些日子, 韩佐使邀请大哥去拜访少将军, 大哥没去, 所以少将军才亲自登门拜访。 可我想不明白, 其实少将军人不错的, 是可以追随的民主, 大哥为何不投靠他? 侯小黑又劝一声, 很显然, 他很想加入李元居的麾下。 他人品很好, 陆川不打反问, 可以说是为将清廉, 爱民如子。 很多军卫都传过不好的言论, 比如图成, 劫掠百姓或者强迫妇女。 但少将军的部下, 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 侯小黑对李元居大为推崇, 在一众将军元帅中, 李元居确实还算挺好说话的。 陆川点了点头, 意识到他的胆战心惊, 主要是地位差距带来的。 也是他运气好遇到李元居, 要是换做其他古代将军, 鬼知道马前村会有怎样的下场。 但转念一想, 其他的将军, 怕是不见得有李元居这么聪明。 陆川已经没那么生气了, 以后追随的事情别提了, 我只想安心地当几年小农民。 侯小黑文言有些失落, 但也没再多说什么。 小黑, 大真那些开国功臣, 可有叫做程咬金的人物。 陆川突然问道, 这个问题, 他憋了很久了。 尤其是听说存在瓦岗寨, 陆川更是有些忍不了。 没听过, 不过那些名将里, 倒是有个叫程楼。 侯小黑道。 陆川努力回忆了一下, 一下子想不起有谁叫做程楼的, 于是停止了动脑。 没有程咬金就好, 有程咬金意味着有李世民这样的存在, 他可不想卷入李世民争权夺利的动荡局势中。 又过了一会, 出逃的村民知道来村子的不是叛军, 一个个陆陆续续赶回来, 但没有人敢靠近驻扎之地。 曲部军队向村民购买了不少物资, 价格都很公道, 没出现欺压的行为。 陆川大概打听了一下, 就没有继续跟进。 他把花生搬回家里, 开始准备制作装油的厚玻璃瓶, 其特性为不易碎, 方便他人用这种瓶子反复打油。 由于村子里有队伍驻扎, 短时间内不用担心山寨找上门来。 陆川就让侯小黑歇个几天, 顺便做顿饭犒劳他。 只是正在做饭的时候, 李元居又找上门来了。 陆川发现, 李元居脸皮真的是厚得狠, 都不把自己当外人的。 李元居看到侯小黑在匹柴, 不由发出笑声。 小子, 去年跟我围剿过海盗, 我记得。 邵将军您记得我? 小白可是跟我长得一样。 侯小黑很惊喜, 他没想到他被认出来了。 你跟那个玻璃学徒确实长得很像, 但你们的气质完全不同, 他像是一个孩子, 而你已经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了。 李元居笑着道, 侯小黑心中感动着, 他没想到他这种小人物居然被记住了。 陆川有些诧异地看着李元居。 这是提前调查过, 心里有底了, 还是说, 在李元居眼里, 侯小黑和侯小白真的区别很大。 第51章 陆川到底是什么人? 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说明李元居收买人心很有一套。 李元居看侯小黑身带佩刀, 胳膊上有着明显的肌肉条理, 就知道侯小黑的战斗力比去年更强。 侯小黑, 去年我没有招你入伍, 是看你年纪太幼, 又要养一家老小。 如今, 你弟弟已经有了养家的能力, 你可有愿来我麾下。 侯小黑很推崇李元居少将军, 在陆川面前, 还屡次邀请陆川一同为李元居笑名。 可见侯小黑内心是希望加入东周曲部的。 陆川看着侯小黑, 心中为他高兴, 李元居提出这么个邀请, 他肯定会答应。 多谢将军厚爱。 侯小黑果真拱手, 但就在陆川以为他会答应的时候, 侯小黑的表情却变得严肃而诚恳。 但我已经发誓, 此生追随大哥, 大哥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为他鞠躬尽瘁, 安前马后。 陆川愣住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侯小黑。 李元居差一片刻, 旋即笑盈盈地看着陆川。 这个小先生太能藏了, 胸怀大才, 拥有鬼斧神功的发明创造力, 居然还能让侯小黑这样的汉子发誓效忠。 可陆川为什么不愿意跟随他? 难道是我刚来的时候, 以战场的煞气来考验他, 引起了他的不满? 不对, 以陆川的心境, 绝对不会是这种小家子气的人。 李元居想不明白, 吃饭, 啊, 阿苗跑出来喊道, 忽然看到一身轻甲的李元居, 被吓了一跳。 陆川揉了揉阿苗的脑袋, 对李元居道, 粗茶淡饭, 先请少将军恕我招待不周了。 小先生谦虚了, 李元居走进屋里, 发现郑兴尧在摆设碗筷, 不由正了一下。 这屋内环境昏暗, 哪怕点了油灯, 也有很多阴暗角落, 为什么郑兴尧的动作这么麻烈? 小先生, 我听闻郑姑娘患有严重的鬼蒙眼的病症, 我看她的样子, 好像未受影响。 陆川还没说话, 郑兴尧便轻快地回了一声。 治好了, 李元居错愕地盯着郑兴尧, 而后忽然反应过来, 一个急转头望向陆川。 可是先生治好, 陆川摸摸鼻子, 是我。 这种小事, 全村都知道, 没什么可瞒的。 但李元居却神色激动, 往前一步对着陆川重重地做了个衣。 少将军, 你这是做什么? 陆川吓了一跳, 这个鞠躬, 头和身体都弯成90度了, 这大力, 他可受不了。 小先生, 你可知, 这鬼蒙眼折磨了多少将士吗? 大多数士兵都有夜盲症, 到了夜晚都事物不清, 导致军队不敢轻易发动夜袭, 哪怕夜袭了, 也只能调动小谷部队。 因为缺乏维生素A, 大征皇朝虽然不算是遍地夜盲症, 但很多人夜晚看不太清也是真的, 只是没有之前的郑兴尧那么严重。 这个疾病, 让全国上下所有大夫束手无策。 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 军队夜晚作战能力将大幅度提升。 陆川想起来, 前世的古代夜盲症用肝脏治疗的办法, 就是唐代孙思淼提出来的。 而这个世界, 根本没有孙思淼。 邵将军赶紧起来, 你心怀天下, 我自叹不如, 这夜盲症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只要多吃动物肝脏, 很快就能调养过来。 吃肝脏? 这还是富贵兵? 李元居下意识回应, 陆川一头黑线, 同样的话, 他也听村民说过。 不只是肝脏, 鸡蛋, 水果, 红枣, 杏仁, 栗子都行。 当然, 动物肝脏的效果最佳。 水果, 杏仁这些, 也不是人人能吃的。 邵将军脸色愈发难看。 这个时代, 物资条件落后, 确实是个大问题。 或许碳水化合物能勉强摄入, 其他作物和肉类就很难了。 胡萝卜和南瓜也行, 主要是红色和黄色的蔬果。 陆川苦思冥想, 邵将军心情却一沉再沉。 这些东西, 也不是不能找, 但没办法普及全军。 陆川看到他的表情, 心情也沉了下去。 古代的条件, 比他想象的艰难很多。 他现在来到古代, 是真正体验到, 什么叫核不食肉迷。 治疗夜盲症的食物, 看起来有很多, 但能有多少人能经常知道? 未来的各种作物产量高, 那是经过了数百年的选育得到的结果。 是无数农民与仙辈, 偶心沥血无数代带来的福利。 而现在, 看看路边, 每一年都有农民饿死, 以至于年幼的阿淼, 菜菜, 都不怕尸体。 哪怕是采薇这个小丫头, 都能胆大的割下海盗的脑袋, 背着到处跑。 古代的残酷可见一斑。 陆川暗暗额头, 胡萝卜应该是不难找的, 尽量多种胡萝卜吧。 军中可以专门成立一个, 专用于夜战突袭的队伍, 优先供应更好的食物。 李元居点头, 现在看来, 只能如此了。 胡萝卜我已知道, 南瓜是何物? 南瓜又称窝瓜, 可以在南方找到, 瓜肉呈红色。 陆川说道, 李元居默默把这些信息记在心里。 虽说夜盲症没办法直接解决, 但他不得不承认, 今天来拜访陆川, 先后得到钢铁熔炉, 炼铁秘方, 现在又知道了治疗夜盲症的方法, 他已经算是硕果雷雷了。 至于陆川, 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虽然陆川不承认, 但李元居猜测, 他背后必然有墨家传承之称。 请将军上桌吃饭吧。 陆川看李元居没有问题了, 便招呼他上桌。 李元居回神, 坐下, 看见桌上的东西, 表情顿时诧异起来。 第52章, 我好心帮你, 你要害我。 这些食物, 居然都不是汤汤水水的。 这些都是, 用你的花生油烹制的。 李元居好奇道, 没错, 邵将军情品尝, 陆川态度自然地坐下, 却发现郑星尧几人都站在一边不敢动。 李元居也注意到了, 立刻开口, 你们别敢看着, 一起上桌。 众人互看一眼, 跟着上来, 但都很拘谨。 清脆爽口,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 李元居尝了一口炒花生苗后, 眼睛发亮, 又忍不住把筷子伸向另一道菜。 结果, 每一样食物都让李元居大开眼界。 如果不是在别人家, 他甚至想要把这些全都塞进肚子里。 李元居吃得很痛快, 但也注意分寸每一样菜浅尝折脂。 这么美味的菜色, 却不能来一口美酒助兴。 当真遗憾。 李元居唏嘘道, 陆川无奈道, 招待不周, 请将军见谅。 李元居是贵人, 哪怕对方蹭吃蹭喝还挑三拣四, 陆川也得好言以待。 李元居挥了挥手, 表示无需在意, 看向陆川, 目光炯炯。 他原本因为陆川太过瘦弱, 放弃了招揽的想法。 可现在又看到陆川带来的一项像惊喜, 这叫他的心思又活络了起来。 陆川被李元居看得浑身不舒服, 正别扭着李元居先说话了。 我来此地, 调查了小先生的生平, 却从未自报家门, 实属不应该。 我明李元居, 自恩孝, 家父为渔王, 不过只有封王, 没有封地。 大征皇朝为历时, 我上位极官便上阵杀敌, 随着圣上南征北陶, 后成就左卫为大将军之职, 封定远将军。 可惜与匈奴的战争中, 一念之差导致败仗, 我从前线调回, 圣上前我为曲部少将军, 来青州协同节度使, 负责东面海域与倭寇海盗的战争。 不知不觉, 已是两年过去。 李元居没有具体说明, 是怎么败给匈奴的。 叹了口气后, 反而又笑了起来。 如今, 我们面临着各方外族的入侵, 但有了先生的炼铁之法, 必然能让各个军部大杀四方, 还边境长治久安。 看着李元居那幸福期待的笑容, 陆川感受到了一种纯粹, 一种对家国天下的纯粹。 或许, 李元居和他开始想的, 不太一样。 陈阴片刻, 陆川道, 我可以再给你们一点小小的帮助。 李元居诧异地看着陆川, 陆川很清楚, 古代将士对精炼武器是怎样的渴求。 他原本只想要用二十文钱的熔炉设计图, 幻里元居的九十九两, 再教他们把铁链得更加精炼一些。 但现在, 他觉得可以稍微多给一点。 陆川看向面板, 熔炉基本上是不用他操心了, 主要是铁矿石的问题。 现在炼铁工艺不行, 很多铁矿石因为金属铁含量不高被淘汰, 其实都可以重新利用起来。 而各种铁的氧化物, 都可以通过化学反应得到纯铁。 系统里, 关于各个类型矿石炼铁的化学反应配方, 全部买下来也就是二两银子的事情。 我可以学一下这些换成古代人能理解的方式来描述, 梳理成册, 交给李元居, 陆川阿暗道。 这样处理, 依然有五十倍的收益, 陆川也不会亏。 什么小小的帮助? 李元居期待地问道, 他已经摸透陆川的性格了。 这是他见过的罪贼的人, 藏桌已经成了本能。 这小小的帮助, 怕是晓不到哪里去。 请将军去给我准备一些铁矿石, 最好是那种难以使用的铁矿石。 你是说, 李元居猛地站起身来, 桌子都差点被他撞翻。 阿暗夏得赶紧摁着桌子, 生气地看了眼李元居, 然后又害怕地低下脑袋, 咬牙切齿地不敢让李元居看到。 先生大才, 李元居恳请先生入朝为官, 以先生才能, 想必圣上也会亲自接见先生。 陆川下的脸都白了。 好你个李元居, 我看你心怀天下, 是个好将军, 就想帮你。 你居然要害我。 伴君如伴虎, 李元居的人品, 或许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得到了证明。 可皇帝是什么鬼东西? 尤其是开国皇帝, 基本上都疑神疑鬼的, 一言不合就要杀人。 他才刚穿越, 什么底蕴都没有积累起来, 哪里能轻易卷入朝堂的勾心斗角。 请将军莫要如此, 我只想着马前村的义母三分地, 无意入朝为官。 李元居观察敏锐, 看陆川碧朝堂如碧鬼神, 心中苦涩, 可惜了, 看着大家因为他放不开胃口。 李元居道, 我这就命人去准备铁矿石, 诸位请继续享用晚宴。 李元居告辞一声, 转身离开, 侯小黑赶紧起身, 把人送到门口。 终于能大胆吃饭了。 郑兴尧松了口气, 把一块婴儿拳头大的猪腿肉 塞在嘴里, 嘴巴骨地滚圆。 姐姐, 你给我留点, 阿淼急了。 别闹, 猪肉太新山了, 你上次就直接吐出来了, 不许吃猪肉。 郑兴尧胡伦吞下, 美好气地道。 哇, 姐姐你坏。 阿淼当即哭出来。 阿淼不哭, 我的鸡腿给你。 菜菜连忙安慰阿淼。 我不吃你的, 你要长肉。 我姐姐全都是肉, 还跟我们抢吃的, 姐姐坏。 阿淼泪眼婆娑地抱怨道, 陆川见状, 一头黑线。 侯小黑干笑了几下, 不好意思加入话题, 默默加了点菜, 在一边偷偷地吃。 姐夫, 你平平理。 阿淼求助道, 陆川把碗里半肥瘦的五花肉 送到郑兴尧碗里, 多长点肉。 阿淼嘴一扁, 再次哭了起来。 第53章, 一份人情, 无价之宝。 不哭, 不哭, 阿淼乖。 菜菜连忙把阿淼的小脑袋抱在怀里, 温柔地给他擦眼泪。 郑兴尧得意地笑着, 手伸到桌底下, 狠狠地掐了阿淼, 大腿一下。 阿淼哭得更厉害了。 接下来的事情, 也算是步入正轨了。 李元居安排了一名学徒, 来跟陆川学习如何选材, 如何搭建熔炉。 那学徒一身剑子肉, 看着很是凶悍, 可记录笔记时的文字, 行云流水, 得体优美。 看能力谈吐, 必然是李元居的心腹之流。 但陆川大概知道李元居的性格后, 就开始大胆使唤李元居的部下, 让他们去帮自己, 收集各种制作耐火砖, 耐火泥的材料。 系统的熔炉, 难度技术不在于材料本身, 而是通过材料搭建出特殊的聚火构造。 三天后, 军事学徒已经记住了如何搭建熔炉。 李元居的部下也把铁矿石收集回来, 一群军士围在炉火旁边, 连李元居也在旁边盯着。 陆川让人把铁矿石敲碎, 然后把矿石碎片丢进熔炉里, 点燃火焰。 高温汇聚通风口肆虐着火光, 站在旁边的军士们, 没一会就满头大汗。 陆川用工具搅动着炉子, 看到温度达到最高点, 所有矿粉都变成红色后, 便将贝壳粉和碳粉倒入炉子中, 鼓入空气继续搅拌。 太费劲了, 要是有个全自动的多好。 陆川心中叹气, 又看了一下系统面板。 全自动炼铁炉设计图, 十两, 材料水平不达标, 无电源能源不建议购买。 就算买来了, 也用不了。 炉火搅动, 不一会, 下方就流动着液体铁水, 铁水上漂浮着数量不少的炉渣。 陆川用妄恐不一的防火工具将它们捞出来, 剩下的就通过炉子的特殊结构从上面流出。 很快, 炉子里就只剩下铁水。 陆川继续搅拌, 教他们如何彻底解决铁水里的杂质。 大概两克钟后, 铁水引出, 注入模具中, 一把崭新的刀胚出现。 通体有黑, 看着并不锋利。 接下来, 就是断铁。 因为杂质已经清理差不多了, 只要锤打几次, 形成层撞结构, 再开刃就行。 交给我了。 一名壮汉走了出来, 将这把大砍刀重新锤打锻造了八次, 并将其开刃。 之前的士兵阿福把断裂的铸铁鞠宝刀再次拿了出来, 和大砍刀对砍。 坑, 宝刀再次裂开, 而新铸的大砍刀只有小小的豁口。 李源居健壮, 兴奋的脸都红了, 大喜道。 好, 有如此断铁技术, 我大真皇朝产铁量能增加数倍, 何愁无兵器可用。 该死的一族, 你们的末日来了。 这次炼铁, 用的是无法利用的生铁矿, 但时间却比百炼成钢短, 炼制出来的武器, 更比百炼成钢的宝刀还要坚韧。 这些技术, 足以彻底革新整个大真皇朝的炼铁工艺, 四方边境的士兵战斗力将提高二三成。 李源居来到陆川面前, 重重地给陆川作一。 先生大财, 无数边疆将士都会记住先生的大恩大德。 先生大财? 周围的士兵动容, 纷纷跟着做报权力。 陆川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谁会吃饱了撑着去宣传一个打铁匠? 放在前世, 根本没人记得谁发明了马蹄铁。 他可不在意这些东西。 陆川走到一边, 将一本书册递给了李源居。 这是我最近书写的, 关于各类矿石的鉴定和炼铁方法。 你们参考今天的断铁记忆, 自己研究吧。 陆川说道, 李源居看到封面写着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呼吸顿时急促起来, 意识到这是一本神书。 他恭敬的身手仿佛接下某种崇高使命, 小心翼翼地将书册接过来。 只是随便翻看几页, 看着那详细又无法理解的炼铁流程, 他就惊为天人。 此书为无价之宝, 用金钱衡量简直是玷污了他。 说着, 李源居伸手将脖子上的金锁拿了下来。 这是我母亲给我的, 今日献给先生, 以作报答。 将军, 不可啊。 周围的几名地位不低的, 似乎是心腹的军事都急了。 李源居怒目而逝, 吓得他们不敢再说话。 李源居重新弯下腰, 将金锁递给陆川。 若是陆川不要, 他就不起身。 金锁本身就有着足够高的价值, 更何况这还是他母亲留下的物品。 但陆川可不敢要这东西, 李源居可能是真心实意要感谢他。 但他要是拿了, 那些将士可就忍不住了。 陆川的恩情再大, 也比不上他们效忠的将军。 他想了想, 你要真给我东西, 那就等我成亲的时候, 送我一件礼物就行。 你母亲给你的物件, 你应该自己留着。 这里藏了点小心思, 让李源居提前准备礼物, 可以让他想好送价值足够, 却不会引起争端的东西。 李源居想想, 便重新将金锁收好。 那源居便等先生婚讯了。 这本书太贵重了, 李源居真的感觉送什么都不足以感谢陆川。 原居将铭记先生的贡献, 此生不忘。 他现在的态度恭敬到了极点。 好了, 炼铁的东西都交给你们了, 将军若是无事, 还是早先回去吧。 陆川只希望这些人赶紧走。 尤其是李源居, 每天来他家蹭晚饭是什么意思? 别以为他不知道, 李源居就想吃他家的红烧鱼和花生苗。 但李源居没有离开, 而是一脸纠结。 陆川紧张地看着他, 这不会又要闹什么幺蛾子吧? 第五十四章, 守成重器。 元居请先生赴长安入室。 若是陛下知道先生大财, 必然会将铸铁局交与先生。 陆川心头直突突, 这个李源居到底什么意思? 怎么总想着骗他去长安害他? 以此书策, 让我大征皇朝铲铁翻数倍。 先生之功劳, 足以封绝封地。 旁边郑兴尧他们一听, 顿时激动了。 当官, 可是古代所有人骨血里流淌的渴求。 若是能封绝, 世袭罔替, 整个陆家的血脉都彻底高贵起来。 陆川也彻底脱离平民阶层, 成为贵族。 哪怕将来落魄了, 也不会回归平民, 而是寒门。 快答应啊! 众人心中呐喊着。 陆川心动, 但还没被贪婪, 剥夺了理智。 一旦封绝, 必然会进入世家事业。 鬼知道会不会有哪个吃饱了撑着的世家, 非要他加入那个家族。 他知道他早晚会被世家盯上, 但这个时间越晚越好。 陆川咬了咬牙, 李元居不可思议地看着陆川, 连爵位都不要。 这家伙脑子里到底想些什么? 旁边郑兴尧他们也惊呆了。 为什么陆川死活不做官? 如果目光有温度, 陆川感觉他快被烧出无数个窟窿了。 他心中苦笑。 如果他除了现在露出的东西以外, 一无所有, 那答应李元居是最好的选择。 可他心中清楚, 凭他的本事早晚都会落在有心人眼中, 越早被人盯上, 就会更早被打压。 只有先积攒实力, 才能有底气发展。 封地不封爵, 最适合他, 也不容易被文人或者世家攻击。 否则他们会觉得, 陆川震尼腿子不过就是弄了点打铁的玩意儿。 凭什么和他们一样, 即身为人上人? 李元居觉得他是欠陆川的, 终究强忍着, 没有恼怒和问。 他耐着性子道, 先生想要封地而不封爵, 是不想进入太多人的视野。 先生隐士之心, 元居佩服。 但先生想要封地, 除非有让圣上不得不为先生行特别执法的功劳。 意思是, 光靠这些铁器, 还不够。 陆川点头, 思索一圈, 有了主意。 我记得, 你说过万箭齐发的排弩, 参考饥黄匣子的设计理念。 如果我帮你们修复这种排弩, 增强你们守城的能力, 这个功劳是否够了? 先生能修复? 李元居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 真是在陆川家, 每天都有惊喜啊。 也不算修复, 毕竟我都没看过原本的东西, 但是我能做个同样功效的东西。 李元居看向正星鸟, 想到了饥黄匣子。 饥黄匣子与万箭齐发类似, 但饥黄匣子只有八掌大, 但那排弩可是重达数百斤, 这能一样? 李元居有轻微怀疑。 放心吧, 我能做出来。 系统离守城像分类里, 确实有类似的东西。 万箭齐发, 八百文, 自动喷射数万箭雨的神器, 因为体积过大, 搬运困难, 适合用于守城战争中。 八百文换一个地主身份, 而且如果每个边疆城市都有了这东西, 那些异族人就很难攻破城市, 这也算是给边境的百姓做贡献了。 先生已经有了设计思路了, 我看先生这些日子都忙着坐炉和写书, 怕是没有多余的精力钻研这个吧。 李元居其实心里已经信了, 但还是忍不住多问几句。 结果陆川理所当然地道, 这个又不难, 只要动动脑子就行了。 动动脑子? 为什么我的脑子动不起来? 李元居气息一致, 玄机敬佩道, 先生大才, 原居自愧不如。 陆川走到一边, 拿出了宣纸, 研磨墨水, 然后将脑海里的设计图画在了之上。 宣纸有点渗, 导致设计图不是很清晰, 不过大概也能看轻排弩的内部机械构造。 这东西确实比饥黄匣子复杂无数倍, 需要大量零件打磨。 这样吧, 你去安排一下, 给我弄一千斤的铁矿, 另外再配备三千只剑鱼。 陆川顿了顿, 有点担心被误会, 问道, 拿得出来吧。 万件齐发, 可不是纯木头构造, 里面很多精密的零件都需要用到金属。 陆川要这么多, 可不打算中饱私囊。 可设备研究出现磨损, 这很正常吧? 剩下的铁矿, 那到时候铁矿搬运困难, 留给它作为研究用途, 合情合理吧。 毕竟陆川已经进入了县衙的视野, 买的每一份铁都得报备。 太麻烦了。 整个大真皇朝, 无数能功巧匠都无法重现万件齐发的风采。 先生有大财, 能修复, 谁敢阻止先生? 那就是和边境无数百姓为敌。 李元居表示, 不管陆川想要什么材料, 他都会给陆川弄来。 安排完找材料的人之后, 李元居以为陆川需要研究和思考, 便没有打扰陆川, 带人先回了营地。 陆川再次忙碌起来, 制作各种木头零部件。 设计图是烙印在脑海里的, 它可以完美复刻。 但别人要是从他画出来的设计图中领悟, 那难度就高了不止一筹。 所以在做零件的时候, 陆川还准备了说明书图纸, 给不同的零件编号, 方便将来各个军部能够根据图纸做图。 下午, 陆川在工作室里忙碌着, 旁边端着几个水盆降温。 郑星瑶在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吧。 陆川道。 我能进来吗? 郑星瑶有些担心地问道。 之前陆川是怕炼铁的秘密暴露, 所以不让郑星瑶进屋, 他现在有了铸铁局的令牌, 那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没事。 进来。 陆川道。 郑星瑶大为感动, 他知道这个房间有大秘密, 因此, 陆家所有人都把这里当作禁地。 陆川同意他进入工作室, 那就是真正的认可了他了。 他决定, 不管在工作室里看到什么, 他都要把秘密死守下去。 第55章 郑星瑶的计划。 但进了工作室, 郑星瑶发现, 这里除了一个炉子, 一堆工具, 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秘密在哪里? 郑星瑶一头雾水。 有什么事? 陆川问道。 郑星瑶拿起扇子, 坐在旁边给陆川扇风。 哥儿, 你为什么要拒绝做官? 郑星瑶问道。 陆川沉阴片刻, 这个问题不好答, 他拒绝官场的行为, 在这个时代, 确实是特立独行的。 他想了想, 放下手里的句子, 严肃地看向郑星瑶。 这还不到时候, 官场如战场, 靠别人是没用的。 哪怕有李元居的支持, 也充满各种危机。 只有我自己强壮起来, 才能够不惧风吹雨打。 他说完, 却忽然有点担心, 怕郑星瑶不能接受, 觉得他没有志气。 结果, 郑星瑶失神片刻, 轻声道。 哥儿, 我发现你是世间难得清醒的人。 陆川诧异, 你认可我。 郑星瑶点头道。 我懂哥儿的意思, 我们现在, 还是小家小户。 就像遇到今天的李将军, 只能顺从, 不能反抗。 陆川眼睛亮起来, 郑星瑶继续说道, 但后来, 将军认可了哥儿, 甚至给哥儿作医了。 哥儿不是暗于现状的人, 你一定是想着, 等我们实力强大起来, 哪怕是将军, 甚至更大的官, 也要恭恭敬敬的。 有梦想, 但不浮躁, 他越来越欣赏陆川了。 除了陆川, 矫情不娶他, 他想不到陆川, 还有什么缺点。 不过新房子, 是婚房, 他感觉, 未来的日子, 还是能好好期待的。 他的嘴角, 勾起了幸福美满的笑容。 陆川没想到郑星瑶, 真的懂他, 心里高兴极了, 但还是勉强绷住唇角, 做出严肃的表情, 提醒他。 有些话, 你我知道就行, 千万不要往外说。 郑星瑶拍了拍胸膛, 这个世界, 我只对哥儿掏心掏肺, 其他人, 想都别想。 那你和陈雪薇, 陆川眼神悠悠道。 不一样, 咱们有很多秘密, 我也没告诉薛薇呢。 郑星瑶拖着下巴, 美丽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陆川。 天气炎热, 房间的温度在升高, 陆川晴不禁扯了扯衣服。 拖了吧, 你是男人, 没关系的。 陆川也不绞情, 把上衣脱掉, 没有短袖, 真不是人能遭得住的。 看到陆川的上半身, 郑星瑶晴不禁戳了戳陆川的腹肌。 原本的陆川肚子是一整片, 但最近早上又被郑星瑶叫起来跑步, 每天还得和他一起, 跟着教头练几个时辰。 腹肌是真的锻炼出来了。 好不好看, 没有男人经得住炫耀腹肌的诱惑。 臭眉。 郑星瑶轻笑了一下, 闻到郑星瑶身上莫名的响起, 陆川的心灶动起来。 他右手一拽, 郑星瑶整个人摔到了陆川怀里。 郑星瑶呆呆地看了陆川面容片刻,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发出一声泪啊。 他努力让自己显得娇羞一点。 陆川嘴角抽了抽, 不会害羞就别装啊。 出戏了呀, 这声惊呼, 谁教你的? 雪薇教的, 他说女孩子要柔弱可欺一点, 这样男人就会忍不住欺负你。 郑星瑶一如既往, 在第一时间卖队友, 没必要学别人, 你做好自己就行了。 陆川摇了摇头, 郑星瑶痴迷地看着陆川, 轻声问道。 雪薇一直很好奇, 他说因为你惯着, 我性格越来越粗鲁了, 他怀疑你是不是喜欢男人? 陆川一脸黑线, 我喜欢女的, 那雪薇都投怀送报了, 你为什么不接纳他? 他性格比我温柔很多, 而且也比我能干。 你那些账母, 被他打理得清清楚楚。 我除了力气大点, 打架厉害一点, 根本没有别的什么本事。 我的心不大, 接纳不了太多人。 陆川解释道, 嘻嘻, 意思是我杰族仙灯了? 郑星瑶高兴起来, 拿脸淡钻了钻陆川满是汗水的胸膛, 完全不怕捍卫和黏腻。 陆川好笑地搂着他, 语气柔和。 你看, 你现在的样子不就在撒娇吗? 每个女人都有可爱的一面。 郑星瑶眼神动容, 他一直以为他需要伪装才能做到。 原来喜欢一个人, 慧琴不禁靠近他, 蹭他, 向他撒娇。 但他不想仅此而已, 他想要主动。 看着陆川, 他伸手勾住陆川的脖子, 主动迎了上去。 陆川看着这诱人的薄唇, 心跳不断加速。 姐姐! 外头传来了叫声。 声温的气氛再次被破坏, 两人的兴致瞬间消散。 我一定要撕了他。 郑星瑶回过神来, 撸起袖子, 冲了出去。 陆川也有点郁闷, 他性格内敛, 不太懂怎么主动。 郑星瑶大胆, 正合他意。 本来工作室没有外人进来, 他们完全不怕被破门而入。 结果阿淼这魂球居然又跑来碍事。 摇了摇头, 陆川甩掉一念, 继续打磨零件。 外头传来了阿淼的哭声。 是教头, 他去军营了, 他让我跟你说一声。 阿淼捂着被掐得剧痛的屁股, 哭着解释道。 去军营了? 郑星瑶的教头是陈雪薇的陈家的打手, 曾经的老兵。 郑星瑶突然想起来, 教头说他的武艺在军营里排不上号, 我能否去向军营的人讨教武术? 郑星瑶自己也是有想法的人。 既然陆川也有野心, 不做官只是有更长远的打算。 他立刻也跟着起了心思。 谁说女子不如男? 如今大真皇朝刚刚经历战乱, 每个村子的丁口被征兆后, 村子里的女孩比男孩还多, 哪怕被溺死了不少, 依然还是多到让一些地主家养满了丫头。 这么多女孩, 凭什么就得等着被卖到青楼? 征兆士兵的时候, 凭什么只收男人? 原本的郑星瑶是绝对不会生出 谁说女子不如男这种念头的。 可陆川对他的尊重, 对他的纵容和培养, 让他内心的一点惺惺之火熊熊燃烧。 陆川从点点滴滴的行动中, 为他开了志。 郑星瑶回头看了眼工作室, 目光愈发坚定。 陆川拒绝了陈雪薇, 在无形中提醒着他, 告诉他, 他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 这更是激励着他, 让他渴望独挡一面, 为陆川排忧解难。 他心中有了自己的计划, 便快步离开院子, 赶到了里长家。 第五十六章 红花油问是, 采薇姑娘在吗? 郑星瑶喊道, 采薇的嫂子探出脑袋, 采薇去山里抓野鸡了。 郑星瑶问, 他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吧, 他还得赶回来吃午饭。 采薇嫂子说道, 等了一会, 郑星瑶看到采薇, 他兜着衣服, 怀里有十几颗鸟蛋。 山上容易抓的动物, 早就被村民抓走了, 采薇能掏到鸟蛋, 也算是厉害的。 大鸭, 星瑶姐, 你找我。 采薇老远就看到, 郑星瑶在他家门口。 没错, 我想组建咱们女子的队伍, 能一起战斗, 一起杀敌的。 我听说, 你赶阁海盗的人头, 我觉得, 你有这种勇气。 民兵? 可是不是不允许。 女子兵, 郑星瑶眨眨眼。 采薇登时懂了, 律法里好像没有对女子进行约束, 不用担心, 因为组建私兵被抓。 但这种私人性质的民兵, 和士兵不一样, 并没有朝廷负责米粮和军饷。 郑星瑶想要弄什么规模? 总不是就我们两个人吧? 如果人多了, 我们吃什么? 家里的农活怎么办? 采薇想到这, 便问出了口。 她年纪虽小, 但不冲动。 我们两个先开始学习, 等以后哥儿生意做大了, 我会接手一部分生意, 我会把我赚来的钱, 用来养女子兵。 听到这番话, 采薇来了兴趣。 陆川的才华, 她也是看得到的, 如果郑星瑶接手其中一部分, 确实有能力养活一对女人。 钱粮的问题, 倒是解决了, 可我们要怎么学习组建一个正规的军队? 采薇继续问道, 两人商议一会后, 锁定了一个非常好说话的大人物。 这个大人物, 已经在一次次蹭饭中, 证明了自己的品格。 于是, 两人一起赶到了村外的营地里。 二位姑娘, 找我有什么事? 李元居看到两位女孩, 有些不解。 这年头, 姑娘们都能支撑一个家庭的生产, 但不代表这两个黄花闺女, 就敢拜访全是男人的军营吗? 也就是他这里的士兵都严于律己。 换做某些将军的部下, 这两个女孩长这么漂亮, 怕是会被很多人调戏。 郑兴尧直接说道, 将军, 我们村子被群山中的强盗盯上了。 听到这话, 李元居有些头疼。 东一县附近确实有不少强盗, 可山林密集复杂, 我也多次尝试去剿匪, 但都难有剑术。 你是担心玻璃场被劫吧? 如果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们把玻璃场转到东一县城外, 这样强盗就不敢上门了。 郑兴尧无语, 这哪里是他想搬就能搬呢? 东一县外面的地气买不起啊。 郑兴尧摇了摇头, 道, 其实我和采薇是想来向将军您学习的, 我们想要组建女子的兵团, 构成战斗力, 一起保护村子。 啥? 哪怕李元居见多识广, 也被郑兴尧镇得外焦里呢? 自古以来, 哪个朝代不是男子在外狩猎, 负责武力方面的事情, 女子在家操吃家务。 陆川这个媳妇, 是个什么奇葩? 郑兴尧看他迟疑, 只好说道, 将军, 你不知道, 我们村男性丁口只有八十人, 女性丁口却有三百五十人。 我们这么多女孩, 遇到人祸时只能躲起来, 如果能够训练, 那么哪怕强盗盯上了我们, 我们也有反击的能力。 李元居哭笑不得, 你们可知, 男子天生体强, 你们女子祖军, 十个人不一定打得过一个。 我不信。 郑兴尧向前一步, 道, 你可以安排一个士兵来跟我战斗, 我会让你知道, 女子也可以保驾卫国。 他想好了, 他的战斗力, 已经赶上自己家教头了。 而李元居要派人跟他打架, 肯定不可能找最强悍的士兵。 只要对方的实力不是顶尖一批, 他就有赢下比斗的机会。 李元居笑了笑, 很有想法, 这样吧, 我安排一个人和你打一场, 如果你赢了, 我就教你们如何组军。 但要记住, 你们只能组建女子兵。 明白, 郑兴尧大喜, 谢少将军。 没一会, 大家来到了空地上, 李元居喊了一个战斗力不差的士兵出来。 双方没带武器, 赤手空拳地走向中心擂台。 你可别轻敌了, 被我打出很丢脸的。 郑兴尧挑眉说道, 士兵心里有些瞧不上他, 毫不客气地说, 你还是趁早认输吧。 我可不会因为你是女人而手下留情。 郑兴尧哼了一声, 不再说话。 铜锣一想, 双方同时冲向对方。 士兵一拳头冲向郑兴尧的脸蛋, 但郑兴尧却早有准备, 快速扭开, 一个左勾拳就打向士兵的脖子。 士兵挥手阻挡的时候, 郑兴尧的右勾拳也跟着招呼上来。 郑兴尧速度够快, 力量够强, 士兵隔挡几下后, 试图反击, 可面对的是郑兴尧无情的乱拳。 李元居瞳孔微缩, 这个女人, 力气和速度, 比一般男人还强。 那可不, 新尧姐姐一个人能溜着全村的男人乱跑。 那个士兵刚开始还是轻敌了, 她现在落入新尧姐的攻击节奏, 接下来的战斗必输无疑。 采薇姑娘得意洋洋, 仿佛战胜对手的是她。 李元居却看向采薇, 心中惊叹。 这个小姑娘也不简单, 居然能看清交战两人之间的局势。 郑兴尧随军学习了。 这个消息传到陆川耳朵里的时候, 她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郑兴尧回家的时候, 胳膊上、肩膀上却有了多处瘀青。 为了学习军中的格斗术, 她选择最艰苦的训练方式。 陆川有些心疼, 但知道她是为了组建女子兵, 还是赞叹了一番。 早知道郑兴尧这么霸气, 就给她取木兰、 梁玉、 红玉、 梨花之类的名字。 为此, 陆川花了一百文钱, 向系统购买了红花油配方, 然后让侯小黑去县城里 把配方中的七味药材买回来。 陆川利用吹玻璃设备 制作出出蒸馏管, 有她花了一个多时辰, 通过蒸馏技术获得了红花油。 房间里, 郑兴尧相间外露, 穿着肚兜。 陆川和陈雪薇一人一边, 手里涂抹着红花油给她擦拭。 这有效果感觉不错, 余青削得很快。 如果能卖钱的话, 肯定很有路子。 陈雪薇迅速发现了商机, 语气都雀跃起来。 看她期待的眼神, 陆川却摇了摇头。 第57章,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七味药材费钱, 蒸馏技术太原始, 成本还是太高了, 没法量产。 好吧, 陈雪薇有点失望。 但目前, 陆川确实没有办法。 生产力受限, 红花油这东西, 一整个军队经不住消耗, 单独的士兵也没能力购买。 红花油能赚钱, 但只能赚小钱, 陆川没有太多精力去搞这种小项目。 几天后, 各方面铁矿也已经到位。 陆川炼制了大量的金属钉, 根据饥黄匣子推演的万箭齐发牌弩, 终于研发打造成功。 玻璃厂外, 高达2米, 宽3米的设备, 映入无数士兵眼帘。 下方1米, 内部是复杂的机械构造, 满足自动填充箭矢的功能。 只要把箭矢放进去, 通过内部机械滚轴, 会自动将箭矢填充到上方1米的喷射口。 这东西, 跟瓦钢寨的万箭齐发, 完全不同。 李元居听完陆川的功能描述后, 斩钉截铁地说道, 陆川微微紧张, 毕竟我没有见过那东西, 这是我独自研发打造的。 先生莫要误会。 李元居连忙解释道, 我是说, 听完先生的描述, 我感觉这东西比瓦钢寨的牌弩更加可怕。 瓦钢寨的牌弩需要人连夜填装箭矢, 喷射之后需要大量人手在后方将箭矢插入。 你这个半自动的理念, 简直惊为天人。 只要把箭矢随手丢进下方的空仓里, 就会自动填装。 这种半自动化能力对古代的技术打击, 宛如机械机床碾压了木质仿杀机。 这是超时代的。 先试试看吧。 嗯,这脸。 陆川道。 李元居点头, 扣动开关。 大量机械运转的声音响起, 数不清的如同弓弦蹦开的声音传来。 震耳欲聋, 却如此悦耳。 无数箭矢向天空飞去, 密密麻麻黑压压一片, 如同黑云袭来。 骑刷刷一阵破裂声中, 前方的小树林被数不清的箭矢全部毁灭。 两头的士兵连忙手工转动发条。 内部机械结构运动, 无数咔咔的箭矢填充声传来。 不到半分钟, 箭矢填充完毕, 李元居再次扣下开关。 天空, 再次被箭矢乌云覆盖。 现场, 无数咽口水声传来。 哈哈, 好, 只是实习的功夫就能喷射第二轮, 这个排弩比瓦钢寨那个强大了数百上千倍。 李元居敞怀大笑, 喜不自胜。 那天空一轮轮密集的箭矢, 足以说明了万箭齐发的神威。 他已经能想到, 只要把这些器械摆在城墙上, 将会有多少敌人因为他闻风丧胆。 从东北到西北的边境线太长了, 哪怕大征皇朝的兵力也很难做到全面防护。 那突厥, 匈奴南下劫掠, 抓到机会就会攻下城市, 抢人抢粮。 如果有万箭齐发排弩用来守城, 那么北方的城市被攻陷的难度将会大幅度提升。 北方的百姓也再不用在每年冬季之前惶惶不安。 重点是, 这武器容易建造。 不只是前线的城市, 每一个关卡城市都可以摆上几个万箭齐发的排弩。 想到这些, 李元居又对陆川深深鞠躬作衣。 先生大才, 元居为北方无数百姓。 感谢先生的这项发明, 无数百姓将迎来安定太平的冬天。 我应该的。 陆川连忙把李元居扶起来, 但李元居凭借他的智慧又想到一个严肃的问题。 请问先生, 如果城墙被人攻陷, 排弩被抢, 岂不是会被敌人抢走这种技术? 我们再夺回城市, 就千难万难了。 你以为他们拆开这东西还能装回去? 陆川好笑道, 试问元世界, 有多少人拆掉电视机, 还能完整拼装? 还有洗电脑的, 每次都会出现一堆莫名其妙的螺丝, 不知道该装回哪里去。 古代人连鲁班锁都解不开, 还想偷走他的万剑齐发技术。 做梦呢? 哪怕他们无法学习先生的技术, 只要城阔之时, 没能毁掉万剑齐发排弩, 我们将来再夺回城市, 也会面临着更加艰难的挑战。 李元居头疼, 这玩意儿强是强, 可要是落到敌人手里, 头疼的也是他们。 这简单, 这里有一根钉子, 你可以称呼为保险栓, 只要拔掉这根栓子, 这排弩就无法使用了。 陆川打开开关旁边的盖子, 将一根钉子抽了出来。 旁边的士兵健壮, 摇动摇杆, 发现里面的齿轮果然不会动了。 李元居也盯着那个盖子看了一会, 看了半天, 也没看懂这钉子是从哪里拔掉的。 陆川把东西插回去, 排弩又恢复了正常。 保险,保障风险, 先生取名一如既往的通俗易懂。 李元居忍不住鼓掌道, 只要专门设立人手, 负责这根保险, 在被破城时将其拔掉, 我们就不用担心万剑齐发会沦落敌人手中。 先生大财, 哪怕做出这种守成戾气, 也能考虑得如此完备。 他心中无比惊叹, 他是看到万剑齐发排弩的威力后, 才担心这东西落入敌人手里。 可陆川呢? 他肯定是在研发的时候, 就有自信知道这工具会给战争带来怎样的变革。 而且未雨绸缪地提前给保险机关预留了位置。 管中亏爆! 这种滴水不漏的思绪运用在战场上, 就是掌控全局运筹帷幄的天才能力。 陆川的天赋, 不只是会研发设备。 但李元居哪里知道, 这本来就是设计图自带的, 陆川开始的时候, 就没想那么多。 只可惜, 这排弩太重, 无法搬运, 只能用来守成。 李元居叹气道, 陆川斜眼看着他, 能守成就好了, 还要什么自行车? 北方游牧民族又没有固定的城市, 这种排弩能发挥什么作用? 就算他们能扛着排弩去草原, 游牧民族看到了也会扛着帐篷到处逃啊。 将军, 北方局势, 以稳定为主。 阿福也小声道, 李元居点点头, 是我贪心了, 排弩对于破鲁无用, 只可惜, 任何工具都无法帮助我们剿灭那些马上民族。 说着, 他隐晦地看了眼陆川, 希望陆川再动一动他的天才大脑。 陆川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他已经够张扬了, 不能表现得太逆天。 陆川拱手问道, 万剑齐发现于军中, 请问少将军, 凭借这个功劳, 我能拿到封地吗? 第58章, 你这是特工吧? 李元居也不敢保证, 我会八百里加急, 将好消息传给圣上, 请圣上奖赏。 阿福更为谨慎地摇头道, 将军, 恐怕不行, 光是一个牌弩, 不一定会有说服力, 还会遭到那些文人的阻拦。 只有将牌弩送到前线, 在战争中立了大功, 让圣上龙岩大月, 堵上那群文人的嘴巴, 陆先生才能安稳地得到奖赏。 阿福的话, 让陆川眉头紧皱。 应受奖赏, 遭到阻拦这种事, 不只是古代有的。 但陆川不认为, 李元居不知道这点, 他很可能就在和阿福一唱一和。 说吧, 还要我做什么? 陆川有些无力地道, 李元居看陆川不高兴的样子, 也知道他的小心思被看穿了, 尴尬地笑了几下。 我想请先生随我去前线, 制作更多的万剑齐发牌弩, 在战场上立功。 虽说尚未入秋, 但匈奴见我大针出剑, 内忧外患, 一直在尝试占便宜, 每一天都有战争。 我不是把设计图都交给你们了吗? 可若是先生不能同网, 如何证明这是先生的功劳? 而且, 一旦牌弩的建造出现了纰漏, 我们也需要先生为我们解惑。 李元居恭敬道, 真心嘿, 但陆川知道, 他制造出牌弩就已经上了贼船, 还不如直接把好处落实到位。 我记得, 你不是因为犯错, 被调离北方边境了吗? 你还能回去? 我在东部海域立功无数, 早就能回去了, 只是对于北方战士没有太多的办法, 一直在研究局势等待时机。 如今, 有了先生的牌弩, 我便有了底气, 现在就能奏书前往长安。 阿福动容道, 我们左卫位不重, 一直在等待将军回归。 李元居点头, 除了请圣上吊欧北上外, 也该让父王帮忙, 准备足够的工匠。 陆川点点头, 算是答应了下来。 李元居露出喜色, 立马和陆川一起回到营地, 当着他的面写好信件, 交给了心腹张淮和齐靖。 两人骑上快马, 奔赴长安。 陆川心中估算了, 自己还剩多少时间。 不是战报, 路边的驿站不会提供快马加编服务, 等信传回来, 估计需要大半个月。 那时候, 他的第一批玻璃, 应该也能回款了。 李元居同样看着远方, 心中微微有些忧虑。 在立国之后, 长安的一些文官就开始不安分起来, 那些世家的心思也在浮动。 明明边境还没稳固, 就有些文官企图众文义武, 满嘴挂着功高盖主的谬论, 争权夺利。 他有点担心, 会有人阻挠他。 陆川也大概摸清李元居的性格了, 确实是个有才华的将军, 可内心也有一颗赤子之心, 更没什么架子。 因此, 他也不再跟着客套, 随口告辞一声, 就回家监督玻璃厂了。 回去后却发现, 郑兴尧不在家。 他问了蔡蔡, 得知郑兴尧居然在村口召集了十里八村近千个女孩, 挑选身体结实, 有恋武天赋的女性。 只要被选中, 就可以成为郑兴尧的手下, 一起维护村庄治安。 家里人也可以来玻璃厂上班, 享受玻璃厂的高薪待遇。 下午, 陆川好奇地来到村口看了眼。 好家伙, 真的全是女人, 高矮胖瘦, 黑白红粉, 各种各样应有尽有。 彩薇站在高处吆喝着, 郑兴尧坐在一边, 给人登记。 陆川凑近看了眼, 吓了一跳, 瞳孔微缩。 你这是弄特工吧? 桌上的全都是卖身器。 郑兴尧没理解特工是什么意思。 哥儿, 你说什么? 郑兴尧眼神茫然。 卖身器啊。 陆川指着桌上的东西, 在他想来, 卖身的兵种绝对服从, 还全是女性。 这不就是特工吗? 郑兴尧看向卖身器, 想起陆川不喜欢奴隶交易, 顿时有点心虚。 郑兴尧小声给陆川解释, 哥儿你是好人, 不愿意签下奴隶。 但这个事到如此, 大家只认这个。 签下卖身器, 我们也不会随意打骂伤害他们。 我只是为了更好的管理, 让他们接受训练, 成为真正的士兵, 真正的武器。 还真正的武器? 好家伙, 你这就是黑寡妇兵团吗? 陆川无奈, 但也知道, 他和古人三观有差异, 不能强求别人改变几十年养成的固有观念。 因此, 陆川没有强制他撕毁卖身器, 只是警戒自己, 千万不能堕落成为万恶的奴隶主。 我是资本家, 我未来老婆成为奴隶主, 大军阀。 见鬼? 心中暗暗覆斐着, 陆川还是选择支持郑兴尧。 李智告诉他, 郑兴尧的选择是没错的, 玻璃厂一天工资是十文钱, 可以让他们家人来玻璃厂上班, 一个季度能赚超过三两银子, 绝对够交天赋了。 这样一来, 他们农田里生产的东西, 都可以全部归自己。 郑兴尧连连点头, 又道, 哥儿, 我嫂子也来报名了, 不过她身体天赋不够, 我没给她机会。 外加上都嫁人了, 也不好千脉身器。 陆川挥挥手道, 我现在余钱多, 玻璃厂还在扩大规模, 你可以安排你家人进来。 她什么小心思, 她能不懂吗? 陆川也没忘记, 答应过要帮郑兴尧嫂子的事情。 李园区的九十九两白银到账, 让她拥有了快速扩大玻璃厂规模的底气。 哪怕承包女子兵一日三餐的营养伙食, 都没问题。 谢谢哥儿。 郑兴尧激动道, 她和嫂子郑无事, 确实是有不少矛盾, 但陆川曾经告诉她, 所有矛盾不过都是贫穷逼的。 而且血浓于水, 她也没必要一直记恨郑无事。 你和我说什么谢谢? 陆川白首? 对了, 你打算招多少人? 第五十九章, 花生油的出路。 我问过李将军了, 大臻律力对私兵有明确要求, 藩王为五十, 节度使为两百, 但都是男子兵。 我这是女子兵, 不在大臻律力管理范围。 将军用她的职权, 给了我取步教习的职位, 可以管理五十月功, 令射三百月级。 他们锁链武术, 对外可宣称为剑武, 在培养他们琴棋书画的能力。 朝廷派人来查, 也找不到任何刁难的理由。 不过你放心, 我要进不要多, 肯定招不要众多人。 好家伙。 剑武, 外加上琴棋书画, 然后又是军事化管理。 这百分百就是女特工了, 换一下任务目标和任务模式, 瞬间就能成为杀手组织。 而且这些杀手, 全都是有卖身器的奴隶。 陆川嘴角抽了抽, 不过看郑兴尧正在信头上, 也没有提出意见。 毕竟他也没见过古代士兵是怎样训练的。 你开心就好。 看这里全是女的, 陆川也不好意思待太久, 就准备离开。 刚穿过人群, 他就看到李元居的队伍, 带着一个大副翩翩, 身穿绫罗绸缎的中年男人走来。 看到陆川, 李元居大笑着迎了上来。 先生, 你家拼会如此英姿, 我可是大开眼界啊。 李元居指了指不远处的人群, 拼会大概是未婚妻的意思。 陆川不置可否, 表情略有疑惑地看向旁边的男人。 看打扮, 这应该是个商人吧? 李元居把该付的钱都付了, 为什么又带个商人过来? 李元居注意到陆川的目光, 笑问道, 先生, 我听说你最近生产了很多油, 他是来买油的。 陆川眼睛一亮, 商人笑道, 碧人是一个酒楼掌柜, 听闻用那种油油花生酿造, 可以用热火炒菜, 少放汤水, 炒出来的食物更加美味, 因此想要购买一些。 李元居听着商人说话, 笑眯眯地看着陆川。 原本他只是觉得, 这些油炒菜很好吃, 也时不时来陆川这里蹭饭, 没有想过什么商业用途。 但这段时间, 郑兴尧在军中练武的时候, 总是被打得浑身瘀青。 第二天回军营的时候, 身体的状态却显然好很多。 他有些惊讶, 这个恢复能力, 便稍微打听了一下, 才知道陆川专门用油给他涂抹按摩。 他看到郑兴尧脖子后面有油, 又闻到郑兴尧身上那股花生油的味道, 就以为红花油和花生油是差不多的东西。 但最近向陆川讨要太多东西了, 李元居一时也不好开口。 但他知道, 陆川想要做生意带动村民致富, 于是找了个有足够财力的商人上门, 看看陆川对卖油是什么态度。 陆川听见酒楼老板的话, 一下就笑开了, 掌柜的要买油, 可知道油做出来的味道到底如何。 听村民们赞不绝口, 也听邵将军念念不忘, 想来是顶级的美味。 你先尝尝看吧。 掌柜其实是给李元居面子, 前来例行公事的, 对于所谓的美味, 他想象不出来也没有太大的期望。 陆川也猜出来了, 所以直接带掌柜回家, 给他炒了两盘小菜。 掌柜品尝之后, 眼睛都冒光了。 他发现他错得离谱, 之前村里传来的消息, 根本就不是村民吹嘘的。 李元居念念不忘, 也不是胡乱给陆川贴金。 炒菜真的很美妙, 保留了食物原本的香味。 那种迸发的油脂 更是叫人欲罢不能。 要知道, 这个时候的油脂 都是用来照明的, 根本没人奢侈到用来做菜。 买, 必须得买。 有了这些油, 他的酒楼生意 绝对会火爆整个县城。 这油, 怎么卖? 掌柜激动地道。 陆川带掌柜来到了后屋, 这里摆了十桶油。 一桶油八斤, 一桶一两银子。 这么贵? 掌柜的被吓了一跳。 这个桶看起来挺大的, 油也确实不少。 可买一桶就要支付一千文钱, 饶食他有钱, 也直犯低谷。 一口气买这么多, 油会不会变质? 你嫌贵? 我还嫌贵呢? 我话还没说完, 第一次卖你一两银子, 你只能限购三桶, 以后还要购买。 那就是三两银子一桶吗? 这是纯花生酿造的, 一斤花生酿压榨得有少之又少。 外加上工人的费用, 设备的费用, 成本要二两多了。 这一两银子, 其实是看将军面子, 特地亏本卖你的。 一桶花生油, 成本其实是八百文。 但这是没有均摊各种固定资本的成本。 掌柜对陆川的话将信将疑, 但不得不承认, 他心动了。 会坏掉吗? 因凉处保存, 能放一年。 陆川道。 掌柜齿间留香, 回忆着那美味的香味, 咬了咬牙道, 我买三桶。 他还不知道, 这是陆川的营销策略。 三桶油买走, 掌柜不得不想办法让油炒出食物, 拿去售卖, 甚至会把所有菜品换成炒菜。 这是无形中的广告效应。 我可以附送你们几个菜谱, 其他菜色, 就交给你们自己去研究了。 成交! 掌柜大喜。 这边和掌柜聊着生意, 忙了好一会。 掌柜的小丝搬走了三桶油, 陆川进账三两银子, 利润六百文。 李元居看陆川愿意卖油, 心中大定。 先生, 你这些油, 可有吃饭之外的用途。 李元居打听问道, 他总感觉陆川对他有点不耐烦了, 所以态度上比之前更显客气。 能为国家, 为百姓带来福祉, 李元居愿意放下身份, 催眉折腰。 可以防晒, 可以润滑。 陆川下意识回答。 润滑, 李元居心里清楚, 大概是指涂抹到车沽, 可以方便车子运载物资。 花生油的手感, 确实有这种作用。 大军出征, 需要运载大量物资, 这个花生油能减少车子的磨损。 至于防晒, 防晒具体是什么意思? 人突然被暴晒, 脖子后面会脱皮对不对? 涂上这个, 就能减少晒伤脱皮的风险, 也能避免脱皮后引发更多的疾病。 军中常有晒伤后伤口感染, 导致士兵身体抱恙的问题。 李元居一听, 立刻领会, 眼睛放光。 这东西, 能卖到军中。 第六十章, 刁难。 你们消耗得起吗? 陆川问道, 现在的生产力, 可还不足以让粮食变成消耗品。 可以给新兵使用, 等新兵适应之后, 自然能减少供应。 李元居说道, 你要买多少? 陆川挑眉道, 李元居心里盘算了一下。 很多士兵到了北方, 就受不了那边高原的暴晒, 食用油拥有防止晒伤的作用, 绝对是神物。 但在各方军队中, 他的身份和功勋根本排不上号, 人微言轻, 那些将军不一定愿意理会他。 毕竟食用油确实很贵, 但依然得推广出去。 你剩下的, 我全都要了, 我会先在我的队伍中使用。 等所有军队都看到花生油的作用后, 你的订单一定会大幅度增加, 到时候, 我可以给你安排购买花生的渠道。 李元居道, 军队的订单。 陆川眼睛一亮, 意思是, 只要推广成功后, 他就能赚国库的钱。 那么剩下的油, 我都给将军成本价二两, 这可不能减了。 你知道, 花生不能全都变成油。 我明白, 先生愿意以最低价售卖, 原居感激不尽。 客气了, 陆川赶紧扶起这个鞠躬狂魔。 李元居按照二乘出油率估算, 发现陆川甚至可能在亏钱, 所以心中更加敬佩陆川了。 事实上, 出油率有42%, 陆川含泪赚他1200文。 玻璃方面, 陈雪薇已经安排走曹运进行售卖。 食用油方面, 陆川有了县城的一家酒楼帮忙推广。 军中也有李元居帮忙试用将来有赚国库钱的机会。 两个大产业基本上不像正轨。 等他钱赚多了, 就可以开始发展势力, 增强自保能力。 李元居拜访的这一趟, 给陆川的发展进程添了一把大火。 陆川现在就差一个封地, 就能在古代站稳脚跟。 不管是为了封地, 还是为了下一步发展, 陆川都得跟着万箭齐发的排努一起去前线。 去北方战场帮忙守城, 展现排努神威。 这一趟, 如果没有李元居让他去北方, 他也得找一个办法, 去增强自己的威望。 我本来想发展一两年, 等我的商业网络错综复杂, 与无数人有了利益纠葛, 再尝试获得权利。 但现在, 商业进程加快, 两个产业的发展被交了猛优, 只能双管齐下了。 陆川暗暗盘算着, 虽然事情急了点, 但也不是不能接受。 接下来的日子, 陆川都在忙活着, 扩建玻璃厂和盖房子的事情。 他的第一批玻璃库存, 成功登上了货仓, 在陈雪薇附近的操持下, 沿着河流一路向上。 另一边, 李元居的心腹, 张怀和齐靖, 一同赶到了长安。 入城之后, 他们不敢有任何耽搁, 带着李元居的信件, 直奔长安的皇宫外, 拿出东周取步令。 守城禁军建令, 带着两人向皇宫内走去。 两人激动地跟着, 思索着怎么跟圣上解释情况。 只要圣上圣旨下达, 他们就能跟李元居回到北方前线, 洗刷过去的耻辱。 走在路上, 几十名文官陆陆续续从皇宫内出来。 这是刚结束朝会。 两人站在一旁, 面无表情。 作为军中从属, 他们对这群文官没有半点好感。 总感觉这群人坐居中央, 却占了他们武官打下来的功劳。 听说有些文官, 甚至在朝中唱什么四海生平, 要削弱武功, 北方外族建交。 见鬼, 那些百姓和士兵的血白流了吗? 两脚羊的称呼, 他们就视而不见。 削弱各方面军队, 难道把他们文人丢上去打仗? 心中正拖骂着, 两人发现, 有一名文官走到了面前。 抬头看去, 赫然是与李元居有着七丞相的男人。 见过少世子, 东海倭寇猖獗, 海盗肆虐, 你们应当在海上征战, 如今竟跑到了长安。 说, 善离职守, 该当何罪? 李元绍开口就是一顿斥责和抹黑。 与网友诸多子女, 嫡长子为李元绍, 数子李元居, 三子李元杰。 不同于李元居从军, 李元绍自幼学儒, 他母亲更是出自狼牙王室。 他对年少登上将军之位的李元居多有不满, 处处与李元居为敌。 齐靖心中很不爽, 却被张怀握住了手臂。 回禀世子, 我们奉命进京, 有要事禀报陛下。 李元绍顿时警觉。 李元绍可是一直关注李元居的消息, 清楚李元居在东海剿灭了不少窝国海盗, 立功无数。 现在的东海, 因为李元居而安定了不少, 还时常被圣上夸赞。 但东海无战事, 接下来就得去别的地方赚取功劳。 李元居突然派人来长安, 这是准备要去北方, 洗涮当年的败军之耻。 如果放任李元居这样, 继续赚取军功, 以后亲王的身份, 岂不是要被李元居给抢走了? 有什么事要禀告圣上? 你们手里有信吗? 拿来给我看看。 李元绍眯着眼睛说道, 世子, 这不合规矩。 其今立刻拒绝。 规矩? 李元绍怒吓一声, 他一个罪人, 当年战败, 不是我给他求情, 他早就被变为庶民了。 可他两年没给我来信, 如今派人回京, 又不来探我, 已是不替, 还敢跟我提什么规矩? 况且, 他不懂官场, 要是冲撞了圣上, 我拿你们的人头也不足以赔罪, 把东西交给我看看。 说着, 李元绍抬手, 让两人把信拿出来。 张怀心中叫苦不迭, 如果让李元绍看到, 万剑齐发排弩的信件, 搞不好闹出什么幺蛾子。 这东西是战报? 李元绍眯起眼睛问道, 除了战报不能碰, 其他的信件, 他都不怕。 战报有专门的通讯兵, 绝对不会让两个心腹来送, 估计是申请去北方的信, 或者邀功之类的。 不是, 张怀咬牙否认, 他在皇宫门口, 可不敢撒谎。 那你怕什么? 还是说, 你觉得本世子会毁了我兄弟的信件不成? 我们怕你抢功劳, 或者落井下石啊。 张怀快哭了, 世子大人, 求您别刁难我们了。 大胆, 居然污蔑本世子刁难你们, 还有没有奴才的规矩了? 来人, 拖下去鞭挞武石。 李元绍瞬间暴怒。 第61章, 李元继毙命之时。 古代等级森严, 罪记以下克上。 张怀和齐靖战力不凡, 却不敢有任何抵抗, 只能痛苦憋屈地闭着嘴, 等待挨打。 几个小厮走了上来。 就在这时, 一名守城禁军向前一步, 拦住了他们, 另一名禁军悄悄跑开。 你们要拦我? 李元绍阴沉着脸问道。 陛下有令, 见东周区部令, 如见少将军。 而少世子为通义大夫, 无权在皇宫动用行。 守城禁军, 不卑不抗道。 他曾经也是李元继的部下, 如今同僚被刁难, 他不可能坐视不理。 我再处理家事, 与他人无关。 李元绍恼怒极了, 一个小小的守城禁军 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给我让开。 此乃皇宫。 守城禁军, 还是一板一眼地回答。 两人对峙之时, 渔王殿下道。 另一名守城禁军, 带着渔王赶了过来。 一名两兵斑白, 气度儒雅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李元绍不甘地看了眼守城禁军, 转身向来人作医, 见过父王。 哪怕到了皇宫, 木火,这更叫他度火中烧。 见过渔王。 周围的文官, 禁军们纷纷作医。 几名小厮被吓得弯着腰, 不敢起身。 渔王殿下, 元绍少将军, 有信给您。 张怀连忙开口, 但他也不敢告状, 不然有挑拨渔王与世子的嫌疑。 他甚至按着齐静的手, 让他不要失了分寸。 一点委屈不重要。 能交出信件, 把事情办好, 就不辜负少将军。 李元绍的两封信, 一封给皇帝请求北上出征, 一封给渔王, 让渔王帮忙收集工匠。 李元绍收敛了刚刚嚣张的气焰, 谦卑地站在旁边, 在渔王面前, 他没有胆子乱开口。 他和李元鞠的矛盾, 在于李元鞠军功太多, 很可能会抢走他继承王爵的机会。 看到张怀送信, 他就猜到李元鞠准备北上。 只可惜, 没能来得及拦截信件。 渔王对张怀有点印象, 挥挥手赶走了周围的无关人等, 问张怀道, 信呢? 殿下, 在这儿。 张怀把信递给了渔王。 渔王看着信件内容, 一团怒火在心中熊熊燃烧。 他一把撕碎了信纸, 与其异常恼火。 元鞠那小子什么意思? 他从哪里知道天罡城城威的消息, 居然主动请求要去守城。 他以为他多了个牌弩, 就能守住天罡城。 那破东西再厉害, 瓦岗寨不也被攻陷了? 你们知道天罡城外有多少兵马吗? 十万? 整整十万? 天罡城五百兵马? 拿什么去守? 渔王咆哮着, 愤怒之余, 他更担心李元鞠的安危。 李元鞠虽然在信中详细写明了 那万箭齐发的牌弩的功能, 但是毕竟没有亲眼见到来的鲜明。 没见识过这种武器的古人, 更没法完全理解半字动画 是一种多省十省力的跨时代想法。 天罡城之险, 又怎么会是区区一种新武器可以左右的? 但李元绍文言却大喜, 李元鞠要守的居然是天罡城? 突厥可汗国的建国吞并了大量匈奴不足, 其中忽颜一脉的十万兵马遭到驱逐, 一路南下, 目标直指天罡城。 而其他边境城市也都遭遇突厥兵马的威胁。 短时间内, 朝廷根本分不出兵力支援天罡城, 正准备放弃这个城市, 等将来找机会再将其夺回。 那已经是被放弃的城市, 如果不是要在父王面前保持谦卑, 他都要仰天大笑起来。 张怀和齐静, 诚惶诚恐都在努力动脑, 思索如何说服于王。 请于王殿下相信邵将军, 只要足够的工匠和剑士, 张怀努力挣扎着。 闭嘴, 去告诉那小子, 他要是再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 就给本王滚回来。 张怀硬着头皮道, 于王殿下, 邵将军说过, 他愿意用这两年所有功勋, 换取这次坚守天罡城的机会。 如果您拒绝了, 邵将军一定会亲自进攻面胜。 那中间的半个多月时间, 您会少收集无数剑士, 邵将军守城的难度也会不断拔高。 你在威胁本王? 于王红着眼看着他。 若是邵将军战死沙场, 张怀愿意以死谢罪。 张怀闭上眼睛, 咬牙说出这句话。 他只希望于王能通过他的话语, 看出李元居的决心。 齐静大声发誓, 我齐静也是, 是为邵将军征战沙场。 马格果施。 李元居, 以及他们左卫位员部下, 都不肯放弃天罡城。 不仅仅是因为有了新武器, 而是因为, 那是当年李元居亲自夺回的城市。 就算为了那些信任他们的百姓, 为了同袍留在那片战场上的血, 他们都想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父王, 快答应他们。 李元绍心中恶毒地想着, 只要李元居北上, 破城之日, 就是李元居毙命之时。 到时候, 他就再也不用担心李元居军功过高, 夺走他的风头。 于王痛苦地闭上眼睛, 仿佛苍老了好几岁。 他心里愤恨又悲伤, 但也知道张怀说得没错。 李元居确实干得出进攻面上的事情, 他根本阻止不了。 唯一的选择, 只能是尽可能把箭矢, 木匠和其他各种物资, 提前筹备, 送往北方。 我不需要你们破城的时候, 和元居一同自吻。 我只需要你们看到要战败的时候, 打云元居, 帮我把他绑回来。 可否? 于王沧桑的眼神, 哀求地看着张怀。 这不是一位王爷的命令, 而是一位父亲的请求。 是, 于王殿下, 如果守城失败, 张怀一定会安全地带回少将军, 等待他日东山再起。 张怀竖起三根手指, 向天发誓。 齐静也是。 齐静连忙表达忠心。 记住你们的话。 于王深深地叹了口气, 勾搂着背影, 缓缓走向皇宫。 至于自家的嫡长子, 他根本无心理会。 李元少面目争鸣了一瞬, 更加嫉妒李元居的得宠。 本来李元居很大机会会战死沙场的。 可父王却说出了这种话。 李元居要是活下来, 绝对还会再去东海杀倭寇海盗立功, 然后在四五年后再来一次北上之行。 必须想办法, 让他彻底回不来。 李元少眼神闪过一丝狠辣。 第六十二章, 一辈子无法想象的财富。 不知不觉过去了二十天。 第一批玻璃已经通过曹运走了十五天。 这段时间, 陆川借助李元居获得大量金属, 制作成足够多的吹玻璃设备, 让玻璃的产量大幅度提升。 熔炉成功增长到了二十个, 工人达到了上百人, 在经济发展上汇集了周围五个村子。 熔炉的材料添加, 由侯小白和两名签了卖身器的姚公负责。 吹玻璃的师傅则有十人。 其他的工人各司其职, 只干一种工作, 每个人负责自己的环节, 对其他事情都不过问。 从玻璃厂刚开始招人的时候, 陆川就用这种方式, 把不同工种给区分出来了。 众人不知道, 这种工作模式叫流水线生产, 还以为陆川是为了保密, 才专门设立的。 这次扩建, 陆川消耗了整整四十两白银, 十五天的时间里, 囤了五千多件玻璃器。 同样的, 十五天的时间过去, 陈雪薇父亲的货船, 终于从上游城市归来。 是时候收钱了。 陆川、 郑兴尧、 陈雪薇、 侯小黑兄弟等人, 站在码头瞧手以盼。 雪薇, 你说我们这次, 到底能赚多少钱? 郑兴尧期盼地问道, 这次的曹运, 带出去两千四百件玻璃器, 外加食用油若干。 陈雪薇心里算着账, 道, 不同曹运码头, 都会单独收税, 各地的商税各不相同, 外加上我父亲的定价会有所变化, 具体的, 还得查账后才能知晓。 众人不会死板地给商品固定某个价位。 侯小白小声道, 每个玻璃器赚两文钱没问题吧? 大胆一点。 陆川一巴掌奔在侯小白身后, 他感觉赚得不会太少, 但钱还没到手, 他也不敢确定。 货船到了, 上面运输了不少物资, 不过是陈家的商品与陆川无关。 陈雪薇父亲爽朗大笑着走来, 见过伯父, 众人拱手。 好好, 账目和收获都在这里, 你们自己看就好了, 我还得轻点传商货品。 陈傅把账本递给陆川, 就跑去忙活了。 陈雪薇不好意思地看向陆川, 我爹不会空传归来, 你别介意他。 陆川挥了挥手, 打断了陈雪薇的话, 不用小心翼翼的。 如果这是我的货传, 我也会在归来的时候买上各种货品。 陈雪薇松了口气, 郑星瑶看双方没有闹矛盾, 便催促道, 你们先看账单。 陆川点头, 他看得懂账目, 也不需要陈雪薇给他解释。 经过翻查和新算后, 便大概有数了。 第一波曹韵贸易, 2400件玻璃器中, 三等品800件, 二等品1600件。 东一县经济差, 三等品只卖一文钱一只, 但在沿岸上游的城市, 平均卖到三文钱一只。 二等品从五文钱卖到了十文钱。 单是玻璃器, 营收就达到18贯400文。 看着很多, 其实也就是18两白银。 食用油目前供给一些商铺, 用来制作成灯油, 在食用方面还没推广开来, 营收三贯钱。 但这里, 还得扣除各个关卡的税收和过路费, 大概两贯800文的各种税费。 入税大概在十分之一, 还行, 入账依然有19两。 陆川点点头, 侯小白听了这个数字, 却一点诧异。 那么大哥岂不是要亏了? 大哥最近投入了四五十两白银, 这一次出货5000玻璃器, 只比上一次翻了一倍。 那么下次归来, 顶天了也就是收入40两, 基本上扯平了。 可大哥还没付工人工钱呢? 小黑、郑星瑶都不懂算账, 不解又担忧地看着陆川。 付出了那么多, 却不赚钱。 这怎么行? 这一账不是这么算的。 陈雪薇匆匆开口, 众人都望过来, 他却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他们往常都是, 干了几个月后, 在开始计算收益。 而不是一次次单独算, 但是具体是怎么个原因, 他也说不清。 他有些焦急地看向陆川, 生怕他也误会了, 这是亏本买卖。 但陆川反而笑了, 不疾不虚地耐心对这几人解释道。 咱们这次扩大规模, 投入主要在固定成本上。 这个成本可以均摊到无数次的贸易中。 工人的成本, 物料的成本, 维修的成本是可变成本。 利润的计算和你们想得完全不同。 固定成本, 可变成本, 均摊。 没错。 就是这样。 陈雪薇眼睛一亮, 心中也很激动。 他刚刚想说的正是这些, 只是斟酌了半天, 也没有陆川说的这几个词, 通俗易懂, 还贴切。 他反复念叨了几遍, 豁然开朗。 几乎不需要陆川进一步解释, 他就知道, 如何用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来计算其中一轮贸易的具体收益。 陈雪薇心算了一下, 道, 这次贸易, 我们实际赚了13冠。 陆川点头, 这个净利润, 投入成本大概是6冠钱, 税收大概是3冠, 利润13冠。 两倍有余的利润率, 足以让所有商人都为之疯狂。 陆川还很淡定, 但郑星瑶, 侯小黑, 侯小白意识到能赚大钱, 都激动坏了。 郑星瑶不懂算术, 确定能赚钱, 陆川的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就开心极了。 而侯小黑和侯小白想得更多一些。 他们几乎看到五年后, 侯小白接替玻璃生意, 将赚到一辈子无法想象的财富。 兄弟俩兴奋地呼吸急促, 但趴在陆川面前失去分寸, 只能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得太过张扬, 嘴角一抽一抽的, 很是滑稽。 陆川看到他们兴奋的样子, 摇了摇头, 又看向陈雪薇, 尽力还得要缴睡的吧。 陈雪薇点头, 一个计为一个账目, 要去度之私缴睡。 玻璃器按照陶瓷算, 核对账目后, 尽力的五成六为伤睡。 陆川气息一致, 心中的喜悦顿时消散了一大截。 五成六的伤睡, 这比例也太高了吧。 想到古代不把伤人当人, 他又理解了。 但陆川能快速适应, 可侯小黑不干了。 凭什么, 我们一村子辛辛苦苦干活, 朝廷直接把尽力的五成六给收了。 侯小黑激动道, 这比例太高了, 比天赋还高。 第六十三章, 十万匈奴对三千守成军。 侯小白一脸郁闷, 我们这是给朝廷做工了呀。 郑星要安慰两人道, 至少我们还有钱赚, 咱们成了商人, 本来就没什么地位。 她的话很现实, 让侯家兄弟哑口无言。 陆川没给大家解释, 看向陈雪薇, 固定成本可以算作是每次的成本。 你知道怎么处理吧? 你的意思是, 半个月就报税一次。 陈雪薇秒懂, 陆川竖起大拇指。 陈雪薇的商人思维果然敏锐, 意识道度之思, 没有区分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如果报税足够频繁, 他们甚至可以把每次交易都做成亏本的。 我回头和我父亲聊聊, 保证做得滴水不漏。 陈雪薇笑开花了, 陆川太聪明了, 一下就找到了度之思的漏洞。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郑星瑶问道, 看两个的表情, 好像伤税问题能解决。 侯家兄弟也是机灵鬼, 他们不理解过程, 但猜到了结果。 大哥, 这个计划会出纰漏吗? 侯小黑担忧, 侯小白也紧张地捏着亲哥的胳膊。 我们又没做假账, 他们随便查。 陈雪薇自信一笑, 陆川也笑着点点头。 等度之思真的发现异常了, 也没有具体的律例条文, 可以判陆川的罪。 在大臣皇朝, 法律空白部分的犯罪属于无罪。 那个时候, 他有足够的钱去请人帮他打官司。 他这是欺负古代经济司法体系的规则不完整。 几人看陆川和陈雪薇的笑容, 心中大定。 小白, 今天的事情, 你可别到处乱说。 侯小黑警告, 侯小白道。 我又不是傻子。 侯小白嫌弃地看着亲哥。 郑星瑶自然不用多强调, 他知道分寸。 但这时, 他突然拉了一下陆川, 指向远处。 两个眼熟的人影, 骑着快马正在赶来。 是张淮和齐静。 郑星瑶道。 这两人送信去了大半个月, 终于回来了。 这也意味着陆川要北上了。 众人骑刷刷地看向陆川。 陆川瑶遥望了一眼, 看着两人靠近又远去, 赶往村中营地, 目光转向了陈雪薇。 货船什么时候出发? 休整一夜, 检查船舱, 确定没有破损后, 会再次出发。 陈雪薇道。 陆川点头, 晚点来我家, 我们商量一下北上之后, 关于玻璃厂和炸油机的事情。 陈雪薇拍了拍胸膛, 很是豪气地表示, 交给他了。 侯小白倒是婆婆妈妈的。 大哥, 你真的要走了吗? 急什么, 等消息再说。 陆川翻了个白眼。 猴小黑也掐了弟弟一下。 郑星瑶无嘴轻笑, 他感觉马前村很有意思。 有的时候, 不能单纯用性别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 哥儿, 你若是北上了, 我也想带着女兵去。 郑星瑶道。 陆川有点惊讶, 可想想郑星瑶平时的行为, 又觉得意料之中。 但这事, 他可没有权利做主, 还得看李源居怎么说。 我尽量帮你争取。 陆川毫无阻止的心思, 干脆地答应下来。 猴小白要负责玻璃厂, 陈雪薇要负责生意, 两人都抽不开身。 而猴小黑知道自己的位置, 他想要留在这里作为武力组成保护马前村。 也只有郑星瑶想要让女子兵剑见血。 陆川回家等了半个时辰, 阿福就找上门来, 请陆川去军营见面。 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陆川和郑星瑶都对村边的军营轻车熟路了。 就好像是自己家一样, 随便进出。 刚进入帐篷, 两人就听到李元居爽朗的笑声。 陆先生, 陆家嫂子, 二位赶紧坐。 李元居热情地招呼两人, 情况怎样了? 陆川问道, 旁边郑星瑶安静喝茶, 看两人交谈。 天岗城是最好发挥万见其发的威力的地方。 我的旧部也驻守在那里。 圣上已经传来口谕, 让我即刻动身前往天岗城。 李元居高兴地说道, 终于可以回北方战场了。 陆川很是警觉, 听你的意思, 那个叫天岗城的城市正在遭遇危机。 没有危机, 怎么会有展现万见其发守城之威的机会? 正是, 目前天岗城驻守兵力不到三千, 可城外有十万匈奴, 随时可能攻城。 援兵呢? 战力如此悬殊, 这不是白颂吗? 突厥可韩国崛起, 其他边境城市压力很大, 大征皇朝的援军无法调集过来。 不出意外, 天岗城会被放弃。 李元居叹了口气, 天岗城本身就不是关卡要塞, 位置比较尴尬, 被抢走之后, 不会影响整个大征皇朝的边境大局。 陆川也意识到, 这个城市并不算重要, 不然不会成为弃子。 可城内的百姓怎么办? 屋内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压抑, 只有郑兴尧眉心眉肺地喝茶。 先生, 可有计策。 沉默中, 李元居忍不住先开口, 询问陆川的想法。 陆川沉阴片刻, 我问几个问题。 元居定当知无不言。 哪怕陆川询问的是军中情报, 他也不介意和陆川分享。 在他心里, 陆川的地位比幕僚还高, 堪比军师。 陆川也好不客气, 连续问了许多天岗城的情况。 天岗城市黑土城市, 位于长城之外, 人口有八万。 不过, 该城市曾经遭受了胡人百年统治和侵害, 近年反复被劫掠, 经济条件极为落后, 百姓生物极度困难。 那里的物资条件, 和之前的马前村一样糟糕, 卖孩子不只是常态, 还卖不出去。 旁边郑兴尧听了, 好奇问道, 我听雪薇说过, 黑土地的卢城道是共鸣, 这么肥沃的土地怎么会贫穷? 第六十四章, 郑兴尧申请出战。 因为陆川的态度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即使是在军营, 面对李元居这种大人物, 他现在也能十分自然大方提出自己的问题。 李元居也习惯了这位不同寻常的女人, 他刚张口想要回答, 却忽然住口, 看向陆川。 他有些好奇, 想看看陆川的才华, 是否真的能做到足不出户, 可知天下是。 陆川没注意到李元居的试探, 自然而然地开口为郑兴尧解释。 背后的原因很复杂, 战乱让百姓无法耕种, 北部平原大量荒帝没有开垫。 他想了想, 而且北地冬季寒冷, 入冬又早, 导致耕种期极短, 很难把握时间。 有多冷? 陈雪薇努力转动思绪, 他没去过北方, 无法想象天寒地冻到底有多冷。 天寒地冻, 百姓能不被冻死, 都是幸运的。 陆川叹了口气, 脑子中却想到了棉衣。 棉花还没普及, 也是一个大问题。 先生高见, 原居佩服。 李元居在一边陆川侃侃而谈, 心中大定, 陆川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 先生, 元居已经传信到东一县, 等取部府兵准备好北上物资, 便会出发, 请先生尽快做好准备。 李元居道, 想到北方局势, 陆川早有心理准备, 表示没有问题。 我会做好安排。 另外, 心尧想要带女子兵北上, 不知道能否带上他。 我们女子兵, 也想上阵杀敌。 郑心尧期盼地看着李元居。 李元居有些犹豫, 男女偏见普遍存在, 从来没有哪个军队让女子上战场, 他这是要开历史先河。 陆川道, 我看过一些杂书, 记载曾有过女皇帝名为元姑娘, 尤其一军女首领陈硕珍, 都是女子。 女子并非不如男, 只是缺少一个机会。 李元居微微苦笑, 女子上战场, 她恐怕又会被那些世家和文官集团的人口诛笔伐。 但她转念一想, 她本来就和那些人不对付。 既然历史上有了先例, 她再做出一些大胆的尝试, 又如何? 陆家嫂子站得说取不较习的职位。 你们这次以月宫身份北上, 我会想办法给你们上阵杀敌的机会。 没一会, 李元居便咬牙说道, 她已经准备面临各种压力了。 只要郑兴尧能够立下功劳, 她就能逆转局势。 现在, 她只希望郑兴尧不会让自己失望。 多谢少将军, 我们女子兵一定会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郑兴尧立马从座位下来, 向李元居单膝下跪。 这一刹那, 陆川看到她身上有着一种与往常完全不同的 金国女英雄的萨爽气质。 曾经的郑兴尧让陆川联系爱护。 但现在, 郑兴尧的这种气质让陆川看到她有了 撑起半边天的能耐。 李元居却摇摇头, 我不需要军令撞。 这一次北上, 我会在路上训练你们。 如果你们不能和其他士兵一般, 我会直接将你们遣回。 到时候, 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了。 放马过来吧。 郑兴尧斗志昂扬地说道。 李元居心中叹气, 她对郑兴尧很有信心, 但对其他女子兵没信心。 接下来, 三人又聊了一下其他问题。 这一次北上的队伍只有200人, 女子兵38人。 其他物资会从长安运出。 已经造好的万剑气发牌弩太过笨重, 无法长途运输, 便送到了东夷县用来防御海盗。 就在众人准备回去收拾的时候, 路川忽然开口。 出发之前, 我想灭掉葫芦顶山寨的强盗, 请少将军帮忙。 李元居文言, 苦笑道, 东夷县附近山寨的强盗, 我试图多次围剿, 不过那些强盗没入山林中, 我们根本没办法一个个揪出来。 强盗问题困扰着每一个皇朝, 李元居也没办法彻底解决。 先生是担心, 我们走后武力不足, 强盗入村抢劫? 李元居问道, 路川点头, 手指头敲击着座椅扶手, 回忆着侯小黑的一些情报。 玻璃厂发展起来, 早晚被他们盯上, 我既然要北上, 就得免除后患, 提前灭掉他们。 围剿的方法行不通, 既然他们会对劫掠村庄有兴趣, 不如, 幼稚以利, 请君入瓮。 李元居眼睛一亮, 陆川的这招可以啊, 既然葫芦顶早晚会盯上马前村, 不如提前把马前村暴露出去。 而且, 马前村有了玻璃器, 完全可以让人把一等品纯透明玻璃拿去当诱饵。 他刚想到这里, 就听陆川道, 我让侯小黑的那个兄弟, 把最好的玻璃碗送到山寨去, 绝对能够说服他们。 李元居大笑, 先生和我想到, 一块去了。 郑兴尧见两人商量出方案, 适时抬起右手。 怎么了? 陆川看向他, 郑兴尧挺起饱满的胸膛, 露出笑容道, 他们如果上当了, 会派遣一部分人过来围剿, 但山寨里肯定还会留守一部分。 我们种田的都知道, 除草要拔根, 我想要申请让女子兵去葫芦顶, 斩草除根吗? 如果是军队靠近, 被暗哨发现, 他们肯定化作鸟受散。 如果是女子兵进去, 反而因为性别而势敌已弱。 陆川眼睛一亮, 这个计划可以。 至于战损的情况, 陆川也考虑过, 上阵杀敌哪里有不受伤的, 不提前杀光山寨的强盗, 以后会死更多人。 来了一个多月了, 陆川早就已经适应了古代的残酷。 来来来, 我们具体商议, 一下细节。 陆川道。 从军阴离开后, 陆川喊来了侯小黑, 拿了一只纯透明的玻璃碗给侯小黑。 侯小黑赶往葫芦顶附近, 找到了他的那个兄弟, 臭宝。 臭宝的姐姐, 曾经被葫芦顶山寨的强盗掳掠, 后来一头撞死在路上。 而后, 臭宝和葫芦顶山寨便有了血海深仇。 知道要算计葫芦顶山寨, 臭宝二话不说, 就答应带路。 两人很快来到了葫芦顶山寨。 这山寨是集合赌场, 青楼为一体的肖金窟和传闻一样。 可侯小黑打量了一下, 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 第65章。 你听说过万箭齐发吗? 周围活跃的人, 怎么不像是什么凶人, 而是东一县的妇人? 侯小黑什么也没说, 低下头, 不动声色。 不一会, 两人见到了大当家。 大当家没穿上衣, 腰间挂着虎皮, 满身都是剑子肉。 你们找我什么事? 大当家沉着脸问道。 臭宝石带路的, 侯小黑才是主事的那个。 大当家, 请您看一宝贝。 侯小黑把怀里的玻璃碗递了上去。 无瑕琉璃? 这是哪里来的? 大当家的眼睛直了。 这绝对是个宝贝。 这叫剥裂。 侯小黑解释道, 马前村的陶瓷酱烧制了这种宝贝, 还带领整个村子一起制作, 每天能做数百只, 已经赚了几十两银子了。 大当家呼吸急促了。 他知道, 琉璃半个月都不一定练出一炉, 这玻璃居然能每天做这么多。 这是怎样的财富? 大当家从不掩饰自己贪婪, 也没有那个必要。 他低头看向侯小黑, 问道, 你把它给我, 是要我帮你抢走玻璃, 还是做什么? 该死的玻璃匠, 把玻璃配方手艺传给了我弟弟, 却不传给我。 侯小黑一脸嫉妒地说道, 我想要大当家帮我抢到配方, 以后制作的玻璃, 我可以先孝敬给大当家, 赚到的钱财也能分大当家一半。 哦? 那么, 为什么又偏偏来找我, 不去别的山寨? 是因为那个玻璃匠杀了兽猴和长楚, 与大当家有仇, 我觉得找大当家更能成功。 侯小黑条理清晰地解释道, 大当家凝视着侯小黑, 侯小黑心情忐忑, 但还是强撑着站在原地。 片刻后, 大当家叫来手下, 核实了一下情报, 才知道玻璃确实在东一县 售卖了一个月的时间。 甚至, 今天还有曹运货船, 带着大笔资金归来。 至于军营的消息, 一般人哪里敢调查军营? 连县令都不知道, 李元居驻扎到了马前村, 更别说他们了。 大当家站起身来, 我答应你的要求, 记住, 每天给我进些二十个玻璃碗, 玻璃的收益, 我要七成。 若是没有大当家, 我连一成都拿不到, 我答应了。 侯小黑兴奋道, 那好, 我要九成。 大当家点头。 侯小黑一愣, 脸色铁青无比, 但还是不情不愿地点头, 是, 大当家。 很快, 大当家带领着八十个好手, 趁着太阳要落山, 急匆匆赶往马前村。 他们前脚刚走, 一大群农家的女孩 叽叽喳喳地往葫芦顶山寨走来。 二当家, 山下出现了很多女人。 女人? 镇守山寨的二当家站起身来, 大晚上的, 女人跑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 对方有多少人? 有三十八个, 为首的女人特别美丽。 她说听说我们青楼给的价格最高, 想要来讨生活。 而且, 她们都很嫩。 二当家眼睛一亮, 兴奋道, 确定全都是女人。 全是? 绝对没有埋伏。 赶紧全部带来。 大哥出去抢玻璃了, 这些女人都可以让她尝到头套。 天黑了, 大当家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马前村外面。 兄弟们, 先给我杀, 杀掉一批人, 吓唬一批人, 然后再逼他们拿出配方。 大当家高声喊道, 一马当先地杀了过去。 然而, 在必经之路上, 一个奇怪的巨型箱子映入众人眼帘。 箱子下方闭合, 上方有着无数圆形的小孔, 森然之意弥漫。 侯小黑, 那是什么? 大当家问道, 你听说过万箭齐发吗? 侯小黑咧嘴一笑。 万什么? 大当家意识到不对劲, 没等他发作, 几个人影突然出现在巨型箱子的旁边。 侯小黑见状, 立马拽着臭宝, 跳到了路边的沟渠里。 大当家还没搞清怎么回事, 无数弓弦崩断的声音传来。 天空璀璨的星辰, 被无数漆黑的箭语遮盖。 黑暗中, 星红的泄花绽放。 惨叫声, 接连袭来。 杀上去, 抓活口! 黑暗中, 李元居下令道, 葫芦顶山寨, 二当家看着这群女人口水直流。 38个女孩, 大多数都长得一般, 但为首的郑兴尧和彩薇, 简直是极品。 放在青楼里, 绝对是花魁级别的。 她劫掠了几十年, 从来没碰过这么漂亮的, 更别说主动投奔她。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压寨夫人, 其他人都去青楼迎客吧。 说着, 二当家就要左拥右抱地 搂住郑兴尧和彩薇。 至于威胁, 谁觉得一群女人能有威胁? 多谢二当家, 不知道二当家可听过暴雨梨花针。 郑兴尧微微一笑, 拿出一只巴掌大的盒子。 二当家正疑惑, 伴随着弓弦弹动的声音, 无数荧光闪烁, 全身剧痛袭来。 不等她回神, 整个人已经被射成了血色的马蜂窝。 周围的几个小弟, 更是被银针覆盖。 那些没被杀死的, 都抱着细密的伤口, 在地上惨叫。 这些娘们有问题, 杀了他们。 哪个强盗后知后觉的怒吼一声, 但这时已经晚了, 姑娘们人手拿了一只饥荒匣子出来, 无数银针喷射, 刹那间, 无数尸体摔落在地。 剩下的强盗吓得屁股尿流, 转身就跑。 采薇拔出一把短刀, 喊道, 第三, 第四对, 跟我镇守山寨出口。 采薇说完, 就带头冲向山寨出口, 追上了一名逃跑的强盗, 一刀从对方的脖梗脊椎缝隙刺了进去。 快准狠。 砰的一声, 强盗趴在地上, 目光涣散。 而采薇已经冲向了出口。 紧接着, 其他女兵的草鞋纷纷从强盗后背踩踏了出去。 我们负责内部倾角, 寻找暗刀, 斩草出根。 就地拿武器, 左手饥黄匣子, 右手拿刀, 不要理会任何求饶。 郑兴尧捡起了二当家的大砍刀。 但这时, 一名女兵跑过来, 表情难看地说道。 后面有很多男的, 根本不是强盗, 是附近的村民, 来这里花钱玩乐。 我认识一个。 第66章, 哥儿, 你是不是忘了? 村民和强盗勾结, 在这种地方吃喝嫖赌, 欺辱被劫掠的女人。 郑兴尧瞬间就想到了长楚, 眼神一寒。 男的杀掉, 我不重复第二次。 女的胆敢靠近你们, 也别留守。 这个世道, 保不起有什么女人会找, 你们拼命。 或许有些女人, 已经彻底心向山寨的强盗, 会为了男人跟他们同归于尽。 画壁, 郑兴尧同样带头冲杀到山寨中。 黑暗中, 杀戮不断, 死掉的不仅是山寨里的男人。 我跟他们拼了, 不知道何处传来强盗最后的呐喊, 然后被饥黄匣子射成筛子。 当饥黄匣子的针用光后, 姑娘们便手持大刀, 和强盗厮杀成一团。 郑兴尧看到有僵持的战斗, 就会第一时间冲过去。 一刀砍飞强盗的武器, 震伤强盗的虎口。 第二刀, 直接把强盗的脑袋从中间劈成两半。 姑娘们全被自家女主人的可怕暴力给吓坏了。 头骨有多硬, 大家都很清楚, 可这坚硬的头骨在郑兴尧刀下就和豆腐差不多。 这是天生神力的战神吧? 不然同样是女孩, 郑兴尧的力气为什么这么大? 那些四处逃窜的强盗也彻底被郑兴尧吓坏了。 只要看到郑兴尧靠近, 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慌不择路地转身就要逃跑。 饶命, 女侠, 我只是过来玩。 动, 脑袋落电, 长处的同类, 都得死。 郑兴尧冷漠地说道, 这么快就结束了。 马前村, 陆川和李元居从村子里走了出来。 刀兵声早已经停了, 局部府兵抓了六个俘虏, 其他伤势过重的, 直接砍了。 少将军, 以活捉葫芦顶山寨的债主。 阿福汇报道, 陆川看向刚刚的战场, 侯小黑和臭宝早就从暗处爬出来。 臭宝撇开了侯小黑, 愤怒地跑去踹尸体泄粉。 侯小黑看见陆川, 立刻走过来, 汇报道, 山寨不太对劲, 有很多东夷县的有钱人, 不是传闻中的凶人。 我怀疑, 他们和东夷县往来密切, 不是简单的山寨。 陆川闻言, 看向李元居。 这话, 聪明人都能理解背后的含义, 李元居不需要他提醒吧。 带下去拷问, 李元居心累地挥了挥手。 不用拷问, 我都交代。 结果这个满身健子肉, 看起来很是强壮的大当家, 还没遭遇言行逼供, 就主动招供。 是李家的袁外郎, 我只是拿钱办事, 抢夺梁家女孩, 伺候袁外郎的友人。 我的山寨里, 还有袁外郎的密信和账本。 大当家哀嚎着道, 阿福, 派个人去处理, 别当我北上。 李元居道, 他剿匪的喜悦, 显然已经不在。 大真皇朝才刚建立, 没想到就有这种事情, 他心理上有些接受不了。 陆川看他心情不好, 帮忙转移话题, 万箭启发出显威, 感觉不错吧? 敌人密集一点, 一轮发射, 就杀死了六七十人。 说到这个话题, 李元居的心情好转了不少。 他们站得太密集了, 根本不是严格训练的士兵, 所以造成杀伤力够大, 不过哪怕如此, 我也几乎能看到, 他在战场上大发神威了。 我当时缩在沟渠里, 差点被吓得尿裤子了。 侯小黑说了一下感受, 众人发出笑声, 陆川却在笑声中慢慢转头, 看向地上血淋淋的尸体。 很恶心, 特别是血腥味和湿尽的臭味飘来, 更是叫人作呕。 但陆川没有退避, 反而在努力适应。 不然到时候去了北方, 看到更加残酷的战场, 他怕自己会扛不住。 让村民们来收拾尸体, 集中焚烧, 别生了瘟疫。 陆川吩咐侯小黑道, 我马上去。 侯小黑硬下, 刚要离开, 看陆川还站在原地不动, 有些疑惑。 您不回去吗? 我在这里等星瑶回家, 顺便, 适应一下。 哦, 陆川还是没忍住干呕了出来。 视觉冲击也就算了, 浓郁的血腥味, 真的很恶心。 李元居倒是很欣赏陆川这种直面战场的态度。 他转过头, 对士兵下令道, 去回收箭矢, 收集柴火。 派出一个骑兵小队支援郑星瑶。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 远处传来声响和火光。 黑暗中, 火把不断靠近变大, 最终出现了一支女子小队, 还有背后的一辆旅车。 山寨里的值钱东西不多, 但多少也能收集起来, 价值七八十辆。 陆川第一时间迎了上去, 看到郑星瑶浑身是血, 但安然无恙, 心里松口气。 郑星瑶大心而归, 看到陆川激动地冲向他, 心也暖暖的。 只是身上有血, 他不好意思粘着陆川。 采微健壮, 心中郁闷。 原本陆川是他们村子的, 没想到被郑星瑶先占了便宜。 明明进水楼台的是他, 但他还是没多说什么, 对手下们挥了挥手, 带大家离开。 其他人离开的时候, 看着隔空对视的小两口, 都暧昧地笑笑。 还顺利吗? 陆川问道, 四个姐妹受伤, 没有死亡, 山寨里的强盗都杀光了。 我们厉不厉害? 郑星瑶得意地插腰道。 令人惊喜, 我家星瑶就是威武。 陆川竖起大拇指, 你们赶上战场, 我就放心了, 晚上好好休整一下, 明天准备北上。 他倒是想要让郑星瑶休息一天, 不过时间不允许。 走, 我们回家吧。 陆川招了招手, 郑星瑶点头却没有动, 轻咬着下嘴唇, 欲言又止。 哥儿, 你说好的, 一个月后问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是不是忘了? 第67章, 我想以后叫你穿廊。 他心里带着小小的委屈, 总觉得陆川忘记了这个最重要的约点。 如今都要北上了, 陆川还在装哑巴。 陆川顿住, 认识郑星瑶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中途他还花了十两银子又买了一百天寿命。 对于一个月前的某个问题, 他自然记得清楚。 当时, 郑星瑶提议嫁给他, 但他却要让郑星瑶等一个月, 让他冷静下来, 好好考虑到底要不要嫁给他。 同时, 陆川也想要确定自己的心意, 是不是要娶郑星瑶。 到了现在, 其实有些事, 早就有了答案。 但作为初歌, 现在让他颇有仪式感的开口, 这也是两辈子头一走。 尤其是被郑星瑶猝不及防地主动提起, 陆川紧张得不行, 心跳不断加快。 陆川努力张嘴, 有些结结巴巴的, 那个, 我, 我重新。 你紧张傻呀。 郑星瑶等不下去了, 跑了过来, 抓起陆川的手。 我还是没变主意, 嫁鸡随鸡嫁狗随, 呃, 我没文化, 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我一开始认定哥儿了, 就从来没变过。 我想知道, 哥儿愿不愿意娶我, 哪怕是小妾都行。 什么小妾? 陆川苦笑, 嫁给我, 肯定就是郑七, 就是我心里没准备好。 而且, 我们要北上了。 是啊, 郑星瑶垂眸, 心情沮丧, 咱们的婚房也还没盖好。 她觉得自己已经严重超龄了, 再不嫁陆川就老了。 陆川也在纠结。 难道说, 回来就结婚? 但这会不会是利奇? 到时候北上出了什么变故怎么办? 不对, 为什么是星瑶握着我的手? 明明是我娶她, 不是她娶我啊。 陆川反手, 把郑星瑶的手握在手心里。 她这段时间一直在练舞, 手心变得粗糙, 但手背依然柔软润滑, 冰凉细腻。 郑星瑶看着陆川的小细节, 眼神的甜蜜更是要溢出来。 陆川斟酌一下用语, 为了避免利奇, 我们都心照不宣了。 你就是我的人了, 婚礼这种事有什么好着急的? 也是, 我也不要什么婚礼, 反正我就是你的了。 郑星瑶向前一步, 想要靠在陆川怀里, 但看到身上的血液又钉住了身子。 但紧接着, 一只大手还住她的腰部, 把她摁在了怀里。 郑星瑶动情, 不再想血液的问题, 鲜长的手臂勾住陆川的脖子。 一双铜, 捡秋水, 勾人心弦地看着陆川。 陆川低头, 郑星瑶点脚, 两人几乎能闻到对方的鼻息。 终于要到这一步了吗? 陆川有些激动, 膝盖都有些微微发颤。 郑星瑶内心忐忑地望着陆川。 她没什么经验, 可这件事情她已期盼许久。 郑星瑶闭上双眼, 身体同时微微前倾。 喂, 你们两个在做什么? 赶快回去收拾东西, 明日暴时就要出发了。 远处, 李元居的声音摇摇传来。 李元居翘手张望那两个 在夜色里模糊不清的身影, 心中不解。 这俩人干什么呢? 这都什么时辰了? 还不去收拾东西, 准备明天的行程? 难道赶路的时候, 要在马背上打盹吗? 陆川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眼神有些恼火。 第一次这么主动, 还被打断了。 郑星瑶看着陆川的表情, 忍不住无嘴偷笑。 好烦啊, 每次都有人打搅我们。 无奈之下, 陆川柔了柔的眉心, 算了, 来日方长。 郑星瑶乖乖地点了点头, 随后他突然看向陆川, 眼神中带着某种期盼。 他支支吾吾地说道, 哥儿。 嗯? 陆川疑惑地看向郑星瑶, 怎么了? 郑星瑶扭捏片刻, 说道, 我想以后叫你穿廊, 可以吗? 改称呼对他来说, 算是接纳的一步, 是一个肯定的信号。 你高兴就好。 陆川随口答应下来, 虽然他感觉有点怪怪的, 但这个时代, 好像就是这样。 行了, 我们赶紧回去, 安排下玻璃场的事。 他转身往前走, 郑星瑶望着他的背影,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会心的微笑。 他一蹦一跳地朝着陆川追去, 川郎! 怎么? 川郎! 你有事吗? 没事, 我就是高兴, 你知道吗? 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一个多月, 现在我能这么称呼你, 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 陆川微微一震, 忽然莫名有些愧疚了, 他的谨慎放在古代, 确实有些不合时宜, 可郑星瑶却毫无怨言地接受, 等待着他的决定。 他心中暖流涌动, 郑星瑶却毫无所觉, 仍在物资高兴。 一会跑到陆川的前面蹦着, 一会又跳到陆川的右边或左边。 这些日子, 郑星瑶多是敢说敢做, 敢打敢杀的豪爽模样。 陆川难得见到他这样俏皮的一面, 只觉得傻乎乎地可爱, 嘴角也勾起笑来。 正想着, 郑星瑶突然抱住陆川的胳膊, 他抿了抿嘴唇, 笑问道, 川郎, 那你该叫我什么? 娘子。 陆川拍了拍胳膊上的小手, 打句道, 我还是比较期待有一天喊你一声将军。 想想, 穿越古代, 迎娶女将军, 那多有面子。 女将军? 类似商朝的富豪那样的吗? 郑星瑶思索了片刻, 一脸认真地看着陆川说道, 我一定会的。 陆川压抑地打量了郑星瑶一眼, 笑道, 富豪可不止从军, 还会从政, 你还差了远呢? 那我就学呗, 你会教我的, 对吗川郎? 他一脸期待地看向陆川, 他一直坚信, 陆川是无所不能的。 陆川笑着点了点头, 郑星瑶见状, 也笑得眼睛弯弯。 这一回, 两人已经走到了村口, 村民和士兵忙着处理尸体。 李元居走了过来, 神色中露出一抹疲惫。 剩下的交给村民了, 先生快早点回去休息吧。 陆川说道, 你也是养好精神。 李元居硬下, 看向陆川, 眼神忽然闪过一丝细血。 他倾笑地说道, 我就不需要先生担心了, 只是先生, 恐怕还有些麻烦。 第六十八章, 怎么就开始拖了? 先生恐怕没有骑过马, 李元居没有说完, 但陆川怎么可能会听不懂其中的意思? 虽然他没有骑过马, 但还是知道一些的。 马背上的颠簸,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而且他, 还是第一次骑马。 显然, 这李元居是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陆川对李元居摆了摆手, 没事骑个马而已。 就算不太舒服, 忍忍就坚持过去了。 说完, 他便和郑兴尧一同进了村子。 李元居看着陆川离去的背影, 不由觉得好笑。 如果先生骑马的能耐比得上他的才华, 那我就真没什么担心的了。 陆川家, 由于新房没盖好, 陆川、 郑兴尧和陈雪薇 还是三个人一屋, 阿淼照旧被蔡蔡带回了家。 郑兴尧和陈雪薇坐在一张床上, 对面坐着陆川。 陆川要在临走之前, 最后聊一下玻璃厂发展运营的相关事宜。 陈雪薇负责提问, 郑兴尧不管商业的内容, 以旁听为主。 每次货船回来, 三成盈利存着, 避免发生某种意外急需用钱。 剩下的都用来扩建玻璃厂。 你可以从附近村子招募更多的工人, 不要担心或卖不出去。 其他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陆川吩咐陈雪薇道, 还有签了卖身器的那几个工人和吹玻璃器设备的问题。 陈雪薇公事公办的问道, 签了卖身器的也不允许随意打杀、虐待。 他们享受和正常工人一样的工仇。 吹玻璃器设备可以交给打铁匠去做。 那东西技术要求不高, 就是废铁, 需要找官府报备。 只要玻璃配方保护好, 让别人不知道我们的玻璃可以烧成洪水, 其他的秘密泄露了也没关系。 陆川道, 陈雪薇点头, 一一记在心里, 旁边郑星瑶举起了手。 他记得, 陆川要求这种正式的谈话, 有问题要插嘴的时候得先举手。 你问, 陆川看向郑星瑶? 如果有人背叛我们, 泄露秘方怎么办? 郑星瑶担心道, 这个问题困扰着所有从伤之人。 哪怕有卖身器, 也不见得能百分百信任。 陆川沉默了片刻, 也没想到太好的办法。 你们觉得该怎么办? 陆川问道, 家奴不忠, 杀。 郑星瑶杀气腾腾道, 我也认可, 忠诚的家奴, 我们代之如人, 背叛者, 猪狗不如。 陈雪薇意见一致, 陆川也认可背叛需要惩罚, 但直接杀头又太严重了。 可最心爱的两人, 却都建议一刀杀掉, 以警效尤。 两个时代不同的三观, 在陆川内心如同狂风咒语一般冲击着。 该坚定上个世界的人道主义精神, 还是适应并顺从这个时代的森严法则。 陆川闭上眼睛, 纠结了许久。 不要心思手软, 就算是我, 也从来没有软弱过。 郑星瑶担心陆川太善良了。 如果人背叛, 就先看压起来, 等我回来了再说。 陆川道。 陆川觉得, 家奴背叛, 和有强盗上门, 这是完全两回事。 让他立马做出转变, 铁血无情地杀了, 还是有点难度。 但直接放掉, 他又做不出来。 事情发生了, 就先抓起来, 到时候再决定怎么处理。 陈雪薇点头道, 我没意见。 也行, 等我们回来再说。 郑星瑶点点头, 又道, 川郎, 还有最后一件事。 川郎? 陈雪薇眼神微动, 两个人的身份, 在今夜发生了新的进展了吗? 他有些羡慕, 又有些失落。 陆川毫无所觉, 什么事? 关于雪薇的。 川郎, 我们这一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和雪薇。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定下婚约, 保证陆家和陈家不会离心。 郑星瑶犹豫了一下, 还是帮陈雪薇问出了口。 随着北上的时间临近, 雪薇越发不安焦虑, 这些郑星瑶都看在眼里。 所以, 昨天陈雪薇拜托他, 重提这件事的时候, 他立刻答应了下来。 陈雪薇从郑星瑶开口, 就不安地搅紧了衣角, 凭住呼吸, 等待陆川的回答。 而陆川却摇摇头, 婚姻是感情的问题, 和处理奴仆的事情不同。 我们和陈家, 今日因力相合, 将来也可能因力而散。 这些都是以后再考虑的, 就目前来说, 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陆川提炼了要点, 只要和陈家利益一致, 就不会出现分道扬镳的情况。 而且陈家现在要仰仗陆川崛起, 想来也不会奔倒背叛陆川。 陈雪薇心绪扰动, 她担心的不是陈家背叛陆川。 而是陆川出门之后, 就会发现陈家根本就是 上不了台面的落魄小家族, 她怕陆川抛弃陈家。 在她想来, 陆川不娶她, 必然是觉得娶她等于娶了 脱油瓶般的陈家。 如果她不要陆川负责, 只祈求她的一点点怜悯和怀念, 陆川或许会有不同的回应。 她毅然而然地站起身来, 解开了腰带。 陆川一愣, 正心鸟无嘴, 压住了喉咙中的惊讶。 就听陈雪薇道, 我们陈家现在完全仰仗你, 我不求其他, 只希望愿你莫忘。 我们陈家还有一个叫雪薇的女孩。 衣裳滑落在地, 陆川刷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 这是要干什么? 怎么就开始脱了? 第69章 你想要当皇帝? 你别整这个幺蛾子, 我告诉你, 只要陈家不背叛, 我们的合作就一直有效。 陆川头疼, 迅速弯腰把衣服捡起来, 给陈雪薇劈了回去。 多谢川哥。 陈雪薇抓住衣服, 垂眸, 没有再多说什么。 虽然陆川拒绝了他, 可也说明, 陆川是个信守承诺的男人, 不会轻易破坏誓言, 是一个真君子。 真君子不会随便抛弃他们陈家。 可他还是希望, 陆川收了自己。 不只是利益, 还有他确实对陆川有益。 陈雪薇心中苦笑, 不知这样是好是坏。 至于郑兴尧, 陆川转过头, 看他一副乐见其成的样子, 一头黑线。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那么该安排的都安排好了。 雪薇你负责运行玻璃厂, 侯小白负责配方, 侯小黑负责巡防和警戒。 你明天告知他们。 陈雪薇点头, 坐回床边, 他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郑兴尧能感觉到, 他的情绪有些低落。 就这样, 熄灯。 陆川看两女都没话说, 就吹灭了油灯。 三人各自钻回了被窝。 陆川和郑兴尧很快就睡着了, 只有陈雪薇看着漆黑的天花板发呆。 我和星瑶的区别在于, 星瑶是孤家寡人, 能够全心全意地把一切献给陆川。 可我不行, 我背后牵绊着一个家族, 娶了我就等于娶了陈家。 陆川太精明了, 怎么可能同意? 一个家族当托油瓶, 还是带着墓地来联姻的, 换作是他, 他也不同意。 想到这一点, 陈雪薇翻了个身, 心情难过地抱着郑兴尧, 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郑兴尧热得难受, 挣扎了几下, 又睡了过去。 将来只有你能拥抱陆川, 那么我多抱抱你, 不过分吧。 陈雪薇难过地想着, 他有少女如师的情怀, 也有为陈家负重前行的担当。 清晨, 攻击刚打明, 东一线方向, 局部辅兵已经准备就绪。 陆川早早醒来, 但他没什么好收拾的, 就是几件换洗的衣服, 二十两白银, 铜壁若干, 肉干少许。 三十七位女子兵已经在门外等待多时, 他背着包袱, 目光威严地向陆川家行住墓里, 等待他们的教习郑兴尧出来。 陆川出门的时候, 被他们的眼神吓了一跳。 陆川, 郑兴尧带着女兵一起到了曲部的营地。 曲部辅兵已经把帐篷全都收拾好了, 也只有一个小木箱子摆在路中间。 阿福走来, 对着陆川说道, 这箱子是昨日缴获的战利品, 将军让姑娘们自己分了。 陆川指了指郑兴尧, 表示这不归他管。 阿福有些诧异, 陆川对他的女人放权也放得太过分了吧。 就不怕郑兴尧哪天飘了, 其在陆川头上拉屎撒尿吗? 但他只负责给箱子, 其他的可没资格多管, 耸耸间转身就走了。 郑兴尧看着木箱子, 沉饮了片刻。 他想到陆川昨天说过, 古代第一个女将军富豪, 不只是将军, 也是个顶尖的文官, 文治武功都是顶尖。 一个顶尖的将军, 思考的不是如何数钱的问题, 而是要学会用人。 他觉得, 应该是这样的。 想到这, 郑兴尧道, 采薇, 你清算一下, 根据昨日沙头的数目奖赏下去, 多余地归入我们的库房, 等待他用。 好嘞。 采薇还没进入角色, 蹦蹦跳跳地跑去数钱了。 刚分好钱, 李元居带着几名部下走来。 我们骑马去东一县, 你们三十八人坐船过去, 在东一县会合之后, 我们再一同骑马北上。 李元居吩咐道, 村子这边的马是不够的, 得先去东一县一趟。 东一县见。 陆川道, 李元居点头, 驾驭着马匹, 向着村外赶去。 我们去坐船吧。 陆川看向郑兴尧。 等一下。 郑兴尧重新站在众多姑娘们面前, 最后道, 姑娘们, 昨日你们还算是我们陆家的奴婢, 也是马前村的民兵 与葫芦顶山寨的战斗。 你们已经看到了战场的残酷和血腥。 所有我都可能会战死他乡, 连尸体都难以回归故里。 你们谁想要反悔的, 现在就能站出来, 我郑兴尧不会为难你们, 甚至会安排你们去玻璃厂做工。 但等我们踏上北上之路, 任何人将再也不能后退。 届时, 你们不再是民兵, 而是真正的曲部辅兵。 郑兴尧提议带着女子兵一同上战场, 李元居同意了, 这就意味着女子兵再也不是小打小闹的民兵性质, 而是曲部辅兵的一部分。 郑兴尧希望这些女孩最后再做一次决定。 姑娘们一动不动都目光坚毅地看着郑兴尧。 郑兴尧懂了, 她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曾经那个走投无路的自己。 旁边露川见状, 轻轻叹了口气, 也理解这些姑娘的想法。 他们早在饥寒交迫的人生中习惯了面对死亡, 饿死与战死, 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区别。 残君让他们觉得生命存在是有价值的, 他们便不会再退缩。 很好。 郑兴尧动容, 深吸一口气。 即日起, 我们便成为了真正的士兵。 我们要证明, 我们女郎也不输男郎。 我们女郎也不输男郎。 姑娘们一同高声呼喊。 彩薇听着背后那震耳欲聋的声音, 张了张嘴, 一时间不知道是否该一起喊。 她没有那种苦难的人生, 觉得嫁个好男儿依附着, 也没什么不好。 加入女子兵也不过是觉得好玩罢了。 但此刻, 看到大家热血昂扬的样子, 彩薇突然间感觉到一些迷茫。 出发! 郑兴尧转身, 带头向码头走去。 陆川正准备跟上, 发现彩薇在发呆, 就推了她一下。 你在想什么? 啊? 彩薇吓了一跳, 看向陆川。 你跟他们不同, 你家境不错。 你还有很多选择, 其实你可以不用北上的。 陆川说道, 彩薇看着郑兴尧带队离去的背影, 有些怅然。 那兴尧呢, 她嫁给你, 本应该也不用从军去危险的战场。 还有你, 你完全可以当个土财主, 一辈子一事无忧。 陆川若有所指导, 人啊, 要懂得居安思危, 不能因为一时的安逸, 就觉得自己可以高枕无忧。 彩薇敏捷机灵, 领会了陆川的一些意思, 如果我们遇到的不是李源居, 而是某个坏将军的部队, 又或者是前朝余孽, 我们马前村可能已经被屠村了。 海盗, 强盗, 乃至类似常储那种, 无赖从来都不守, 小小的马前村, 也从来都不安全。 她突然也想要成为女将军了, 如果能成为女将军, 将来就不怕有人欺负到她头上了。 可彩薇又觉得不对劲, 女将军好像还是不够安全。 彩薇道, 不管什么人都会被威胁生命, 真正高枕无忧的是皇帝吧? 难道你想要成为皇帝不成? 第七十章, 陆川太过分了。 彩薇的话, 可以说是大逆不道了。 但陆川也摸清了彩薇的性格, 知道, 她这是在信任的人面前, 才敢说这种话题。 皇帝也不是高枕无忧的。 陆川摇头解释, 为什么? 难道, 哎, 你等着我? 彩薇还想多问一些, 却发现陆川已经起身向郑星瑶他们追去。 她连忙追了上去, 气鼓鼓地跟在陆川背后。 不想回答, 也没必要直接逃啊。 我知道, 辽皇帝的事情是禁忌。 陆川摆摆手, 她已经明误了方向, 就没必要再多说, 自己的路, 要自己思考才行。 彩薇出神了一会, 忽然大步追上陆川。 星瑶的梦想, 也是成为女将军吧。 嗯, 她和你差不多。 陆川这下倒是回应了。 点点头, 神情若有所思。 不多时, 众人来到码头, 租了十艘小船, 前往东一线。 因为陆川让附近几个村跟着致富, 船服感恩陆川, 说什么也不愿意拿钱。 陆川也不矫情, 道谢一声, 带队直奔东周曲部的营地。 李源区的骑兵是差不多时间抵达的, 营地里早就听到了消息, 已经连夜休整完全, 可以上路。 路边有39匹马, 等待新的主人。 陆川两辈子第一次骑马, 女孩们也是一脸新奇。 阿福到陆川旁边, 看陆川有些不知道如何操作, 正要教导, 就被李源区赶走。 我来。 李源区从马上下来, 给陆川和一干姑娘们说道, 骑马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不要站在马屁股后面, 小心被踢了。 这点我们知道, 我们也是赶过驴的。 采薇笑着回应, 李源区点头, 继续道, 上马前, 记得检查马鞍, 缰绳之类的。 他开始给大家演示, 如何确定马鞍的安全性, 而后亲自示范了正确上马的方式。 阿福和张怀等人, 骑着马聚在一起, 在不远处看着。 没想到, 邵将军居然会亲自叫到他们。 张怀感慨道, 不难理解, 这是邵将军对他们表示看重。 据我所知, 若不是怕惊吓到陆先生, 邵将军甚至都想要和他结拜为兄弟。 阿福说道, 众人有些羡慕, 但也隐隐觉得理所当然。 陆川有这个才华, 上马需要经验, 需要协调力, 也需要力量。 半个多月的训练, 加上每日三餐足够的肉食, 让姑娘们的体质都提升了不少。 不至于连马背都爬不上去。 郑兴瑶和采薇学习都很快, 一眼就能把精髓模仿的七七八八, 一溜烟地就爬上了马背。 陆川摇晃了好几下, 坐上了马鞍, 双腿勤不禁夹紧了马肚子。 李元居在马背上, 看陆川紧张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出来。 先生, 不要太紧张, 力量要控制得当。 你这么用力加码肚子, 骑马也不要松松垮垮地坐下去, 得架起身子。 叫到陆川的时候, 李元居心里笑开了花。 他猜得没错, 陆川果然被难住了。 看来这位先生, 也并非无所不能。 好不容易稳定了身子, 陆川松了口气, 看向李元居。 可以出发了, 我适应适应。 陆川微微有些窘迫, 李元居却觉得陆川亲近了不守, 笑着拱手说道, 关道不顺, 马车不便通行, 若有怠慢, 先生可别生气。 不会, 我早就想要学骑马了, 奈何马前村没有机会。 陆川回应, 如果不是前段时间忙着规范玻璃厂的生产流程, 忙着扩大玻璃厂的规模, 他早就让李元居开小道学骑马了。 现在算是赶鸭子上架。 众人上路, 为了照顾陆川这些新人, 李元居他们并没有骑得很快, 但也没有放缓太多速度。 陆川跟在后面, 下半身和坚韧的马鞍不断碰撞。 刚开始的感觉很酸爽, 围过两刻钟就开始酸胀, 紧接着如同割裂一般火辣辣的疼。 李元居骑在前方, 时不时回头看了眼, 果然发现陆川表情有些痛苦。 同样忍耐疼痛的, 还有不少女子兵, 但没有一个女孩要求队伍停下。 去部军队内, 本来有许多觉得女兵是脱油瓶的人, 这时也都默默闭上了嘴。 也不知道这些姑娘能忍到什么时候。 众人暗暗想着, 再看向郑兴尧和采薇, 发现两个姑娘面无异色, 一般熟练,众人都不禁择舌惊叹起来。 正午时分, 队伍的速度逐渐减慢, 最后再关到一处停下。 李元居道, 休整半个时辰, 让马吃点草。 大家涂一点油防晒, 喝点水以防中烟。 中烟就是中暑的意思。 现在临近三浮, 正午的太阳叫人有些吃不消。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陆川长舒一口气, 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他想要下来方便一下, 但却发现, 他几乎麻木地感觉不到双腿了。 大腿内侧活辣辣的, 又疼又粘。 郑兴尧跳下马, 走到陆川面前, 抬手要扶陆川。 陆川借着力下来, 差点摔坐在地上。 你没事? 陆川看着郑兴尧。 没事。 郑兴尧不仅没事, 甚至想要走两圈。 之前邵将军不是说了吗? 骑马, 不能整个人坐下去, 需要半战着, 这样就不会磨破皮。 郑兴尧解释道, 陆川佩服地看着郑兴尧。 他刚开始也尝试过, 但很快就扛不住了。 这个身体的底子太差, 外加上体育天赋不怎么行。 哪怕这一个多月来, 陆川每天都有训练, 进步也不算太明显。 他想到郑兴尧往日那高强度的训练, 忍不住伸手, 摸了一下郑兴尧的腹部。 郑兴尧看到很多无聊的士兵, 正在看这边, 有些害羞地侧过身体, 躲在了马匹旁边。 到这边来, 郑兴尧脸蛋微微发红地招招小手。 他永远不会拒绝陆川, 但羞耻心也还在。 也没八块腹肌啊。 陆川拖着双腿挪了两步, 心中嘀咕着。 陆川没意识到他的行为有些出格。 郑兴尧避开别人目光, 也不过是因为少女的青涩而非礼教。 倒是周围那些士兵吃不消了。 将军,陆川太过分了, 欺负我们都是孤家寡人。 阿福抱怨道。 第七十一章, 见鬼的戾气。 阿福中午随便啃了一口干粮, 肚子还饿着, 看到陆川和郑兴尧的小互动, 直接被喂饱。 李元居心里也有点羡慕。 他早就澄清了。 渔王给他安排的妻子, 是来自范阳卢氏的世家女, 知书达理。 但手无腹肌之力, 他感觉他就像是瓷娃娃一般, 一碰就碎。 他内心更想要娶一个能上战场的女孩。 你要是有想法, 就自己去问问陆川部下的那些女兵。 如果有看得上眼的, 我去帮你们说没。 李元居到。 张怀推了一下阿福, 赶紧去啊。 我不去。 阿福害羞了, 粗犷的脸整张通红。 耸祸。 那我们一起去。 我不敢。 张怀也害羞。 队伍里传来了欢快的笑声。 大家相互比试, 心中带着殷妾, 却没人真的敢去勾搭女子兵的成员。 马匹旁边, 陆川和郑兴尧小声聊着。 但和大家想的不一样, 陆川和郑兴尧并不是在说情话。 你的腿怎样了? 郑兴尧的看着陆川, 估计破皮了。 陆川怀疑到了晚上甚至会肿起来。 他早有心理准备, 并没有自怨自艾。 可郑兴尧眼神里却写满了担忧。 陆川一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他是在琢磨 怎么帮他解决骑马的问题。 作为未来女将军, 我觉得你现在不是来安慰你的未来夫君, 而是要关注你部下的身体状况。 他提醒道, 郑兴尧这才反应过来猛地看向那些女兵, 发现采薇已经活跃起来, 在慰问女兵们。 这叫郑兴尧有些懊恼。 在大家都受伤的情况下, 他心里会下意识地把别人排在后面, 先关心陆川的状态。 那, 我去看看情况了。 郑兴尧犹豫地问了一声, 快去吧, 下次多注意点细节。 不, 下次我也要先来看你。 郑兴尧在没人看到的角度, 对陆川吐了吐舌头, 然后才摆出一副他自认为威严的表情, 走向采薇。 陆川靠着马, 笑看着他走向远处。 郑兴尧走到采薇旁边, 问道, 情况怎样? 采薇听到郑兴尧的声音, 转过身看向他, 想要调侃郑兴尧太宠陆川, 但心里酸溜溜地说不出口。 22名姐妹被颠得腿痛, 估计已经被撞破了皮, 其他14人只是腿酸定酸。 这些姑娘, 都是郑兴尧从十里八村挑选的体能天赋最好的。 如果再给他们一个月的训练时间, 他们的表现能够更好。 告诉他们, 这些都是我们必经的考验, 让他们坚持下去。 我去邵将军那里问问, 看有没有什么草样。 郑兴尧也对女兵的表现很满意, 输了口气说道。 采薇点头, 表示没问题。 阿福等人正在说笑, 一转头看见郑兴尧走过来, 连忙摇晃李元居的衣服。 一群人心里紧张得要死, 都幻想着被郑兴尧欣赏, 然后让郑兴尧给他们和女兵们说个眉。 于是郑兴尧就看到, 这群男兵全都站了起来, 身体板得挺直, 好像在等待他的检阅。 这看得他莫名其妙。 李元居笑着摇了摇头, 心中又有些亏欠。 这群士兵跟了他好些年, 却还没有成家立业。 收敛了心思, 李元居迎上郑兴尧, 猜到他想说什么, 率先开口道, 陆先生身体可有大碍, 应该是破皮了。 接下来的路程还很漫长。 我想问问, 有没有什么特效的草药? 我们这里有些筋骨草药粉。 李元居看了眼阿福, 阿福连忙冲向其中一匹马, 从后背的包裹里拿了一小瓶药粉出来, 递给李元居。 李元居转交给郑兴尧, 说道, 筋骨草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 还能防止伤口变成臭肉。 郑兴尧接过来, 看着这小小一瓶, 忍不住问道, 女兵那边。 李元居无奈道, 这是军中紧俏的药物, 我这里的存货也不多, 只能给你陆先生使用的。 女兵那边和所有新兵一样, 都要经历这么一遭, 这也是我们约好的考验。 我先去照顾我夫君了。 应该的。 郑兴尧走向陆川, 把李元居的花复述一遍, 防止变成臭肉, 这是指杀菌消炎吧。 陆川接过这瓷瓶, 打开闻了闻, 闻不出个所以然, 又封好了盖子。 杀菌消炎是什么意思? 郑兴尧问道, 他早就习惯了陆川的博学, 还以为是某本圣贤书上的内容。 防止外读入侵的, 就好像我之前用油给阿淼涂抹伤口, 除了防止出水外, 也是为了避免外读入侵。 外读入侵, 明白了。 郑兴尧乖巧点头, 记在心里。 下午, 还要赶路, 我晚上再用。 陆川把东西塞到包裹里, 看着旁边的马匹, 愁眉苦脸的。 还得赶路赶半个月, 太折磨了。 不过这筋骨草也提醒了陆川, 晚上会有很多女兵, 都需要处理破皮和皮下组织损伤的问题。 疼痛倒还好说, 万一伤口发炎感染, 可是致命的。 筋骨草这东西是紧俏物资, 陆川有钱都没地方买, 那么给女兵准备什么? 酒精消毒? 典服消毒? 这时代, 根本找不到高纯度酒精, 更别说典服这种化学药品了。 这叫他一下子想不到办法。 陆川翻查了一下系统面板, 但系统里的药方太多了, 他看得眼花缭乱, 一时半会也没找到可以在古代搞出来的好东西。 郑兴尧以为陆川在走神, 就轻轻牵起陆川的手, 陪着他一起发呆, 一直到远处传来呼喊声是阿福让众人上马, 准备出发, 郑兴尧才拉了拉陆川, 让他回过神来。 出发了, 郑兴尧提醒道, 嗯…… 陆川痛苦地看向旁边的战马, 郑兴尧看着陆川的表情, 灵光一动, 提到, 要不, 你跟我共骑? 算了吧。 陆川摇了摇头, 男女共骑很美, 但其实很不现实。 如果是游玩散步, 共骑一小会也没什么问题, 但这是快马家边的赶路, 我们都得撅着屁股半站着, 这怎么共骑? 你趴在我背上呗。 声音落下, 郑兴尧就马里地爬到了陆川的马背上, 右手一拽, 把百来金的陆川当成娃娃一样拎起来, 随手挂在了背后。 陆川一头问号, 这是什么见鬼的力气? 第七十二章, 米南花。 郑兴尧雷厉风行, 轻松把陆川弄到了背上。 陆川的运动细胞还没允许他反应过来, 郑兴尧已经拉着缰绳上路了。 我这, 喂, 你的等等。 陆川想要给自己挽尊, 可战马已经跑了起来, 他半挂在郑兴尧背上, 随着战马的奔跑, 跟着郑兴尧一起上下颠簸着。 就好像两个人一起玩脚踩减肥振动机, 而且是功率拉满的那种。 陆川羞愧难当, 想要开口, 可前面郑兴尧的头发, 全飘他嘴巴里, 害他话都没法说完。 可不得不说, 这半挂在郑兴尧身上, 他所起伏的频率达到一致, 他感觉自己受到的冲击, 确实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简直是活体避震器。 大腿内侧的鱼痛, 让陆川身体很是诚实地闭上了嘴。 他大半的重量, 都压在了郑兴尧身上。 可陆川看了眼郑兴尧的脸, 发现他连汗都没出。 大家都骑上了马出发, 郑兴尧的那匹马, 也有采薇帮忙牵着绳。 姑娘们看着郑兴尧, 还有余力带着自家男人贡旗, 一个个佩服羡慕, 男兵们则再次被喂了一大口狗粮。 陆先生真乃神人眼, 居然能找到这种女战神一般的媳妇。 张淮惊叹道, 不当人子。 阿福极度地轻骂了一句, 这是大多数男兵的心声。 李元居放慢了速度, 和郑兴尧齐头并进, 笑道, 陆先生文采无双, 灵心会心, 令人惊叹。 小嫂嫂英姿萨爽, 不若于男儿之风。 二位一文一武, 互通有无, 天作之和呀。 陆川尴尬又羞耻,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郑兴尧倒是大大方方道, 其实还好, 我们的速度不算太快, 马儿没有权力奔跑。 如果队伍速度再快一点, 我也会有些吃不消。 他能感觉到, 现在的前进速度, 还在他承受的范围内。 马儿要跑半个月, 一路向西, 先去衍州, 而后朝北, 经齐州, 苍州, 幽州, 进入契丹平原, 赶至天岗城。 路程遥远, 不会让马儿全速奔跑的。 李元居解释道, 郑兴尧歪了歪头, 这些地名他都不认识, 他准备等有机会看到, 看于图在记在心里。 契丹是一个大族吧, 与大真是什么关系? 陆川问道, 终于给他话题转移注意力了。 突厥可韩国成立后, 契丹遭到打压, 如今融入了大真。 现在契丹的军队, 是我们大真皇朝镇北大军的一部分。 李元居解释道, 你们不用担心路过契丹平原会遭到契丹人攻击。 说话间, 好几只虫子飞到了李元居嘴里。 有事夜晚扎营再说。 李元居道。 好。 陆川和郑兴尧点头回应。 李元居拍马离开, 郑兴尧带着陆川骑了一会, 忽然感知到背后陆川的状态有些不对劲。 郑兴尧脸色红了起来。 川郎, 人多呢? 你认认。 他母亲教了他很多, 他多多少少懂一些。 陆川也尴尬得脸红。 郑兴尧的胶躯太柔软了, 尤其是他天生的魔鬼身材, 丰满圆润地惹人犯罪。 陆川, 这血气方当的大男人, 哪里扛得住? 连伤口的疼痛, 都压不住本能。 这不怪我。 陆川干, 笑着回了一声。 就见郑兴尧回眸一笑, 眼神湿答答的, 妩媚动人, 有着万千风情。 陆川咽了口口水, 心更难安静下去了。 要不, 你还是让我自己骑吧。 不要。 郑兴尧小声回了一句, 就这样, 挺好的。 说着, 郑兴尧还腾出一只手, 摸了一下腰间陆川的手背。 陆川有些无语, 明明他才是男的, 为什么总是他被郑兴尧开油调戏? 陆川摇了摇头, 没再多说什么。 虽说半靠着郑兴尧, 但他其实也有一半的体重, 要自己支撑, 算是间接锻炼腰腿肌肉了。 接下来, 要安心赶路。 郑兴尧把注意力都放在官道上, 陆川也没再和他多聊, 防止虫子飞进嘴里。 他借这个机会, 观察了一下李渊居的部下。 马匹总数400左右, 300人是兵美人一匹战马, 都多多少少带些物资。 还有一些马专门用来搬运资重, 但不足以满足队伍的食物消耗, 路上应该会找一些城市, 进行补给。 观察之后, 他又把注意力放回系统商店, 花了一个多时辰, 他才找到一样应该能够炼制, 不会受到时代限制的药膏。 生肌止痛高, 两千蚊, 止痛, 生肌, 清热解毒, 杀菌消炎。 可用于烧伤, 磨损, 重度皮肤破损。 成分, 黄莲, 黄薄, 黄芹, 地龙, 米南花外壳。 炼制方法与成分配比, 请购买后解锁。 配方这玩意儿, 光知道成分是不够的, 还得知道制作流程, 制作工艺, 这就是系统锁定的需要付费获取的部分。 但陆川没急着购买解锁。 前面四味药, 药铺应该就有, 但是米南花外壳还得先让人问问。 米南花的产物是鸦片。 他记得前世在五湖乱华的时候, 米南花就已经出现, 是阿拉伯人通过丝绸之路送往唐朝的。 这个世界, 他也不能保证。 赶路了一下午, 众人在天黑前抵达了眼周城外。 军队不入城, 防止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李元居下令, 让众人找了个开阔地带扎营。 陆川看了眼郑兴尧, 发现郑兴尧面部涨红。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 有些不解。 他后半段路, 可没有什么奇怪的反应吧。 第七十三章 炼制药膏 你没事吧? 就是有点热了。 郑兴尧快速跳下马, 陆川也跟着落地, 结果双腿发软, 差点摊在了地上。 郑兴尧见状, 蹲在旁边, 温柔地帮陆川按揉大腿。 你身上不会酸痛? 陆川问道, 这算什么? 我去年还挑着上百斤的麦夫, 走了一整天的山路呢。 郑兴尧满不在意地道, 他现在就只是被热得冒汗, 根本不累。 对于他这种, 从小就要养家的孩子来说, 苦力活早就适应了。 陆川竖起大拇指, 心里佩服得不得了。 他也明白, 干农活练出来的肌肉, 比健身房的肌肉, 强度高得多。 陆川都不好意思, 拿自己和郑兴尧比了。 支持而后涌。 陆川发誓, 接下来一定要增加训练量, 把体能追上来。 众人纷纷下马, 李元居禁止走向郑兴尧和陆川。 先生身体可还无恙。 说来惭愧, 不过我会尽量适应的。 陆川有点不好意思, 如果不是郑兴尧, 他不知道今天下午得怎样熬过来。 那就好。 李元居又看向郑兴尧, 严肃道, 郑教席, 请你安排所有女兵和男兵合作, 一同搭建营地。 我知道了, 郑兴尧点头, 他转头看向女兵那边, 弹坐在地上, 脸色不太好看。 但他们士兵, 不是陆川。 他们还不能休息。 带伤扎营, 也是李元居的训练和考验的一部分。 你好好休闲。 郑兴尧握了一下陆川的双手, 看陆川点头, 这才走向女兵们。 陆川看着郑兴尧走远, 回过头看向李元居, 道, 邵将军, 请问, 你可知晓米囊花? 李元居知无不言, 米囊花是一味药材, 长得异常娇艳, 许多富贵人家都有种植。 此物能致小儿咳嗽, 但使用之后会口渴难耐。 先生可是需要? 连李元居都知道这东西, 看来米囊花已经不少了。 陆川稍稍放下心, 眼周成内能买到吗? 先生需要多少? 我拆人去买。 陆川大腿实在很痛, 哪怕下午没有遭受折磨, 他现在也不想乱跑。 李元居让人去跑腿, 他举双手赞成。 让人去买一些吧, 我要练制药膏。 李元居眼神一动, 有点不敢相信地试探到, 是治疗腿伤, 取代筋骨草的药。 陆川点头, 李元居沉默半赏, 带着惊叹开口, 没想到先生还会要理。 略懂。 陆川有点不好意思, 他主要是靠系统的配方。 李元居却不信, 心到陆川真的能藏, 他的所谓略懂, 怕是在要理方面, 也能成为一方大家吧。 他心里早就把陆川, 当作全才国事看待, 对于陆川习惯性的藏桌和谦逊, 他真的是又爱又恨。 但李元居也没拆穿陆川, 对着远处喊道, 阿福, 你过来, 为先生去城里买些药材。 阿福郁闷地走了过来, 正好有个女兵帮他打下手搭帐篷了, 为什么不去找张怀跑腿? 他听完陆川的交代, 结果无两银子, 就急匆匆地上马赶向城内。 他怎么还有这么多精力? 陆川惊叹, 这都跑了一天了, 阿福还能骑得这么快? 李元居也一脸不解, 猜测道, 或许是怕耽误了先生的事情吧。 两人哪里知道, 阿福只是单纯想要快点回来, 跟女兵一起搭帐篷。 一会先生有什么使欢, 都让阿福去做吧, 元居还有药室要处理。 李元居告辞一声, 嗯, 回头我给你留两分药膏, 那就多谢先生了。 李元居高兴道, 陆川送的东西绝对是精品。 不多时, 阿福就把药材带了回来。 五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可观, 五种药材装了五个大袋子。 另外, 还有足够量的风辣。 而且, 阿福已经吩咐药堂, 按照陆川的要求, 将药材磨成了粉。 多谢了, 这点钱你拿着, 可以喝点酒。 陆川给了他一小把铜钱。 这一次出门, 他就带了二十两, 现在已经花掉了七两, 但小费还是给得起的。 多谢先生赏赐。 阿福拿了赏钱, 眼神不停地往外飘。 如果先生无视使欢, 那我就先去搭帐篷了。 他看到一群男兵殷勤地围着女兵转, 心里急得要死。 陆川哪里知道他这些小心思, 看阿福还挺上刀, 办事效率也高, 就到, 我还真需要人打下手。 你去拿着洗米的锅过来, 我要炼制药膏。 阿福心头顿时泪流满面。 哇! 他挤出虚假男孩的笑容, 赶紧去找铁锅。 士兵的笑容还挺淳朴的。 陆川心中感慨着, 把药材拿出来, 然后又找到了一袋花生油。 这是李源居向陆川购买的, 但想到一会会分给李源居一部分, 陆川就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就地取材了。 芝麻油和山茶油更好用, 不过现在条件艰难, 就用花生油顶一顶。 阿福把锅拿回来后, 陆川倒, 烧火, 倒油, 不停地搅拌。 炼制药膏, 第一步是炼油, 驱除生味。 花生油里的生味消散后, 陆川就让阿福灭火, 让油冷却。 之后, 陆川让阿福把五分之一的药粉倒进过来, 搅拌半个时辰。 搅拌方向不能变, 半个时辰内不能停。 阿福很快就手臂酸胀, 满头大汗。 看进度差不多了, 陆川又让阿福在下方点炭火, 以最小的火焰来烤锅, 然后继续保持原油, 节奏搅拌。 有了温度后, 浓郁的药味生腾, 虽然没有肉眼可见的油烟, 可在铁锅上方, 守着, 那酸爽, 简直不敢想象。 尤其现在接近三幅天, 远处太阳快要落山, 那残阳更是灼人。 陆川被熏得逃到了机米开外, 阿福更是被热气扑得泪水直流。 看阿福不停眨眼的煎熬模样, 陆川都有些于心不忍了, 等油锅静止的时候, 他就开口。 多谢了, 后面的工作就很简单了, 我可以轻松解决。 你再去找个人来, 帮我练制第二果。 哇! 陆川没再看他, 蹲下身观察药油的色泽和性状。 熬的时间长了, 油也偏多了点。 下次改计。 陆川总结着惊艳。 阿福兴高采烈, 就看到一个女兵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第74章, 哥哥帮你擦脸。 女兵给了他一条麻布, 看你被熏得难受, 快用不擦一擦吧。 谢, 谢谢。 阿福结巴地回应着, 神色有些慌乱。 没事, 我现在和姐妹去摘点草药, 帮你擦脸去油, 帮你降火, 一会见。 女兵挥了挥手, 转身离开。 一一, 一会见。 阿福呆呆地倒。 女兵样貌一般, 但笑容特别动人, 在阿福眼里, 他质朴又美丽。 这一刹那, 阿福发现, 帮陆川练药膏, 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他一会要带姐妹们, 帮我擦脸。 阿福的心开始美好地飘飞着, 仿佛看到他躺在草地里, 脑袋整在两个女兵的怀中。 太幸福了。 但阿福很快反应过来, 药膏还要练至四分, 这意味着, 一会有四个战友, 会有同样的待遇。 这也叫他有些不乐意了。 阿福擦着脸, 跑回陆川身边, 连忙道, 先生, 我好了, 接下来四分药膏都交给我吧。 陆川正在总结经验, 看到阿福这么热情, 下意识问道, 你眼睛没问题吗? 问题不大, 主要是觉得, 如果换了个人, 岂不是从头开始? 我炼制过一次, 更有经验。 他很兴奋, 说话语速极快, 和在女兵面前结结巴巴的样子, 判若两人。 陆川当然痛快答应, 他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怕他被油烟熏得受不了。 既然阿福要坚持, 那么陆川也不跟他客气了。 两人有经验, 甚至可以一次性把药材全部用掉。 一个时辰后, 阿福感觉鼻子已经坏掉了, 眼睛不停地流泪。 今天辛苦你了, 回头我会送一大盒药膏给你。 陆川拍了拍阿福的肩膀。 多谢陆先生。 阿福心不在焉地回复, 不停地眯着眼睛看向远方。 陆川转身离开, 准备把第一锅药油做成辣泥膏。 而就在阿福的期待中, 两个女兵结伴向他走来。 但还没等他脸上露出笑容, 正好走来的张怀路上撞见了他们。 三人聊了两句, 阿福忽然觉得不妙。 果然, 张怀聊了两句后, 就把草药拿上, 向他走来。 两个女兵则转身回到其他女兵那边休息了。 不, 阿福见状, 心中一片绝望。 阿福, 好兄弟, 哥哥来帮你擦脸了。 看我对你多好。 张怀邀功似的向着阿福走来。 张怀, 我杀了你。 阿福哀嚎着冲了上去。 张怀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 转身就逃。 路川听到淒厉的叫声, 回头看去, 就看到阿福和张怀在草地上, 你追我跑。 一看就是好机友在打闹。 多好的战友情啊。 收回目光, 路川拿起纱布, 过滤第一锅药油。 药渣过滤后, 油水是土黄色纯透明的。 他将药油重新加热, 再一点点添加风辣。 风辣是让药膏变成泥状的关键。 路川时不时将泥膏弄一点出来, 判断它是否能变成软泥状。 不多时, 几个小玻璃杯里装满了冷却的辣泥膏, 成土黄色与路川原世界的龙虎清凉油, 看着很像。 这一锅浓度低了, 药性会差一点, 下一锅刚刚好。 回头我自己留一半, 给阿福一份, 剩下的都给李渊居了。 毕竟锅, 油, 柴火, 都是他提供的。 正想着, 远处郑星窑端着米洲走来, 躲开了打架的阿福和张淮, 来到了陆川面前。 吃晚饭了。 把碗递给陆川, 郑星窑看着大锅好奇道, 这是什么? 我看你带着那个士兵弄了半天。 陆川喝着粥, 解释道, 我做的生机止痛高, 用来治疗骑马的伤势的。 这一锅还要浸泡一个时辰, 等药性彻底融入油中。 和红花油一样神奇, 天啊, 川郎, 你就算从医也能衣食无忧。 郑星窑佩服地说道, 陆川摇了摇头, 还不确定效果呢? 接下来几天, 我还得靠你带着我骑马。 郑星窑有余力带他供骑, 那就稍微多依靠一下, 不能怕丢脸。 逞强导致伤口破裂, 发炎感染, 那是会出人命的。 我不介意一直背着你到天荒地牢。 郑星窑拖着下巴, 幸福地看着陆川。 这情话, 让陆川直呼吃不消。 谁叫你这个的? 不知道, 心里这么想, 就说了。 郑星窑拍了拍心口, 胸甲一阵跳动。 陆川心虚地挪开目光, 不好意思多看。 郑星窑看着他的囧态, 觉得他特别可爱。 这一会, 米粥也喝光了。 我再去给你打一碗。 郑星窑连忙接过碗。 不喝了, 一会吃肉干。 咱们的女兵和男兵一起训练, 但不能过得和他们一样苦。 回头可以卖掉一部分药膏换钱, 给大家吃肉。 陆川站起身来。 郑星窑认同地点头, 跟了陆川这么久, 他也不会在这方面节省。 洗碗的事情, 交给曲部的火工。 你让姑娘们烧水降温, 然后回帐篷里清洗伤口。 我估摸着, 水烧完再凉下去, 我的第二锅药膏也能做出来了。 烧水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找点事情做。 郑星窑问道, 他感觉等待的时间会很无聊。 陆川想起来, 前世军训的时候, 学生们会坐在一起唱歌表演节目。 这不是为了打发时间, 而是一种精神文明的建设, 可以在娱乐活动中发泄训练的压力, 也能增加集体的凝聚力。 你去烧个篝火, 让大家聚起来。 没一会, 篝火在陆川前方烧了起来。 在郑星窑的吆喝下, 姑娘们纷纷聚在了一起。 男女兵的营地精卫分明, 帐篷中间还有很大的空隙。 听到吆喝声, 男兵们不解地跑出来, 好奇地看着远处的火光。 他们在做什么? 阿福不解地问道。 旁边的张怀又脸发肿, 闷闷不乐道。 你问我, 我问谁? 不过邵将军肯定要发怒了, 夜晚生火的习惯可不好, 会引来敌人的注意。 众人闻言, 纷纷看向将军帐篷的方向。 不出所料, 李元居已经火气冲天地出了帐篷, 迈着急促的脚步走向篝火方向。 第75章, 冰心失火。 男兵们不敢妄动, 脸上却带着一丝不忍。 可怜的姑娘们, 要挨骂了。 阿福道。 张怀摇了摇头, 今天挨骂, 好过明天被敌人夜袭。 月宫叫邪。 李元居走到了篝火旁, 对郑兴尧怒目而视。 你在做什么? 往日里, 他会称呼郑兴尧为小嫂嫂, 可现在, 大家都在军队里, 他一切都会按军规办事。 郑兴尧烧篝火, 触及了他的底线。 陆川见此, 率先出声道, 将军, 这是我的主意。 李元居立马转头, 不约道, 先生, 烧篝火可是陋席。 我们军中常有夜行, 若是被敌人发现篝火, 会遭到案件偷袭。 陆川抬头看着李元居, 我们又不是在战乱之地, 而是在眼周城外赶路, 能有什么敌人? 你我需防危杜剑, 未雨绸缪啊。 李元居痛心疾首道, 他以为陆川很有军事素养, 谁想到, 居然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陆川反而先被李元居气乐了, 你这个叫矫枉过正? 李元居不服, 这是元居无数年的军中阅历心得, 如何就矫枉过正吗? 陆川摇了摇头, 决定扭转他错误的理念。 会允许麾下士兵劫掠百姓, 凌辱妇女, 为何有些军部甚至会续养军纪? 陆川质问道, 那是人性本恶, 是那些将军不懂约束部下, 而我东周曲部, 还有我曾经的左卫位, 都能做到严以律己, 从不伤害百姓。 李元居道, 陆川差点吐血, 你啊, 看事情流于表面了。 陆川叹气一声, 道, 你可听过冰心失火。 李元居稍稍一正, 回答道, 这是冰乱疾病, 是遇到战火后惊心不胆, 心神恍惚的症状。 所谓冰心失火, 在未来被称为战争后一症。 陆川道, 冰心失火是心病, 心病只能用心药来防治。 李元居眉毛紧锁, 先生何意? 陆川道, 就如屠城和劫掠后, 有些士兵事后会安逸很长一段时间, 这就是一种治疗之法, 不过是下下策。 如果你觉得屠城单纯是人性之恶, 那么恶念绽放, 那些将军还有机会再约束士兵。 你在做春秋大梦呢? 李元居被骂了一顿, 没有恼怒, 反而细想了一下。 确实如此, 习惯了烧杀掠夺的士兵, 已经彻底成了恶棍, 哪里是一两句话, 能压抑得住的。 想到这, 李元居眼神有了光, 先生说这是下下策, 那中策与上策又是什么? 中策就是我弄的篝火, 上策就是别打仗。 陆川美好气道, 李元居哑然, 不打仗就绝对不会得病, 这还真的是无懈可击的上策, 但打不打仗, 不是一个两个人能决定的。 可陆川说的中策, 就一定有效吗? 这叫他有些不确定。 以篝火会友, 成为篝火晚会, 与曲部演奏有一曲同工之妙, 我们又不用夜夜升歌, 这些日子都要赶路, 夜晚无聊得很, 定然是不会发生战斗的。 你不妨试试看, 仔细观察士兵们的变化。 陆川又道, 李元居对于陆川才华一向敬佩, 陆川的计划有些离谱, 也想要亲自看看情况。 咬了咬牙, 李元居道, 那让男兵们一起参加。 可以, 让他们和姑娘们一左一右, 分坐两边轮着唱歌。 陆川道, 若是此法无用, 请先生以后莫要再提。 李元居还是有点不太确信。 知道了, 陆川不耐地挥了挥手。 在李元居和郑兴尧的安排下, 男兵和女兵围绕着篝火坐在了两个方向, 不过僧多肉少, 男兵有三百, 女兵才四十人不到。 可即便这样, 男兵们全都雀跃着, 渴望有个女孩会看上自己, 然后和陆川, 郑兴尧一般恩爱, 让别的战友羡慕地流口水。 有陆川这个老油条在, 篝火网会举行的还算顺利, 吧? 由于大家都没什么文化, 开始唱的, 诸如家竹桃, 莫尚桑, 碧玉歌之类的都是艳曲, 传唱度很高, 可是太不合时宜。 尤其是碧玉歌, 唱的就是娘子在新婚夜, 主动把修郎拿下的内容。 陆川无脸, 算是明白, 为什么他遇到的郑兴尧, 陈雪薇他们, 一个个都那么大胆了。 合着是有汉潮流传下来的各种大胆开放的音乐, 引领了思想潮流。 为了避免歌曲继续低俗下去, 陆川及时制止, 让李元居教了大家很多雅歌。 李元居来自世家, 家学渊博, 自然有足够的歌曲储备。 总体来说, 气氛还算不错。 李元居逐渐适应了篝火晚会的氛围, 看到男兵女兵们的笑容, 心中隐约摸到陆川的一些想法。 最后一首, 我教大家唱秦风, 无依。 李元居高声道, 这是秦朝的战歌, 虽然过时了, 但却最适合士兵歌唱。 眼看着士兵的声音越发激昂, 眼中也有了光, 他好像有点理解陆川所说的意思了。 篝火逐渐变小, 李元居看时间差不多了, 让士兵们回帐篷休息。 他则走到陆川面前, 但又有些疑惑不解。 你觉得如何? 元居想要再看几日? 行, 不说这些了, 我们新兵还得治疗伤口嘛。 陆川挥了挥手, 喊道, 新尧。 郑新尧跑来, 陆川道, 你去小溪边, 帮我的大铁锅和风蜡搬回来了, 另外再让姑娘们, 每人带一个小玻璃杯过来。 好嘞。 郑新尧赶紧跑开, 招呼着远处的彩威, 带上一些还能行动的姑娘们忙碌起来。 先生的药膏做好了。 李元居一听, 立刻赖着不走了。 第76章, 川郎, 你别害怕, 一会我们分配完了, 你拿一些回去备用, 记得帮我给阿富带品。 陆川爽快道, 李元居摸着下巴, 好奇道, 这种药膏和筋骨草相比, 药效如何? 我也好奇。 陆川低头看了眼自己, 我是两条腿内侧受伤, 回头我左腿用筋骨草, 右腿用星座的生肌止痛膏, 看看哪个更好用。 如果药效好, 你可以买走配方。 李元居眼睛一亮, 如果生肌止痛高药效更好, 元居愿意写信送往长安, 让户部购买炼制之法。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炼药膏, 那油烟太熏人眼睛了, 现在没有半自动画的设备, 陆川根本不想接受, 这种折磨人的产业。 外加上医药产业, 渠道门槛太高, 陆川也不想入手。 末一会, 郑兴尧把大锅搬回来, 陆川完成过滤后, 便把疯辣溶接进去, 给姑娘们分别灌满小玻璃杯。 这一锅分量很大, 每人一大份也没拿走一半。 你们回去后, 洗干净伤口, 就涂上疯辣。 陆川吩咐道, 哇! 女兵们又全捶胸做礼。 陆川挥了挥手, 让他们离开, 然后就看到一个帐篷内火光明亮, 一个女兵吞下了女士兵甲。 尴尬地咳嗽两声, 陆川向郑兴摇了弩嘴。 郑兴摇见状, 脸色一红, 陆川自己也留了一份, 然后把大铁锅整个交给李园鞠, 便走向远处郑兴摇, 在他的带领下进了帐篷。 进入帐篷, 郑兴摇把帘子拉上, 吹灭了油灯, 开始脱衣服。 他穿的是东周曲部提供的女士甲昼, 衣服落地, 有沉闷的声响。 陆川吓了一跳, 你脱衣服干什么? 现在不是帮我打下手吗? 我也睡这里啊。 郑兴摇回应着, 帐篷内漆黑一片, 看不清表情, 只有外头的火光稍微透射进来一些, 让人不至于抓下。 陆川能看到他朦朦胧胧的身段。 前些日子在家里, 陆川也看到过郑兴摇穿着肚兜, 可这种漆黑的环境看着他曼妙的躯体, 心中的热血却忽然无法压抑。 陆川感觉有点口渴, 他稍微往后挪了一下, 大腿肉一阵, 酸痛袭来, 这叫他的理智快速回归。 我们晚上睡一个帐篷。 陆川问道, 我们夫妻只差一个婚礼, 你自己说不用讲究的呀。 郑兴摇疑惑的声音传来, 川郎, 你怎么又休了? 我没休。 陆川逞强地回了声, 连忙转移话提到, 我要开始弄伤口了, 黑漆漆的, 你看得见吗? 看得见, 我的鬼蒙眼治好了呢。 郑兴摇高兴地回了一声, 蹲在了陆川前方, 就要解开陆川的裤子。 陆川按住他的手, 自己迅速脱了, 结果这还没完。 川郎, 我帮你洗伤口吧。 我自己可以, 你旁边给我坐着, 又不是断手断脚。 郑兴摇其实大胆又害羞, 想要帮忙又有点灶的慌, 看陆川语气变得严肃了, 就没有再继续挑拨陆川。 洗干净伤口后, 陆川将捣碎的筋骨草和生肌止痛膏, 分别浮在伤口上, 用不调裹上。 郑兴摇又默默拿过红花油, 帮陆川揉腿。 没一会, 两人双双躺下, 郑兴摇翻个了身, 巧声道, 川郎, 为什么你这么烫? 我好像还听到, 你心跳跳得特别快。 嗨嗨, 听到别说出来, 给点面子啊。 郑兴摇发出痴痴的笑声, 抱住了陆川的胳膊。 陆川感觉到手臂上传来的那一抹冰凉细腻, 身体立刻绷紧了。 川郎, 你别害怕, 我又不会吃了你。 郑兴摇调皮地摸向陆川的腹部, 谁说我害怕了, 你声音都颤了, 你声音也颤, 两人谁也别笑话谁, 都是紧张得要死。 帐篷内, 安静了下去。 郑兴摇道, 川郎, 我们一月之约过去, 再有十几日, 婚房就能造好, 我们就能成婚了。 这次北上, 又不知道要拖延多少时间, 我现在就想嫁给你了。 他真的不想等了。 陆川感觉到, 他的偶臂伸了过来, 轻轻搭在他的脖子上, 一点芬芳的热意吐在他的耳畔。 川郎, 你要是不敢的话, 那让我来吧。 看不起谁了。 陆川一股气冲了上来, 不就是没谈恋爱没经验吗? 你一个古代女人, 也觉得我拘谨。 陆川不服气, 用力翻过身, 一把将郑兴摇压了下去。 郑兴摇没被吓到, 水灵灵的眼睛眨着, 直勾勾盯着陆川。 川郎, 继续, 系你个头, 我就亲一下。 到现在, 陆川还没有正式亲过这个准媳妇呢。 陆川把头压了下去, 郑兴摇也抬起了下巴。 明明是情到深处的事情, 两人仿佛在商量着来, 就如同准备研究学术问题。 咚的一声响, 一道身影从门帘处摔了进来。 陆川吓了一跳, 郑兴摇也连忙拖拽被子, 捂住身子。 嘿嘿, 你们继续, 我外头路过, 不小心摔了一跤。 采薇的声音传来, 然后两人看到, 他狼狈逃跑的背影。 采薇! 郑兴摇气得咬牙切齿。 陆川也从上面溜了下来, 一蹶一拐地起身, 把帘子重新拉上。 气氛又被破坏了, 陆川也不敢乱来了, 鬼知道采薇是不是又会跑过来听墙角。 这死丫头, 脸皮是真厚。 难怪在今夜的篝火晚会, 是第一个出场唱燕歌的女孩。 重新回到被窝里, 两人僵硬着身子, 一下子都不好意思。 这种事, 就如同上战场, 一鼓作气势如虎, 再来一次, 脸皮就扛不住了。 睡吧。 陆川说了声, 他恨不得自己脸皮厚一点。 不过这种事, 脑子和身体总是行动不一致。 就在陆川纠结无比的时候, 冰冰凉凉的感觉, 在脸上一触即逝。 睡吧。 郑兴尧重新侧过身子, 抱着陆川, 小声道, 这里不安全, 下次再说。 陆川摸了摸自己的脸, 终于被亲到了, 感觉还不错。 不对, 为什么又是让郑兴尧先下手了? 亲回去啊。 憋了半天, 直到郑兴尧彻底睡着了, 陆川才掌控了脖子, 扭头在他额头, 亲了一下。 我这是不是太怂了, 他是我准媳妇啊。 不行, 陆川, 你不能这么怂, 身为男人, 你要主动一点。 陆川不断暗示自己, 因为赶路一天实在劳累, 他胡思乱想的, 连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 新的一天, 李元居坐在战马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营地里忙碌的士兵。 士兵们一边收拾着帐篷, 一边小声交谈着, 脸上笑容比往常多了不少。 军队应该是严肃的, 这么多笑容, 成何体统? 李元居有些不悦, 可仔细观察, 他发现士兵们收拾帐篷的效率高了很多, 因为想要在姑娘们面前表现。 还是说, 真如陆川所说的, 压力得到了缓解。 第77章 把少将军当属下使唤。 接下来几天, 大家都忙着赶路。 李元居没有第二次举办篝火, 陆川也没有再提这种事。 他一直在研究双腿的伤势情况, 经过对比, 生机止痛高的效果, 比筋骨草要好一些, 而且成本更低。 李元居当即决定, 以200两的价格购买配方。 陆川含累, 赚他200倍。 而且, 陆川这笔生意, 可不是一锤子买卖。 这要消耗的花生油, 暂时还被陆川垄断。 李元居已经将样品和书信, 交给张淮递送长安。 如果真的能拨军费, 制作生机止痛高, 那么他就相当于借了国家的单子。 写传。 陆川等待着长安方面的结果, 不知不觉, 到了第十天。 这时候, 陆川已经能做到独立成棋。 也是差不多的时间, 郑兴尧麾下的女子兵, 也都适应了马上的生活。 而且, 没有人棋断了腿, 或者因为伤口发炎, 而被病痛折磨。 往年出征, 新兵的折损, 往往不是因为前线交战被杀, 很多是伤病, 导致新兵发烧感染, 不治而死。 但有了陆川的烧水洗伤口, 防止外毒入侵的经验, 又有生机、止痛高的推广。 这群娇滴滴的姑娘, 居然全都熬过来了。 想到这种情况, 以后还能适用于新兵, 李元居看陆川的眼光更加炽热。 只是赶一次路, 陆川就给了李元居一个大惊喜。 第十天, 李元居和陆川聊了一会后, 举办了第二次篝火晚会。 第二天早上, 观察发现, 士兵确实行动效率大幅度提升后, 他越发信服陆川。 第十六天, 骑兵队穿过了契丹平原, 终于来到了天罡城外。 城墙有七八米高, 相当于未来世界的三层楼, 远远地看去, 已经有了些雄伟壮阔的感觉。 尤其是在广袤平原地带, 处理挺拔的天罡城, 更是给人一种荒芜伟大的神圣之感。 城外没有什么百姓活动, 战争阴影到来, 几乎没有人敢随便出城。 队伍在城外一千米位置停下, 李元居眉头紧锁地看着前方。 不对劲, 城外为何空无一人? 郑兴尧也骑着马走了过来, 问道, 这种时候, 谁敢在城外, 不是等着被埋伏吗? 不。 李元居捏紧了缰绳, 恼怒道, 别的兵马也就算了, 我的左卫卫呢? 骑兵在城墙内, 如何冲锋? 陆川为郑兴尧小声解释道, 城门虽宽, 但有千军万马要从里面出来, 势必全都会被挤在城门位置。 所以, 城内的部分骑兵, 一般情况下, 本身就要在城外扎营。 在守城战中, 有一个公认的经验之谈, 那就是内有粮草, 外有援兵。 这个援兵, 不是向别的城市求援, 而是城外扎营的士兵, 在关键时刻内外夹击。 郑兴尧思索了一下, 摇头道, 可若是十万凶母要攻打这里, 外面的援兵几乎没有作用, 这种情况, 全部死守在城中不是更好。 未战先妾? 打不过, 就更不应该让骑兵守在这里。 他们在城外能杀更多的敌人, 也能分出一部分人, 及时将战报送往后方。 李元居深吸一口气, 努力压下怒火。 郑兴尧的战争理念和李元居不一样, 所以好奇地看向陆川。 川郎, 遇到这种情况, 你要如何解决? 李元居文言, 期待地看向陆川, 希望得到陆川的认可。 又不是我遇到的, 为什么要我费脑筋? 对了, 长安那边的资众运到了没有? 陆川问道, 陆川的话让李元居胸腔有些发闷。 他还期盼陆川分享一些谋略见解呢, 毕竟从陆川研发生机止痛膏, 提出治疗兵心失火的中策之论, 看, 肯定有不少独到的想法。 算了, 我们进城吧。 李元居无力地挥了挥手, 起码向天罡城内走去。 陆川故意拉开了点距离, 对郑兴尧无辜地眨了眨眼。 郑兴尧不解地看着他, 我就是来帮忙做守城器械的, 别的问题别问我啊。 要是做对了, 功劳又不是我的, 要是做错了, 我岂不是还得背锅? 陆川小声说道, 这些守城士兵背后的构成很复杂, 没搞清楚的时候, 不好随意评论。 郑兴尧沉阴客, 问道, 这边是军中之政吗? 陆川被郑兴尧的灵性惊到了, 他还以为郑兴尧会表示不解, 或者反驳他呢。 没一会, 李元居的队伍很轻松, 就进入了城中。 那城街道交错, 房屋不少, 但多是用泥巴混合着土石堆起来的烂屋子, 纯木质或者依靠砖石搭建的房屋棘手, 路边的百姓也看着都矮小销售。 契丹平原是长城之外的区域, 天岗城有肥沃的黑土地, 哪怕开发不足, 也让其成为附近几个城市中最为富有的一个。 一个相对富足的城市都过得这么惨, 塞外人的生活有多艰难, 可见一般。 李元居的府邸, 是曾经契丹管理女真实留下的王子府, 如今挂上了李府的牌匾。 宅院已经过扩建, 驻扎三百士兵不是问题。 士兵们进入宅院休整后, 陆川本来想要好好休息的, 李元居却带着阿福、张怀等心腹跑到了陆川这里。 请先生, 由我去拜访天岗城周牧。 李元居邀请道, 我还是不去了。 陆川直接拒绝, 他虽然过来, 可没准备李元居的当军师。 生怕李元居在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陆川转移话题道, 你去的时候, 帮我把工匠、铁矿和熔炉材料准备好吧。 对了, 还有合适的场地, 最好是有流动水源, 而且不会影响百姓的用水。 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水。 他把邵将军当属下使唤呢? 人群中, 齐静郁闷地对张怀抱怨。 齐静的声音很小, 赖不住大家站得太近, 全都听到了。 陆川顿时心头意紧。 第78章, 和天当城同归于静。 他原本对李元居必恭必敬, 可李元居性格亲和, 陆川的态度也慢慢更清静随意了一点。 现在想想, 在古代, 确实有点不合时宜了。 但他不知道, 李元居其实巴不得陆川对他随意点, 像现在一样, 时不时给他一点惊喜, 不知道还会给军队多少好处呢? 可齐静把这种话挑出来, 就害李元居不得不以邵将军的身份 来处理尊卑之别。 张怀同样心知肚明, 眼看着陆川的笑容疏离起来, 顿时恨铁不成钢地摁住齐静, 求他别乱说话了。 齐静茫然地看着他, 还没意识到问题。 李元居吐了口濁气, 对陆川拱了拱手, 元居请先生北上守城, 帮先生收集材料, 召集人手, 都是分内的。 他让陆川不要介怀这句话, 也表明这些是他分内的职责。 抱歉, 我说话也有些不顾场合, 请将军原谅我这世警小民不懂涵养。 陆川拱手道歉, 那元居告辞了。 李元居心中叹气, 转身离开。 齐静把身份差距接出来, 他以后就再也不好, 随便带陆川到处走了。 名不正, 言不顺。 队伍都离开李府了, 齐静还是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就被张怀打了一下脑袋。 你打我干什么? 我终于明白, 将军为什么要招募文武双全的人才到麾下了。 你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如果不是你是将军部下第一猛士, 你今天就得卷铺盖走人了。 什么意思? 意思是, 请你以后假装哑巴。 张怀没好气到, 齐静委屈地挠了挠头。 李府的小教场, 几个教头正在教女兵们练舞。 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 姑娘们全都晒黑了一圈, 但身姿更加挺拔, 面容柔美中不失英气。 陆川没有偷懒, 跟在旁边和女兵一起参与训练。 他总感觉, 上辈子所有运动量加起来, 也比不上这15天的。 不过适应之后感觉还不错, 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素质在增强, 腰不酸, 腿不疼, 第二天还精神抖擞。 混账! 一道爆喝,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训练中的众人看向门口, 就看到李元居火大地走了进来, 背后跟着义愤填膺的心腹将士们。 发生什么了? 让李元居的整个队伍都冒这么大的火气? 陆川心中好奇, 却没有多问, 反而默默地收回目光, 继续训练。 他专心做弓弩就行, 已经被点出行为出格, 还是别探听军务了。 结果李元居禁止走向女兵们, 喊道, 郑教席, 你出来一下。 陆川眉头高高挑起。 接下来, 李元居直接在叫场和郑兴尧对话。 郑兴尧走过去, 向李元居拱手。 邵将军有何吩咐? 军中之事, 需要与你商量一下。 你坐。 莫。 郑兴尧正惊威座地坐下。 李元居隐晦地看了眼不远处的陆川, 说道, 我刚刚去周牧府一趟, 知道了左卫卫的下落。 左卫卫是李元居的原部下, 这一次北上, 左卫卫应该会重新回到李元居的手中。 可是上一任左卫卫指挥时许良碧, 居然在三天前, 将整个左卫卫五百精兵带出了天罡城, 去了北面南河一带。 美其名曰是打探匈奴的消息, 监视匈奴的动向。 但五百个人, 哪怕是顶尖的精兵, 能够一个打十个, 在十万大军面前, 那也不够看啊。 我们天罡城本来守城就困难, 左卫卫被带出去, 匈奴一旦发起攻城, 我们可能守不了太多时间。 虽说, 资重都已经送达, 可根本来不及打造足够的万箭齐发的牌弩。 李元居怀疑许良碧是故意的, 但人已经走了, 他也无计可施, 陷入了缺兵又缺时间的境地。 天罡城雪上加霜的局势, 让所有人都忧心忡忡。 陆川心里也盘算着, 是不是要安排逃跑路线了? 郑兴尧看了眼陆川, 说道, 未经之际, 我只能让川郎竭尽全力生产牌弩, 将军这边也请尽快将左卫位调回。 李元居叹了口气, 我已经派人阿福去了, 希望雪良碧不要一错再错。 他忍不住又看向陆川, 陆川受不了这灼灼的目光, 无奈地停下训练的动作, 擦着汗走来, 拱手问道, 将军, 关于制造牌弩,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先生请说, 他可不认为, 陆川这么谦逊的话, 会是废话。 这家伙随便拿出一点东西, 都能把他喂饱。 为了加快建造牌弩的速度, 将军可以抽掉一部分粮食, 以粮食为公酬, 在天罡城内寻找三百名年轻妇女建造牌弩。 因为目前局势紧张, 青壮年全都参军, 准备齐心协力, 一同守城。 所以, 陆川只能申请调动妇女来帮忙。 这么多人参与进来, 被细做到走牌弩技术该怎么办? 李元居有些担心, 还记得我玻璃厂的工作吗? 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 谁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环节到底在忙活些什么, 却能在最终得到成果。 我将此法成为流水线, 同水中的鱼儿永远不知上下游其他鱼儿在做什么。 李元居眼睛放光, 好主意, 张怀, 你去找周牧, 准备人手和场地。 一个多时辰后, 阿福先回来了。 他跑到将军面前, 善息下跪, 神色恼怒。 将军, 许良必不愿回来, 还多有诋毁将军。 该死, 圣上已经有了调令, 他凭什么不把左卫为交还回来。 李元居暴怒, 一脚踢碎了路边的花坛。 许良必抗旨, 是要和他李元居, 和天罡城无数百姓同归于进步城。 第79章, 气城, 逃跑。 郑兴尧站在一边, 小声问陆川, 川郎, 许良必为什么要拖累所有人? 他是文官。 陆川简单地回应道, 文官, 有什么说法吗? 不外乎两个理由。 陆川道, 一, 要么是单纯的是个废物, 自以为能立功。 二, 他知道天罡城必破, 届时他带着左卫为回到镇北大军之中, 作为唯一幸存者, 他可以随便编排理由, 把罪责全部甩到李元居身上, 让李元居当替罪羊。 不管出于哪种理由, 这个许良必都不是好东西。 当然, 还有第三种, 那就是通敌。 不过陆川觉得, 这种情况几乎很难出现, 可以不用讨论。 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 郑兴尧摇五嘴, 偷偷看了眼远处的李元居,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件事? 有。 什么? 郑兴尧气待地看着陆川, 陆川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气成, 逃跑。 陆川耸耸肩监道, 郑兴尧差点被口水枪到, 没好气地打了陆川胸口一下。 别欺负我了, 快教教我。 好吧, 直接剖析问题, 战场上, 谁是最大的阻碍? 许良必。 郑兴尧不假思索道, 没错, 如果李元居不受教条束缚, 敢打敢做, 直接把许良必宰了,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个很看魄力, 而且事后, 李元居会遭到所有文官的口诛笔伐。 陆川道, 郑兴尧眉毛紧皱, 明明是许良必乱来, 凭什么还得在事后找李元居的麻烦? 不讲道理吗? 陆川耸耸肩, 不再多说。 郑兴尧犹豫道, 我想去找李元居提议这个。 想去就去。 陆川无所谓道, 再过一会, 李元居想通了, 未必不会下手。 果然, 郑兴尧轻易地说服了李元居, 众人纷纷冲向自己的战马, 准备杀到左卫位去, 把许良必宰了。 相比一城百姓的生命, 一个许良必算什么东西。 李元居不介意, 事后被文官们清算。 但众人刚准备出门, 一支部队, 压着一名面目清秀, 下巴留着长胡子的男人走了进来。 为首的中年男人, 长得又黑又胖, 可一双眼神充满煞气, 可见手染无数鲜血。 见过兵马大元帅。 李元居惊讶地站住脚步, 向为首的男人拱手, 目光隐晦地看向旁边的被压着的许良必。 许良必重重地冷哼一声, 满脸不愤。 镇北军兵马大元帅杨夫, 微微汗手。 你小子终于知道北上了。 李元居咧嘴一笑, 不仅是北上, 还要大胜。 他盯着许良必, 目光森然, 谁敢阻我, 置百姓于水火而不顾, 我就让他先下去。 暴躁的奇境跟着道, 我们准备宰了他, 夺回左卫位的兵权。 身后三百人同样杀气腾腾的, 如刀锋一般的目光齐齐, 看向许良必。 许良必意识到, 李元居居然是说真的, 脸上的高傲顿趣, 脸色煞白, 慌乱地后退一步, 撞到了身后士兵的盔甲上。 杀什么杀, 许良必是朝廷命官。 杨夫美好气道, 他庆幸自己来得及时, 如果许良必真的被宰了, 前线是没问题了, 可等这场战争打完, 就是李元居倒霉的时候。 李元居不卑不亢道, 不敢, 我们只是讨个公道, 问问许良必为何带走我的左卫位。 许良必看杨夫这样说, 又有了几分底气, 哆嗦着嘴唇倔强道, 当年女真族乍降, 导致后方兵乱, 数百士兵在女真的内外夹击中丧命, 足以看出来你游勇无谋。 把左卫位交给你, 我不放心。 提到这件事, 李元居气得全身发抖。 当年女真族投降, 后方出了乱子, 就是因为堪压俘虏的事情, 被文官抢攻夺走。 结果那个文官玩忽职守, 被女真俘虏杀掉。 而后一群文官口诛笔伐, 害他被圣上惩罚。 这些人, 居然把这事当作他的污点。 无耻之由。 李元居破口大骂。 好了, 当年是非对错, 没必要争论。 许良必, 一交军权后, 给我滚蛋。 杨夫沉着脸道, 莫。 许良必挺直了腰, 交给李元居后, 本来还想再骂几句, 可看到那些士兵, 一个个红着眼睛, 恨不得立马杀了他, 果断重新地闭上了嘴, 转身就跑。 许良必走后, 杨夫拍了拍李元居的肩膀, 如今北部战线局势千变万化, 许良必的事情处理完了, 天当成就交给你了。 他说完这一句, 便准备走了。 稍等, 元帅, 我为你引荐一名, 来自民间几百家, 知常的大财。 李元居连忙拉住杨夫, 虽说和陆川生疏了, 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地, 让杨夫看看陆川。 陆川一噎, 知道不能躲在角落看戏了, 就走了上来, 向杨夫拱手。 见过元帅。 李元居道, 元帅, 我们都知道, 天刚城几乎是守不下来的, 匈奴迟迟迟不肯进攻, 也是想让城内人心惶惶, 以攻心为上, 为了能够兵不血刃地拿下天刚城。 如今, 有了陆川陆先生的帮助, 元居有信心守住天刚城, 并让匈奴十万兵马, 杀鱼而归。 杨夫嘴角抖了三抖, 指着陆川, 问道, 凭他? 第八十章, 此物有剧毒? 没错, 此次守城, 全靠陆先生。 李元居不卑不亢地回应道, 杨夫忍不住发出讥笑声, 但又觉得不符合自己大将军该有的严肃, 于是咳嗽了一声, 冷声道, 恩孝, 你年龄也不小了。 恩孝是李元居的字, 杨夫如此严肃地喊出来, 是以师长的身份, 教育他学会务实。 陆川站出来的时候, 就猜到会如此, 宜然地站在一边, 也不争辩。 李元居心中却不服气, 元帅, 元居从不打无把握的仗。 杨夫觉得好笑, 天底下, 谁能保证自己百战不但? 恩孝, 我怕你忘乎所以, 得意忘形啊。 摇了摇头, 杨夫叹气道, 如今北方战线突厥虎视眈眈, 气单人看似归话, 但谁知道他们是否狼子野心。 为北部战局的稳定, 此次天罡城壁, 没有援军, 在城破之日, 望你及时撤退, 莫要逞一时之勇。 李元居沉默, 他知道说再多, 也只是显得自己在嘴硬。 我听闻你父亲运来了十万只箭矢, 我也不以老麦老强你的资重, 望你在城破之日, 及时烧掉箭矢, 免得成为敌人的助力。 严禁于此, 记得活着回来。 杨夫拍了拍李元居的肩膀, 转身离开, 他可不认为一个造牌弩的工匠 能够让战局峰回路转。 前院的气氛有些僵硬。 李元居神色惭愧地看着陆川, 拱手作一道, 先生莫要生气, 带到万箭齐发的牌弩大发神威之日, 便是你我正名之时。 陆川不治可否, 守成军, 东周区部外加上左卫位, 整个天罡成才几千人马, 有万箭齐发也不一定能守得住。 我们先去把熔炉造出来, 开始炼铁,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牌弩造出来。 天罡成分为内城和外城, 内城是居民的生活区域, 外城是屯兵的位置, 也是被破城之后的缓冲地带。 几人来到外城西北面, 印马和上游火攻军的营地。 招募的百姓还没抵达, 不过已经有数百士兵准备就绪。 其中有十个军中的工匠, 作为陆川的学徒。 他们是大征皇朝最早的一批兵级士兵, 家族世世代代代都会入伍。 同样的, 他们的家族享受一定的免田付的好处。 这里已经有了一些铁炉, 不过是打铁炉, 主要是用来修补铁制武器的。 陆川带着郑兴尧走过去, 还看到了不少铁矿, 不过都是金属含量不低的属铁矿。 现在的人还没有能力将氧化物铁给还原出来, 很多铁矿都无法利用。 不过有陆川的熔炉, 已经不用再担心这些问题。 而上来迎接李源居的是兵曹参军士, 下官墨义, 见过少将军。 墨义其实有点搞不清情况, 天罡城失守是所有入品军事心中心照不宣的事情。 但这些日子, 长安却运来了大量的铁矿, 箭矢, 以及各类资重。 天罡城的士兵数量, 难道消耗得了这么多武器? 墨义是文官集团的人, 李源居也对他不放心, 点点头变果断道。 阿福, 你跟着先生, 参军是为你的副官, 负责调度物资, 但不得过问物资使用的任何事情。 墨。 两人同时应答, 但都很不高兴。 阿福想跟着去战场, 墨义意识到自己被夺权了。 如今一切事物以陆川先生为主, 任何人阻碍陆川先生的事情都可以斩立卷。 李源居下了军令, 墨义打了个哆嗦, 这话可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这显然是威胁他。 他连忙拱手问道, 请问陆川先生是哪位? 陆川正拿着一块木板研究着, 上面写着一些警示语, 旁边的地上还有一些漆黑的石头。 他捡起黑色的石头, 闻了闻, 便带着郑星瑶往李源居这边慢悠悠走来。 墨义愣了一下, 嘴角抖了抖, 这个吊啷的家伙就是所谓的陆先生, 怎么看起来不像是文人, 也不像是武官? 还有, 军中为什么会有穿着兵甲的女人? 岂有此脸! 李源居到底在胡闹什么? 女人凭什么穿兵甲? 他急目眺望, 看到几百米外, 好像还有一群女子兵骑着战马, 突然觉得这场战争被荡成了儿戏。 墨义心中一阵绝望。 他想要贺问两句, 可想到李源居刚刚的态度, 只能假装没看到并对陆川拱手。 见过陆先生, 下官墨义, 负责为先生调动物资。 墨义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憋屈和痛苦。 墨大人好! 陆川客气地应了一声, 道, 接下来的日子请多多指教。 不敢不敢! 陆川没有跟他继续虚伪客套, 把手里黑色石头拿了出来, 问道, 这是什么? 我看你们用这个东西写字, 它的质感和木炭可不太一样。 墨义刚要回答, 李源居就率先开口了。 那时乌金石又称蒙古黑, 可以用来写字治疗刀伤。 这东西也能烧, 但气味很大, 还有毒, 不少士兵都因为这东西被熏出问题。 李源居讲清楚, 也是担心陆川把这玩意儿拿来烧火。 毒气散开, 害人害己。 他可不想陆川被毒死了。 想到这, 李源居连忙道, 来人, 把这些有毒的东西埋起来, 不要误烧了。 等一下, 陆川制止道, 这东西有大用。 李源居脸色一变, 先生, 这东西有剧毒。 我知道, 我有办法解决它。 真的。 李源居怀疑道, 陆川勉强算南方人, 从来见过乌金石, 怎么会知道怎么解决这东西的毒气。 我什么时候吹过大话了? 陆川反问一声, 看向李源居。 两人四目相对, 一者自信满满, 一者怀疑又慎重。 墨义低着脑袋, 心中呐喊, 将军, 你别乱来, 千万别答应这个不值来历的小子。 第八十一章, 几千士兵, 全都得死。 最终还是李源居败下阵来, 与众心肠地劝慰道。 请先生注意, 若是无法驱除毒气, 千万别使用, 会死人的。 墨义痛苦地闭上眼睛, 这不是胡整吗? 可惜, 现场没人在意他的态度, 阿福就是个听话的工具, 郑兴尧没事情, 不会乱插嘴。 我心里有数。 陆川挥了挥手, 看向手里的宝贝, 心中欣喜若狂。 是煤啊。 看样子, 天罡城附近有煤矿呢。 前世历史上, 用煤最早追溯到三千年前, 但大规模开采和使用, 还是在宋朝。 宋朝人发现密封加热煤炭后, 可以排掉煤炭的毒气和一些黑油, 最后得到大量多孔的黑石。 黑石的燃烧更加充分, 温度也更高。 而这个黑石, 也就是焦炭, 是宋朝人冶炼金属的主要燃料。 可以说, 宋朝炼铁业的发达和焦炭息息相关。 有了这东西, 我能省下不少砍伐木头的人力物理, 木材都可以用来制造排弩和箭矢了。 陆川心里想着, 李元居看陆川都不太想理会自己了, 就支去的道, 我一会领军去南河一带, 把左卫卫带回来。 这么大的队伍调动, 可能会遭遇围追堵截, 我得严阵一带。 一只安静的郑星瑶, 也能同行, 请将军带上我们。 郑星瑶申请出战。 李元居想了想, 此行除了去接左卫位, 也是要让曲步兵马熟悉附近地形地貌, 带上你们也好。 女子兵早晚要上战场, 确实也该熟悉一下地形了。 不会发生战斗吧? 陆川问道, 有些担心。 李元居摇了摇头, 自信满满道, 我们全都是骑兵, 速度极快, 敌人小谷斥后队, 就算发现我们, 也根本拦不住。 那就行。 我与邵将军出战了, 这里就交给你了。 郑星瑶故作严肃地道, 终于要上战场了。 虽然只是出去熟悉地形, 但他还是开始感受到了一点战前的紧张。 陆川的手按在他的肩上, 无声地给予支持和鼓励。 郑星瑶忍不住看向他, 敏传一笑。 李元居却在这时候放下一个惊美。 他把一枚令牌递给陆川。 接下来一切军中力量, 归陆川先生调用, 阿福全力配合, 必要时可以让周牧大人协作。 先生可调天罡城,全部兵马。 没必要吧? 陆川转头看他, 担心犯忌讳。 不出意外, 我明日上午就会回来。 这个令牌, 只是为了让先生便宜行事。 李元居不确定陆川要调动多少人, 干脆就把城内兵权先交给陆川。 他也不担心陆川会坑害天罡城, 毕竟城外还有十万敌军, 陆川不会干出自掘坟墓的事。 陆川只好把令牌先收下了。 李元居见此, 满意点头,拱手道。 陆川先生,告辞,明日再见。 川郎再见。 李元居和郑兴尧骑上站马离去。 陆川收好令牌, 看向阿福和墨义。 墨义眼睁睁看着邵将军 直接将兵权移交了, 更是什么都不敢说。 干笑了几下, 谨小慎微地看着陆川。 陆先生, 下官这就将花名册拿来。 陆川甩了甩手里的矿石, 又看了看远处的那些炉子, 心中有了大概计划。 用不着, 你只要告诉我, 我能调动多少人就行。 墨义的笑容凝固。 先生, 这不合规矩。 少废话。 阿福对文官没那么好脾气。 凶悍道,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别问那么多。 不然我致你打探军中 秘密的细作之罪。 墨义额头冷汗直流。 李元居和文官是有恩怨的。 他作为文官, 在李元居旗下办事, 真的很吓人啊。 搞不好就被找借口砍了。 是, 是下官冒犯了。 墨义抖着膝盖告罪一声, 回到天罡城内, 火攻军一共有一百人, 城内兵马总计三千。 陆川心头微尘, 城内兵马, 外加上取步兵, 左威卫, 女子兵居然连四千都不到。 陆川深吸一口气, 道, 你先吊一百人, 在半个时辰内, 把那些打铁炉全部拆了。 这, 墨义着急。 铁炉拆了, 到时候前线破损的兵器 还怎么修啊? 陆川真是来帮忙的, 不是来捣乱的。 阿福给了墨义一脚, 墨义慌慌忙忙跑去找人, 可岩脚已经忍不住流出泪水。 完蛋了, 这是破罐子破摔了吧。 这个陆先生绝对不是来帮忙的, 是想要拆了铁炉, 让天罡城被迫之后, 让那些匈奴的蛮子, 什么也捞不着。 算了, 天罡城本来就会被迫。 他居然妄想挣扎。 想到这一点, 墨义猛地意识到, 城阔之日, 也是他与天罡城一起覆灭之时, 何必去纠结陆川那点破事。 几千士兵全都得死, 谁管他是怎么一个死法。 墨义安排人之后, 又跑了回来。 此时他心若死灰, 整张脸也变得麻木。 陆川看他一副死了爹的表情, 还以为是被夺权后心里不爽, 干脆也没多说什么。 再找几个人, 去把铁矿, 木材, 全部搬来。 记住, 调动全城所有木材, 除了制作牌弩之外, 烧火也需要用大量的木头。 墨! 墨义语气, 生冷地回了句, 又叫了几个小官, 让他们去跑腿。 陆川看士兵已经开始拆熔炉, 便开始研究手里的煤。 有毒气, 看来这里的煤炭是寒流的, 还得想办法脱流。 陆川看向面板, 检索了与煤相关的各种设计图和配方, 发现了很多好东西。 煤炭可不是只能用来发电的, 那只是它的副产业之一。 这东西, 还能在化肥, 农药, 燃料, 炸药等领域大放异彩。 而最令陆川在意的, 是他心心念念的化工, 合成橡胶。 有了橡胶, 他能做的东西, 就多了去了。 也不用再费尽心思, 想着以后去南美洲找橡胶术。 有没就行了。 陆川二话不说, 花了一两银子, 解锁了加剧反应这个项目。 加剧反应, 也就是合成橡胶的反应。 但看完内容后, 陆川陷入了自闭。 第82章, 有没有莫名其妙的铁矿? 合成橡胶, 居然还要用稀土催化剑。 我去哪里找稀土? 我得怎么鉴定稀土? 陆川傻眼。 但买都买了, 宝珊也在面前, 不把他整明白, 陆川不甘心啊。 于是, 陆川继续花钱, 把相关的东西都买了。 加剧反应, 一两, 炼胶工艺, 五两, 土质甘硫炉设计图, 五百文, 稀土矿野炼, 五两, 煤胶油的使用, 五两, 煤脱流技术大全, 二两, 干! 买到这里, 钱用光了。 陆川恼恨不已, 卖生机止痛高配方的二百两, 还在路上, 钱没到账。 他在路上, 也有卖掉了一些生机止痛高的成品, 赚了一点钱。 但那些钱, 有相当一部分用来在城市补给中, 购买各种肉类, 给女子冰补充蛋白质。 也因此, 他剩下的钱, 二十两都不到, 根本不够用。 陆川看了一下与煤相关的所有配方, 反应, 还有各种设备设计图, 想要全部买下来, 需要上千两。 原来我这么穷。 陆川痛心疾首, 算了, 眼前这些也够用了。 而且, 脱流技术还挺多的, 以这里的条件也能做到。 好不容易缓过神来, 陆川看向阿福和墨毅。 这两人, 都是老实人, 没有打扰他的思考。 阿福看他的眼神怪怪的, 墨毅在旁边百无聊赖, 似乎有种百烂的意思。 陆川拿起煤块, 问道, 乌金石, 在哪里有? 我需要很多。 天罡城南面就有一座山, 到处都是这种石头。 墨毅垂谋回应, 用车去拉, 我要很多, 越多越好。 陆川激动道, 墨毅悠悠道, 具体多少人, 要拉多少? 陆川问道, 要开采吗? 满地都是, 估摸着有几千弹。 去找农夫帮忙, 清理一百辆资重车去拉, 只要战争没打起来, 就尽可能多得弄没, 乌金石过来。 陆川吩咐道, 墨, 墨毅又跑去忙活了。 他心里搞不懂, 陆川到底要怎么解决 乌金石的毒性。 而且, 乌金石烧起来, 温度也不够, 炼铁也不好用啊。 不过, 反正该提醒的都提醒了, 到时候毒气散开, 也是陆川首当其冲, 不关他磨意的事。 好言劝不动该死鬼。 陆川被毒死, 关他磨意什么事? 陆川摸着下巴思考。 条件太落后, 煤炉气不方便利用, 暂时舍弃。 但煤炉气堵塞, 是个麻烦事, 看来得靠人力来解决了。 焦炭可以用来炼铁。 零件可以用流水线工程分担压力, 教导和分配任务, 得花不少时间。 煤焦油先收集起来, 然后让他们去给我找稀土矿, 不管能不能找到稀土矿, 至少得要有个容器, 把煤焦油装起来。 而且, 煤焦油也并非一定要用来做橡胶, 所以我还得做一些烧桃的窑子。 一会可以教工匠, 制作熔炉和排弩, 煤工艺可是能源行业, 这得留一手。 心中想法闪过, 露川看向阿福。 准备一个书房, 我要画图纸。 露川把不同类型的零件画出来, 分配出去, 让人打造。 忙活了一会, 露川看到莫义又回来了。 这文官本来就不擅长运动, 这一会功夫, 被露川使唤着到处跑腿, 不知不觉, 已经跑得满头大汗。 莫大人, 我们天罡城附近, 有没有莫名其妙的铁矿? 什么是莫名其妙的铁矿? 莫义喘着气道。 比如红色的铁矿, 黄色的铁矿, 绿色的矿, 只要是看起来疑似能炼铁的。 合成橡胶所用的催化剂, 有女基, 三元催化剂, 金属帽落合物等等, 露川得进行大量实验, 确定要用哪一类。 橡胶用途太广了, 露川不把它搞出来, 浑身都难受。 墨义想了一下, 一脸扭曲。 应该, 有吧。 炼不出铁的矿还是不少的, 都记载在地方质里, 让周牧和一些读书人去查查, 应该能找到。 去找找看, 不管什么样的铁矿, 不管能不能炼铁, 都给我去找。 露川想了想, 挥了挥手里的令牌, 掉一百个人去帮忙。 墨义心中咬牙。 露川这是拿着鸡毛挡令剑, 李元居给他全力, 他居然这样乱用, 随意调动军中士兵。 火攻军的人马, 显然不够用, 露川这是要让他调动城防军去了。 城防军不防备战争, 居然被露川调取胡整, 这叫什么事? 但李元居把令牌给露川, 还丢了个阿福在旁边当狗头炸。 他还真没胆子说一句, 不。 露川看起来好说话, 但这个阿福, 一副要找机会砍死他的凶悍模样, 真的吓死个人了。 墨。 墨义叹了口气, 又离开了露川这儿。 接下来, 整个天罡城都感受到了忙碌的气息, 如同死水的天罡城, 被露川炸开一片片的波纹。 天色越来越黑, 打铁炉还没拆完, 露川就调了将来要炼铁的士兵工匠, 跟着他忙碌。 他做了三个炼铁熔炉后, 就让这群人分散出去, 各带一批人争取尽早做好二十个炉子。 如今战争随时开打, 露川是争分夺秒, 连睡觉的时间都不敢浪费。 省下来的木材很多, 刚好可以让人涂上花生油当火把, 将周围一带照得明亮。 花了两个多时辰, 炉子全部造好。 露川还抽空做了两个烧桃钢的炉子, 以及五个煤炭干硫炉。 午夜之前, 炼铁工作已经如火如荼, 而露川忙碌了很久, 终于把干硫炉彻底弄好, 完成煤的脱流, 又带人开始烧焦炭, 存煤焦油。 折腾了一会, 大家还没能喘口气, 露川又让人把城内所有工匠都喊来, 十个人一个组, 只制作一种零件准备万箭齐发牌弩。 黑夜里, 外城火光通天, 天岗城里上千人被抽调, 忙得热火朝天。 虽说有不少人怨声载道, 但扛不住阿福一副要杀人的脸盯着他们。 第83章, 一定会屠城。 不止如此, 露川为了让这些人昼夜轮转, 后半夜还叫了很多人设计了三班轮转的时间表。 总共调动的人数接近4000, 全体士兵要轮班不说, 大量的天岗城百姓也加入其中。 士兵、农户、妇女一同工作的场面, 可以说是几千年来头一遭。 而露川的主要工作, 在流水线环节里奔跑, 检测质量、纠正操作细节。 跑得最累的, 就是露川。 等他确定每个环节都不需要他死死盯着的时候, 嗓子哑了, 天也亮了。 墨逸站在远处, 看着露川, 眼神茫然。 看到一个个迅速产出的精致零件, 他羞愧地不敢见露川。 他终于知道, 露川为什么要拆铁炉了。 在露川巧妙构思的复杂熔炉面前, 打铁炉就是个粗笔道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破泥洞。 不拆就没天理了。 在今天之前, 他想都没想过, 铁居然也能融化成洪水。 还有那个乌金石, 他看不懂露川是怎么处理的, 只知道一些奇怪的陶管通向天空, 似乎就把有毒的气全都吐了出去。 乌金石流出黑黑的水后, 居然能烧得那么旺盛, 而且也毒不到人。 各种奇思妙想, 让墨一为露川的能耐和学识而折服。 现在, 他一想到之前心中不停地付匪, 暗骂露川在胡闹, 瞎闹, 就心中有愧, 不敢和露川说话。 露川不知道这货在想什么, 他就看到墨一没事干之后, 坐在旁边不睡觉, 一下子一脸伤心, 一下子又给自己两巴掌。 挺莫名其妙的。 天亮的时候, 露川实在扛不住了, 就对阿福道, 让他们把零件存着, 我得先去睡一觉, 等我起床了, 再组装排弩。 先生, 我带你去军营。 回到自己的房间, 露川脱掉布靴, 一头扎进了被窝里。 先生, 快醒醒。 焦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露川感觉有人在推他, 头疼得睁开眼, 是阿福。 他难受地揉着干涩的眼睛, 问道, 我睡了多久? 一个时辰不到。 阿福说道, 这么早叫我干什么? 让我再睡坏。 露川又躺了回去。 先生, 别睡了, 左卫卫, 曲部辅兵, 女子兵, 一共八百多人, 全都被匈奴大军包围了。 阿福焦急地说道, 声音甚至有些哽咽。 刷的一下, 露川坐直了身体, 睡意全无。 怎么回事? 张怀从前线传来消息, 将军他们被大军包围, 现在军令在先生手中, 还请先生主持大局啊。 阿福焦急地差点哭出来道, 张怀呢? 他身中数剑, 还在昏迷中。 阿福快速回应, 露川摸了摸怀里的令牌, 有些怀疑人生。 这一觉还没睡好, 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的准卫婚妻, 居然被敌人大军给围住了? 城里才多少人, 有什么资格跑去支援? 哪怕有多少算多少, 全部赶出去营救, 那也是送菜啊。 可摇人无用, 还能有什么办法? 他们能坚持多久? 露川问道, 不清楚, 以将军和左卫位, 举步的战力, 哪怕敌人全力进攻, 也应当能坚持数个时辰, 可是这不管用啊。 阿福急地就是这个, 守着城, 后方逃跑, 在草原上被包围了, 那真的是实死无生。 露川也是头疼地揉着脑袋, 城里兵力匮乏, 他能有什么办法? 就在这时, 外头传来了喧哗声。 难道匈奴打过来了? 阿福脸色大变, 冲出帐篷。 露川见状, 连忙跟了出去, 就看到墨义急急忙忙跑了过来。 露先生, 不好了, 敌人在城下叫阵。 叫阵? 不是攻城? 对, 就是叫阵。 墨义喘着气说道, 露川和阿福对视一眼, 一起冲向了城墙。 哪怕露川体质越来越好, 这一夜没睡, 又连续奔波, 爬到城墙上的时候, 也累得够呛。 他扶着城墙, 还没缓口气, 就看见下方敌方的, 一名骑着战马的骑兵, 战马屁股后面, 还挂着墨绿色的军骑。 天罡城的人给我听着, 你们的左卫位, 东周曲步, 已经全部被我们拿下了。 我劝你们迅速挂上白旗, 投降不杀。 一旦让我打进城来, 我们呼颜大将军, 一定会屠城。 我劝你们不要自悟。 天罡城的人给我听着, 那一名骑兵, 不断地对着城内大喊。 墨一道, 其他几个方向, 也要类似的骑兵, 他们大肆宣扬将军被抓的事情, 似乎打算, 让我们不战而降。 这是攻城攻心的策略, 不用陆川提醒, 墨一也看得出来。 敌军不停地在城外喊着, 这声音传到城内, 会紊乱军心, 也会吓坏那些 本就战战兢兢的平民百姓。 连阿福忐忑慌张道, 难道将军他们, 真的被擒了? 这, 莫一说不下去了。 陆川现在, 也在挣扎中, 气场逃跑, 似乎现在逃跑, 还来得及。 可是郑心尧也在军队中啊。 陆川几乎咬破了嘴唇, 他无法弃郑心尧于不顾。 不对, 陆川察觉到了异常, 邵将军应该还没死, 邵将军若是死了, 他们一定会拿着邵将军的人头 来让我们开门。 不出意外, 远处的战场还在僵持着。 莫一一拍脑袋, 对, 邵将军他们能以一敌时, 敌军如果强攻, 一定会损失惨重, 所以会用围困之法, 一点点耗尽邵将军他们的物资。 也因此, 远处战场僵持住了, 忽言沁阳就派兵来城墙下攻心, 想要让城内大乱。 阿福也反应过来了, 恨恨道, 好一手阳谋。 我去草原大营, 请杨福元帅派兵支援。 陆川看着阿福激动的表情, 冷酷地问, 你觉得他会来? 第84章, 乌露偏逢连夜雨。 天罕城本身就是弃城, 阿福心知肚明, 可。 总要试试, 陆先生, 如今军令在你的手中, 整个天罕城都听你的号令, 调兵遣将, 防守天罕城, 还是出兵解围, 全在你一念之间。 请陆先生做着, 阿福单膝下跪, 想要把城内的事情彻底托付好。 陆川摸着怀里的军令, 有些无奈, 我没人没铭记, 调动人力做我分内的事情, 还勉强可以。 但若是调兵遣将, 要上阵杀敌, 他们能服我吗? 一个只是单纯让人牺牲劳动力, 一个是让人去送命。 完全是两回事。 阿福看向墨毅, 若有人不服号令, 直接军令处死。 墨毅本想要拒绝, 这种事, 凭什么让他给陆川打下手? 到时候, 陆川没把事情办好, 身为平民的他, 被杀不足以泄民愤, 大多数罪责都会压在他墨毅的身上。 但墨毅看向外城下方, 那里, 近千人在印马河附近忙碌, 热火朝天。 想到那些铁水与金铁, 他心中居然生出些许期望。 他深吸一口气, 慎重点头, 墨毅无能, 想不到破局的办法, 陆先生来历神秘, 拥有种种神奇手段, 墨毅愿意陪先生豪赌一场。 陆川沉默片刻, 拍了一下墨毅的肩膀, 又看向阿福, 道, 星瑶也被包围, 我必然全力以赴, 不会放弃天罡城。 多谢先生, 阿福现在就去找援兵。 阿福大喜, 起身快步跑下城墙, 阿福怕是会无功而返。 墨毅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 苦笑道, 意料之中, 但不能真的什么都不做。 如果拖延时间太长, 呼延庆阳不耐烦了, 肯定也会下令功成。 最强的左威尉和东周曲部的兵马, 都在草原上, 天罡城哪怕有着城墙, 可能也没有草原的力量来得强悍。 除非, 把万剑齐发给坐转。 陆川转身, 大步走下城墙, 重新走向热火朝天的加工区域。 他检查了一下零件, 下令道, 把零件全都送到城墙上去。 排弩太重, 组装好再搬上去, 耗时耗力。 再去城里找一百人来帮忙, 另外给我留下三十个记性好的年轻人当学徒, 随我学习组装。 哇! 不一会, 陆川回到了城墙上, 一边讲解, 一边组装万剑齐发的排弩。 第一个排弩, 花了陆川一个时辰的时间才组装好。 忙了半天, 陆川大汗淋漓, 随便吃了点干粮, 喝了口米酒当水, 继续忙碌。 不喝水, 是因为现在所有人力都消耗在生产上面, 没空煮水, 生水有细菌, 还不如喝度数不高的米酒。 万剑齐发排弩做好后, 陆川丢了几根箭矢到下方的箭舱里。 旁边士兵摇动拉杆, 内部零件旋转, 很快就把几根箭矢运输到了发射枪。 陆川扣下开关, 箭矢飞射出去。 下方叫喊的骑兵, 被飞来的箭矢吓得屁股尿流, 等他逃到远处后才发现, 原来这些箭矢是射着完的。 敌军骑兵以为被耍了, 他跑回城下继续废叫, 比之前叫的还要卖力。 陆川没理会这跳梁小丑, 一心在排弩上。 没问题, 能够喷射武器。 陆川心里松了口气, 旁边的学徒也大喜, 这一个机关箱子, 能让几个士兵发挥出成百上千的工兵的威力。 只要给他们时间, 打造足够多的万箭齐发排弩, 他们守城就有希望了。 众人兴奋地看着陆川, 等待命令。 陆川看向旁边的学徒, 问道, 都能记住吗? 抱歉, 先生, 尚未完全记住。 学徒们惭愧道, 没事, 结构确实复杂, 你们跟着我再多做两个。 一直到正午, 陆川终于能把组装工作交给他们。 你们十人一组, 一起做, 刚好分三组。 每一组分三人对照图纸, 剩下的人回忆我教导的内容, 进行拼装。 拼装完成后, 就随便丢十根箭矢进去, 确定是否能把箭矢射出去。 陆川保证了城防的问题, 便开始抓紧时间思索救援郑星瑶的计划。 我唯一的破局点就是排弩, 想要救援, 也只能靠排弩。 可排弩这种机械巨箱太过笨重, 根本没法搬运。 陆川下了城墙, 准备去甘柳炉附近, 开始新的研发工作。 墨义急匆匆跑了过来, 先生, 矿山的乌金石踩光了, 剩下的都在山体里面。 用这么快啊? 墨义叹了口气, 表示点头, 乌漏偏逢连夜雨。 陆川感觉一宿没睡的脑袋, 又开始疼了。 你去调动全军的兵力, 有多少士兵, 有一个算一个, 还有城内的壮年, 只要有锄头的, 全都给我去采矿。 墨义脸色大变, 万万不可。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我把你丢上去采矿。 陆川火大道, 没有足够的煤, 他什么都做不好, 连炼铁都没办法继续下去。 他还想在城墙上, 摆满万剑齐发牌弩呢。 墨义焦急劝劫道, 先生, 城内士兵全部调走, 还有谁能守城? 这是直接把城送给敌人啊。 陆川气笑了, 眼神里带着怒火, 多多少少也有点不耐烦。 十万大军抽调过来攻城, 也要不少时间吧。 先生, 你难道要用空城计不成? 空个屁。 陆川想到准媳妇生死未卜, 就一阵烦躁。 他们现在, 要玩攻心的把戏, 不说抽调兵马要时间, 就从计策上来看, 他们也没必要浪费兵力来盯着我们。 全天下都知道, 我们天当城是弃城, 匈奴有绝对的兵力, 因为他们知道, 拿下天罡城犹如探囊取物, 他们根本不需要浪费自己的兵力 来争取不必要的时间。 跑掉一队士兵, 是他们巴不得看见的。 可是, 陆川冷下目光, 拿出军令。 你去不去? 下官去调兵。 陆川无可奈何, 忧心忡忡地转身离开。 结果陆川忽然开口, 又说了一句让他大惊失色的话。 第85章, 收回军权。 派一队人马, 把许良碧压下关进大牢。 陆川道, 许良碧是朝廷命官。 墨义脸色一变, 军令在我这里。 陆川目光冷然地看向墨义, 我怀疑许良碧通敌。 这不可能。 先生, 你没有任何证据, 不能空口污蔑许大人。 墨义惊叫, 陆川凶狠地眯起了眼睛。 李元居信誓旦旦地带队去草原上, 居然接撞进了大部队, 被包围起来。 是被提前发现了, 还是说, 敌人早就在等他跳进陷阱。 他来到这个世界, 最亲近的人, 只有郑兴瑶。 虽然他不能完全确定, 但哪怕只是一种可能, 敢伤害他的人, 都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墨义与陆川对视着, 双方都寸步不让。 梁九, 墨义闭上眼, 下官心中不服, 可军令如山, 定会关押许良碧。 等此战之后, 下官必会奏输朝廷。 陆川才不管什么奏输朝廷, 他现在只想要救回郑兴瑶。 而救回郑兴瑶, 守住天罡城又是前置条件。 赶紧去, 别耽误世界。 陆川贺令道, 墨义硬下, 不爽地走了。 全军都在煤厂帮忙。 陆川召集了二十名 已经学会炼铁的工匠, 给他打下手, 开始了新的研发工作。 就在陆川忙碌到天黑的时候, 阿福也起码赶到了草原上的大营, 看到了杨夫。 禀元帅, 少将军被困草原, 请元帅派兵支援。 阿福跪在地上, 向杨夫求援。 你说什么? 他好端端的, 怎么跑到草原去了? 杨夫脸色大变, 手里的茶杯都被捏碎了。 阿福道, 将军要去接左威尉, 顺带熟悉草原地形, 为接下来的征战做准备。 笑话! 杨夫暴怒, 破口大骂, 口水纷飞, 做什么准备? 天罡城本来就是弃城, 他居然痴心妄想, 觉得能反攻回去, 居然还去勘察地形。 和海盗打了两年仗, 让他忘记自己几斤几两了吗? 阿福不敢骂脸上的口水, 再次请求, 请元帅派兵持援。 其他战线, 不需要兵马吗? 我一旦派兵, 其他重镇失守, 由谁担责? 杨夫没好气地骂道, 想到曾经欣赏的侄儿, 就这么愚蠢地送死, 他是又气又心疼。 他深吸一口气, 忍住怒意, 问道, 现在天罡城由谁镇守? 将军临行前, 将军令交给了陆川先生。 阿福说道, 陆川, 那个所谓的复原了万剑齐发排弩的小家伙。 杨夫冷笑, 显然是知道不少情报的。 没错, 正是他。 笑话, 居然让一个工匠手握兵权, 任他胡闹。 李元居这些年, 是越活越差劲了。 来人, 给我研磨笔墨指研, 我写一封军书, 把陆川革了, 收回军令, 让许良璧重新掌权。 阿福大惊失色, 怎么这元军没求到, 杨夫还要把陆川的权力给收回去? 我是镇北军兵马大元帅, 圣上圣旨未斗, 整个北方所有军务, 一切都听我的。 可少将军他。 说到李元居, 杨夫又开始心痛了。 他闭上眼睛, 深呼吸好一会, 才道, 他已经生还无望, 我会为他立下一观众, 等他日突厥大军平定, 我会亲自杀向天罡城, 为他报仇。 元帅, 请你相信陆先生。 阿福一阵绝望, 哭着哀求道, 哪怕让一条狗去掌管天罡城, 都比许良币更好啊。 住口, 如今没你说话的份。 旁边的军士鹤令道, 阿福痛苦地闭上嘴。 默一会, 军书写完, 杨夫将其交给身边的钟后, 传我军令, 让许良币重掌天罡城。 默。 钟后拿下军令和军书, 快一步向外走去。 阿福焦急地看着钟后的背影, 咬了咬牙, 道。 阿福回天罡城守城了, 告辞。 说完, 阿福连忙追上钟后。 怎么办? 怎么办? 阿福心中慌乱着, 死活想不到办法。 他心中后悔着, 早知道就不该有侥幸心理, 就不该来找杨夫。 天罡城, 傍晚, 陆川已经举全城之力, 收集了五十多种不同类型的金属矿。 他让人精粹炼出铁后, 剩下的渣子再次精炼, 得到的化合物再进行测试。 熔炉, 家具反应炉都在全方面运作。 看到每个炉子前面, 都有人在忙活。 陆川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又去天罡城的城墙上看了眼。 他教导出来的三个小组, 刚开始还装错了两个牌弩, 后来经验越来越熟练, 到了晚上, 基本上能够不再出错。 现在城墙上已经有十六个万箭齐发的牌弩, 每个牌弩, 每一次喷射可以释放一千根箭矢。 十六个牌弩巨箱, 已经做到真正意义的万箭齐发。 现在限制大家组装牌弩的, 反而是炼铁和敲打零件的效率。 墨毅和陆川一样, 两天一夜没睡觉, 此时强打着精神忙碌着。 但牌弩越多, 大家的底气越足, 哪怕精神疲惫, 每个人都洗上没烧。 看到陆川, 墨毅连忙迎了上来。 先生, 打铁剑, 采煤的速度太慢了, 但之前存储的木头多了, 铁钉也有多余。 现在有什么新的安排? 第八十六章, 剑名陆川听令。 打铁剑是指制作齿轮零件, 陆川叫了他们零件这个词汇, 但他还没有完全改口过来。 陆川懒得纠正了, 直接道, 抽掉一部分铁钉和木头拿来制作箭矢。 多在城里找百姓帮忙, 敌军随时攻城, 你得让全城人都动起来。 记住, 食物一定要给够, 每个参与劳作的人都可以领五两米回家。 劳作能力强的, 可以增加到八两米, 分出三十人监察。 先生, 还得抽掉三十人监察, 会不会太浪费兵力了? 墨毅询问道, 现在除了城墙上城场面的, 其他士兵全都跑去采霉了。 不懂就自己去观察, 我没精神解释。 激励制度加上监察制度, 是为了防止有人出工不出力。 陆川两天一夜没睡觉了, 哪里有那个精气神给他说明? 墨毅被骂得有些尴尬, 觉得自己像是个笨蛋。 他厚着脸皮, 又问道, 那么那些乌精水呢? 都要拿来烧炼你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吗? 结果说到这个, 陆川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你再去抽掉物资, 想办法弄来更多的细口逃平, 我有大用。 另外, 再想办法找人, 跟我一起烧炒。 陶瓷是指两种东西, 陶队原材料要求更低, 炼制温度也低, 也因此, 陶连价, 瓷昂贵。 墨毅傻了, 脑子混乱地记下来。 那, 那下官去了? 墨毅低头离去, 陆川吐了口啄气, 看着外城区攒动的人头, 思绪短暂地飘远。 数千人听令劳作, 又有北方的资源禀赋, 天罡城数万人的后勤力量作为保证。 这种发展力量, 比得上我一个人忙活数年。 不, 数十年。 还是皇帝好啊, 调动异国之力发展, 能让整个世界日新月异。 心里是这样想的, 可陆川依然对朝廷藏了不少东西。 给皇帝服务, 鬼知道皇帝会不会泄磨杀驴, 所以他必须把握好这个度。 不想那么多了, 也不知道匈奴什么时候攻城, 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把新疆救回来。 陆川叹了口气, 转头看向大草原。 三百里外的匈奴大营, 灯火通明, 载歌载舞。 大将军呼颜庆阳, 正坐在篝火前面, 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原本的匈奴王国, 左右贤王, 左右古离王藻, 已经随着匈奴皇室一同覆灭。 呼颜庆阳将军, 是现在匈奴的最高统帅。 呼颜庆阳仗下的左多卫将军, 满嘴流油地感慨道, 李元军那些人还真凶猛, 如果不是他们的内鬼带来消息, 还帮我们射套, 我们还真没办法围住他。 到了草原上, 我们只要围困他们, 让他们断了补给, 完全可以以一带牢, 以不痛不痒的代价, 剿灭李元军和他的不重。 呼颜庆阳冷笑一声, 东汉之后, 汉人就只会内讧, 不然再来一个获去病, 谁吃得笑? 众人发出讥笑声。 将军, 赤后传来消息, 天罡城内火光冲天, 会不会他们打算烧城, 不给我们留下任何好处。 又都未担心到, 城内十万百姓, 而兵马不过几千, 他们胆敢屠城, 那些百姓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他们打起来更好, 呼颜庆阳毫不担心。 但我们又得到消息, 有一些城防兵, 跑到了南面活动, 似乎在采集乌金石。 由于要绕过大山, 我们赤后力, 有未遂, 没有贸然攻击。 乌金石? 呼颜庆阳疑惑, 他们用那东西做什么? 难道要等我们破城之日, 将其点燃, 堵死我们。 众人发出嘲笑的声音, 以乌金石的特性, 只能这么解释, 那东西又不是木材, 燃烧起来就会蔓延。 笑死我了, 可能他们真的打算堵死我们。 众人大笑着, 呼颜庆阳压了压手, 他隐约感觉乌金石没那么简单。 想了想, 他下令道, 以防万一, 明日早上, 抽五万大军兵临城下。 左兜卫道, 贸然攻城, 可能会损失尽万兵力。 哪怕城内失去了左卫位, 那也有数千城防兵。 他觉得, 好似李源居, 拿着李源居的人头去天罡城下面叫阵, 效果最好。 优德卫却道, 我觉得伤亡不会这么大, 城防兵的战斗力, 比左卫位差太多了。 呼颜庆阳认可这一点, 道, 未避免夜长梦多, 明日攻城。 陆川还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进攻, 但他感觉自己已经快熬不住了, 可他要的东西, 依然没做出来, 他根本不敢睡。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杨夫派来的忠厚也冲进了外城。 建民陆川听令, 元帅大将军有令, 陆川无财无德, 将兵权交与陆川实在而行。 献收回陆川天罡城军令, 由元左卫位指挥使许良碧, 掌管天罡城大小事务。 忠厚左手拿着信函, 右手抬着元帅令, 要夺我的权。 陆川本来就没怎么睡觉, 脑子浑浑噩噩的, 听到这个消息, 更是陷入一种猛逼的状态。 他看了眼聪匆忙追过来的阿福, 不是说好的去求援吗? 怎么弄来了一个拖后腿的军令? 城市部族败事有余啊! 阿福都快哭出来了, 他也不想这样啊。 看到城墙上黑乎乎的巨型木箱, 他就知道今天一天, 陆川带来了怎样的奇迹, 守住天罡城的希望就在陆川手里, 怎么能让许良碧那个废物上位? 朝廷放弃天罡城也就算了, 怎么杨夫还给天罡城拖后腿啊? 陆川看指望不了阿福, 又看向墨义, 结果就见墨义不小心闭上眼睛, 身体一晃, 差点栽倒在地上, 然后惊恶醒来, 摇摇晃晃地站直了身体。 第87章 陆先生神辣, 我们为天罡城累成这样, 你们还来搞事情? 陆川活得要死, 恨不得夏令让人批了这个忠厚, 省得他来捣乱。 可如果他敢搞死忠厚, 不管他立什么功, 事后肯定会被杨夫侵犯。 朝廷那些文官抱团取暖, 可不会给他一个贱民求情。 但这时, 陆川心里又冒出一个念头, 既然对方要找人背锅, 那就把锅送出去, 然后好好睡一觉。 可脑海里, 又浮现出正心摇出争实, 英姿飒爽的背影。 陆川用力掐了大腿一下, 疼痛让他短暂地轻盈了片刻。 陆川, 交出军令。 忠厚大贺, 如果陆川再不听令, 他就要用元帅令调动附近的军事动手了。 陆川晃了晃头, 道, 交出权力没问题, 但是, 不能交给许良碧, 因为他通敌卖国。 先把锅甩了再说, 荒谬, 陆川你一介贱民, 为了军权, 居然敢诬陷朝廷命官。 不信你去查啊。 许良碧为何突然调动左卫位, 前去监视匈奴, 李元居的行踪的, 又是如何被发现。 陆川实在困得扛不住了。 墨夷这时候连忙道, 许大人嫌疑确实很大, 请忠厚大人回元帅大营, 让元帅再换一人。 他还是相信许良碧的清白, 但不妨碍他觉得陆川更能带来希望。 这个时候, 他选择站队陆川, 反正他只是说许良碧嫌疑大, 没有死扣帽子。 哪怕昏昏欲睡, 墨夷也是心机满满。 可有证据, 忠厚看墨夷这个文官也这样说, 顿时迟疑了。 你去搜救市了, 我现在忙着准备守城重器, 如果一天内找不到证据, 我自愿卸下军令。 陆川使用拖延祭道, 忠厚眼神微眯, 看向阿福和墨夷, 带上识人, 跟我去搜查许良碧府邸。 墨! 阿福和墨夷对视一眼, 一向不对付的两人, 心照不宣地生起一个念头。 给陆川拖延时间, 几人离开。 陆川用冷水洗了个脸, 继续找他的工匠, 研究他的宝贝。 这味道可真难闻, 但现在真的不能休息。 这些古人根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生产出来的东西, 我都得亲自盯着, 检查质量。 陆川劳累苦恼着, 但还是回到了岗位上。 一名工匠急匆匆跑了上来, 先生, 我用一种银灰色石粉混合乌精油, 终于弄出了您说的粘稠的江湖。 冷却之后呢? 我是说, 温度降低之后。 陆川问道, 工匠道, 凉了之后是半软半硬的丢在火种上, 要等上不少时间才会燃烧。 陆川眼睛一亮, 连忙冲向那个反应炉。 他从今天早上就开始让人尝试炼制一丝稀土金矿的粉末, 开始搭配组合, 制作化合物。 没有原子检测的仪器, 他只能用笨方法, 每一种都测试一遍。 数百人在尝试炼制合成橡胶, 如果其中没有他需要的稀土催化剂, 那么所有工作都会化作泡影。 现在, 老天爷站在他这边, 跑到目标反应炉, 陆川把东西搅了出来, 等他冷却。 温度降下来后, 陆川用手指戳了戳, 手感上确实和橡胶接近。 好, 来人, 记下这个工匠的名字, 回头若是能救下李渊居将决, 他当为手工, 工匠大喜过望, 可又有些不解, 这些不软不硬的东西, 和救李渊居将军有何关系? 陆川神秘一笑, 另一边, 忠厚带着一帮人马, 找到了许良碧的府邸。 一个多时深后, 忠厚在许府书房的书桌夹缝里, 发现了一封信件。 来历不明, 但内容确实验证了所有人的猜想, 幕后黑手, 让许良碧联合匈奴, 坑杀李渊居。 墨义跟过来, 本来只是想拖延时间, 看到信件后, 人都吓懵了。 陆川先生神了, 墨义说着, 又惭愧地打了自己一巴掌, 我居然怀疑了先生一整天, 该死的许良碧, 居然真的通敌, 坑害少将军。 清脆的巴掌声, 把同样处在震惊中的忠厚, 吓了一跳。 你打自己干什么? 你不是把许良碧关起来了吗? 墨义苦笑一声, 不敢解释, 太丢脸了。 同时, 他对陆川更加敬佩, 陆川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笃定许良碧有通敌嫌疑。 阿福也咬牙切齿道, 许良碧无德, 不得掌管天罡城, 那元帅的军令能取消? 本将无需你提醒。 忠厚冷漠地看了眼阿福。 阿福惊喜, 时间拖住了。 还好陆川有先见之明, 早就发现了猫腻, 让人关押了许良碧。 先生大财啊。 阿福佩服惊叹, 这句话, 放在陆川前世, 那就是陆川牛批。 来人, 跟我去提神许良碧, 我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谁在背后通敌卖国, 坑杀李渊居将军。 忠厚高声道。 忠厚审讯许良碧的时候, 陆川也在忙碌。 一直到第二次天亮袭来, 陆川撑过了最困的时间点, 人又精神了不少。 但他知道, 不能这样下去, 不然早晚得猝死。 诶, 也不知道星瑶那边能不能坚持下去, 这都被围困两夜一天了。 正星瑶那边怕都没得睡觉, 陆川也没心情去休息。 动, 动, 突然, 打鼓声响起。 怎么回事? 陆川惊叫。 鼓声太吓人了, 请照顾夜猫子的心脏啊。 回先生, 这鼓声, 是敌人来攻城了。 旁边的工匠高声喊道。 攻城? 陆川大惊, 连忙跑向城墙。 等他站在顶部, 立刻看到了昏暗阳光下, 有密密麻麻的人头, 向着前方大草原靠近。 第八十八章, 陆川的时代。 太多人了, 把一大片空间都压黑了。 谁懂算数? 告诉我, 这是来了多少人, 别夸大气词。 陆川对附近守城军喊道。 一名士兵连忙道, 回先生, 目测凶母骑兵一万, 步兵四万。 该死, 一半的兵力用来攻城了。 难道说, 李元居和星瑶他们被杀了? 这念头一闪而过, 陆川的眼睛顿时就红了。 他两辈子, 这儿八经的, 就谈了一次恋爱, 还是能直奔结婚的, 他的准未婚期就这么没了。 原因居然还是他希望, 让他能够活出人生的意义。 匈奴, 老子要灭了你们。 陆川拳头紧捏, 就在这时, 城墙内侧, 脚步声急促地靠近着。 紧接着, 一队人冲了上来。 钟后, 阿福和莫义, 慌张地看着远方。 这么快就来攻城了。 钟后吓了一跳, 转头看向陆川, 把军令交给我, 让我来组织防守。 陆川红着眼看向钟后, 责人而逝的眼神如同凶狼。 钟后被这个眼神吓了一跳, 后退了半步。 大胆, 陆川你。 钟后正要呵斥, 就看到陆川指着旁边的东西。 你知道那些瓶瓶罐罐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这些巨型箱子怎么使用吗? 钟后看了过去, 发现城墙上面摆满了各种奇怪的东西。 还有简单的木架, 皮垫保护了这些瓶瓶罐罐。 他猛了。 这些东西都是啥玩意, 用来城防的。 陆川没空跟他解释, 看向墨亦, 城防兵还有多少在采煤的? 采煤的城防兵, 后半夜已经归来休养, 现在主要是一些老年的农夫在城外。 陆川看向下方, 发现城防兵已经在鼓声中起床, 跑到了下方汇聚起来, 列城防阵。 阿福挤在了猛逼的钟后身前, 请钟后大人成全。 邵将军为了请先生为军师, 以不下三股茅庐之礼。 这才把陆川先生请来, 请钟后大人莫要再扰乱邵将军的计划。 不下三股茅庐之礼。 这家伙这么厉害, 钟后本能的不幸, 可以想到昨天的许良碧, 心中也开始动摇了。 况且, 杨元帅并没有让钟后大人接管天罡城的军权。 阿福又补了剧, 眼神也凶狠起来, 若是大人非要夺权, 别怪阿福雪剑舞步。 钟后凝视阿福, 气氛一时间剑拔弩张。 莫义也警惕地看着钟后, 不希望他这时候来捣乱。 压着沉闷的声音道, 我倒是要看看, 所谓的军师, 要如何守城。 陆川收回目光, 没空跟他虚与尾仪。 敌人还有多久攻城? 阿福回应道, 步兵抵达后会修整半个时辰, 而后便是撞成墙, 爬成梯, 用人命来破城。 莫义补了剧, 在这之前, 他们还会再喊城, 若是将军被杀, 他们会拿着将军的头颅过来。 让弓箭手准备, 如果谁拿了将军头颅过来, 就把那人射死。 陆川红着眼道, 有这么厉害的弓箭手, 那肯定被抽掉到左卫位去了。 阿福悠悠道, 干。 陆川想起来, 剩下的城防兵, 全都是歪瓜裂藻。 还好他的战争, 不需要太强的个人战斗力。 按照我计划, 开始分配工作。 陆川开始下令, 又道, 点炉火。 钟后顿时错愕地看着陆川, 开什么玩笑? 他想要说什么, 却发现阿福正防备着自己, 大有要同归于尽的意思。 钟后气个半死, 只能闭上嘴。 过了半个时辰, 大军果然来到了城外五百米处。 两名骑兵到了城下轿镇, 无非是天罡城必败的论调。 企图通过话语, 让天罡城投降, 但没有李渊居的头颅。 陆川松了口气, 果断下令道, 让三十名弓箭手准备, 乱箭射死他们。 这是死战不祥的信号。 敌人见状, 转头就跑。 陆川看, 果然没有一个被射中, 只能暗骂一声, 城防兵废物。 本来守城就难了, 这群士兵还是最差的一届。 在攻城的鼓声中, 步兵带着强踢, 向着城墙杀来。 正式强攻, 开始。 陆川眯着眼睛, 道, 弓箭手, 随便射箭, 势敌已弱。 说着, 陆川回头看向二十只万箭齐发的排弩。 排弩准备, 每个箱子填充一半, 箭矢填充。 看着下方的人群, 陆川高声下令, 射! 二十个箱子, 每个箱子五百箭矢, 共一万只箭矢, 铺天盖地地飞向天空。 怎么可能? 钟后目自欲裂, 他确定自己没看错。 士兵在巨箱下面打开盖子, 随手把弓箭抱进去。 旁边的士兵摇动奇怪的杆子, 才实习的功夫, 箭矢就齐齐地射出去了。 万箭齐发, 不是要连夜填装吗? 射完箭矢后, 不是要花上大量的时间, 一根根地把箭矢插进去。 为什么这么快? 钟后的眼球都要被惊掉在地上。 这东西跟瓦钢摘万箭齐发排弩,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在田庄, 四分一仓。 陆川再次下令, 无数箭矢飞向天空, 哪怕没有刻意瞄准, 在覆盖式火力打击下, 依然有大量血花箭矢。 箭矢太少了。 钟后呢难道。 他听说, 这次从长安运来了十万根箭矢, 正常情况下, 天罡城所有士兵转为工兵, 也用不了那么多。 但以陆川这些手成重器的填装速度来看, 怕是一炷箱就能全部射掉。 这玩意儿, 威力是猛, 但也太好钱了吧。 但这时, 陆川改编命令, 万箭齐发停射, 等待敌人爬墙。 燃烧兵准备。 陆川道。 燃烧兵又是什么? 钟后一头问号, 他看上地上的几个炉火, 有点搞不清情况。 要给箭矢点火, 用火攻吗? 这没意义吧? 第八十九章, 高山扬指。 钟后正疑惑着, 就看到陆川所谓的燃烧兵, 从木箱挡板下面, 拿出了细口的陶瓶。 陶瓶顶部塞着一团东西, 一条布条挂了下来。 士兵抓着陶瓶, 在火炉边缘一引, 布条便熊熊燃烧起来。 抛射! 阿福怒吼。 顿时, 城墙之上, 无数冒火的陶瓶子飞了出去。 下方, 无数攒动的匈奴人头, 向着城墙下拥挤而来。 陶瓶砸进了人群中, 凶猛的火焰熊熊燃烧。 无数惨叫声袭来。 钟后瞳孔猛缩, 那是什么? 石漆! 他不记得天罕城附近有石漆啊。 石漆, 也叫做石之水, 猛火油, 就是陆川任之中的石油。 朝廷确实会将石漆用于战争, 但石漆都运输到了一些关卡重镇, 类似天罕城这种属于塞外区域, 矗立在草原中的城市, 根本没资格分配到。 当初这些资重运输到天罕城的时候, 他亲自检查过, 除了运来的一批工匠外, 剩下的就是粮食、 铁矿和箭矢。 这些石漆是哪里来的? 火焰在燃烧, 下方的匈奴在惨叫。 石漆燃烧持续时间长, 打滚都不一定能扑灭, 沾染之后, 非死即伤。 他们都是把石漆一股脑坡下去, 等敌人拼命往上爬的时候, 才点火燃烧。 毕竟石漆除了燃烧, 还有润滑的作用会让人很难爬上梯子。 这种方式无法控制石漆的量, 很难覆盖整片城墙, 燃烧的空间也不大。 可陆川居然研发出, 把石漆装进瓶子里, 把石漆丢出几十米外的办法。 而且还保证了石漆的燃烧。 他是怎么想到这招的? 钟后震撼着。 这时, 他听到陆川喊道, 继续准备燃烧瓶。 原来叫燃烧瓶, 名字还真的贴切。 而且也符合燃烧瓶的身份, 他挖掘出新的瓶种啊。 别看燃烧瓶是很简单的设计, 可放在陆川原来的世界, 一直到了宋朝, 才有猛火油柜这种装置, 有铜球和石球的燃烧爆炸工具, 作为燃烧瓶雏形。 而用陶瓷制作的燃烧瓶, 在明朝才大量出现。 在这个类似随朝或者唐朝的时间点, 燃烧瓶的出现, 绝对是改革性和爆炸性的。 一如下方那凶猛肆虐的烈火。 陆川看着惨叫的匈奴, 没有任何不忍心, 甚至还在冷笑。 看过五湖乱华, 看过大宋、 两脚羊那些历史, 他就不可能有太多怜悯。 而且他的准媳妇, 还被包围在草原中等死, 让他们悠着点用燃烧瓶。 另外, 派人去城里, 继续用粮食收购瓶子。 陆川看向墨义说道, 墨义有些担心, 恕我直言, 城防大事, 关乎所有百姓的生死存亡, 没必要都用食物换取。 这对我们后续几日的城防都无益处。 百姓应该自觉地把家里的淘气奉上来。 陆川真想打死他。 城防大事确实关乎百姓生死, 但这种抢争行为也太无耻了吧。 而且, 这种行为看似成本最小, 实际对明星的损耗是巨大的。 陆川没空解释, 冷冷道, 不要质疑我。 墨义冷汉流了下来, 连忙去叫人抽掉物资。 战争在持续。 陆川以燃烧瓶和万剑齐发牌弩轮流防守, 让工程的匈奴步兵苦不堪言。 内城方向, 听说家里的戏口淘气可以换粮食, 还能帮助城防, 百姓的积极性空前调动起来。 墨义看着全城活跃的百姓, 心中对陆川佩服崇敬, 对百姓又极尽抵异。 原来是我目光短浅了。 陆先生早就发现, 这群贱民自私自利, 若是抢争, 根本来不及争掉足够的淘气, 百姓也很难配合。 只能幼稚以利, 才能让这群贱民的贪性被激发。 陆先生, 对人心之洞悉, 对战局之谋划, 让我高山仰止啊。 墨义对着城墙的方向摇摇地拱手。 阿帖! 陆川打了个喷嚏, 不知道自己被诬赖成了阴险老贼。 他看了眼城墙后面, 看到星座的燃烧瓶 源源不断往城墙上送来, 心里松了口气。 剑矢制作速度太慢, 喂, 加上他这两天烧的桃也不够用, 还是得依靠整个天罡城的隐形后勤支援。 好在, 这个资源在他大笔撒凉的豪迈之举下, 得以实现。 小心, 敌人攻兵掩护, 举起皮革。 阿福的怒吼声传来, 陆川吓了一跳, 赶紧躲进烽火台里。 城墙上, 士兵们把那些保护油罐的皮革举了起来。 这些是昨天加剧反应失败, 炼制出来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与皮革极为相似。 闻着很臭, 但软硬适中, 刚好能拿来阻拦敌人的掩护箭矢。 空隙处, 士兵们继续往下丢燃烧瓶, 避免敌人在箭矢的掩护下成功爬上城墙。 钟后看得目瞪口呆, 连敌人的剑与掩护都找到了破局办法。 此战只要资重充足, 我军防守必胜啊。 他已经看到了战局的走向, 排弩和燃烧瓶交替配合, 远近交攻, 又有皮革用来防止下方的案件。 他们完全能以意待劳, 防守城墙。 小心, 敌人的攻城锤来了。 一名赤后兵喊道, 阿福看向陆川, 得到回应后, 大声道, 把三斤的陶罐丢向攻城锤, 那破玩意儿是木头做的, 烧两下就废了。 敌人攻城设备都是木头做的, 最怕的就是火攻。 陆川现在最不缺的, 就是火。 钟后看攻城锤都无法建树, 心中安定了大半。 他跑到了风火台里, 看到了陆川重重的一个鞠躬。 见过陆先生, 陆川诧异, 这个想要抢走他军权的家伙, 居然给他鞠躬吗? 钟后看到陆川眼神里的不解, 解释道, 哪怕是学生杨素来守城, 也不过是拖延一会破城的时间, 但先生守城, 却让天罡城溺死为生, 素大开眼界, 大敢佩服。 杨素此时自爆姓名, 更是以学生自居。 陆川打来的哈欠, 点了点头, 道, 你不捣乱就行, 好好看着。 杨素有些担心, 先生, 杨素担忧那时期不够用, 哪怕是在关卡重镇, 也没有那么多时期。 敌人用人命来攻城, 时期耗完后, 先生还有什么新的计策? 第九十章, 战争才刚刚开始。 要什么计策, 我不信能用得完。 还有, 那不叫时期, 那是没交由。 陆川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没交由? 学生怎么从未听过? 杨素有点猛。 那是什么东西? 是我从乌金石里练出来的, 我派遣了数千人去城外挖矿。 你说, 没交由够不够用? 杨素感觉整个世界观在阵战。 他还是没搞懂, 没交由是什么东西。 但乌金石他认识, 石头里面, 怎么能炼制出, 类似油水的东西。 纠结了半天, 杨素问道, 先生这化石为水的能耐, 可是到家传承。 啊, 对对。 陆川没心思回应, 他现在困得要死, 而且还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话说回来, 煤焦油和石油, 成分上也确实类似。 陆川不由神油添万。 可惜, 现在生产条件太落后, 大量的煤炉气浪费了, 不然做个气体收集装置, 还有机会搞出喷火枪来, 那可是, 纯纯的战场大杀气。 可惜了, 他都不知道, 有生之年能不能做出这玩意。 战争还在继续, 燃烧的黑烟在战场上方弥漫。 城内, 但六炉全力运作, 烧制更多的煤焦油送向战场。 城未破, 骑兵根本没法发挥作用。 匈奴大军的左右, 都尉, 脸色铁青。 怎么办, 敌人怎么会有这么多时期? 还有那些箭矢, 每次能射成千上万, 这是怎么做到的? 左都尉担忧道。 看不清, 但计算下来, 他们有上万工兵, 外加上那些丢火球的, 怕是有两三万。 又都尉猜测着, 如果天罕城内, 有两三万士兵防守, 他们这些兵马, 根本没机会破城。 不可能。 左都尉摇头, 天罕城已经是弃城。 那个内鬼传来了消息, 明确天罕城只有几千人, 可他们为什么能射那么多箭, 还有空丢火球? 又都尉暴躁地问道。 我这不是在问你吗? 左都尉等这样就看着他, 两人大眼睛相互瞪着对方, 都给不了对方答案。 那个内鬼, 不会算计骗我们吧? 又都尉问道。 不可能, 拿一个亲王的儿子来算计我们, 疯了吗? 左都尉不信, 可眼前的情况又解释不通, 两人绞尽脑汁都想不明白。 眼下, 那就得看看, 到底是我们先破城, 还是他们先把石器用光了? 左卫为眼神中的狠辣一闪而过, 可到了下午, 死伤超过三万后, 军心开始动摇了。 可为什么对方会有这么多石器? 要不要撤? 又都尉心疼地问道。 他们的骑兵到现在还没动过, 难道就这样认输了? 不能撤。 左都尉深吸一口气, 道, 我们已经消耗掉足够的石器, 如果就这么撤退, 他们从后方补充更多的石器, 我们就再也没机会攻下这座城。 不撤, 或许再坚持一会, 就有机会胜利。 撤退, 他们将再也无法破城而入。 该如何选? 跟我豪赌一场, 拿下这个城市, 我们能安稳好几年。 左都尉红着眼道。 况且, 就算攻城失败了, 我们还也能拿下李渊居的人头。 城墙上, 陆川看墨一回来了, 问道, 还有多少没浇油? 墨一道, 不多了, 现在是边烧边用, 把焦炭丢一些下去, 给他们烫烫脚, 练一练踩火炭。 陆川决定给对方增加一个民族技艺。 之前人太多, 火炭可能会被踩灭, 现在步兵只剩一万, 可没有那么多脚踩灭炭火了, 而且还顺带解决了尸体太多, 引起瘟疫的问题。 陆川觉得自己是个小天才。 阿福, 剩下的事情, 交给你指挥了。 墨。 阿福激动道, 忠厚阳素健壮, 屁颠屁颠地跟在陆川后面。 陆川看他态度诚恳, 也没感叹。 先生, 你还有什么新的计谋? 没有计谋, 我准备去救我媳妇。 陆川想了想, 补了剧, 还有少将军。 杨素不解, 哪怕敌军攻城失败, 战场上一万骑兵必然不会损厚。 先生要怎么从六万兵马中救回他们? 那可不是守城之战, 无城墙之地利, 城内的城防兵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你会知道的。 陆川困得头疼, 根本没心情解释。 杨素跟着陆川来到印马河的一处, 惊讶地看见一个个工匠正在将漆黑柔软的圆圈状东西套在车箍上。 车箍, 车轴, 全都是铁制的。 车身也是铁与木混合。 长度有三尺米, 宽度二尺。 而远处, 已经有十八架六股铁板车, 装载了十八台万箭齐发的排弩, 漆黑的橡胶轮胎惹人注目。 你这是要? 杨素顿时明白了什么, 看向陆川, 一脸惊悚。 这是怎样的奇思妙想? 没错。 陆川点头, 喊道, 工匠准备, 搬运工准备, 开始制作新的万箭齐发。 你们别再十人一组, 给我五人一组。 这三十个学徒已经是熟练工了, 完全不需要再十人一起协作。 他们围绕着这些六个车咕噜的铁板车, 继续搭建万箭齐发的排弩。 杨素看着排弩从无到有的搭建起来, 只感觉大开眼见。 而陆川还在忙碌, 周围越来越多的马匹赶来, 还有大量运输着箭矢的自重车。 一个时辰的时间, 又有六台超巨大的排弩箱子打造完成。 陆川走到一个反应炉前面, 用勺子咬出里面漆黑的油水。 这是制作橡胶的意外产物, 润滑油。 来人, 把这些油浇灌到每个车窟与车轴的缝隙内。 铁轴城, 铁车骨, 外加上橡胶皮套和润滑油。 这种级别的六轮车, 绝对足够在得动万箭齐发的排弩。 陆川让这种笨重无法移动的乘防工具, 拥有了移动的可能, 而且不会像是投石车, 工程车那般, 还要无数人费力地推动。 不知不觉, 又有六台排弩制造完毕。 陆川也已经叫到好了操作手, 让他们明白怎么交替喷射, 制造绝对严密的鉴于网络。 正忙碌着, 城墙上传来了欢呼声。 大姐! 大姐! 在无数欢呼声中, 阿福星冲冲地跑了下来, 对陆川激动地道, 敌人还剩几千人, 已经下令撤退了。 杨素脸上露出狂喜, 周围的农户、工匠也跟着一起欢欣鼓舞起来。 只有陆川面无表情, 给大家泼了一盆凉水。 高兴早了, 他们现在的一万骑兵还没动过, 肯定会去对付少将军。 整整六万兵马, 战争才刚刚打起。 第九十一章 陆川不会来了。 陆川看向现场, 现在已经有三十六台排弩, 一次喷射就相当于三万六千人骑射。 箭矢早就不够了。 但陆川昨天就给了新的计划, 他不需要箭头, 他只需要一根与箭杆差不多的, 削尖的木棍。 据全程之力, 昨日到今日, 他制作了整整十五万的削尖木棍。 三十六台排弩, 一次三万六千箭矢, 十五万根木棍可以满载喷射四五轮。 深吸一口气, 陆川骑上战马, 怒吼道。 所有将士百姓们, 听我说, 敌军已退。 这些不只属于天罡城城防军。 今天罡城的每一个百姓, 你们的每一个人, 都为城防献出了力量。 你们跟我一同保卫了这个城市, 让你们的家人免受凶奴的伤害。 你们都是英雄。 我等现在前去草原, 就回左卫位于李渊居少将军。 他为我们天罡城城防, 拖住了整整五万兵马。 现在我们胜了, 该是我们去救他们了。 出发, 让我们完成最后的胜利。 咚咚咚。 战鼓, 击雷。 全城百姓欢呼。 冲啊! 救回少将军。 杨素嫩嫩地看着陆川, 那一番话, 无疑是一番惊雷, 重重地披在他的心头。 陆川居然完全不揽下所有功劳, 而是将胜利归结在整个城市的每一个人身上。 这是他收买人心, 还是他爱名如子。 但他已经没时间去想了。 战马牵上了六股排弩车, 二十匹战马一车, 八百战马, 牵拉着六股排弩车向城外驶去。 这些六股排弩车的车孤, 用宽厚的橡胶包裹, 很难陷入草原外的泥地中, 让重达数吨的排弩运行成为了可能。 重伤的张怀, 亮亮呛呛地爬上了战马, 追上了陆川。 他要给陆川带路。 阿福和杨素, 紧随其后。 莫义也再次行动起来, 他调动着城内所有男女老少, 一起冲向城外, 把重伤的匈奴杀死, 把地上的箭矢重新捡回来。 一辆辆马车在城外等待, 只要箭矢装满一车, 是不可思议。 杨素跟在陆川身后, 看到那么重的排弩车, 也能在草原上跑得飞起, 只感觉大开眼界。 橡胶轮胎分摊压力, 润滑油减小摩擦, 金属车骨防止冲击变形, 在这些基础上能跑得不快吗? 陆川心中满意地点头。 不愧他这两天不眠不休, 还调动了上百名工匠帮忙, 进行各种化学反应和分流实验。 好在, 老天爷站在他这边的, 橡胶成功合成出来了。 张怀捂着胸膛, 同样回头看了眼这些排弩车, 心中激动。 侯爷, 一定要撑住啊, 陆先生来救你了。 马匹前进速度很快, 张怀身上有的伤口已经裂开, 但他依然在强撑着给大家指明方向。 阿福也紧张着捏着缰绳, 时不时往身后看去。 远方, 还有装满箭矢的车辆, 向着他们追来。 报, 不好了, 天当成大半。 赤后冲进匈奴大营。 什么? 忽颜沁阳一掌打在桌上, 愤怒地站起身来, 一把掐住赤后的脖子。 天刚城那边, 五万人攻城, 居然败了。 忽颜沁阳责人而适的目光, 凶狠地盯着赤后。 大, 大败, 三万四千人折损, 骑兵未动, 步兵几乎都死在了攻城站中。 废物。 忽颜沁阳一把将赤后丢在地上, 砸得赤后头破血流。 突救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三万多人啊, 就算是把头递给他们砍, 能砍到什么时候? 赤后道, 情报有误, 天刚城根本没被放弃。 攻城之战, 城墙上万箭齐发, 他们还用石漆坡城墙, 用烈火烧掉了我们的攻城锤。 万箭齐发, 他们哪里有这么多工兵守城? 石漆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或许是全城的百姓都去帮忙了呢? 赤后颤颤巍巍地猜测到, 任凭额头的血液流满整张脸。 石漆的话, 真的不清楚, 之前根本没有听说过天刚城有。 忽颜庆阳闭上了眼睛, 重重地喘息声, 在银帐中无比刺耳。 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现在也问不出所以然来。 这本来唾手可得的城市, 不仅没拿下来, 还害他损失那么多狼, 实在让他心如刀割。 我不能全都失败, 既然天刚城没拿下, 就把李元居的人头摆在草原上, 让那群汉人知道, 我们不是好惹的。 赤后道, 李元居那批精兵中, 还有两个美丽的两脚母羊, 杀了我们数十个兄弟。 忽颜庆阳眼中凶光一闪, 我要把他们两个煮了炖汤。 在他们眼里, 汉人不是人, 而是食物。 让儿郎们全部活动起来, 用最快的速度, 不惜代价杀死李元居。 本将军不和他们玩了。 忽颜庆阳急需杀戮来泄愤, 让左右都尉转到去埋伏地。 他们已经去了。 很好。 忽颜庆阳抓起武器架上的九环大砍刀, 大步走出营地。 鼓声响起。 大本营里, 还有很多老若妇儒, 镇守在这里的, 还有八千精锐骑兵, 也是忽颜庆阳仗下最为强大的一支骑兵。 八千精锐上马, 踩踏着无数滚滚烟尘, 向着草原冲去。 老若妇儒们纷纷来到营地边缘, 跪着向苍天祈祷, 祈祷让他们的英雄凯旋。 一处低洼之地, 左威卫, 东周区步, 女子兵正在草地上坐着。 有近半的士兵身上挂了踩。 伤口太深了, 不能用生机止痛高, 只能包扎起来, 要先等里面长好了。 采薇帮一名男兵包扎伤口。 没关系, 伤兵也将近两天没喝水了, 嘴唇干裂, 虚弱地摇头, 我已经撑不住了, 不用费心照顾我。 采薇的手颤了颤, 咬着嘴唇, 继续帮他包扎好。 不远处, 郑兴摇一条腿伸直了, 一条腿收着, 正坐在地上, 嘴巴里嚼着青草。 从他的位置, 可看到四面八方活动的敌军。 采薇走来, 叹了口气, 三天两夜了, 左威尾营地的滋虫被烧之后, 我们现在所有人又渴又饿, 敌人这样把我们困下去, 我们早晚被拖死。 郑兴摇看了他一眼, 又拔起了一颗小草咀嚼着。 这么难吃, 你怎么吃得下的? 采薇无语道, 我啊。 郑兴摇终于说话了, 他的声音也是嘶哑的。 他以为自己跟了陆川, 将会一辈子不愁吃喝, 没想到这两天又开始挨饿了。 采薇沉默了片刻, 看郑兴摇还在吃草, 开口道, 要不去问问邵将军该怎么办吧, 我们也许该采取行动了。 没必要, 我个人觉得拖着对我们有利, 我川郎会想办法救我们的。 郑兴摇笃定的地说道, 采薇叹气, 兴摇, 我也想要你男人来救我们, 可这可是五万兵马啊。 你要知道, 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一定会有办法的。 郑兴摇目光坚定, 什么办法, 用万箭齐发的牌弩, 那东西重的和巨石一样, 他一只手扛着带过来射那些骑兵吗? 起码他得一只手扛着三四十个吧。 采薇翻了个白眼, 这怎么可能啊? 他知道陆川很厉害, 但也不能跟神一样吧。 郑兴摇都磨着了。 第九十二章, 最后的报复。 采薇暴躁地踢了一脚草地, 哦, 你跟李元居到底怎么想的? 只要我们所有人冲杀出去, 虽然损失惨重, 但你, 我和李元居, 以我们三个人的勇猛, 绝对有机会逃出升天的。 这样其他人就死定了。 说这句话的, 是李元居。 李元居捂着鸡肠鹿鹿肚子走了过来, 缓缓道, 我不怕死, 但我不能丢下我的部下。 将军, 周围的战士动容, 郑兴摇了撇嘴, 我就是单纯相信, 我男人会来, 我和我的女子兵, 都没必要跟匈奴拼命, 他要是来不了呢? 李元居问道, 郑兴摇沉默了下去, 两久, 他又看向草原的天空, 天黑后, 冲杀一次, 至少不能再恶得没力气的时候, 还在原地等。 李元居点头, 也认可了他的想法, 他们都在等, 等陆川创造奇迹, 但这个时间, 有极限, 在极限的下一刻, 他们会被敌人杀戮, 但他们可以, 撑到极限之前, 那最后的一点时间里, 去赌另一个机会。 他们对陆川抱有极大希望, 但绝对不会把所有希望, 压在陆川身上。 行。 采为点头, 同样认可。 咚咚咚。 突然, 战鼓声袭来, 众人惊悚地看着远方。 看来撑不到我们的极限了, 敌人已经按捺不住了。 郑兴摇拔出他的砍刀, 准备作战。 李元居高吼一声, 地上的士兵们迅速行动起来, 哪怕再恶, 也以最快的速度, 爬到了马背上。 高处的匈奴骑兵, 绕着他们策马奔腾, 战场上烟尘滚滚, 杀鸡腾腾, 每个人都严阵以待, 手中长刀与短毛随时出击。 左舵有令, 杀李元居。 砍下李元居人头的部落, 能够分配到更多的食物。 杀。 谁都别和我们抢, 我们部落要亲自杀汉人将军。 匈奴们兴奋高喊着, 骑着战马, 杀向草地下方。 拿我的人头, 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 李元居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面, 他的金刚宝刀用力一斩, 敌人的砍刀瞬间被他劈开。 匈奴早就见识过李元居的神兵戾气, 哪怕手中的武器被斩断了, 也要用剩下一半的砍刀杀向李元居。 可李元居手腕一转, 随手就把这个匈奴骑兵的脑袋砍了下来, 而后迅速压低身体, 躲开了背后的攻击, 回身又是一刀。 这一刀仓促被挡了下来, 但骑兵的砍刀上出现了巨大的窝口。 李元居一脚踢了过去, 踹了骑兵一个猎牵, 而后一刀捅进了他的肚子。 另一边, 郑兴摇巾帼不让须眉。 如今, 他的骑马技术老道且稳重, 手里的金刚宝刀同样凶悍无双。 而且因为那诡异的距离与他碰撞的敌人, 若是武器不断, 则必然虎口崩裂。 相对来说, 采薇就显得平平无奇了不少, 但他的行动迅捷而灵动, 总能避开敌人的攻击, 再给对方拉一口子, 让人鲜血直流。 又或者给敌人的战马来一刀, 让骑兵人仰马翻。 在他们背后, 其他战士也一样凶悍, 可架不住敌人数量太多, 在攻击正面的敌人的时候, 身后就可能挨上一下。 李元居割开一名敌人的肚子, 高吼道, 冲杀, 向南面冲杀。 左卫位与东周曲部的军队, 立刻向着南面突围, 可从天空看去, 整个队伍的速度, 极为缓慢。 队伍里, 不断有人倒下。 左都卫在外围看着战马奔腾, 嘴角邪恶残忍的勾起。 天罡城方向, 攻城失败了, 但李元居的人头, 他势在必得。 他要杀死李元居, 而后把人头送到天罡城, 以泄心头之愤, 并祭奠那死去的三万狼。 爆! 之后焦急跑来, 三十里外, 看到有大批天罡城的兵马赶来。 天罡城的兵马, 他们赶从龟壳里出来。 左都卫不解, 又想到了攻城失败的窝火。 他们有多少人? 三四百人, 上千匹马! 左都卫听到这个数字, 意识到不对劲, 一人三马, 他们要干什么? 这种搭配方式, 也就只有送信的时候会使用吧。 不清楚, 他们拉着多辆奇怪的黑骨车子, 每二十匹马一车, 上载着巨大的三丈长的箱子。 这种箱子, 好像和天罡城城墙上的黑影特别相似。 天罡城城墙上, 除了箱子, 还有劣质橡胶皮革, 他们根本没看清万剑七发牌弩的模样。 左都卫一时半会, 想不通那是什么东西。 资重车, 也没见过有三丈长的。 二十匹马拉车, 箱子还这么大, 他们速度不会很快, 我们过去看看。 不, 他们速度非常快。 之后道, 怕是有日行数百里的能耐。 难道空箱子? 可他们带空箱子干什么? 左都卫想不明白, 索性不想了, 既然他们只有三四百人, 那我们就抽掉三千骑兵过去, 狙杀他们。 哇! 骑兵抽掉, 向着天罡城方向跑去, 每跑十多里, 就看到了前方黑压压的车队。 那黑股车宽厚巨大的轮胎, 比战马还要惹人注目。 左都卫看得云里雾里, 对面, 陆川也停下了车队。 对方有多少人? 陆川问道, 见过了五万人的工程站, 他感觉前面敌人的数量, 似乎也不算很多。 目测三千。 阿福说道, 诸位数日不眠不休, 让学生来协同指挥吧。 旁边的杨素说道, 阿福毫不犹豫地点头, 他头晕脑化, 而且还喊了一整天都嗓子, 都快哑了。 他调转码头去照顾重伤出血的张怀。 三千, 草原作战的习惯是什么? 正面突围强弓, 还是包围着一点点向内脚杀? 陆川问道, 也不在意换了个传令官。 杨素道, 若是人数等同, 一般会选择正面强袭。 现在敌方有十倍人马, 会组成圆圈, 包围我们。 这就不好搞了。 陆川微微皱眉, 排弩车掉, 转方向很麻烦。 敌人要分散包围过来, 活力切换会遭到阻碍。 让车围成圆圈, 甲1到甲18, 以1到以18, 交错停下, 甲乙车轮流放箭。 陆川下令道, 一共36台排弩, 陆川分甲, 以两组, 从1到18排列, 得以方便下令。 他需要两种车辆轮流射箭, 以保证能够有密集宝盒的箭矢飞射出去。 远处, 鼓声响起。 第93章, 人呐。 敌军果然分散开, 向着他们包围过来。 但陆川很快发现, 原来所谓的包围并非真的组成圆圈, 而是分成八个不同的方向, 每个方向有三四百人冲杀过来。 调整方向, 田装扮仓棍子, 每次500发, 甲乙两组交替喷射。 注意距离, 等他们到了200, 仗车再射箭。 陆川下令道, 200帐会不会太短了? 杨素有些担心, 他们已经熟练田装和射箭的速度, 200帐的距离够了, 箭矢的威力也能达到最大。 两里外的草地上, 左都尉不解地看着陆川他们。 奇怪, 我们的骑兵都发起冲锋了, 他们为什么一点也不害怕? 左都尉很不解, 他甚至没看到陆川他们组织反抗或突围的阵型。 那些箱子里不会装着人吧? 旁边的将军问道, 左都尉吃笑一声, 装着人, 那不是更好, 在骑兵面前只有被屠杀的份。 战马的冲撞力量, 不是人类能够扛得住的。 他们的队伍, 距离陆川的车队越来越近。 陆川也忐忑地看着八个不同的方向。 200帐了! 杨素提醒道, 再等一下。 陆川眯着眼睛, 看着这八只骑兵小队。 他们速度很快。 杨素急促道,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陆川冷笑一声, 再让他们近一点, 让甲组排弩装满舱。 以组半舱。 杨素张了张口, 诧异地看着陆川。 继续抱距离。 陆川道, 180, 100, 80, 80张, 相当于266米。 这个距离, 以战马冲锋的速度, 根本来不及掉头。 陆川眼神里闪过凶光, 射, 射。 杨素咆哮着, 同时将手中的令旗狠狠地挥下。 排弩士兵瞄准敌人, 扣下排弩开关。 无数金属齿轮转动, 数不清的弹性, 惊带暴响。 那阵战的声音, 犹如黑箱中可怕的巨兽苏醒, 杀意冲天。 轰隆隆。 雷鸣破裂, 万箭齐发, 一路穿为中心的地带, 黑压压的削尖木棍化, 做其黑蜜语, 喷尸而出。 远方? 左舵卫脸上本挂着笑容, 眼看着骑兵就要如入无人之境一样, 屠杀天罡城的这支奇怪车队。 但紧接着, 他感觉整个世界都被无数削尖木棍染成了黑色。 黑光之中, 无数鲜血绽放, 人仰马翻的尸体向前翻滚, 战马凄厉惨叫的声音传遍草原。 翻滚之中, 满地血痕, 拖拽了数百米的血迹与残碎的尸块。 紧接着, 第二轮相对不那么密集的黑羽再次绽放, 剩下的士兵几乎无疑倖免。 那无数骑兵奔跑的草原, 只剩下陆川的车队依然处理。 可以路川围中心的区域, 血色的花朵在草原上绽放着。 左兜卫的脸彻底僵住了, 他的心也开始颤抖了起来。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恐怖的东西? 左兜卫嘴唇颤抖着问道。 他吓坏了? 那可是三千骑兵, 刹那间就在无数私民中坠落。 这么强大的一只骑兵, 就这么死光了。 左兜卫将军, 糊涂啊, 我们不该让他们冲得那么密集。 旁边的将士哭着抱怨, 他也恐惧了, 害怕了, 背后剩下的一百名骑兵, 全都颤动着身体。 甚至连他们身下的战马, 都恐惧不安地想要逃离。 原来天罡城上密集的箭矢, 不是人射出去的, 是这些恐怖的箱子。 就在这时, 他看到, 那三四百名汉人, 骑刷刷的, 全都看向了他的方向。 左兜卫只感觉心脏一片发寒。 撤! 去找更多的人来。 抢走那些箱子, 我们就不怕突厥了。 左兜卫恐惧之余, 想到了这些恐怖箱子在战场上的威能。 撤! 匈奴们连忙掉头, 他们绝对不承认自己是害怕了, 他们只是战略性撤退。 他们要去找援兵, 还要抢走这些万箭齐发的重器。 草原中心, 陆川在浓郁的血腥味中, 差点干呕出来。 下一次, 他们会找到破解的办法。 到时候, 就没这么轻松了。 陆川叹了口气, 他这一次能瞬间杀光三千人, 全靠匈奴不认识, 万箭齐发排弩的神威。 但下一次, 敌人必然有所防备。 如果它们全部散开, 组成真正的原形, 这些箱子的威力将大打折扣。 追击吗? 远处阿福问道, 磨刀不误砍柴弓, 先把那些削尖木棍捡回来。 速度快, 给你们一刻时间。 陆川下令道, 杨素传达指令, 三四百名士兵连忙从马背上下来, 冲进那血淋淋的碎肉当中。 刚刚那一轮密集的箭语, 哪怕是战马, 也被射碎了身躯, 更别说人了。 接下来, 继续分组, 分甲乙丙丁, 甲乙组十辆车, 丙丁组八辆车, 你让他们去把号编好, 交替排列。 陆川传达新的命令。 一刻钟后, 众人回收了近半的削尖木棍。 陆川不再浪费时间, 下令让队伍再次出发, 向着包围圈赶去。 那橡胶车孤轻松地 从血肉中撵过去, 根本没有陷入其中。 杨素回头, 看着畅通无阻的车队, 心中震撼。 他终于明白, 陆川为什么要制作这种车窟了, 只要地形别太陡峭, 就没有这种车窟走不通的地方。 哪怕是传说中的牧牛流马, 也绝对比不上这种神奇的车窟。 另一边, 逃跑的左都尉他们, 在赶到包围圈的时候, 遇到了忽颜沁阳的精兵。 忽颜将军! 左都尉立马赢了上去, 看到忽颜沁阳的瞬间, 他差点哭出来。 回来了就好, 忽颜沁阳忍住怒意, 安慰左都尉。 他知道, 这时候需要的是稳定军心。 要惩罚的话, 等战争结束了, 再包左都尉的皮。 我对不起将军, 左都尉下马, 单膝下跪。 没事, 步兵死了, 还能补充, 至少你把那一万骑兵带回来了。 忽颜沁阳点头说道, 左都尉身体僵住, 其他一百名将士, 眼神也开始闪烁躲避。 这时候, 坐镇此处的右都尉也跑了过来。 不就, 你们带着三千骑兵去阻击天罡城援兵, 右都尉问道, 三千骑兵? 忽颜沁阳看向这孤零零, 惨兮兮的一百号人。 人呢? 右都尉突然也意识到不对劲。 左都尉额头的冷汗, 顺着大胡子流了下来, 低落地面。 第九十四章, 环形尖刀阵。 蠢货! 忽颜沁阳咆哮着, 一鞭子抽在了左都尉脸上。 知道原尉后, 他恨不得当场宰了左都尉。 三千骑兵一瞬间全部被杀。 那可是三千骑兵啊。 怎么能死得这么随便? 真的不怪我。 那些箱子太可怕了, 他们守成的绝对是这些箱子。 血从左都尉脸上的伤口上流下, 但他连碰都不敢碰。 惶恐道, 将军, 那可是战争重气。 如果我们能把他们抢下来, 就再也不怕突厥地吞并了。 这么恐怖的东西, 我们怎么打? 左都尉道, 他们人手。 而且那些箱子太过巨大, 移动困难, 我们只要彻底散开, 向内冲锋, 他们根本防不住我们, 要用人海战术去填。 忽颜庆阳有些犹豫, 咬牙问道, 那些箱子真的那么恐怖。 顺杀三千骑兵啊, 将军。 妈的。 忽颜庆阳一鞭子抽在地上, 抢了, 调击两万兵马。 可李渊居他们还没拿下, 又兜卫道。 一群废物。 忽颜庆阳恨不得给又兜卫, 也打一鞭子。 不好了, 事后跑了过来。 爆。 天罡城的车队, 跑到我们三里外了。 怎么可能, 那种东西不应该十分笨重吗? 怎么能跑这么快? 又多卫尖叫道, 疑惑地看向左多卫。 对。 左多卫一惊, 想起他们不合常理的速度。 冷汗沉沉, 他刚刚一时紧张, 忘说了。 用最快的速度, 抽掉两万人。 忽颜庆阳目光如炬, 迅速下令。 左多卫这个蠢货, 连敌人行军速度都摸不清楚, 害他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但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 先把那些箱子抢了再说。 众人奔跑起来, 军令快速下达。 三里外, 陆川的马车队逐渐减慢速度。 看着前方密密麻麻的大军人头, 陆川看得都有些密集恐惧。 太多人了。 李渊居居然在这样的包围下, 坚持了三天。 虽说敌人兵马, 不可能一窝蜂地全压在脸上, 一次性也只最多会和三四个骑兵战斗。 可被这样围得水泄不通, 那种压抑绝望的心理压力,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 居然这么快就遇到他们了。 杨素有些诧异。 阿福道, 当然, 因为我们的车队速度够快。 杨素赞同点头, 如果自重车也能这么轻松地移动, 大真皇朝的军力绝对能提升好几成。 陆川道, 下令, 甲组一组, 外圈旋转向前突进, 左位前方尖刀, 一组钉组, 内圈防守填补移动的攻击空缺。 防守阵型和进攻阵型不一样。 由于排弩的结构特性, 箭矢只能从车子的左边喷射出去, 就如同螃蟹一般, 前进方向与攻击方向完全不同。 陆川需要构成圆形, 让马车绕圆奔跑, 一直让侧面的箭矢喷射口朝外。 这样一来, 保证了移动的能力, 又能够不断地向外发射攻击。 这种前进方式称为环形尖刀阵。 外圈20架排弩马车, 内圈16架排弩马车。 外圈负责进攻, 内圈负责在甲组一组填装削尖木棍时候, 进行掩护。 准备, 组环形尖刀阵, 向内推进, 阳速第一时间去传达命令。 队伍快速组建完成。 陆川被36台巨型排弩包围在中间前进, 心情也跟着颤动。 新妖, 我来了, 一口气, 陆川道, 出发。 冲啊, 冲啊。 士兵们战意冲销, 驾驭着战马, 向前突进。 战马绕着圆形前进, 车姑的润滑油, 让战马的拖拽压力不大, 还能跑得飞快。 轰隆崩。 无数箭矢喷射, 每次数千发箭矢, 遮天蔽日。 所过之处, 任何人与战马都无法生存下去, 胆敢拦截在路上, 就会化作满地红泥。 车姑再次轻松碾过无数碎肉, 速度几乎不受影响。 稳扎稳打, 不要慌, 注意别让敌人钻了空子。 陆川下令道, 莫。 杨素看着身下染红的土地, 激动得全身颤抖。 神乎奇迹的环形尖刀阵, 太强了。 陆川的发明创造力, 难道不存在桎梏颈吗? 这六万匈奴, 在他们面前, 根本就是土鸡娃狗。 该死, 该死, 全部骑兵散开, 别聚在一起。 忽颜庆娘焦急地咆哮着, 他本来想抽掉两万人马, 可还没来得及, 就已经死了数千人。 他对排弩很眼红, 尤其是看到排弩大发神威, 更是恨不得把这玩意弄回匈奴大营。 可问题是, 他的儿郎们正在遭遇屠杀。 之前包围李元居的时候, 骑兵们聚得太紧了, 一时半会, 根本散不开。 等到他们彻底将包围圈扩大, 怕是要死掉至少一两万人。 他心疼得低血。 将军, 全散开的话, 李元居他们又多为不甘心地问道。 别管他娘的李元居, 现在的重点是那些射箭的箱子。 忽颜庆娘残暴地给了他一巴掌。 什么时候了, 主次都分不清。 战场正中心, 李元居他们本来正在冲沙中连采威, 郑兴尧身上都挂了采。 但就在他们心中绝望的时候, 敌军突然散开了, 只留下一小股数千人的队伍, 还在纠缠着他们。 发生什么了? 有匈奴的敌人? 李元居大感不解。 一定是我家川郎来了。 郑兴尧笃定道。 采威回了个白眼, 满是鲜血的手不适地抹了一下眼睛, 反而让眼睛更加模糊了。 别什么事都是你家川郎, 现在是机会, 快杀过去。 不, 看那边。 齐静高喊道。 众人看向天空一处, 发现黑压压的东西从天空掠过, 而后没入无尽的骑兵当中。 那剑鱼, 好像是万剑齐发的排弩。 李元居喃喃。 不, 绝对不可能。 他连忙甩掉这个荒唐的念头, 那排弩机重达上百石, 怎么可能弄得到草原上来? 他不信。 这太害人听闻了。 那就是说, 有数千工兵在支援我们。 采威问道。 看着前方再次出现的箭矢, 李元居道, 工兵需要交替射箭, 看天空剑雨的数量, 怕是有数万工兵。 难道说, 是杨元帅来救我们了? 第九十五章。 匈奴的对策。 天刚城, 绝对拿不出这么多工兵。 可他们不是放弃天刚城了吗? 李元居一头江湖, 饶视陆川总是评价他太聪明。 此时的他, 也陷入了不解中。 别管了, 杀过去。 郑兴尧美好气道, 一马当先地冲在了最前面。 拦路的那些骑兵, 一个个人仰马翻。 李元居立刻也高喊道, 兄弟们, 杨元帅带领数万兵马来救我们了, 杀上去会合。 李元居和郑兴尧杀在前面, 陆川坐镇环形尖刀镇最中央。 双方都在向对方靠近着, 却又不知道对方具体位置。 阿福担忧地道, 希望邵将军能活下来。 张淮摁着崩裂的伤口, 疼痛道, 邵将军死了, 我必自杀。 哪怕做鬼, 我也要为邵将军征战。 陆川挺佩服李元居的, 居然能收到张淮这种部下。 多看了张淮几眼, 陆川便重新望向远方, 搜索那个身影。 这些士兵期待李元居归来, 陆川只想要找回他的未婚妻, 但这种时候, 跟他们聊这个, 显得他有点女情长。 还有多少箭矢? 陆川问道, 虽然那是削尖的木棍, 但大家都还是喜欢称之为简。 只剩一半了。 杨素道, 看着周围依然密密麻麻, 数不清人头的敌人, 陆川的心情一沉再沉。 他们已经足够省箭矢了, 不然每个方向喷射的箭矢都会一样多。 而现在火力集中的范围只有正前方, 其他防卫的内圈排弩都以防御为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都已经消耗了一半的箭矢。 就在陆川担忧的时候, 周围的骑兵没有在冲锋, 而是尽可能地向外散开。 这是发生了什么? 阿福问道, 杨素分析了一下, 猜测道, 之前匈奴大军太密集, 我们杀进来的速度太快, 他即便是这种破烂箭矢, 都能造成不可忽视的杀伤, 哪怕是忽颜庆阳, 也忍受不了这种没必要的死伤。 他们要更换策略了。 陆川道, 杨素点头, 心情跟着陆川一起往下沉。 敌人在减少伤亡, 肯定是要从远处包围, 换一种方式进攻。 届时, 敌人死伤得更少, 而他们的箭矢会被消耗得更多。 局势对他们很不利, 降低箭矢填充数量。 陆川吩咐道, 杨素点头, 赶紧去更改命令。 天空中, 飞行的箭矢减少了, 敌人还在减少。 前方的情况愈发明朗。 张怀在马背上兴奋地跃起来, 结果不小心扯到了伤口, 咳出大量鲜血。 即便如此, 张怀也不愿静下。 少将军, 我们在这儿。 张怀喊道, 阿富还有其他士兵, 受到感染, 纷纷仰着脖子呐喊, 少将军, 我们在这里。 千呼万唤, 情真意浅。 李元居他们同样看到了陆川的排弩车。 战马拉着笨重的排弩, 绕着陆川的队伍绕圈奔跑前进, 侧意地喷射口, 有节奏的交错射出箭矢。 看着这一幕, 李元居有些恍惚, 差点以为是他扼出了幻觉。 居然不是元帅的冤兵。 这些排弩怎么跑起来了? 为什么下方有六个黑色大咕噜? 这么重的东西, 战马是怎么落得到草原的? 为什么能跑这么快? 李元居脑子里冒出一大堆问题。 见了鬼了? 他不在的这三天, 陆川都做了什么惊天地? 气鬼神的事。 他这是离开了三天, 而不是三年。 李元居情不禁看了眼郑兴瑶, 没想到还真让他把陆川给判来了。 想想也对, 朝廷都放弃天岡城了, 杨夫怎么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韦, 跑来草原救他。 陆先生, 我知贵人啊。 李元居正感慨着, 就看到郑兴瑶挑起一颗头颅, 对着后方大喊, 兵士们, 我们的元军来了, 但是我们还不能松懈, 还得一路杀回天岡城。 李元居欣赏地看着郑兴瑶, 这种时候, 确实会有人太过兴奋, 最后一口气没憋住, 当场晕倒。 郑兴瑶第一次出征, 居然能做到如此沉着冷静, 提前发现隐患, 这是天生的帅才。 明明他只是平民出生, 几个月前还为一口粮卖了自己, 没想到能给他这么大的惊喜。 陆川和郑兴瑶, 郎才女貌, 还真是天定的缘分。 想到这, 李元居同样高喊, 让部下们坚持住。 敌人放心让他们会合, 是因为知道他们鸡肠碌碌, 身心俱疲, 哪怕会合了, 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这时候, 哪怕提供不了助力, 也不能拖后腿了。 敌人再往外散开, 李元居他们畅通无阻地 来到陆川面前。 排弩车停下, 让开了一条通道。 李元居进入中间, 张淮、阿福兴奋地迎接了上来。 李元居却冲到陆川面前, 激动到多谢先生相救。 可陆川完全没理他, 直接从他旁边掠了过去, 冲向郑兴瑶。 川郎! 兴瑶! 两人相拥着, 无数战事见状, 情不禁想到了自己的亲友, 朦胧了眼睛。 李元居摸了摸鼻子, 假装无事发生, 走向阿福和张淮。 两人激动地抱住李元居。 陆川完全没注意李元居的尴尬处境, 他轻轻拥抱一下郑兴瑶后, 就连忙检查他的身体。 身上有六处刀伤, 鲜血淋漓。 很疼吧? 陆川心疼地问道, 却又不敢触碰。 不疼, 就是又渴又饿。 你们没吃的。 陆川脸色一变, 原来资重也出问题了。 饿了两天了。 郑兴瑶叹了口气, 陆川连忙从怀里拿出干粮河水, 递给郑兴瑶。 接着他对远处杨素喊道, 杨素把水给将士们发下去。 看到有水, 全军都激动起来。 抱歉, 我们刚刚击退工程的匈奴, 就跑出来支援你们了。 等我们杀回天当城, 一定好好吃一顿。 陆川对全军说道, 郑兴瑶能活下来, 这些坚毅的战士全都有一份功劳。 可郑兴瑶只是吃了口干粮, 就开始干喝水了。 剩下的, 我给姐妹们送去。 郑兴瑶说道, 女子兵没了十一人, 损失惨重。 去吧。 陆川点头, 这是一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 他倒是希望, 女子兵里多几个忠心耿耿的张怀。 郑兴瑶走进女子兵中, 将唯一的干粮给大家一起分享。 每个女孩都只咬一小口, 然后递给下一个人。 不那么大的干粮饼, 被咬了一圈回来, 居然还有一半。 陆川看了, 一阵唏嘘。 先生, 杨肃走了过来, 面色凝重道, 五百名匈奴, 五十人一队, 分散着向我们杀来了。 他们要用最少的人数, 消耗我们的箭矢。 第九十六章, 断尾求生。 听到汇报, 陆川顾不得再看郑兴瑶, 急急忙忙跑到了边缘。 就在他们整顿喝水的这一小会, 匈奴已经整顿完毕, 发起进攻。 刚刚救援邵将军的时候, 敌人撤退很快, 估计只杀了一万左右。 杨肃道, 陆川眉头一皱, 感觉有些棘手。 他预计会歼敌两万左右, 但匈奴统帅反应极快, 迅速放弃了左卫位, 多保住了一万骑兵。 这么一来, 匈奴还有五万骑兵, 他们现在都躲在排弩箱的射程之外, 如同一群捕猎的残暴狼群, 不愿离去。 我们该填充多少箭矢? 杨肃问道, 看着敌军越来越近, 陆川心中也在用最快的速度计算。 城防兵素质远低于匈奴骑兵, 左卫位又饿又累, 体力不支, 战斗力在持续下滑。 正面作战绝对不是好办法, 可如果用排弩射杀他们, 就得使用饱和打击, 相当于杀鸡用牛刀。 不划算。 而对方有五万人, 每次出动五百人, 那就能够进攻一百次。 他的箭矢, 根本撑不了这么多回合。 匈奴统帅很厉害啊, 和宫城的指挥绝对不是同一个人。 陆川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玄机道, 填仓两百箭矢, 一百二十张骑射。 杨素眉头紧皱, 如果资重充沛, 确实能用大量箭矢射击匈奴。 可陆川的计划, 是不是太简单了? 这样回击, 根本撑不住一百回合。 他不解, 甚至怀疑陆川也前驴技穷了。 但进凉绝之下, 他们今日有四千人, 共计歼灭五万, 绝对足以载入史册了。 我太贪心了。 杨素心中骂了自己一句, 赶紧组织士兵, 以排弩射击敌人。 李元鞠看到战况在起, 来看陆川身边。 局势如何? 李元鞠问道, 射! 远处杨素声音传来, 万箭齐发。 相比之前密集的箭矢, 现在只能算毛毛雨。 有少量匈奴骑兵穿过了箭雨, 冲向排弩。 而后左微位的士兵, 第一时间冲上去, 将匈奴斩落马下。 这种进攻, 有一百回合。 而我们的箭矢, 撑不住那么多次。 陆川简明恶药道。 三回合后, 我们上场。 李元鞠捂着, 恶到靖兰的肚子说道。 知道箭矢不足, 李元鞠刚刚升起的希望, 再次破碎。 陆川看了眼李元鞠, 他们这回体力更差了, 居然还想冲锋陷阵。 不需要你。 陆川摇头道, 你还有办法。 李元鞠不解。 但进梁绝下, 巧妇也难为五米之吹, 陆川还有什么计谋。 李元鞠左右看了看, 入眼处, 只有排弩车、 资重车、 战马以及士兵。 排弩和资重配合, 得用来射箭, 乘防兵状态是不错, 可匈奴打乘防兵, 和他们左卫为吃饱喝足 打匈奴一样轻松。 总不可能靠这些乘防兵吧。 李元鞠不解地看着陆川, 求陆川解答。 如果你是匈奴, 觉得杀了我们, 会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陆川反问道, 李元鞠一愣, 陆川眯着眼睛, 看向远方的匈奴大军。 如果这些匈奴是莽夫, 使用人海战术, 陆川他们必死无疑。 可刚刚的交锋, 匈奴宁愿让陆川和李元鞠会合, 也不想平白让匈奴军 被多杀一万骑兵。 凭借这一点, 陆川就有了很大的信心, 解决这次危机。 聪明人必然会取舍轻重, 这是他的机会。 先生, 第二批匈奴五百骑兵杀过来了。 杨素再次跑来汇报, 甲祖驶车防守, 丁祖留一排弩车于原地, 拆掉一辆自重车, 把木头散落在排弩车边缘, 燃烧瓶准备食肢。 陆川快速下令, 杨素不解, 先生要烧车, 不留给敌人。 不, 这辆车要留给敌人。 你得让火烧起来, 救火就来得及留下排弩车, 不救火, 排弩车必被烧毁。 万万不可呀。 杨素大惊失色, 此等重器留给匈奴, 他日必称我大真江山祸化啊。 赶紧去办。 陆川烦躁, 不是说要听他的命令吗? 怎么这时候, 又开始逼逼赖赖地浪费时间? 我去。 旁边李源居兴奋到, 陆川说出来后, 他立马领会了陆川的深意。 这一招, 是断尾求生。 减轻负重, 吸引火力, 腾出更多的马匹和兵力。 陆川这一招, 可谓是一举三得。 排弩不怕被盗的事情, 李源居也是亲眼见陆川测试才相信, 空口白牙, 很难和杨素说清。 李源居直接去下令, 让士兵执行陆川的命令。 他才是天罡城真正的领军, 哪怕没有军令, 士兵们也会听他的。 糊涂啊, 为了自己的性命, 把如此可怕的重器留给敌人。 杨素不禁煽然泪下, 他或许可以血剑五步, 跟陆川同归于尽, 阻止重器外流, 但他绝对阻止不了李源居。 李源居状态再差, 他也打不过。 小山坡上, 呼颜沁阳阴逸的目光盯着下方的战场, 三批五百骑兵的队伍已经隐恨沙场。 他倒要看看, 天罡城军的箭矢, 还能撑几轮。 但就在这时, 他发现有一辆排弩车被流了下来。 大火熊熊燃烧, 左都尉剑撞大喜, 将军高见, 他们的箭矢果然不够用了。 可他们居然要烧掉重器, 减轻负重。 右都尉满心阴霾道, 可是这样一来, 我们岂不是什么都捞不到? 居然被烧了, 要不要强攻? 右都尉问道, 用一两万骑兵这些战争重器, 绝对是赚的。 强, 不。 忽颜沁阳眯起了眼睛, 道, 仔细看, 那些重器还没被烧到, 他们故意留下破绽, 想让我们去抢救重器。 这, 他们疯了。 左都尉感觉不可思议, 有点脑子的都知道, 这些重器落到他们手里, 会给大真皇朝带来怎样的威胁。 或许他们还留了后手, 自信我们破解不了重器的工艺。 忽颜沁阳冷笑一声, 完整的重器留下, 我们还能模仿不出来不成, 顺他们的意, 抢救重器。 忽颜沁阳下令, 可李元居左都尉不甘心。 在这些重器面前, 李元居就是一坨马粪。 忽颜沁阳美好气道, 懂不懂轻重缓急的? 第九十七章, 贪生怕死之徒。 糊涂啊。 杨素呼天枪帝, 痛哭流涕。 看着一架架排弩车留下, 他仿佛看到将来大真皇朝士兵 被排弩车屠杀的下场。 匈奴真的顺了陆川的意, 把兵力留下, 前军灭火。 多余的排弩车和自重车留下, 他们的负担大幅度减少, 逃跑的速度不断提升。 可这是用未来其他士兵的生命换来的。 陆川, 李元居, 待我回音以后, 一定要上报元帅, 奏书圣上, 致你们的贪生怕死之罪。 李元居, 我看错你了, 居然为了逃生, 把如此重气留给敌人。 杨素气得双面通红, 不断咒骂。 陆川和李元居忙得要死, 根本没空理他。 既要突围逃亡, 又要不失误地留下排弩车。 左卫卫将士, 东周区部辅兵和女子兵, 刚喝完谁也重新加入进来, 砍碎自重车, 拆卸橡胶车轮。 每个环节都没有闲人。 杨素痛心疾首地骂了一路, 而此时, 已经有十架排弩车被留下。 后方锁过之处, 可看到一个个火堆边缘, 有数不清的匈奴忙着灭火。 可匈奴骑兵太多了, 依然能保持每一回合 有五百骑兵来围堵他们。 其人太甚。 李元居急匆匆跑到陆川面前, 焦急道, 匈奴灭火只需要一两百人, 杯水车薪啊。 而且我们的箭矢还在消耗。 加大燃烧瓶使用数量, 增大火势, 他们看到前面的甜头, 肯定会忍不住 派遣更多的骑兵去灭火。 陆川回应道, 对于敌人的每一个变化, 他似乎都承着在胸。 但这样还是不够。 李元居计算了一下, 迅速道, 没关系, 我主要是为了减少负重, 跑得更快。 陆川回应, 李元居语色, 他现在也摸不清陆川的计划了。 但此刻, 除了相信陆川别无他法, 末一会, 又有十架排弩车丢下, 自重车减去大半。 现在是三十匹马拉一架车, 多余的马匹冲在前面, 横冲直撞。 排弩骑射, 半舱, 而后马匹和骑兵突破。 陆川再次更改命令。 什么? 不只是杨素, 现在连李元居都吓了一条。 陆川为什么突然疯了? 这种时候, 半舱骑射, 还让人冲锋? 我们的支援要来了。 陆川眯着眼睛说道, 还有支援? 李元居不敢置信地脱口而出。 当然, 我是看工程敌军撤退了, 就立马派兵追了出来, 又不是把储备耗光了, 才追出来。 陆川理所当然地说道, 下一秒, 前方山头上, 无数漆黑剑与覆盖。 与他们这支队伍的削尖木棍不同, 远方飞向天空的都是有箭头, 予以地燃血剑尸。 李元居见状, 不可思议地看着陆川。 这时间估算得也太准确了吧。 刚说要用尽全力突围, 后脚就看到了元军。 别看我, 快下令。 陆川美好气道, 一个征战杀场多年的将军, 在战场上连连失神, 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如果李元居知道他的想法, 肯定会觉得暴躯。 不怪他不够冷静, 实在是陆川打破太多常规, 给他太多惊喜。 杀! 李元居高声下令, 甲祖排弩车, 填半仓箭矢, 开路。 左卫为诸步准备, 城防军一人三马准备。 伴随着李元居的命令下达, 排弩车冲在最前面, 向着包围圈冲去。 达到射程后, 快速转弯, 万箭齐发。 一条血路撕开, 城防兵带着马队, 用血肉冲开一条生路。 匈奴骑兵想要填补这个 即将被撕裂的缺口, 可包围圈外方, 末一用六架排弩车开刀, 已然带着城防军杀了过来。 爆! 赤后急匆匆冲向忽颜沁阳。 天刚城防向六架重汽马车前来支援, 后方跟着大量自重马车, 预计有十万箭矢。 赤后焦急地说道, 他们怎么还有援军, 怎么还有这么多自重? 忽颜沁阳破口大骂。 左都尉尴尬道, 不出意外, 那是天刚城的城防军, 箭矢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 忽颜沁阳冷冷地看了眼左都尉, 如果不是他攻城失败, 他们完全可以吃下路穿这支队伍。 左都尉脸色苍白, 他也很冤枉, 这种万箭齐发的重器, 还有源源不断的时期用于城防, 他要怎么把城攻下来? 接下来怎么办? 他们的自重得到补充, 没有一两万兵马, 拿不下他们。 五百骑的战术也没了意义, 只是相互耗兵力罢了。 左都尉硬着头皮问道, 忽颜沁阳深吸一口气, 几乎想挥刀砍死这个废物。 什么互相耗费兵力? 如今局势, 明明是他们用人命换他们的剑势。 他不是暴君, 他要为整个联合部落着想。 如果再留下他们时, 不, 五台重器, 那就放他们离去。 忽颜沁阳道, 声音落下, 众人就看到天罡城丢下了四驾车, 还差一台重器。 左都尉小声道, 罢了, 放他们走。 忽颜沁阳无力地挥了挥刀。 这不上不下的台阶, 让人踩得浑身都不舒服, 但他又不得不踩。 留下二十四台重器, 他们已经赚大了, 可他就是觉得不爽。 要不要追击一下? 又多尉问道, 用几把狼的性命, 换一个得胜追敌的名头。 忽颜沁阳冷眼看着他, 怒意中引着杀鸡, 让又多尉全身冰寒, 冷汗沉沉。 他们匈奴, 何时需要那些虚名了? 撤退, 放他们走。 准备箭矢, 我们去看看那些重器。 忽颜沁阳道。 来人, 牵马, 将汉人留下的重器聚在一块。 又多尉连忙去干活。 一刻钟后, 将军, 那些六股马车, 少了黑乎乎的咕噜, 战马几乎拉不动。 将军, 我们还没找到发射箭矢的技法。 一个个坏消息传来, 气得忽颜沁阳, 火冒三丈。 一群废物, 宝珊放在你们面前都不会用, 继续试。 那是我们忽颜一脉, 重夺辉煌的关键。 匈奴没有追来。 后方斥候, 向陆川汇报。 陆川松了口气, 看向墨义。 你支援得足够及时, 立大功。 多谢先生, 下官不过, 是按照先生的安排办事, 不敢邀功。 墨义诚肯道, 你们这群贪生怕死之徒。 杨素在远处骂道。 陆川瞥了他一眼, 拉拽缰绳, 没听到一样扭头向正星鸟走去。 李元居却受不了了, 杨忠厚, 我们弃下的排弩, 敌军根本使用不了。 狗屁, 你当我眼瞎骂, 这么简易使用的排弩, 敌人会用不了。 杨素破口大骂。 李元居也来了火气, 既然杨忠厚不信, 不妨亲自试一试。 第98章, 五体投地。 华天下之大击。 杨素冷哼一声, 李元居将决, 杨某人增进你是个真英雄, 如今的你贪生怕死不说, 还把杨某人当无知小儿戏耍, 杨某人休与你同僚。 笑话? 李元居捂着饥饿的肚子, 同样怒火中烧地看着杨素。 我把排弩车交给你, 你去射一件看看。 你要是有这个本事, 李元居赴金请罪, 你若是不愿, 就给我闭上臭嘴。 李元居冷冷地看着他, 你如果再废话连篇, 我一脚把你踢出马队。 陆川诧异地看着李元居, 这位少将军队人还真狠啊。 我就射给你看, 我要让你在城墙上负金请罪。 杨素也是火冒三丈, 顿时下马, 走向一台排弩。 如此简单的排弩, 有眼睛有手, 谁不会用。 杨素说着, 转动摇杆, 把箭矢送入发射枪, 然后扣动开关。 连摁三次后, 他惊悚地发现, 里面的箭矢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可能? 明明每一个士兵都是这么干的, 为什么他就不行? 李元居一把推开它, 拿出钉子插进某个位置, 扣动开关。 箭矢飞射。 杨素目瞪口呆。 此物名为安全栓, 一旦拔掉, 排弩彻底作废。 排弩结构复杂, 也不怕被人拆开, 吃透里面的技术。 李元居冷声道。 杨素一下就懂了李元居的意思。 就算有这个所谓的安全栓, 二十架排弩, 足以让敌人摸透其中的秘密。 这下路船不能忍啊, 我这排弩共计一千零三十二枚零件, 你去找一百个人去拆。 你要是能摸透里面的奥秘, 我跪下来喊你一声老师。 说着, 陆川打开盖子, 密密麻麻的机械零件, 看得杨素头晕眼花。 这是人能研究出来的构造。 难怪陆川有这个自信。 杨素脸色一阵轻, 一阵红, 羞愧难当。 是我刚毕自用吗? 他知道自己丢脸丢大了。 杨素当即向陆川和李元居深深作医, 学生惭愧。 如何处置? 李元居看向陆川。 你回来了, 我可不敢在阅祖带跑。 陆川摇头拒绝。 此次是你救了我们, 所有军令都是你下达的。 你为天罡城统帅, 有权处置所有人。 李元居客气道, 他现在已经彻底服了陆川了。 若不是大家状态都很差, 他恐怕会有数不清的问题, 要问陆川。 陆川打了个哈欠, 发现郑星瑶在不远处看自己。 意识到郑星瑶在偷偷向自己学习, 陆川立刻证了正神色, 道, 杨处有忠君爱国之心无措, 但军中不可有二化。 文臣有觐见之权, 但不可违背统帅任何军令。 你违背军令, 一物战机是错, 以下犯上是错, 扰乱军心是错。 军中功过不相抵, 等回天罡城后, 自己去领三十丈。 杨处听到陆川列出三大罪, 吓得冷汗直流。 按照这个罪, 陆川宰了他都会有人拍手称快。 多谢先生不杀之恩。 杨处跪在地上, 向陆川五体投地。 他彻底服了。 他对惩罚无话可说, 心中学生的自称不再是自迁, 而是心悦诚服。 起身吧, 莫要耽误时间, 我们争取, 在天飞前, 回到天罡城。 陆川拉拽缰绳, 调转马头, 追向郑星瑶。 多谢先生。 杨处差点哭出来, 他犯了这么大的错, 陆川当时没有斩了他, 这是怎样的胸怀? 他骂了你一路, 三十丈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郑星瑶看着骑马过来的陆川, 好奇地问道, 如果谁这样对他, 他拿刀的心思都有了。 他骂我了吗? 陆川甩了甩头, 你难道, 太困了, 我都快要意识不清晰了。 战场上充斥着风声, 人声, 车马声, 陆川三天两夜没睡觉, 还要把控战场和计算时间, 已经用尽了全部心力, 哪里有空去管杨处说什么? 郑星瑶感觉心里暖暖的, 他知道陆川这么努力, 都是为了救他。 你三天没睡, 我两天没吃东西, 还被砍了六刀, 我们这算是换南鸳鸯吗? 郑星瑶幸福问道, 陆川嘴角抽了抽, 看着他的笑容, 再看他满身血痕, 心中佩服他的乐观。 陆先生回来了, 少将军, 左卫位回来了。 城防军, 天罡城百姓, 看到大军归来, 兴奋地冲到了城下, 夹道欢迎。 陆川状态太差了, 没经历回应他们, 勉强挥了挥手, 就静止带着女子兵去了他们的营地。 百姓本没有任何不满, 他们都知道, 陆川多日来不眠不休, 有多辛苦。 让火工兵先给左卫位和驱部府兵部众准备完善, 烹肉粥, 青岩, 令被凉开水, 我们要准备疗伤。 到了营地, 陆川简单下令后, 就带着郑星瑶和他的女子兵去疗伤。 救回来的士兵430人, 全都带伤, 军中军医根本不够用, 陆川只能亲自教他们如何处理伤口。 杨素前去领罚, 而同一时间, 一份捷报从天罡城离去, 前往元帅大营。 杨夫正在营中看着看鱼图, 代表天罡城的旗帜, 孤零零地插在塞外。 他凝视看鱼图许久, 把这根旗帜拔出来丢在了一边。 经历了片刻, 他又想到了杨素。 这都一夜一天了, 他怎么还没回来? 难道一同沦陷在天罡城了? 杨夫高声喊道, 派探马, 去天罡城探查战况。 但传令兵刚打开战帘, 插着三根荆棋。 天罡城大劫。 骑兵冲到了杨夫面前, 单膝下跪, 报元帅, 天罡城守住了, 数千城防卫兵, 兼凶奴三万, 后车马出征, 千里驰援, 就回了李元居将军, 与其不重。 杨夫看着这名天罡城骑兵, 冷喝了一声。 骑兵满心不解, 激动地强调了一句, 元帅, 天罡城大劫呀。 杨夫目光冰寒道, 天罡城才几千兵马, 最强的左卫位还被困在草原上。 你告诉我, 天罡城凭什么事? 第九十九章 郑兴瑶的规劝 骑兵不假思索, 我们有万箭齐发的牌弩, 还有从一山的乌金石中练出的石漆, 还有装了六个咕噜, 可以在草原奔跑的铁骨车, 载着手承重器载草原上。 住口, 是什么, 让你以为本帅愚笨可欺? 杨夫斜眼看着骑兵, 心中已犯杀鸡。 骑兵也意识到, 来人,此人戏耍本帅拖下去踏武时, 派三队斥后去天罡城打探消息, 天亮前回来。 杨夫大手一挥, 下令说道, 原帅, 我冤枉。 天罡城真的胜了, 小将真没有胡言乱语。 下官手里, 有莫义将军的信函。 李元军来到天罡城后, 差点晕死过去, 陆川也忙得焦头烂额, 而杨素还去领板子了。 捷报, 是莫义写的。 住口, 杨夫的耐心用光了, 不悦道, 虽说本帅没见过排弩, 但本帅能猜出排弩的样子。 三国时有诸葛连弩, 一射十发箭, 是守成重器, 无法移动。 你告诉我, 他陆川才华, 还能超过诸葛孔明不成? 杨夫指着骑兵的鼻子问道, 或许, 陆川先生比孔明先生更足智多谋, 我们全天罡城所有将士和百姓, 都是认可的。 骑兵咬着牙说道, 若没有陆川, 天罡城都被破城了, 他无法想象自己家人会遭遇怎样的下场, 被玩弄, 被吃掉, 又或者如同草芥被杀死在路边, 无论哪种, 他都无法接受。 陆川就是他的恩人, 狂妄, 满口胡言乱语, 妖言惑众, 来人, 拖下去。 骑兵咬着牙, 坚毅的目光毫不畏惧地盯着杨夫。 他相信, 杨夫的赤后归来后, 一定会还他一个公道。 陆先生睡觉了吗? 李元居问旁边的将士, 旁边的大夫正在给他处理伤口, 皮肉翻动, 剧痛袭来, 但他却依然面不改色。 先生在帮助女子兵处理伤口, 将士回应, 这一次, 多仰仗了陆先生了, 不然我李元居已经成了大真皇朝的笑柄。 说到这, 李元居眼神恼恨, 我们位置泄露, 资众率先被烧, 一切都来得太过巧合, 我怀疑军中有内奸, 你给我查。 少将军, 内奸已经找到了, 陆先生一回来, 就发现许良碧室内奸, 勒令墨逸将其关押, 而后杨素前来, 搜查许良碧府邸, 找到匿名的信件, 交代的是, 如何坑害少将军您。 将士说道, 李元居一把将太适宜的扶手捏断, 深吸一口气, 看伤口包扎好后, 立刻起身向外走去。 拜落, 本将军要亲自拷问许良碧。 李元居心里憋着一股火,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监牢, 一进来, 就看到许良碧全身撂铐, 却昂首挺胸地坐在草席上。 听到脚步声, 许良碧睁开眼睛, 看到李元居眼中露出不可置信。 你还活着? 你很失望? 李元居忍着怒火问道。 许良碧双手紧钻, 脸色青红交加, 接着猛地起身, 一头撞在了墙上。 拦住他。 李元居暴怒, 可来不及了。 伴随着一阵刮破之声, 许良碧已然一头撞死。 看来, 他背后的人不简单啊。 李元居气得浑身颤抖, 满身寒气。 他意识到, 朝中有一股阴风, 已经向他张开爪牙。 许良碧自杀了? 陆川正教导姑娘们, 学习正确处理伤口, 就听到墨义传来消息。 没错, 他看到邵将军的瞬间, 便一头撞在了墙上。 我知道, 这件事别和我汇报了, 跟我无关。 陆川挥了挥手, 赶走了墨义。 为什么不管? 郑兴尧问道。 能让许良碧自杀的人, 也就是能算计李元居。 想让他死的人, 八成是他兄弟。 陆川冷笑一声, 这种剧情, 他看得太多了。 能和李元居有利益冲突的, 最大的, 可能就是他的亲兄弟。 相对来说, 军中那些存在竞争关系的将军, 没必要搞这种事, 文人也没有急火攻击李元居的必要。 古代人, 权谋是点满的。 他估计李元居也猜到了, 只是没有证据。 等大家处理好伤口, 去喝了些肉粥后, 陆川就带着郑兴尧, 去了他们的帐篷。 两人坐下, 郑兴尧解开上衣, 几个伤口处都已经包扎了布条。 陆川看了无比心忧, 我有点后悔, 让你上战场了, 溜出伤口, 如果哪道运气不好, 割到了血管, 神仙都就不回来了。 这个血管, 是指大动脉。 郑兴尧安慰地拍住陆川的手背, 轻声道, 莫要担心了, 我们上战场之前, 可都是经过取不服兵的训练的, 知道怎么战斗, 能够避开避死的攻击, 哪些位置受伤, 能轻松止住血。 被攻击的时候, 如果实在躲不开, 我们也会选择, 用最小的伤势避开危险。 看着郑兴尧侃侃而谈的样子, 陆川佩服他的武功天赋, 可心里的担忧更甚。 川郎, 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郑兴尧认真看住陆川的眼睛, 陆川凝视他片刻, 叹了口气。 他故意不提, 他就已经踏入全力的漩涡中。 川郎, 不要担心我, 我愿意与你同生共死。 郑兴尧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我明白。 陆川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他小心搂住郑兴尧, 我们休息吧。 两人倒在床上, 郑兴尧小心避开伤口, 轻柔地钻进被窝, 幸福地靠在陆川的胸膛上。 一夜无话。 冒时, 赤后欣喜若狂地冲进了元帅营, 把杨夫吵醒。 发生何事? 杨夫大惊, 还以为有敌人夜袭。 元帅, 天罡城信件, 李元居少将军已经归来, 正在连夜处理城内政务。 门笑那小子回去了? 杨夫猛地站起身来。 第100章, 心怀鬼胎。 赤后连忙把李元居的信件递给杨夫。 元帅, 之前的捷报是真的, 少将军已经将天罡城的一切汇报。 我们三个伺候小队, 都看到了天罡城外城堆的尸体。 据说在城防战中, 我军无一战中伤亡, 唯一需要救治的, 还是有一名被酷暑暴晒中夜的工匠。 五万匈奴攻城, 没有杀死一个士兵。 看着李元居的信件, 杨夫有种恍如梦中的感觉, 看着天空中的星河, 他更是觉得自己没醒来。 将军, 我们已经带了一架排弩车, 您可以亲自感受。 杨夫闻言, 连忙跑出帐篷。 很快, 整个元帅大营被惊动, 庶民三品, 四品将军赶向了轿场。 国之重器啊。 有了此物, 我们大征皇朝, 必然威震八方, 肃清还宇。 杨夫哈哈大笑, 测试过排弩车的运载速度, 感受到万箭齐发排弩的射击速度, 更换箭矢的速度后, 他已经彻底信了捷报。 天罡城, 真的画幅朽为神奇了。 这是何等精彩绝艳的发明。 恭喜元帅, 北部军中出现如此重器, 陛下一定会犒赏元帅。 有一名将军, 提议杨夫, 抢下这个功劳。 此物能让将军名传千古? 其他将军文言, 纷纷表示恭喜。 杨夫心头狠狠一跳, 名传千古。 一时间, 他的呼吸都急促起来。 杨夫勉强按捺下心中的澎湃, 故作震惊到, 天罡城本身只是一枚弃子。 但如今, 有了排弩之威, 天罡城不再是弃子, 而是我们切入北境, 杀出塞外的画龙点睛之笔。 这如同盘火整面棋盘的一颗棋。 中午将军流逝后, 眼神一转, 向前一步, 敢问元帅, 可要持援。 杨夫看向李元居的信件, 说道, 李元居提到, 陆川为了调动全城所有百姓的能力, 把所有军中的军粮资重用于犒赏百姓, 导致三个月的粮食, 只剩下不到十天。 你去支援天罡城, 让他们加紧建造更多的排弩车, 并再送去一些军粮。 磨! 末将定当彻底稳住天罡城局势, 督促, 陆川建造更多排弩。 刘氏后说道, 督促二字时, 故意顿一下。 杨夫目光微动, 手指颤了颤。 我命, 你为暂代巡查使, 持我镇北大军任命书, 前去接管火工营。 火工营就是陆川改造的重工业工厂。 清晨。 陆川满足地睡了一觉, 还没睁眼, 便感觉怀中一片细腻。 他低头, 看了眼怀里的美人, 咽了口口水。 郑兴尧也恰好睁开眼, 但目光清明, 看上去早就醒了。 你什么时候脱的衣服? 陆川全身僵硬地问道, 太累赘了。 郑兴尧从被窝中伸出呕臂, 指着帐帘, 道, 门已经用木头堵上了, 彩威撞不进来。 隔壁帐篷, 躺在床上的彩威打了个喷嚏。 隔音效果太差了。 陆川和郑兴尧对视一眼, 都看见了对方眼中的一点懊恼, 被听到什么就太害羞了。 起床吧, 我好饿。 陆川道, 我也饿了。 郑兴尧点点头, 刚要起身, 忽然停下。 陆川正不明所以, 就听见了郑兴尧说道。 想到川狼为了救我, 三天来不眠不休, 我就感觉心里急得慌, 想要立马嫁给川狼, 报答川狼一片真心。 我是川狼的人, 川狼可以对我大胆一点。 他的声音很小, 很柔, 说完后就缓缓闭上眼睛。 请我。 陆川动容地看着郑兴尧的薄唇, 轻轻压了上去。 柔软, 滚烫。 就在陆川纠结, 要不要再过分一点, 撬开他的银牙时, 陆川摸到了他背部的伤口。 浅尝折脂, 意犹未尽。 陆川睁开眼睛, 道, 别熬了, 赶紧起床, 去吃早餐。 不吃东西, 怎么能恢复伤势? 郑兴尧的脸蛋, 已经变得娇艳欲滴的红。 他掀开轻背, 拿起肚兜。 一闪而逝的光景, 让陆川直咽口水, 但雪白的背部, 有着不少破皮的痕迹, 让陆川的念头压了回去。 如果你放弃从军, 我不会说你什么。 我可以让你, 去掌控我的所有财产。 陆川心疼地说道, 我已经喜欢上纵马驰骋, 斩敌马下的感觉了。 说到这, 郑兴尧低着头, 轻声道, 将来需要有人为川郎提刀牵马, 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呢? 陆川从这轻柔的语气中, 感受到了一种坚定。 他轻轻叹了口气, 心中有了些惆怅。 川郎, 包绑一下。 这时, 郑兴尧背着陆川, 忽然将两根红绳向后递了过来。 一句话, 让帐篷内压抑的气氛一扫而空。 陆川从侧面看到他在笑, 猛地回过神来。 郑兴尧可能是知道两人的谈话, 必然陷入他对他生死的担忧, 而后演变成他, 劝他放弃戎马生涯的状况。 所以, 他才故意勾打陆川, 让陆川的情绪, 无法严肃起来。 小妖精! 郑兴尧居然用他的魅力来算计他。 陆川心中笑骂一句, 但看郑兴尧的智慧计谋在快速提升, 还是很满意的。 两人从帐篷出来, 外头的太阳都有些毒辣了。 喝了三碗肉粥后, 陆川带着郑兴尧和女子兵在天罡城内闲逛起来。 大家都是伤兵, 半个月内没法再训练,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 只是没走两条街, 莫义就骑着马, 找到了陆川面前。 陆先生, 元帅杨夫派中午将军流失后, 来接管我军中火工营, 监督排弩与排弩车的建造。 他现在拿着任命文书, 让你去火工营见他。 莫义说道, 陆川微微皱眉, 我知道了, 你先去, 我一会就来。 可是, 莫义欲言又止。 你要说什么? 陆川问道, 是邵将军。 莫义吐了口啄气, 解释道, 邵将军听闻元帅安排流失后掌管火工营, 不顾一身的伤, 去找流失后的麻烦了。 陆川愣了一下, 你先去盯着, 别让他们打起来。 起码离去。 陆川心中道, 李元居这朋友能处, 遇到事情真的赶上。 中武将军正四品上, 官位可是比李元居高的。 李元居不过是定远将军, 正五品, 比流失后低了整整一个品级。 监督排弩与排弩车的建造? 郑兴尧敏锐地察觉道不对劲。 没那么简单。 陆川耸耸肩监道, 派人来督促排弩建造的进程, 不需要接管火工营, 这是抢功劳来了。 抢夺排弩技术, 这是要直接把陆川踢出局, 让研发排弩的功劳与陆川彻底无关。